第637章 蠢人 太守府中乱成一团 有几名仆役 宾客之流 文讯奔出 刚刚开口喝骂几句 便被蛮兵们劈头砍作两段 又有些骏兵模样地取了刀枪底笛 却哪里顶得住蛮兵 全部顾忌性命地猛冲猛杀 不过眨眼功夫 从侧门通向正厅的道路 就被鲜血染得红了 黄轩就在蛮兵们的簇拥下 劈劈啪啪地踩踏着鸡血 大步向前 这时有蛮兵进攻的情况 已经被太守府中人禁止 黄轩听得到院落后头的内宅里 有妇如奸声叫喊逃亡的声音 奇怪的是 却没人明经示警 太守府中没有 府邸以外 城池两头的望楼 也没人明经 于是黄轩继续向前 一边走 他一边挥动着还手刀 撞似癫狂的纵声大喝道 一个都不要放过 哈哈 今日天赐良机 我们杀进荆州的官们 大略零零城 他的话音未落 有人在侧面 一处院墙上高声大喊 住手 住手 黄轩斜眼看去 只见一个四十上下的中年人 手扶强员 连连摆手 你算什么东西 敢叫我住手 黄轩收起还手刀 然后从身后取下鞋背的弯弓 一箭射了过去 他不是五人出身 刀剑上有点本事 剑术着实别角 这一剑掠过去 差得目标老远 而那名叫让助手的中年人 压低身形 继续叫让 助手 助手 你是什么人 谁给你下的命令 你们疯了吗 黄轩止住脚步 同时也示意蛮兵们停步 他大声道 在我面前呼喝 你又是什么东西 那中年人气急败坏的低汉 我乃南洋邓玄之 面对蛮兵杀来 太守府里多少人脚软 这人的语气 却像是爆出自己名字 就能阻敌一般 真是有趣呀有趣 黄轩心念电闪 顿时明白了一些东西 南洋邓玄之这名字 他是听到过的 此君出身于南洋巨族 丹明辈 因壁画而以自行 西在京香时 他因屡次拒绝征兆而得名声 近数年来都在林林居住 以好友的身份 辅佐林林太守豪朴 据说他虽是不一 却因为豪朴的信赖有加 而在林林郡南部 极具权势和影响 显然 他便是与江东勾结的 林林本地人物了 这么想着 黄轩冷笑一声 继续道 邓公 你想阻我吗 各部既然大略荆州 我都梁黄仙领人结了林林 有何不可 不想死的 就退开吧 说着 黄轩催动蛮兵继续向前 邓玄之在要叫嚷 黄轩冲他搜搜连射几箭 将他从墙园上逼退 邓玄之的声音 从墙后传来 姓黄 你是都梁人 你等着 全林皇室的宗主在此 邓玄之这种货色 如果发现自己的名头不管用 必定就得请出管用的人来 所以 黄轩便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身份 乃是全林皇室的远房之脉 黄炳如果在此 就一定会跳出来 听得邓玄之这般大喊 黄轩心头大喜 但他面不改色地吼道 放屁 当我是傻的吗 吼完了 他看看围绕在左右的蛮兵 我们继续冲杀 一行人沿着狼道 再向前数十步 忽然左近一扇侧门 被猛地推开 数名披甲巨盾的武士 簇拥着一人出来 那人身着战符 河下虚然飘飞 体格甚是矫健 看着黄轩气势汹汹冲来 沉声道 你既姓黄 可认得全林黄炳吗 还不立即驻守 这人便是黄炳 郑主果然在此 昔日 孙破鲁任长沙太守时 贼寇周朝 郭时在林贵等郡作乱 孙破鲁越境讨贼 皆击破之 遂得到一批林林豪杰拥戴 其中最有名的 莫过于身为郡理 孝廉的全林人 黄盖黄公赋 后来 黄公赋追随孙氏三代 数年前一度担任武林太守 凭借宗族武力和地方上的威望 他四处诸讨不服 同时又拼接军威 到回头来确立了他全林皇室宗主的身份 怎奈后来 江东的势力退出京南 黄盖也在去年春天病故 继承黄盖的布曲 复刻和一部分奉义的 乃是他的长子 校尉黄炳 黄炳也曾在京南常驻 昔日领兵千人 屯于武林司马错城 在地方上颇有影响力 眼前这人 就是黄炳 他果然在这里 黄轩心中既狂喜 又狂怒 喜的是 终于发现了敌人 怒的是 玲玲太守豪谱 竟然昏昧至此 使得江东人就躲在他的太守府底中 自己在玲玲城内外找不到线索 实在非战之罪 谁敢想象 这批人真的就躲在太守府里 谁敢想象 这座玲玲太守府里 竟有许多人为江东所用 黄轩竭力压制住情绪 露出犹疑的表情 我却没见过真人 你真是黄宗主 快让你的部下退出去 公然攻打玲玲太守府 你不怕把好谱引回来吗 谁给你出的主意 黄炳压低了嗓音 连声怒喝 退出去 黄轩直愣愣地道 退到哪里 已经做了这么大事 难道要我挑香水吗 黄炳心中大骂 我全灵黄氏 怎么如此倒霉 竟有这么莽撞愚蠢的亲情 黄炳这名字 听都没听说过 哪里冒出来的 简直荒唐至极 虽然如此 毕竟是宗族亲属 眼下局势又不适合分辨 于是他知道 赶紧退出去 别误我的大事 你出城往西 我会安排人接应 黄轩往后退了几步 又折返回来 恨恨地以刀捉住 这一来 我不是白忙了 没捞到什么好处 先退出去 黄炳急躁地道 日后有你的好处 黄轩认真地想了想 是不是该按照黄炳的要求 退出城外 然后等着对方派人来接应 再探听他们所谓的大事 不可 这样做 变数太多 自己终究不是什么 全灵黄氏的清卷 其实 口音也全部相似 只不过来的突兀 一时间使对方慌乱不查罢了 他们稍稍安定下来细想 再多问几个问题 立刻就能辨明真伪 何况 谁知道江东人究竟想做什么 谁又能保证 自己出城以后 见到的不是接应 而是灭口呢 黄轩新念电传 已有主意 他向前几步 露出被黄炳说动似的 满脸喜色 此话当真 黄炳简直要被这蠢货逼疯 他以为自己在哪里 他以为自己在干什么 这么大的零零城 太守府被人袭击 就算各处明经市井的地方 都被控制 可万一有人放船或起码及时去通知 把豪普叫回来怎么办 豪普那千把人没什么力量 可他毕竟是灵灵太守 只要他一直在 灵渠那边乃至其余几处关爱 就得小心谨慎 可恨 眼前这丝究竟哪里来的 是谁把这样的蠢人 叫到了零零城 他怒气冲冲地 退开身前遮户的夹势 大步站到黄炳身前 你若不信我的话 又怎么会来零零 快出去 不要误了大事 黄炳冲着黄炳笑了笑 露出雪白的牙齿 原来还有大事 他呛然拔刀 把刀刃架在了黄炳的脖梗上 手腕一抖 脖梗上便出现一道血痕 黄宗主 他脱长了语音 劳烦你跟我细细说明吧 黄炳身边的几名护从 都是曾跟随黄盖 东征西讨的冠战之士 又配备金甲利刃 当真厮杀起来 黄炳带着的这些武装乞丐 根本不是对手 但谁能料到 眼前这人全部讲道理 忽然间 黄炳就落到了他手里 护从们意气惊呼 逼近几步 黄炳只把刀刃 往黄炳的脖梗上 再压了一压 他们又不得不狼狈后退 眨眼功夫 黄炳身上被套了几根绳索 紧紧捆住了 他挣扎了两下 发现全无机会脱身 现在玲玲太守府是我的了 你们全都出去 黄炳持刀在手 向着黄炳的护从们 发号施令道 第638章 纵火 你在做什么 啊 你疯了 黄炳叫唤了几声 嘴边被堵上了 黄炳的护从们 倒也不至于按照黄炳的命令 退出府门 可面对这情形 又不知该如何是好 毕竟他们是皇室宗族的部曲 族掌落到他人手里 断没有不顾人质的道理 而黄炳向左右低喝道 快 我们去内院 左右蛮兵愣愣反问 什么 继续往前冲 黄炳吼道 蛮兵们立即行动 黄炳骂了一句 把黄炳 推给跟着自己的蛮夷少年 你们盯紧了他 蛮夷少年不敢怠慢 揪着绳索 狠狠地用了几分力 黄炳本人则奔回到队伍前头 向前狂奔 蛮兵不管不顾地穿堂过户 沿途杀死数人 请客就到太守家眷所居的内院 太守府前后三进 到这位置 高大的堂屋 渐少而树木渐多 又因为天色渐渐昏暗的关系 便显得格外深邃 内院门前 也有数名手持精良武器的卓甲武士 前院越来越迫近的厮杀声 已经惊动了他们 当黄炳等人奔到的时候 正看见他们有人呼喝关门 有人张弓搭箭 往蛮兵们的方向施射 一行人从狭窄走廊奔出来 不及散开队形 迎面吃了几件 冲在最前的两名蛮兵 仰面就倒 然而 蛮兵们人多势众 一拥而上 立时将这些武士们砍杀了 就这点时间 内院的门居然关了 黄炳快步向前推了几下 后头上了门栓 推之不动 有兴急的蛮兵 拔足踹了一脚 发出冬的闷响 黄炳喊道 内院好太守的家眷可在吗 我们是护京蛮校尉的部下 听说林林有变 奉我家校尉和好太守的命令 特来救援 接连喊了两声 内院里无人应答 想来也是 豪普刚走 便有杀声震天 内院中无非妇孺 谁能便得请真假 谁能晓得是非 不敢开门再正常不过了 但黄炳却不能容许好谱的家眷 落到江东人的手里 他皱了皱眉 立即对左右道 翻墙 开门 顿时便有伸手轻便的蛮兵 攀援院墙边的树木 纵身翻越过去 院墙后头惊呼之声四起 黄炳连忙喊道 不许伤人 开门 开门 眨眼功夫内院大门洞开 蛮兵们蜂拥而入 黄炳一边快步入内 一边立声贺令 给我守住了院墙 关紧了门 所有人不许往屋里去 敢踏进一只脚 立斩 他扫尸四周 只见侧面一处偏房的窗帘后头 隐约有人影闪动 而房门关得很严 于是把族过去 取出福信 从门缝底下塞入 又客气地道 我是护金蛮校尉从事 是玄德公的部下 为与贼人作战 不得不退入此地 多有失礼 请诸位不要见惯 正说着 发现那金蛮少年牵着黄炳 还一步一驱地跟在自己身后 黄炳踢了他一脚 把这丝捆在树上 转回头来 他连忙在向偏方方向 伸伸作一 解释道 这些蛮兵 也都是护金蛮校尉的部下 适才追击贼寇 一路厮杀至此 所以凶神恶煞 他们必不敢侵害诸位 请放心 从黄炳冲杀进太守府到现在 其实和贡也没过多久 但连续发生的几桩事 让黄炳把局面判断得渐渐清楚了 首先 豪炳身为玄德公的原从 才能上或有欠缺 忠诚并无问题 他并没有与江东人勾结 而他领兵离开以后 江东人虽能放心大胆行事 所以 黄炳才会担心 蛮兵攻打玲玲 会把领兵外出的豪炳引回来 但豪炳的好友和亲信幕僚邓玄之 显然是与江东站在了一起 豪炳是五人出身 大概对处置繁琐政务 没什么心得 所以 长期以来都把事物托付给邓玄之 以至于邓玄之竟能在豪炳的眼皮底下 安置黄炳和他的江东部下 并以太守府为掩护 从容调度波及整个京南的蛮夷叛乱 值得庆幸的是 江东人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但目标并非玲玲 也不在京南某处 所以当豪普利君离开以后 江东人并未抓住这个机会控制玲玲 而只悄然控制了太守府和城池中 几处能够传讯市井的要害之处 也就是说 无论江东人图谋什么 他们眼前的动作 是想保证玲玲一切如常 只要外事已玲玲无事 他们便能暂时拒绝外来力量的关注或进入 以使他们能够从容阻断某些信息从零零传开 具体是什么信息 上代分剖 既然黄炳事才已经说起了什么大事 显然 这其中的奥秘 只要拷问他就行了 眼下黄轩要做得很简单 他站到内院正中 镇定自若的指挥蛮兵们 分不到内院的各个位置 分配出轮番上墙守卫的人手和预备队 又亲自带着一批人 持刀劈砍内院的建筑 家具 很快就在院落中央 摆出了一个极大的柴堆 在这个过程中 邓玄之在院落外头 熙熙攘攘地聚集了一批人 还时不时呼喊着 解释着其中必有误会云云 可惜 此人到现在还以为 黄轩真是黄炳的族人 是受了黄炳的煽动 却又因为无知莽撞 所以才带人来攻略零零的 既然这样误解 他的劝说呼喊 哪里能说到点子上 更不消说他 为了避免混乱扩散范围 便在喊话时也遮遮掩掩 话不敢说到实处了 叫嚷了一阵 眼看院落里的蛮兵们 全无反应 邓玄之忍耐不住 又鹤令在外头的 黄氏部曲 攻向内院 但黄炳在太守府中 安置的人手 毕竟有限 缓急间 哪里拿得下黄轩这边 将近两百人聚首的院子 冲了两回 都被蛮兵们打退了 黄轩被他们滋扰得烦躁 当即挥刀割了黄炳一根手指 往内院门外人多的地方扔出去 然后大喊道 先自你们一根手指 再赶攻来 我就割了你们宗主的手脚 黄氏部曲们 初时还没反应过来 带刀在地面上 摸到那根血淋淋的手指 不免气势大举 到这时候 柴堆已经大体成型了 豪谱是个会过日子的 虽然外间都以为 他是粗豪武夫 其实 这内院的建筑甚是精致 更有许多华美的家具陈设 漆器用具 和层层叠叠的卧杖 城城 必杀 其中夹杂着美玉珍宝之类 现在 所有这些都被蛮兵们 毫不客气地拆了出来 堆积在院落中央 足有丈许高低 黄轩从部署手中 取过一只松明火把 将柴堆点燃 硕大无比的柴堆 先是火星冒起 很快就轰然燃烧 火蛇和浓烟冲向半空 将整座太守府 乃至半座零零城 都笼罩在了月洞的火光之下 第六百三十九章 回诗 也不知什么时候起 黄轩浑身上下 都被汗水浸得透了 此前奔走的时候 不觉得 这会儿脚步稍稍停顿 便觉得胸腹背脊 处处冰冷 红腾腾的火光 照射在黄轩的身上 给他带来了几分暖意 于是他下意识地 往火堆前站立 让火苗离自己烧近一些 不同材质的引火之物 在高温中 偶尔发出 噼噼啪啪的爆裂声响 又卷动燥热的空气 发出呼呼的风声 有时候窜出几颗火星 溅在黄轩的脸上 和裸露在外的肢体上 碰上汗水 立即湮灭 这堆大火出燃起的时候 外间邓玄之等人 无不暴躁大喊 随即 他们发起了连续几次 不吸血本的进攻 竟似乎连黄炳的性命 都不放在心上 可是 蛮兵们聚守得很稳 他们被打退几次之后 眼看着火势迅速高涨 于是 再度掩气息鼓 黄轩便折返回火堆旁 借着火光 将腰间的长刀 徐徐入窍 他虽是文力 身处这乱世中 遇到过许多危险 许多次亲自挥刀搏杀 这才从一个宗族中的平庸管事 做到现在首掌重拳 肩负重任的护金蛮校尉从事 这两年里 与金蛮打交道的过程 又使黄轩得到了成长 他越来越了解自身的才能 也越来越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 越来越明白 是谁给予了他 现有的一切 也正因此 他不但用任何手段 来完成雷远交付的任务 维护雷远的利益 但他毕竟只是一个普通人 这十天里 他每日眼看着时光流逝 却对局势变化 全然束手无策 内心的焦虑 动摇 简直无以言喻 他并不在乎失败 却害怕面对失败的后果 害怕失败 是自己失去已经得到的东西 好在 江东人终究还是入出了破绽 而我看出了破绽 把握住了机会 黄轩稍稍用力收刀 还手刀的锋刃与刀鞘摩擦 发出刷的一声 除了这一声以外 他只听到火焰卷起的呼呼风声 而内院以外的地方 只剩下各种纷乱的叫喊声 那个邓玄之 已经乱了方寸 真是笑话 黄轩不禁冷笑 想要做大事 须得不畏千难万险 绝不瞻前顾后 如此反复 动摇 犹豫 怎么可能成事 江东把扰乱京南的任务 交给这样的货色 能成功 那才是活见鬼 更不要提那个 被捆在大树下的黄炳了 此人说是什么 全灵皇室的宗主 较之于黄轩效忠的 卢江雷氏宗主 简直有若天壤之别 捆扎黄炳的那株大树 就在火堆旁不远 黄炳本人的距离 更与火焰不过一臂 有时候他的衣袍 被热起线地飞舞 有时候 火蛇差一点 就能撩到他的身体 当温度迅速升高的时候 刚被切掉一根手指 痛到昏尘的黄炳 醒了过来 他呜呜地叫着 扭动身躯 躲避火蛇 黄轩悠然过去 扯掉他嘴里塞着的乱布 你不是全灵皇室忠人 你是如江雷远的部下 你怎么会到这里 恢复说话能力的 黄炳狂乱地叫道 我乃乎金蛮 校尉从事 黄轩皇宫御誓言 黄轩微微躬身 郑重地道 足下现在可以说说了 你们谋划的大事 究竟是什么呢 黄炳猛地闭嘴 他瞪大了眼睛怒视 却不再言语 黄轩摇了摇头 不说也无用 这座火堆既已燃起 夜中十余里外 也能看得分明 我敢保证 郝太守马上就会 带着兵马赶回来了 只消他赶回来 玲玲城便乱不了 而我们当面对峙 你又能瞒得了多久 迟早是瞒不了的 可我既然被俘 是不是该坚持一下 多瞒一会儿呢 黄炳的脸色 越来越难看 黄轩看得出来 他的眼睛里有过动摇 但最终 他仍然不开口 毕竟是世代 尊奉孙氏的部署 果真忠诚不二 黄轩在心中感慨了一句 他为难地挠了挠额前 遭情形刺出的疤痕 随即往火堆里 抽了根燃烧着的木棒出来 你想干什么 住手 住手 黄炳连声力喝 在黄轩燃起熊熊大火的时候 香水上装在 林林骏军兵的船队 正高高升着翻 破浪而行 豪普的座船 行在最前 船上百余名精锐老族 各自盘腿坐在舱中 或者甲板上打着瞌睡 偶尔彼此说笑几句 因为河道中间风大 吹过将士们的身躯 带走热量 于是有人往舱里深处 翻出了几面晾晒干燥的鱼网 将之覆盖在身上 一名面黑威武 腰配还刀的中年武将 聚坐在船头 偶尔扭头往后看看 船队是否跟得紧密 此人正是林林太守豪普 他是老资格的军人了 虽然日常治军有些松散 毕竟经验丰富 既然荡寇将军传令出兵 他便立即行动 打算日夜兼程赶到长沙 就在这时候 船尾处有人忽然大叫 将军 你看 他现在是太守 但老部下们习惯了 称他为将军 被他纠正过好几次 一道遇见即逝 还是改不过来 豪普一回头 便看到了蜿蜒河道尽头 茂盛林木眼印之后的 那座冲天火光 豪普立即跳了起来 这个方位 他太熟悉了 林林起火 随即船上将士们也都慌乱 林林 林林城烧起来了 再过片刻 后继多艘船之上 都发出了喧闹声 林林 林林出事了 偶尔有几名军官呵斥着 想要阻止骚动 却并没有效果 任谁都知道 忽然点起这样的大火 林林城里 必定有了极大的变故 所有的将士家眷都在林林 叫他们如何放得下心 这喧闹迅速蔓延到了绝大部分船只 而豪普的座船上 每个人都用求恳的眼光 看着豪普 豪普面臣似水 心里却乱得很 林林怎么会出事 是满意作乱 怎么会 近来郡中 满意很老实啊 何况城中有自家好友邓玄之留守 还有一批骏兵在 谁敢乱来 莫非是有人用火不慎 烧着了城中建筑 种种想法在他脑海中乱转 却没有下文 他是五人 习惯了在沙场上拼死作战 什么推理盘算 皆非所长 只不过当了两年太守 有了点城府 知道该怎么装作胸有城主罢了 豪普在船尾上打了两转 竭力稳定情绪 随即汉手 轻声道 回尸 一名小校连忙站起身来 取下船尾处的松明火把 在空中左右挥舞数次 夜间行船 每艘船的船头 船尾各打一只火把 每艘船上都有专人负责注意前 一艘船只的火把信号 并传达信号置下一艘船 随着一艘船船上的火把挥动 各艘船只陆续减缓航速 调整队形 第640章 苍吾 整只船队出发时逆风顺水 回来的时候顺风逆水 花的时间差不多 船工业都是往来香水的属手 借着星光月色足以行舟 船队靠岸 上千人急行军回程 无论什么样的躁动 在正牌的零零太守来到时 都被一一压服 豪普或许在制政方面 少了点天赋 但身为跟随玄德公多年的部将 不至于在刀兵相接的关键时刻 掉链子 再怎么胶着不安 基本的兵力调度绝无问题 他亲自带着本部精锐 赶往太守府邸 又分派人手控制各处城门 望楼 军营 武库等要地 而当他站在内院门口的时候 各处派出去的人手 又陆续回报消息过来 负责城南望楼的陆老六 和部下门都不见了 城北望楼的 都伯老马和整个时的部下都被杀了 人刚死不久 尸体还没僵硬 城门无事 军营无事 武库也无事 玄之先生在哪里 豪普问道 左右面面相去 正不知道该怎么回话 内宅的正门忽然枝嘎打开一些 豪普等人一路行来 只见许多鲜血淋漓的厮杀场景 早就紧张 这时候忽听动静 数十名将士一起戒备 刀剑出鞘 剑矢上弦 什么人 出来 快出来 部署们此起彼伏地乱喊 门后有人答道 莫要紧张 我非贼人 乃是奋威将军的部下 是因为追踪贼寇 才误入此地 放屁 什么人都敢攻打军府了吗 识相地赶紧出来跪地服罪 日后追责 免你一死 部署们继续喊道 豪普皱了皱眉 住口 众人历时不敢多说 豪普提高嗓音问道 既说非是贼人 可有福姓文书 有 带出来看 正门又开一些 因为门开大了 外头的人 便看到院落里人影冲冲 像是正忙着用各种器皱眉 盛水 熄灭火焰 水遇上高温 顿时生出白色的雾气缭绕 随即有一人高举松明火把 大不出来 他双手捧着福姓 文书身上没有带武器 几步就下了台阶 豪普看清了他的面貌 只见他年约三巡 阁下短须 脸很瘦 额头上有个情意 面对着如临大敌的骏兵们 他身姿笔直 快步向前 一看便知是极其果决大胆之人 太手 请看 那人微微躬身道 豪普展开福姓 看了几眼 见是由护金蛮校尉不开具的 说派了从事黄轩追查金蛮叛乱 再看另一封书信 乃是奋威将军雷元本人口吻 写得非常客气 信上以晚辈自居 提到近来金蛮作乱 自己的部署黄轩 正在此处追踪源头 若到00来 或有需要太手提点 相助的时候 此行若给地方带来什么滋扰 还请太手念在晚辈鲁莽 稍稍宽佑 豪普略为放下心 有这幅信 文书至少证明 在自家府中放火的 不是歹人 至于他们究竟何以如此大胆 他用威严的语气道 既然是护京蛮校尉下属的 黄从事来此 便请相见 眼前之人肃然下拜行礼 陈俊黄轩 拜见太守 豪普吃了一惊 本来以为 这人是主侍者身边的幕僚 剑客之流 听说他便是黄轩 不仅有些诧异 豪普再看一看 黄轩额头的情应 问道 足下便是黄公寓 正是 豪普心道 卢江雷旭之的名头 我久已听闻 都说 此人是主供喜爱的年轻俊杰 本部的实力很强 麾下多有精明强干的部署 能征贯战的将校 但他怎么用个行徒来当从事 他心里这么想着 面上不鲜 只问道 黄从事什么时候来灵灵的 我尚未得知足下入境 就生出如此大事 着实令人吃惊 已来了数日 因为追查金蛮叛乱世纪 未曾立即拜见太守 没想到 今日贼寇袭击太守府 恰巧被我撞见 事发仓促 不及细思 只得先保住太守的内眷无恙 好在太守领兵及时折返 我也就放心了 有贼寇袭击太守府 豪普连忙问道 是什么人 适合图谋 黄轩深深吸了口气 太守 能借一步说话吗 豪普见他语气正重 不敢轻慢 他又担心家人 遂到族下不妨令贵属都退出内院 我会安排地方与众人休息所用 那是自然 黄轩点了点头 回身做了个手势 内院里的蛮兵立即鱼灌出来 豪普这才和他来到狼道一脚 何事 太守 苍无郡出事了 是 什么 苍无郡 苍无郡就在林林郡的南面 领石县 是焦州首屈一指的大军 现任苍无太守 吴炬是长沙人 原为刘表部下中郎将 与当时寄予新野的玄德公友善 后因焦州刺史张经被部将攻杀 刘表遂遣林林赖公接任刺史 长沙吴炬为苍无太守 南下争夺焦州 赖公最终未能在焦州立足 如今依附在玄德公麾下 暂任镇远将军 而吴炬则成功控制了苍无 成为焦州的实力派 随后吴炬又与岭南豪族领袖释谢 及其家族敌对 释家势力雄强 释谢本人为焦旨太守 隋南中郎将 齐族人士亦为和谱太守 士 黄友 为九镇太守 士武为南海太守 吴炬的领地遭到彼等三面包围 只有北面与林林郡接壤的一线上属安定 故而 吴炬从前年起 就前时与玄德公通好 并现代帽 明珠 香料之类奇物 虽说玄德公着异于北 并没有对焦州特别关注 但也表吴炬为安远将军 使吴炬的部下屈警 遗料 钱薄为中郎将 如此一来 吴炬便引然成了玄德公在焦州的代理人 而通过吴炬所占的苍无郡 荆州得以不断向焦州扩张影响力 两州的商业往来也日趋密切 荆州各家大族 通过转售焦州的特产 前前后后 赚了许多钱财 郝普在出任林林太守之前 便得到过玄德公的专门吩咐 要他务必保障 林区一线的通畅 与苍无郡 呼应互助 然则 苍无郡能有什么事 近来 大家头痛的 不都是金蛮叛乱吗 听黄轩这么郑重其事地说来 郝普第一反应 是怀疑自己听错了 最近这个月里 荆州朱郡 都被金蛮叛乱 闹得焦头烂额 各方面都在积极地进行军事准备 将要全力押赴这些不知死活的蛮夷 眼前这黄轩 乃是护金蛮校尉的部下 所写书信中 也明白说了 是来追查金蛮叛乱源头的 结果他一开口 竟谈什么苍武 荒唐 第六百四十一章 焦州 郝普心中恼火 心道 听说那雷旭之 仗着自家宗族势力强横 仗着主公的看顾 素日在一都独揽军政大权 其威势宣赫 就连我这种 跟随玄德公许多年的缘 从老将都远远不及 但你威势再怎么强 也不能派人来我林林郡横行 在我豪子太面前胡言乱语 当下他反问道 苍武郡那边能有什么事 就算有事 族下在我的太守府里放火 何以有益于苍武 黄轩不禁苦笑 知道自己到底是大大得罪了 这名玄德公部下的原从 但他抓了黄炳这样的俘虏在手里 已经把一切都问得清楚了 倒也并不紧张 正要解释 余光瞥见一名豪普的部署 匆匆过来 站在一旁欲言又止 黄轩索性退后半步 让那部署先说 城门卫报称 玄之先生带了一批人 之前匆匆撞出城外去了 城门卫拦之不住 另外 另外 豪普听得邓玄之 竟然逃走 顿觉不妙 他暴躁地催促道 另外什么 快说 那部署附到豪普二旁 低声说了许多言语 黄轩站在一边 直隐约听到 是在邓玄之的院落中 发现了私藏的武器甲咒 还有一批 从苍无发来 却遭他截留的告辑文书 豪普一边听着 一边脸色就垮了下来 邓玄之 竟然是邓玄之有问题 想到自己素日里 对他的言听计从 想到自己 将郡中事物 一以为之 任凭失为 想到此人吃里爬外造成的可怕后果 适才对黄轩的怒火 转而变成了冰水 从他的脊骨自上而下流淌 使他遍体生寒 整个人如堕冰枯 几乎要遏制不住地发抖 待到那部署离开 他向黄轩勉强笑了笑 公寓 你适才说的情况 事关重大 不可轻忽 我们可否换个地方说话 容我席耳恭听 黄轩自无不可 两人一前一后 转到外院的某处堂上 郝普亲自为黄轩道了一盏温汤 请他喝过了 回主人席位落座 他又双手按着按紧 将身体略略前驱 公寓 种种骑士突发 以致我现在有些迷糊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 请你仔细教我 这要从十日之前说起 黄轩道 当日我家将军 设在岑平的护金蛮校尉府 遭到蛮夷的重兵袭击 虽然最后被击退 前后惊扰不小 我家将军遂分浅人手 追踪这只金蛮的踪迹 在下因为在蛮中有些影响力 所以带人一路翻山越岭 期间几度不变方向 前几日终于拖出深山 才只已在零零郡内 在下遂来之所 他先解释了 自己来此的缘由 然后道 这时听说 太守受荡寇将军指派 将要领兵出外 协同评判 于是我赶到码头 可惜 太守的船队已经离开 未能及时拜见 我再赶回城里 想要去郡府 拜见留守的主事之人 谁知 他倾可两声 将这一段模糊过去 好在我不瞒兵上 有几分勇力 双方乱战一场以后 我且战且退 聚了那院死守 在战斗中 我们还抓住了一个 重要的俘虏 是谁 昔日 江东所任命的武林太守 偏将军黄盖之子 校尉黄炳 黄炳 正是 我当即审问他 才知道这一个月来的 金蛮叛乱 乃出于江东的侧动 他们的真实目的 乃是焦州 焦州 郝普揉了揉脸 公寓 你继续说来 近一个月来的金蛮叛乱 完全是幌子 江东人以金蛮叛乱 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又在此过程中 纠合可用的蛮部兵力 与此同时 世谢兄弟等人 已经调集兵力 开始与吴炬作战 吴炬的苍吴郡处 在世谢诸兄弟的 势力包围之下 战事突发 自然应付艰难 于是火急向荆州求援 然而 苍吴与荆州相连的通道 就在零零 豪浦的额头上 浸出了汗水 黄炳继续道 得到您信任的 幕僚邓玄之 暗通江东之人 通过种种手段 阻断了军情传达 没错 豪浦颓然道 是才从玄之的居处 找到了多份 被截留的告急文书 最近的 也在十天之前了 大概是担心 岭南战事的消息 被行李带来 他随即又告诉我 林渠近期谁浅 不能通行 要我以郡府的名义行文 暂时关闭林渠通道 黄炳微微汗手 林渠航道被封闭了 这就是 他来到00时 在香水 见到许多船只 停泊的原因 当时 黄炳一度怀疑 江东人就藏身 在这些船只上 结果花了几天秘密探查 一无所获 此时 黄炳就在邓玄之的庇护下 住在郡府之中 又利用郡府的便利 向京南各地派遣人手 发起山洞 此时蛮部叛乱 愈演愈烈 荡寇将军连连发出号令 使得荆州军的机动力量 陆续被派遣到 各处深山聚合平叛 在荆州军被分割 吸引 牵制的时候 各路蛮兵中的可战之人 反而被聚集到了零零 他们驻扎的位置 或许便是邓玄之安排的 某处军营 郝普擦了擦汗 低声骂了一句 黄炳说到这程度 以郝普的经验 接下去的情况 他自己就能推断出来了 林渠上往来的商旅 肃清之后 他们反而能够利用林渠通道 肆无忌惮地运送 大批兵力南下 对苍吴郡 形成四面围攻之势 这样的话 吴郡肯定是完了 而吴郡一旦出事 整个娇州 就要迎来新主人了 没错 可是 可是 郝普又气又怕 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气的是 邓玄之事 他在新野时 就结识的好友 当日 邓玄之所在的民众 遭逢劫贼 是郝普领兵解救 两人彼此身相劫纳 已经有十年的交情了 邓玄之对郝普的指点 往往有奇效 所以 郝普才能由一个武人的身份 展现政务上的才能 最后得以出任 玲玄太守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什么时候 站到了江东人那边 郝普竟然一丁点的 意状都没发现 难道这么多年下来 玲玄太守 都只是江东人的傀儡吗 怕的是 邓玄之自称无意仕途 始终是白身 所以才赢得了郝普的信任 而他在玲玄的权力 完全依赖郝普的放权 也就是说 是豪普的放纵 给了他肆意妄为的机会 是豪普的放纵 使得玲玲郡的力量 成了江东的帮凶 江东人毕竟是盟友 他们不敢 也没有能力明着 功取交周 只能用这种 阴损鬼祟的手段 偏偏这手段成功了 最主要的突破口 就在玲玲 身为太守 却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日后 自己怎么去面对玄德公 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想着想着 双手都因为激动而发抖 他将双手压在暗级上 想要控制住颤抖 却带着整个暗级 也格格地抖了起来 第642章 7号 从战略地理的角度来看 荆州相对于扬州 一州 有先天的不足 在外 各个方向都没有天险阻隔 而在内 因为地势卑失之故 陆路交通十分艰难 而承担水陆交通的风水 滋水 原水和香水 乃至江水 都需要经过江东水军控制下的洞庭 才能彼此连通 既如此 玄德公占据荆州以来 始终保持着对外强势 务求将压力逼迫到外界 在北线 关羽咄咄逼人 已向京乡 在南线 依靠赖宫和吴聚两人 拉拢苍吾 以牵制交州 在东线 依靠此前军事和外交的胜利 把江东的力量压制在洞庭以东 从而保障了交通线的 基本通畅 但不可否认的是 自从玄德公入属 荆州军的主力大不随同 荆州军府的强势姿态 也就到了头 关羽再怎么能争善战 激动兵力的烈士 是明白着的 诸多得力人物 随玄德公息去之后 留在荆州的文武 无论声望 才能 多非第一流人物 此前曹军主力南下 直接围攻江陵 而荆州军不得不召集 京南各部军兵全力参战 付出的沉重代价之后 才将之击退 这场胜利固然向河北 中原展现了威势 落在江东人眼中 却恰足以体现虚弱 这种虚弱 已经足以成为 江东人声势的理由 毕竟乱世中的盟友 哪有真的 为了各自的利益 从来都是 一边撕破脸皮 一边涂脂抹粉的重新化上 对江东来说 唯一的目的 就是扩充自身力量 而如果同时 还能遏制荆州禁灵 使之陷入战略被动 无以发展的困境中 那就更好了 至于玄德公的后继反应 哪怕在豪谱 黄轩这个层级 也能猜想得到 天下大事如此 孙刘联手对抗 曹氏的局面 短期内不会改变 只要江东的嘴身的 够快够猛 先把肉吃到肚子里 玄德公 终究不可能翻脸 把他们的脖梗子砍断 所以江东人 就这么做了 先期他们只派出 几个小人物轻轻拨弄 就使得金蛮四处作乱 各地郡府应对艰难 即至此刻 分明是荆州治下的荆州 可江东人 偏偏就在荆州文武的眼皮底下 从容调及人手 穿行要爱 去攻打玄德公 在郊州最重要的衣服势力 苍无无惧 严格来说 是在豪谱的眼皮底下 他身为灵灵太守 其实只管制半个灵灵 境内的要爱 就只灵渠一处 结果灵渠竟被他人所用 就算玄德公如今生在汉中 虎视眈眈 已向长安 荆州毕竟是他起家的领地 就算不能对外扩张 至少也不该像现在这样 被渗透得如同筛子一般 豪谱是玄德公的原从没错 玄德公让他做二千代的太守 是为了仇庸没错 但出了这样的事 他怎么承担责任 他有几颗脑袋 来给荡寇将军关于行军阀 无惧 无惧在苍无郡经营多年 应该还在坚持吧 如果我们立即禀报江陵 发兵救援 豪谱难难地道 黄轩摇了摇头 他的心情也不好 前后忙活了这些日子 承担了这样大的压力 结果如何 你好子太看不住太守府 也看不住林渠要爱 那你在零零太守刃上 究竟干了什么 你但凡有一丁点才能 只要堵住林渠这个地方 我黄某人就把不治和黄炳都抓住了 一人一骑南下 平定波及武郡的金蛮叛乱 这是什么样的功劳 说到玄德公面前 都有面子 结果呢 豪子太你莫非是傻的 现在还说什么 发兵救援 对方在多日前 就发起了蓄谋已久的雷霆一击 而我方这会儿 在请令发兵 编组适合前往领南的兵力 调度物资支持 重新打通林渠 哪一项不需要时间 无据十有八九已经完了 无据在蛮夷众多的苍无立足 一手驱逐与他不合的焦州刺史赖宫 一手对抗市居岭南的隋南中郎 将士谢及其家族 又荣流 驱使驱警等名著南土的焦兵汉将 此人绝非无能之辈 可孙权为了对付他 与士谢兄弟和兵出击 在南方动用了焦旨 和谱 九珍 南海四郡之兵 而在北面 则通过林渠运送了精锐的武设立 千余人和 近万名凶悍蛮兵 敌我过于悬殊 无据坚持不了多久的 无据一旦失败 玄德公在焦州的多年经营也就完了 焦州七郡一旦打起孙子旗号 整个荆州将要陷入到江东势力的两面威慑之下 今后零零 武林 贵阳三郡 都称不上真正的府邸了 而以江东人的做派 在攫取了这样的优势之后 又会在与玄德公持习非汉的过程中 谋取怎样的利益 黄轩不知道 也不敢想 他甚至已经有些后悔了 就不该在宗主面前吹那个牛 就不该闯到零零来 现在掺和进了如此混账的失败之中 有再大的功绩 怎么拿出来讲 万一 万一被人揪出了 攻打太守府的事情追究 说不好城门失火 殃及吃鱼 晦气 他站起身 向豪普再度施礼 太守 我奉我家将军之令 前来捉拿山洞金蛮之人 现在人已经捉到了 我要回去覆灭 事不宜迟 请您安排传之于我 我今夜就走 豪普连忙起身 扶着黄轩的手臂 攻狱 此刻我心乱如麻 正没主见的时候 足下就不能稍稍波容 指点我一日 两日吗 身为二千人的太守 唯一仰赖之人是个江东的奸细 世道临头 居然只能求教于他人的部署 黄轩瞧着豪普不安的神色 叹了一口气 扶手行礼 静不起身 豪普心头微沉 知道黄轩不想和自己这种即将倒霉的地方官混在一起 他怅然松手 看着黄轩恭敬出外 又下意识地追出外头 哪里还见得到人 头顶有寒压鸣叫声当空掠过 欲发显得凄凉 厅堂外月色清朗 亭前铺设砖石的平整地面反射月光 仿佛落了一层雪 豪普愣愣地站了很久 打了个寒颤 南南地道 他娘的 真冷 话音方落 隐约听见太守府外有喧闹声起 正经一间 是才奉他命令去探查局势的一名丛利狂奔回来 一边跑 一边大叫道 府君 府君 香水上有大批军船赶到 正在靠拢码头 香水 船队 怎么可能 难道江东人夺了苍吾 又折返回来攻打玲玲 豪普猛地握紧了腰间悬着的长刀 他竭力保持镇定 带着丛利奔到近前 才贺问 哪里来的军船 什么来落 这丛利是本地人 口音原本和豪普大不相通 这会儿满头大汉 气喘如牛 更说不清楚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道 是从香水下游来的军船 豪普心头一跳 又惊又喜 连忙在问 船上打着哪位将军齐号 那丛利道 齐上字号甚是罕见 乃是镇远将军赖功 赖功 豪普下意识地访问 而与此同时 一艘艘军船 开始注入香水西岸码头 强弩林立 几乎遮蔽了香水 最高大的那艘军船 慢慢停温以后 依附刘备数年的焦州刺史 镇远将军 赖功暗箭而出 他不仅曾是焦州刺史 还是林林本地人 如今重返故地 又想起那些年的艰难日子 难免感慨良多 感慨过后 他更记得 现在自己依靠的是谁 于是回过身来 客气地道 关将军 雷将军 两位请 被称做关将军的 乃是荆州军 本部事实上的副帅 天将军关平 关平向赖功微微 汗手示意 转回来又道 续之 你先请 第643章 救援 当黄轩自请前往林林后不久 雷远便启程前往江陵 去江陵的目的 是为了给自己的下属做背书 免得黄轩这个大胆之人 真捅出什么大篓子 可到了江陵以后 他身为护金蛮校尉 与荆州军府的幕僚们一起 查看了各地 暴城金蛮作乱的消息 愈看愈觉得不对劲 在大半个荆州乱世 分歧的局面下 林林一地的安稳 显得太过突兀了 黄轩告诉雷远 他在蛮部中的细作交代说 此番动荡 乃是林林蛮中大球发起 背后还有江东人出面 给予强有力的支撑 雷远相信这个情报的真实性 问题是 如果江东只是想在荆州造成动荡 使林林蛮直接在本地起兵作乱 然后再煽动其他各郡 不是更加干脆利落吗 何必要单独控开一个林林郡 赵磊免虚沉印道 或许 是为了避免我们怀疑到林林 雷远青拍案 挤上堆着的厚厚足毒 初时或许看不出来 到现在 岂不令人更加生意 荆蛮作乱至今十余日 长沙 贵阳 武林各地震动 B等何以如此厚爱玲玲 玲玲一定有问题 在场诸君 不是都看出来了吗 或许 江东有什么针对林林郡的图谋 这个可能性很小 玲玲是荆州属地 江东人做些小动作倒也罢了 真敢闹大 是要和玄德公解盟吗 比辈虽然贪婪 却不愚蠢 不至于如此不至 雷远周梅道 我隐约觉得 他们的举动更像是在争取时间 争取时间 是 似乎江东人并不介意 我们最终发现情况不妙 他们一开始想的 就只是五日 十日里 莫要让我们注意到林林的动向 五日 十日 赵磊猛然离席起身 从厅堂一脚取了回来 一把鱼图铺开 这样说来 难道江东人打算 看着他的手指 从林渠滑到苍吾 在座树人 脸色都变了 所有人没法再讨论下去 转而注视 端坐在上手的关羽 关羽正在专心致志地 沈岳 将临周边诸军兵力调配的文书 这是赵磊已经做好了的 观评也看过 但关羽依旧仔细翻阅 时不时明目深思 并不疏忽 倒不是说 他特别喜欢文读事物 只不过荆州军上下的将校 关羽几乎全都认得 谁比较勇猛 谁比较老成 谁比较机敏 谁有些暴躁 他全都安属于心 相应的 既然重整不武 就得斟酌各部的不同情况 和将校的才能 适当增减 有的部队需得尽快补齐 有的部队不妨稍稍滞后 这其中调配的过程 既是关羽熟悉部署的过程 也是他反复模拟战场局势 预定调兵潜将步骤的过程 若不能沉下性子做好 便非大将之才 这时候众人的议论一停 关羽言也不太地道 这其中 必有我们还不了解的缘故 许知 你确定你那部下前去 能弄明白其中奥妙吗 伟师不敢保证 但 有个人去搅一搅 总能有些好处 另外 关羽打断了雷远的话 另外 豪子太性格粗疏 这种时候靠不住 得换个人去零零坐镇 还要加派人手 随时应变 关羽问道 父亲的意思是 关羽微微睁眼 眼皮上台看看在场众人 听堂众人 大都是关羽轻信不下 知道他既然开口 胸中便有成算 完全无需他人建议 于是 个人都做宫颈神色 静待他的吩咐 伴赏之后 关羽沉声道 威功 坐在下手的杨仪 应声出炼 在 此前荆州军府 用曹军俘虏 向襄阳方面 交换了诸多荆州官吏 世子 杨仪也在其中 他本是曹公所属 荆州刺史胡秀的幕僚 后来与雷元有往来 这回被换到江陵以后 又得到了关羽的青睐 现任荡寇将军逐步制止 你令 让赖公去灵灵走一趟 另外 江陵近来兵力紧张 坦之你去点三千人 蓄之你再调两千人 由军府提供足额粮末 你们尽快南下灵灵 但有大小事物 你们三人商议决定 军事上的事情 以叙之为主 雷远和关平一起离席行礼 遵命 杨仪忙着奋笔疾书 赖公是郊州刺史 郑远将军 是玄德公的克卿 而非荡寇将军的下属 关羽是才的吩咐大事无礼 但以杨仪的文笔 自然可以把公文写得客气 而不容拒绝 赖公在江陵闲居数年 早已经晋级私动 这时候听得关羽召唤 欣然起行 雷远又急召丁凤 马带两部至公安 与关平所领的江陵水陆兵马会合 随即经过洞庭 沿着香水上诉 奔赴凌凌 雷远和赖公没有打过交道 这几日里 在船上稍稍熟悉 赖公不愧为荆州名士 风度雍容 而性格很开朗刚进 虽然寄人篱下 却不见畏缩沮丧的姿态 在言辞和姿态中 又把自己的立场和位置 摆得很清楚 而关平与雷远是老熟人了 关平的君职 虽只偏将军 但凭着关平代理人的身份 长期以来 被视为地位高于荆州诸将 至于雷远 这数年来 义军突起 俨然成了玄德公麾下 风头即胜的重疆 又反超过关平一筹 几乎要赶上关于本人的声势 所以 关于才会特意提醒自家长子 举凡军务 以雷远的决定为主 好在两人都是千和之进退的性子 关平尊重雷远的职权和地位 而雷远待关平 一如往日 视关平为军中的前辈 三人在途中 曾商议过零零局面 都觉得情况或很紧急 于是 催促军船昼夜兼程赶路 谁知道抵达零零以后 发现还是慢了半拍 他们本来要往零零太守府去 现在便没这心思了 关平细细问了豪普一通 顿时大怒 一脚踢在豪普胸口 将他踢得滚翻在地 愚蠢至极 我恨不得斩辱之手 方杰我恨 豪普是玄德公在一阳招募的部下 这批人包括魏妍 富蓉在内 最初都在关羽 张飞麾下做小卒 许多人的武艺 都是跟着关章二将学的 哪怕后来历年 激功拔拙而至将军 郡守 但他们 面对旧主的长子 尾时没有一点对抗的念头 便如此刻 豪普吃了一脚 进步起身 直接就跪伏在地 雷远之道 官平此举名为训斥 实则回护 当下他不予豪谱言语 只按剑举手 眺望香水上游情形 赖功问道 续之 雷远道 是即已 两位 我们不能再零零耽搁了 得往苍吾走一趟 官平想了想 沉声道 朱军稍稍整备 明日清晨立即出发 一口气杀到苍吾 赖功道 我会修书分送交州各郡 就说 因为金蛮叛兵进入苍吾 我邀请荆州发兵救援 第六百四十四章 利矣 当晚官平奋出五百精兵 协助豪普整顿零零 以官职而论 豪普是二千难的太守 地位并不在赖功 雷远和官平三人之下 但官平就站在零零郡的码头上 对豪普和豪普的部下们忽来喝去 如驱使牛马 而豪普等人也一副理所应当的姿态 全无半点不分 由此可见官宇在玄德公园 从部下中的特殊地位 连带着他长子的影响力 也远远高过实际职位 官平连连号令 倒不是要折腾豪普 皆因荆州水军的军船沿香水而来 到此就不能再走了 必须换船才行 接下去的路程要通过陵渠 而陵渠中的一段 纯系秦人在月城岭中挖掘而出 水道宽度和深度都很有限 在石岸方向的某些河段 谁浅不过一尺 可以随意步行射堵 而河道本身寿山市所限 更多曲折迂回 因而能够通行其间的 只夺为百湖之州 林渠东面的林林 西面的史兴两城 便各自控制着大批 用于在林渠上转运的船只 出租船只的收益归入官司 近年来渐渐可观 于是雷远和官平的部队 连夜在林林码头换船 这可不是容易的事 因为船只的规格 未必全都一样 而每一个编制的部队 所携带的兵甲 物资 粮末 马匹的数量也大不相同 下船再上船的调配 就很复杂 何况将士们过去几日 在船上都很辛苦 有运船的 有风寒的 马带所部的骑队里 还有战马金孔 不肯上小船的 五千人规模的部队 想要在天亮时出发 一点时间都不能浪费 而豪普还得去满城 搜罗操作林渠沿线陡闸 和拉倩的人手 本来 林渠自有足额的人丁配备 可江东人此前 暗中控制林渠 当他们本部兵力通过以后 很可能驱散 甚至血管欠服 如果雷员锁不到了林渠 又没人操作船闸和拉倩 难道再派人回来通报零零吗 故而这些都得提前准备 方能保证下一步军事行动 顺利展开 自古以来的用兵 首先难的就是沿途运输保障 兵法中说 百里而驱立者绝尚将军 五十里而驱立者军半智 那还是上古时百国纷争 大国方不过千里而已 待到如今 英雄逐入于天下的时候 江陵之君前往岭南 路途将近两千里 关羽能够调动五千人 已经用足了荆州军府的权力 还非得委派官平随行 沿途的粮末物资和相关保障 才无疏漏 数千人狠狠地忙碌到第二天早晨 这才得以出发 除了负责警戒的部队和随行民府以外 大部分的将士很疲累了 都在船舱里瞌睡 雷员扯了条沾毯披着 倚靠在船头 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看四周情形 随着船航深入 视线所及之处 青山在连绵不尽的云雾中若隐若现 而避水穿行期间仿佛罗带飘飞 这条通往仓无的道路 后半段的沿途山水 在后世有假天下之遇 此时前半段才走了小半 已决满眼苍翠 可当代人并无心思观赏美景 雷远在船头假妹片刻 就听到附近船上的将士 在低声传说 岭南之地的战力 意气甚是险恶 若此去不能尽快平定乱世 一旦牵延到夏季数热 只怕人 马都会有巨大的折损 将士们是人 不是厮杀征战的机器 有这种情绪是难免的 可局势如此 又迫使雷远 不得不往仓武走一趟 自从雷远到荆州以来 他领兵所向 西至八郡 东至江淮 如今又要刷新向南的记录 区区数年里 竟然每年都有长途跋涉 老实说 也真是够辛苦 但换一个角度来说 这也是为人下属 所必须做到的 玄德公对雷远不可谓不信重 雷远还没到24岁 就身兼了四个二千难 或比二千难的职务 奋威将军 夷都太守 护金蛮校尉 将官都尉 实际掌握将近万人的军队 其中半数是 或者曾经是 卢江雷式的部曲 可这样的地位和重用 难道是凭空来的 自然不是 玄德公是在乱世争霸的英雄 他用人不疑 是因为相信雷远 能给出足额的回报 相应的 雷远就必须给出足额的回报 身为仅次于关羽的 荆州中将 这种时候 他不出面 难道有关羽 亲自去往交州吗 但什么时候不需多做 什么时候必须挺身而出 其中 分寸拿捏不能疏忽 便如此番 金蛮叛乱发生后 局势尚可控时 雷远除了行文通报 周府和各郡 并不越境展开军事应对 这是他的分寸 待到叛乱规模扩大 背后又出现了江东人的手段 雷远这个护金蛮校尉 立即往江陵与关羽沟通 这还是他的分寸 在越来越庞大的军政体系中 这种分寸感不可或缺 到了该辛苦的时候 更没什么好抱怨的 何况雷远对焦州颇有了解 并非两眼一抹黑的莽撞前去 荆州 焦州之间有崇山峻林阻隔 地形齐驱 且多丈力 自古以来都被视为未徒 自天下桑万以来 焦州的地方势力又以蛮夷为助 或割据自雄 或彼此公结 至张经张子云担任焦州墓以后 又与荆州刘表不睦 双方连年恶战 于是两州交通道路遂多悔气 直到玄德公就任荆州墓 着力拉拢苍吾太守无拒 两地的往来才渐渐恢复 在雷元所管理的乐乡大事中 去年约末有三成的货物来自焦州 与金满产出的生期 药材 木料 铜铁料 瘦皮 瘦金等多为军事所需不同 焦州的产出 绝大部分都是奢侈品 诸如明珠 大贝 琉璃 翡翠 戴帽 西角 象牙之类 无论一州还是扬州 都有高官贵胄 十分喜欢 至于河北中原那边 多少士族豪门 更是如鸡四可的购买 价格从乐乡大事到中原 竟会翻上几番 还有焦州特产的水果 香蕉 椰子 龙眼之类也很受欢迎 因为物以稀为贵 它们的价格比雷远 大肆推广种植的橘子更高 这让一都郡的诸多农官都很不满 总体来看 焦州的货物虽只占三成 给商人和相关方面带来的利益 倒有六成之多 当然 雷远本人便在这六成利益中 占了相当部分 他的部下范巡与襄阳习师的商队配合 长期在焦州搜罗货品 组织发卖 眼下焦州既然生变 范巡及其所部的情况如何 一时也闹不清楚了 此番乱局给雷远造成的影响 又旗帜范巡的部下们 还有沙摩科和张鲁到现在都没有消息 也不知是死是活 马中和颜普都怀疑他们被携滚去了焦州 但目前没什么证据 这次追去苍吾 正好可以查问个清楚 正在雷远宁神细思的时候 身后有个带笑的声音传来 江东人已在苍吾新兵 续之将军却并无临战的状态 很显从容风范啊 第645章 幌子 说话的是 赖公 黄轩落后半步相陪 赖公是个妙人 玄德公本有用他来牵制焦州的意思 但因为他与无惧不睦 而无惧本人又对荆州很公顺 所以他这个空头焦州刺史 就在江陵城中寄遇了数年 始终徒有官奉 而无丝毫实权 换了他人 难免有些抱怨 可赖公自始至终都很自在 一点都不着急 就连自己为刺史时的部下立员 也陆续都推举到荆州军府任职 自己只得孤零零一个 待到这回关于请赖公出面 他也是甩着两手 孤零零一个跟来 还是雷远觉得 似使如此太无威仪 于是让黄轩出面 寻好普耀了些遗仗 配给赖公使用 又请赖公与自己同传行径 以显尊重 上午的时候 赖公在仓里书写信件 预备发给焦州的顾焦 熟人 以章声势 大家这会儿已经写完了 于是出仓来找雷远闲聊 雷远先起申请他在船头落座 随即到 任景先生过誉了 我非从容 只不过私下以为 在仓无 未必会有与强敌作战的机会 哦 我听说 此番受吴侯之命去往焦州的 乃是下批人布子山 此人诉称江东英俊 早在三年前 就任鄱阳太守 编练精锐 以图焦州 也曾参与过江东 对荆州的攻势 续之将军以为 此人不算强敌吗 这布子山 究竟何等人物 我实不知 但江东人 做的每件事 都是为了利益 他们所盼望的 是在荆州尚未反映过来之前 就在焦旨形成 有利于他们的事实局面 真到了我军抵达 江东兵马公然袭击 那岂不成了碑蒙 雷远看看赖公的神色 继续道 同理 我军固然会提高警惕 却也不会真的 去和江东人作战 果然 须得耀武扬威之时 我们沙沙誓谢兄弟的锐气 也就够了 赖公想了想 慢慢汉手道 有利 也就是说 今后无论玄德公和吴侯 谁在焦州得势 乌炬和誓谢 两方的日子 都不会好过了 却是如此 此前孙刘两家都没有直接插手交州 则无惧和誓谢彼此维持军事 只要克制住自家的野心 安稳度日并无问题 可既然孙刘两家插手 两家纵不彼此交锋 却一定不会令于打击对方的附从势力 无惧和誓谢 无法承受孙刘两家的军事压力 便如昔日淮南豪又联盟在江淮间的窘境 在孙刘两家就交州达成最终处置方案之前 无惧和誓谢这等地方势力的倒霉日子 就一刻都不会停 赖公叹了口气 只不知眼下吴子卿能坚持住吗 若吴子卿已然坚持不住 我又当如何应付局面 雷远一时沉吟 不好继续谈论 赖公特意引起这个话题 便是想要确定荆州军南下的具体方针 而在明白了荆州军的方针以后 赖公爷委婉地表达了他自己的想法 之前黄轩便认为 乌聚十有八九已经完了 雷远也这么认为 郊州以吴岭为藩离 而吴岭中的通道不止一条 哪怕不经过荆州 直接从扬州豫章郡速干水而行 翻越大鱼岭 也能抵达是谢兄弟所占据的南海郡 而江东人偏偏要以金蛮叛乱为掩护 从苍吴北面的林渠输送兵力 其目的无非从南北两面斜击苍吴 并截断乌聚对外球员的通道 就是为了速胜 甚至此前 关羽也有所预料 所以才请赖公参与此行 是谢固然有隋南中郎将 读郊州七郡的职务 而赖公也是镇远将军 郊州次使 足以相抗 当然 前者的职务出于许都朝廷 而后者的职务 乃昔日 刘锦生思乡授受 那不能说得太细 如果苍吴被攻破 吴炬身死 赖公便是玄德公继续影响郊州的旗帜 考虑到吴炬是个性格强悍的武人 而赖公是个儒雅文士 可能还更好操纵些 赖公是个聪明人 很清楚自己的任务 所以 关羽一旦召唤 他立刻欣然就到 甚至连一个 从力都不带 这是他的姿态 是特意向雷远和观平表示 我全无半点实力 一定会当个好用的幌子 风往哪里吹 我便往哪里呼啦啦地飘 但正因为 赖公是个聪明人 他更晓得 自家的才能如何 力量所及的范围在哪里 幌子他可以做 还能做得很漂亮 可除了幌子以外 他对地方的控制 对焦州军事力量的掌握 怎么能和无惧相比 如果荆州军与江东兵马 不正面对抗 而不断打击对方的 傅从势力 我赖人警 便是十个捆在一处 也没能耐去应付 不至于是谢兄弟那群恶狼 事情稍有不邪 我岂不就成了第二个无惧 这样一来 往焦州去和送死 有什么两样 赖公素荣看着雷远 诚恳地道 我书生也 故而不知吴子卿 能否击败敌人 保守苍无 旭之将军乃当今的名将 以你的眼光看来 我赖人警 又能否抵住不治 是谢呢 雷远不禁苦笑 这是个现实存在的问题 毕竟荆州的力量 要应对北方强敌 不可能长期住在焦州 赖公又自称军事方面 才能有限 抵不住江东和清江东的地方 势力轻攻 那这个幌子 还有什么用 他甚至都没办法 牢牢地插在焦州土地上 那人 锦先生的意思是 不管怎么说 无惧都是郡朝命官 不是贼寇 善心刀兵 攻劫郡朝命官之人 难道不该受到国法的严厉惩处吗 雷远明白 这便是赖公的要求 他希望荆州军此番去往焦州 狠狠地打痛是谢兄弟 打到是谢兄弟的力量 无法威胁苍无 打到他们不敢响应布置的山洞为止 此事倒也不难 只不过 焦州的局势如何 终究要看孙刘两家 在外交场上的决断 雷远此来 明面上就只是为了 脚平金蛮叛乱 救援苍无 能做到什么程度 不是赖公一句 恳求能够承诺的 于是他向赖公汉手道 任锦先生放心 该做的 我尽量会做到 赖公欢悦的起身行礼 叙之将军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雷远微微一正 倒不曾想 赖公对自己这么有信心 这种信心来得奇怪 好像是赖公知道了什么 雷远还没知道的消息 又或者 赖公误会了什么 可两人交情不深 雷远也不便细问 与此同时 船队沿着香水逆流而上 继续向西 待到灵渠的时候 果然原本住在此地的船公 水夫都被写过一空 还有不少船只 被凿沉在各处船闸 斗门和水道之间 好在随船队同来的 有从零零紧急招募的 大批名夫 关平亲自带着他们 步行深入灵渠沿线 沿途打通水道 待到当晚 数百只火把沿途高举 数千名倩夫和船公 其喊耗子 数十座斗门陆续开启 而船队徐徐向前 待到次日清晨 将士们眼前的 就不再是香水 而是离水和两岸 仿佛碧玉庄点的群山 第646章 跋涉 武岭是焦州与荆州 扬州的地理分割县 但因为汉时 赵陀距南海而疾病桂林 向郡 自立为南越武王 其割据延续百余年之久 故而此后 汉士朝廷屡次调整周郡边界 将武岭大部划归到了 北面的陵陵 贵阳和豫章等郡管理范围 比如 大禹岭和陵渠所在的越城桥 就在陵陵郡的管辖范围 陵渠本身由一名都尉管理 两侧的陵陵县 石安县都有专门的立员 负责民副调动和船舶维护等事宜 也正因此 江东势力终究只能在陵陵 做些小动作 总不至于占据着陵渠 阻挡荆州军的脚步 数千人马岁 得以一夜间越过陵渠 当然 也有些不知死活的本乡豪杰大华 大概被江东人承诺的好处迷昏了头 竟然躲在某些船渣抖门和燕霸 寒道之间 试图伏击 滋扰荆州军 雷远遂浅黄轩出面 带着他的蛮兵 大沙特杀了一通 本来打着的旗号 就是追缴叛乱蛮夷 有几个蛮兵露露脸 日后队内队外都好交代 这些人 当然还有亲属于党广部周边 那便不能土以行杀 官平遂遣了军后廖化出面 控制灵渠要爱 同时也维持秩序 恢复荆州对此地的控制 这个任务乃是政治重于军事 讲究形势宽颜相继 所以用廖化承担 廖化员就文武双全 近来更得关羽的看重 此番若能守好了大军后路 回去以后恐怕又会提拔 出发时的五千人马在零零 灵渠分别留人守备 但又沿途蒸发郡县兵同行 所以进入香水水道时 仍保持五千人的规模 荆州军的主力出发时 大江南北还是冬季萧瑟景象 常赶北风撂翘 然而一过武岭 只觉气候忽然就温暖 和煦了许多 在艳阳照耀下的水面平滑如镜 沿岸的青山避暑 倒映在水波之间 愈发显得清脆可人 随着船只徐徐向前 水声潺潺伴随 空中又觉得湿润水气弥漫 四周雾蒙蒙的 仿佛随时会下雨 又仿佛伸手虚抓 就会抓出一捧透明晶莹的水珠来 马代从没想过 世上还有这么湿润宜人之处 他在笼上的时候 常常上百日不见一滴雨水 哪怕春夏时节 也只有干燥而滚热的风 只有深山中流淌出的融化雪水 可供灌溉 哪怕修徒则周边 有茂盛林木和丰美水草 到底和苍吾大不相同 何况时不时还有晨暴四年 不知从哪里挂来的沙土 像是黄云遮天蔽日 裹在风里呼啦啦地洒落 让人透不过气来 马代还记得自己 随着兄长翻越群山 去征讨枪布的时候 每个人都要用不禁蒙住口鼻 用牛皮带或绳子竖住袖口 可一天下来 口鼻中 领子里 靴子里全是沙子 马代探出手指去拨弄水面 于是水波荡漾开 不远处 有条青黑色的大鱼 扑啦啦地甩着尾巴 然后没入深水中看不见了 水微凉 很干净 于是 马代从怀里掏出一捧野果 放在船檐 小心地一个个洗干净 嘎吱嘎吱吃了起来 这种果子叫三月枣 他在笼上的深山中见过 也吃过 在北地续得等到三月 四月间才能成熟 想不到在苍无 果实 一月里就可堪实用了 个头还比北方的大些 其实这果子还带点绿色 并没有完全长成 但马代等不及了 他洗一颗 吃一颗 有时碰到格外酸涩的 便呜呜地抱怨两声 接着吃下一颗 他不禁有些感慨 这天下如此广阔 岂止关中 笼上 男儿驱驰猎马 何处不可去得 嗯 听说再过两三个时辰 就到苍无郡的治所广信县了 广信城周边地势开阔 可以跑马 那可就更让人舒坦了 伯瞻 这时候 雷远从后方船头 跳到马代所在的船上 往舱里叫唤道 因为离水平稳的缘故 船队中的大小船只 彼此靠得很近 有些船只 干脆用绳索手尾相连 以便将士们 在船上往来走动 稍稍活动手脚 马代连忙起身硬道 我在这里 雷远从船舱里穿过 站到船头 看看马代的脸色 退后一步再打量下 伯瞻 这会儿可好一点了没有 马代揉了揉脸 有些羞愧地道 好了 已然无事 他毕竟是关中人 虽然来到江南 已经一年多 但长途乘坐船只 仍会运船 如此雄剑男儿 竟会被水波荡漾所坑害 简直是笑话 其实 马代 早就想解决这个问题 去年 他甚至很积极地 去学了游泳 可惜 昨夜坐小船 过重虫斗门时 他还是晕了 还吐得很厉害 当时的场景 真把雷远吓了一跳 毕竟军中条件有限 将士们长途跋涉 很容易水土不服治病 雷远在挑选出征将士的时候 已经格外选择精壮 随军又配备了衣冠 多带草药 在兼程行军的时候 也竭力保障饮食和休息的条件 即使如此 沿途也难免将士们生病 还有战马 也有不少打不起精神的 只能沿途蒸发地方上的 骡子充数 眼看将临前敌 如果身为主将之一的马带病了 雷远手中便少了最锐利的长剑 要压服布置手中那千余五射力 就少了几分把握 好在马带看来 你没什么问题 至少脸上的青白色 完全看不见了 雷远也放心先 那就好 雷远说着 从袖中掏出个布囊来 这是寒章刚摘的拐枣 他记得 你喜欢吃这些果子 特意沿途搜罗了一堆 让我带给你 嗯 毕竟是生食 也不要多吃 免得肠胃不是 马带双手接过布囊 只汉手道 多谢将军 嘿嘿 也多谢韩章 他是纵横梁州的少年勇将 终有几分傲气 不至于被雷远这样的动作 感动到那头变败 雷远也无需马带的奉承 马带愿意离开他的兄长 留在荆州 已经证明了他的心意 这年轻人所领有的骑队 如今是雷远麾下 最骁勇善战的一支兵力 自从往江淮走了一趟 雷远部下的校尉们 都佩服他的勇猛 就连肃布夫人的丁凤 也不例外 马带把布囊挂在腰间 又蹲下洗了洗手 将军 快到广信了吧 却不知广信那边 情况如何 雷远神情有点轻松 我们的斥后 是才接到了 从广信逃出的使者 据他说来 无惧倒有些本事 还在死守城池 那 将军 我们该怎么做 坦之将军正在查问使者 博瞻若有精神 咱们同去看看 马带在船头跳了跳 用力拍了拍胸膛 咚咚作响 将军 咱们走 第647章 凶恶 既然江东人有意交州 又以攻打苍吾 从史安 往南的里水沿线 便是敌境 数千人既要行军 又要做好接敌准备 不能全都停留在水上 所以 雷远奋出两支清兵 沿着里水两岸侦查前进 每隔十里 还要在高处设置了旺哨 用旗语和鸣笛传递消息 撞见无惧所前使者的 便是右岸的一支兵 当下他们急报中军 雷远领着几名部下赶到时 官平已经查问过了 官平指着身后一人 旭知 他就是吴太守的使者 据他禀报 嗜谢兄弟领兵猛攻广性 二十日不下 现已转为围困 另外 敌人还分遣兵马 攻打林鹤 冯成 傅川 猛林 张平等地 以至苍无郡中处处风火 他这几日 因为过不得林渠 只好在利浦县城暂时栖身 不料 昨日 利浦也遭到攻打 他慌忙逃出 索性 正遇见我们 雷远点了点头 再看看使者 这使者年约三十许 满面求然 身形矮壮 似乎有些交周当地蛮夷的血统 但他举动甚有礼数 言语虽有口音 倒也能勉强分辨 眼看官平向雷远介绍 他好奇地看看雷远 完全没想到 荆州军的主帅 竟然这么年轻 早有左右喝道 还不拜见雷将军 他便恭敬拜了 雷远问他 你说 你是吴太守的部下 可有平均 有福 印和吴太守的书信 在此 左右将福 印 书信等物地来 这些东西 官平已经验看过了 雷远只看书信 见那书信应了水 墨字化开了许多 只看得出却是无惧所发 写给豪普的 当然 豪普这个零零太守 如今已被官平当作不存在一般 官平已经老是不客气地打开信件看过了 因为仓促写旧 文字很潦草 也很短 粗略看过 大致是说 不期今日即便 兵骨忌丹 气泄穷尽 若不蒙救援 恐将作戴舔壁云云 空开末字 化开的几行 又道 岂之苍生 有道玄之极 南海有待整之鸣呼 雷远和拢书信 问他道 足下是何时离开从广信的 十日前 雷远点了点头 这十日 你都在立谱 誓谢锁步兵为数众 各条向北的道路 都安排有哨卡密探 与我一起出发的同伴 十余人 陆续都遭追击截杀 我们只得各自分头巡路 想办法绕过封堵 我自己六日前抵达史兴 但领取始终不通 我忧心广兴的局势 便掉头折返 半路上撞见 是谢兄弟的清兵少探 无奈 只得转往离谱 原来如此 雷远瞥了眼关平 关平微微汗手 是以前后所说的并无底无 足下怎么称呼 在苍无郡中居何职位 我姓苏 丹明怀 乃苍无郡一小吏 我祖苏定 建武年间为交纸太守 雷远点了点头 祖上做过太守 在娇州已经很难得了 须得客气相待 于是 雷远请他落座 又问 你来时 可曾看清 为公利谱的贼军情形 苏怀道 看清了 贼一军兵立约千余 不是南海或河浦的军兵 而是日南 九珍的蛮部 世谢兄弟在交州的势力 自交州最东面的南海 军一路向西 从交纸郡 再到河浦 九珍等地 包括了整条海岸线 其中 交纸和九珍两郡 更是分布到了后世的越南境内 在九珍以南 更有所谓日南郡 百余年前曾有个皇之国 朝贡进县犀牛的 自交纸以南的树郡 虽至郡县 其实大部分人口都是蛮夷 在中原人看来 此珠地人如禽兽 长幼无别 相继凸显 以不灌头而注之 后百数十年间 因为中原地区的汉人 陆续迁徙杂局期间 才渐渐传播文化 使他们稍稍有点人样子 但蛮夷毕竟是蛮夷 近世以来 比被数年一返 动辄发起数万人规模的叛乱 与之相比 金蛮简直像是温良千功的君子了 此番是谢兄弟 与江东联合起兵 竟还动员了九珍 日南等地的蛮夷 看来 真是提前下了大功夫 雷远继续问道 他们已经攻城了吗 我逃出的时候 他们攻过一次城 只是这些蛮部 没什么攻城的本事 也没有合用的器械 所以只要城里不乱 他们拿不下城池 只是 只是什么 苏怀叹了口气 只是 利浦城外多有汉家村里 聚落 这帮蛮夷攻不进城 就必定在城外烧杀掳掠 这帮蛮夷是吃人的 他们真的有吃人的习俗 将军 我到里水的这些时间里 保不准他们杀了多少人 吃了多少人 赖宫来得晚些 正听到这一段 当下接到 郊州的蛮夷 确实有吃人的风俗 尤其以御林以西株部为圣 他们部族之间彼此攻杀 凡有猎货 便割下肉来祭祀鬼神 而把骨头捣碎 做成酱来吃 马带皱了皱眉 这帮蛮夷 比枪人还凶恶啊 官平则道 续知 我们金里水深入苍吾 则里水沿线 万不能发生动荡 利浦就在里水已息 若此地有失 蛮部随时可以截断里水 断我们的后路 利浦不得不救 雷园所到之处 都有探查地形 记录渔图 并堆米为沙盘的习惯 效法的是 马福波在光武皇帝面前 聚米为山谷 纸画形式的固执 最初时 先有乐乡周边的沙盘 后来随着下属兵马 和商队所踏足的地方 剑多 鱼图 沙盘 便渐渐充实 他来时也携带了 焦州鱼图和简易沙盘 沿路与官平等将分析过 事已包括官平在内的猪将 都已对焦州地形 有初步概念 雷远汉首问道 军中 有熟悉利浦周边道路 地形的向导吗 有 有 我在史兴县中照了一批向导 昔日与我有救 甚是可靠 其中有几人非常熟悉 离水以西 直到玉林郡的各条道路 赖公连忙道 赖公虽孤身随军 毕竟当过焦州刺史 在当地的人脉 尤存 荆州军又打着他的旗号 于是区区两日里 他便聚集起一批人手来 苏怀也重重磕头道 雷将军若能救助利浦 是大恩于百姓也 我愿为向导 那么劳烦伯瞻走一趟 雷远道 事不宜迟 就请伯瞻带三百铁骑 去解救利浦 先拿那些蛮不利个威 坦之以为如何 官平笑道 这是出兵焦州的第一站 交给伯瞻 再妥当不过了 马带大喜 立即攻身道 遵命 我这就点兵出发 第六百四十八章 一毫 昔日孔明在龙中为玄德公愁化 说到荆州时 称此地北巨汉免 立进南海 东连无惠 西通巴蜀 乃用武之国 其中立进南海四字 可见他对荆州与焦州之间的 鱼盐商货之力 早有清楚认识 到玄德公占据荆州大部以后 荆乡重视牧养 落水之归海 诸多大族在失去了荆乡周边 经营数十年上百年的家族基业以后 便是依靠与焦州的贸易 来恢复元气 比如襄阳席市 巷市等在其中得利犹多 而庞市 马市等宗族也不甘人厚 这条贸易渠道 在焦州 主要依靠玄德公的老友 苍吾太守吴炬 吴炬所领的苍吴郡 是焦州首屈一指的大郡 位于诸多交通要道的枢纽位置 号约居百岳无领之势 连九一七则之盛 北街胡乡而为纯齿之邦 下通番语而有咽喉之势 吴炬虽是荆州来的外人 占据苍吴 背靠零零 便足以压制大半个焦州 但与此同时 吴炬也就必然与大半个焦州 也就是世谢兄弟的势力敌对 世谢是威艳 是苍吴本地的豪族 祖上未必兴莽之乱 从鲁国问阳千居苍吴 到世谢这一代已是第七世 他少年时游学经师 为尹大如流淘的弟子 至左侍春秋 后来查孝莲 补尚书郎 又举茂财 一度担任乌县县令 乌县就在宜都郡的辖区内 雷远听县中老人说起 是些施政宽人 在地方上的声誉很不错 中平年间 焦州各地兵变 匪患频繁 朝廷遂以在焦州市大根 申堤市蟹为焦旨太守 此后二十余年 市蟹不断扩张 自身在焦州的势力 先后以自家 兄弟市一为和谱太守 市 黄友 为九真太守 市五为南海太守 因他宽厚有度量 又在治理地方 安抚民众上 却有出众的才干 当时中原世子 前往焦州衣服的数以百计 包括袁辉 许静 刘巴 成炳 薛宗等名士 不少世人都认为 弑蟹身处大乱之中 而能保全丧子 使民不失业 而积履之徒 接蒙其庆 即便窦戎宝何夕 也不过如此了 据说 刘巴在出任 大司马西曹院以后 还常常写信道 焦旨存问 可惜弑蟹 已经做到了焦州的土皇帝 他再怎么 也不会愿意像吴炬那样 轻易俯首于北面的强权 为了抗衡吴炬 他反而 竭力交好江东孙氏 进而与不治同谋 打算一举平推苍吴 将焦州尽数化作 世家兄弟的势力范围 论起在焦州的根基之深 号召力之强 嗜蟹要远远超过 外来户无拒 他此番攻打苍吴 动用了来自南海 焦旨 和谱 九珍 日南等郡的军兵上万人 蛮兵更数以万计 分属于十余位称为 一毫的部落首领 与之相比 布置所领的五设立 千余 简直算不得什么 真要是嗜蟹 以一家之力统合焦州 这与吴侯 有何益处呢 难怪布置 要与黄炳携手 先在荆州搅风搅雨 纠合金蛮为羽翼了 凭借着巨大的兵力优势 世线全面铺开 对苍吴郡的进攻 向诸多县城 同时发起进攻 区区寻越间 已经攻下了县城六座 包括利浦在内的 苍吴北面诸县 也都风雨飘摇 利浦虽为县城 其实放在中原 规模不过一个无比 又因为焦州多余潮湿 难以修建夯土的城墙 所以 县城外围 只有两重木炸 和壕沟为平 好在蛮夷们 全无攻城气险 昨日攻了两回 都被县为带领城中 百姓名夫 舍死妄生地打退了 蛮夷岁分散开去 网利浦周围的村舍聚落 疯狂杀戮掠夺 城中守军不敢出击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蛮夷四处纵火抢掠 将汉家百姓 数十年上百年辛勤劳作的成果 复之一句 到了今日 蛮夷们又迫使掠来的男女 钉口挖土堆填壕沟 百姓们豪哭不已 而一个个裸露土 显如恶鬼的蛮兵 就在百姓们身后 凶恶催逼 但凡有行动 犹豫迟缓的 要么用长矛刺死 要么直接推进壕沟里活埋 这样的情形 使得城中巨手之人 惊恐万分 不少临时蒸发的壮丁 都动摇了 并有不少意图逃散的 县尉持刀寻行城头 连续斩了几个乱兵 才勉强稳住阵脚 然而 城下的壕沟 毕竟一点点被填平 那些背负土石 往来堆填壕的 偏偏又都是城中百姓 熟悉的清眷陵人 县尉立声号令守军放箭射击 可射出的箭矢 熙熙落落 只造成几个零散的死者 后面的人 继续向前填土 眼看再过半个时辰 壕沟就要被填平了 统领这群蛮夷的 乃是名为屈尊的有名义豪 此时 他深距离县城两里许的 一座村庄中 村庄里的绝大部分房屋 都被焚毁了 只留下一座较大的 暂时被屈尊拿来欺身 又在厅堂前头 高高竖起自家旗帜 作为指挥中枢使用 此时在厅堂中 坐着五六名赤着上身 像忌图显的蛮兵头目 个人身边 都有掳掠来的汉家女子陪伴 肤色白皙的汉家女子 实在与族中那些蛮女 大不相同 于是他们 搂着身边衣衫不整的女子 或者狂呼纵影 或者上下棋手 有人干脆就在厅堂中 公然宣迎 引得同伴们 阵阵叫好 屈尊本人倒不至于如此 他坐在厅堂上手 双臂展开 左右个搂着一名叫具美貌的 有时吩咐几句 让另几名面色悲苦的女子 为他准备食物 美酒 逼迫利浦周边的百姓 舔土破城 便是屈尊的主意 能想出这样的办法 足见此人的见识 超过普通蛮夷 屈尊虽是九真郡中 势力强横的蛮部一毫 其实是个汉人 屈尊是在荆州 焦州两地都有规模的大族 早年孙坚任长沙太守时 就有贼寇首领屈星与之对抗 结果被孙坚击斩 而赖宫之前的焦州刺史张晶 则被部将屈锦攻杀 此军杀了刺史之后 又与无惧联盟 如今带着一批贼寇 盘踞在御林郡 坐视无惧和世线两方熬战 屈尊所在的宗族 活动区域则更加往南 他的祖上是顺帝时 聚集蛮夷造反的屈联 父亲本是日南郡向陵县的公巢 戳平年间中原战乱 屈尊的兄长屈奎穗 聚众攻打向陵县 杀死县令 自好为王 而屈尊依托其兄长的势力 活动在九真郡一带 与世线兄弟友善 此君脱具野心 才能也不是普通蛮夷可比 哪怕在聚众饮宴欢悦的时候 他在利浦周边 分布警戒兵力并不疏忽 对周边道路也保持着监控 于是 这时候 他便听得 利浦西面报警的哨声 此起彼伏 屈尊猛地推开左右的女子 怒笑起身 什么人 敢冲撞我屈尊的不武 第六百四十九章 斩首 屈尊记起身 身边一群部下们 也都吵吵嚷嚷嚷地跳起 有几人道 准是饭事的人 这群狗种准是想来吃县城的 也有人喝得醉醺醺 笑道 利浦周边哪有敌人 大概是玩儿们看错了 屈尊不理会他们 大步走到堂外仔细倾听 片刻之后 他冲着部下们大喝 是无惧的援军来了 就在三十里外 娘的 都打起精神来 郊州蛮部所处的环境湿热 大片深山莽林 仿佛无穷无尽 在这种环境下 密林会阻碍一切视线 想靠旗号传讯 压根不可能 能用来传讯的法子 只有口哨 蛮部战士们 已经习惯通过不同频率 不同高低的哨音 来代表各种动向 某些家族世代 担任部落里的哨探角色 或者负责中转信息 为了哨音尖利响亮 他们甚至会砸掉 自己的门牙 以使左船石气流 更加猛烈 这时候 屈尊便仔细分辨出了 远方传来的哨响 他立刻呼喝着 让部下们赶紧准备迎敌 当他在苍吾城下 拜见试谢的时候 试谢就对他和许多一号说 既然没能一气攻下苍吾 战事就难免牵延 而无惧的援军迟早会来 所以 负责攻打苍吾北部 各县的蛮兵们 就得吸引敌方援军 以为攻打苍吾 争取时间 可那个江东人 不知不是保证说 已经阻断了邻渠交通 至少还能沿祖援军寻日吗 结果援军这么快就来了 屈尊不禁催了口唾沫 焦州的事情 只能靠焦州人解决 指望江东人或者荆州人 全都不行 好在屈尊已经做好准备了 他此番攻打力谱 带领着足足三千多名战士 全都是能在群山中 显足纵横的勇猛之人 其中半数 更是兄长屈奎在日南所见林义国的精锐 个个都身披藤甲 手持杖六长矛 过去数年间 林义国在日南周边拓地六百余里 靠的就是这只强兵 昨日和今日攻打力谱 屈尊只动用了千余人 还有两千人 全都交给了屈尊的同族 日南屈市屈指可数的勇将屈广守中 陆续排布在立水沿线的道路上列镇拦截 立水沿线道路狭窄 两岸又多山石险峻 只要有一队勇士塞路 便是万军也难突破 何况屈尊百了两千人在那里 无论无惧的援军是什么来路 他们都会被堵在道路上 寸步难尽 可虽如此 他心底里却也有那么一点紧张 毕竟无惧的援军是从荆州来的 是中原的汉家兵马 不可轻敌 他当即催促部下们整顿兵力 赶往立水处协助 部署们齐声应了 各自又吹着口哨 召集不暇 蛮兵们攻打立谱两天没什么结果 难免懈怠 这时候听说有野战 一个个都欢欣喜悦 他们挥着武器 往屈尊所在的方向靠拢 许多人往空中 虚作刺激挥砍的动作 表现得非常兴奋 正在集合兵力的当口 东面立水方向又有急促哨响 屈尊刚披上一件皮甲 他示意左右稍稍安静 侧耳听了半声 皱眉道 敌军凶吗 屈广顶不住了 他狠狠地掏了掏耳朵 在听半声 身边的部署们 全都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两千人在那里呢 哪有可能顶不住 屈广这丝 一定是偷偷喝酒 疏忽了军务 一直被敌人偷袭了 屈尊嚷道 我们赶紧去 得赶紧去支援 转过头来 他看见几名部族中的巫人 正在歌在舞地敲打着铜鼓 向鬼神祈求胜利 于是他提高了 嗓音喝道 别跳了 立刻跟我来 他提着长矛 加快了脚步 近千蛮兵 簇拥在他的身边 每个人都在奔跑 脚步踏地 发出隆隆声响 有人跑着跑着 唱起了质朴 而有力的战歌 千余人 如同洪流在山谷间奔涌 仿佛不可阻挡 他们向着预定的 拦截阵地奔跑 跑着跑着 耳中渐渐听到 无数人的厮杀声和叫喊声 很近了 绕过眼前 这座山崖就到了 但这已经是预定的 最后一处阻击位置 从第一处到这里 足足隔了十里 足足有六处 适合截杀搏战的地点 那些地方全都丢了 就一丁点都没拦住敌人 来得真是强敌 想到这里 屈尊之爵 满头满脸的燥热 他的体格比蛮人 要撞瘦一圈 又穿着皮甲 一口气跑了十多里地 只觉上气不接下气 索性稍稍放缓脚步 对身边的人大喊道 慢一点 缓过力气再走 拿长矛的到前头去 临战行军 务必要快 绝不能丧失战机 但到了作战环境以后 投入战斗 却不妨稍稍缓慢 要让部署们 有展开队形 恢复体力的时间 要让升力军 发挥出升力军的作用 他没看过兵书 其实也不狠识字 这些都是过去许多年 与诸步蛮族作战时 积蓄的经验 屈氏能在蛮中建国称王 族人当中 确实有出色的人才 可就在这时 屈尊的前队忽然躁动起来 屈尊排开众人赶到前方 大声贺问道 为什么不向前 蛮兵们畏惧地看看他 彼此观望 最后从队列中 推出几个身上染血 神色仓皇的同伴来 这几人屈尊认得 他们都是灵异国中精兵 是屈广身边的得力勇士 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会跑回来的 正待贺问 他看到更多的溃兵 从山崖后头疯狂奔逃出来 先是数十人 然后是数百人 屈尊以众的猛将屈广 就在溃兵的簇拥下狂奔 还不断举起双手向屈尊挥动 嘴里还带着哭腔大喊着什么 屈尊眼见着屈广满身血污的狼狈模样 虽听不清他的叫喊 却忽然感觉一阵心静 他回过身 对几名亲近的部署道 荆州的援军看来规模不小 我们若这么硬碰硬地打 恐怕凶多吉少 不如 不如先避一避 部署们却不看屈尊 他们的眼神 全都集中在道路东段 山崖近处 他们的眼神中 先是惊讶 然后是恐惧 最后只剩下狂乱 所有人哇哇乱喊着 直接开始奔逃 屈尊带要贺骂 急回头时 便见一只铁骑导阵而入 这是骑兵 这是中原人的骑兵 竟有这么多骑兵 骑队冲锋陷阵的声势 竟然如此害人 屈尊身赢了一声 焦州绝少战马 便是屈尊这样的大豪 也都不行作战 至于普通的蛮兵 很多人甚至没有见过马匹 当这些身披肩甲 手持利刃的骑兵 纵横驰骋的时候 谁敢抵挡 谁敢抵挡 蛮兵们瞬间就成崩溃之势 屈尊拔足就走 可他身上穿着蛮衣中 少见的皮甲 太显眼了 立即就有一名年轻骑士 策马追击 用长朔刺来 屈尊狂吼一声 不顾双手鲜血淋漓 握住朔尖往回拉扯 追来的骑士 怕被扯下马 于是直接放弃长朔 挥动还手刀劈砍 这一刀砍得精准无比 极显武艺 借着战马的冲力 锐利的刀刃切过屈尊的脖梗 轻而易举地将骨骼完全啄断 只有一截皮肉连着 然后鲜血从脖梗中的血管猛冲出来 巨大的冲力 把屈尊的头颅 整个向后掀翻 挂在了后背上 屈尊倒地毕命 马上骑士收刀入鞘 看了看周边骑兵们 尾随追击的情形 陈生贺令道 不必与蛮兵纠缠 我们得尽快感到历谱 第六百五十章 清义 屈氏宗族虽地处偏比 却有雄心壮志 自汉氏衰移以来 屈氏在焦州 荆州各地扩张势力 其当代族人中 又以屈魁 屈尊兄弟二人 最为强悍出众 屈魁于疆域之南建灵异国 自立为王 又陆续清宫周边大旗舰 小旗舰 士仆 徐狼 屈都 前鲁 福南等国 号称国中精兵数以万计 而屈尊立足于九真郡 尊奉士谢兄弟号令 与屈魁内外配合形式 以图谋更大的成果 此番屈尊享应士谢的号召 领数千蛮兵奔袭千里 便是因为士谢亲口承诺 日后在九真郡的诸多特权 他在攻打利谱的时候 从容分派兵力 或攻城 掳掠 或阻截 打员 能做到这种程度 可见士谢的眼光不错 屈是确实善战 然则 焦州毕竟荒僻 满意中的善战之势 和中原多年板档 锁底立出的精兵猛将 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何况屈尊到底见识有限 他不知道自己面对的 其实并非寻常中原人的骑兵 而是源处于枪湖的梁州铁集 在持续数十年的枪湖大叛乱中 叛军始终保持着十万以上的可怕规模 他们与朝廷兵马作战 与不服从的诸多部落作战 与梁州关中的地方势力作战 甚至自相倾压 一次次的惨烈内讧 在此过程中 梁州军不断杂柔入仙灵 小月之等杂胡部落 填冲入叛变的朝廷兵马 他们的作战方式和装备风格 也随之不断地变化提升 待到韩岁与马超 共同执掌叛军武力的时候 他们已经能够在关中长期立足 并屡屡出兵河东 马超更被公认为 天下屈指可数的猛将之一 最后 其势力虽然分崩离析 盖系人某不脏 对梁州骑兵之精锐 从没有人敢于轻视 以同等规模的骑兵战斗力而论 恐怕只有曹操部下的虎豹骑 或者鲜卑 乌环突骑 才能与梁州铁骑匹敌 而当马超清领骑队纵横突击时 雷元以数倍兵力 结尖镇相抗 也险些不是对手 马超图谋一周不逞而退后 骑步下相当数量的骑队 便在马代的带领下 投入雷元麾下 马代也是梁州勇将 纵不及其兄长的神威 但也多有冲锋陷阵的锐气 以致击破焦州蛮夷 那既如持牛刀杀鸡 亦如反掌 此前荆州各地动荡的时候 雷元已令马代整顿骑队 随时准备越境作战 后来 官平领荆州军本部从江陵出发 而雷元除了召集直属兵力以外 只带了马代 丁凤二将所部 在雷元看来 这主要是由于去年各部多金战士 郭靖 贺松 任辉等部 今年须得休养生息 练兵仇甲 而在邓同战死以后 邓氏的部曲也面临缩边 转力的过程 不是短期内能够调动作战的 既如此 适合跟随南下的 就只有马代和丁凤两名校尉的下属 其实这两军长成出洞 也各有各的难处 比如丁凤所部 其实整编并未结束 而马代这头 雷元主要担心 梁州的人 马水土不服而得病 所以 随军特意配备了加倍数量的衣冠 又沿途收集药草 和各种消毒驱病的方子 马代可没想那么多 在他看来 自己部下数百人 本来就从天南海北聚集 有刹车和输了人 还有从幽州从军的鲜卑 那些不能忍受环境变换的软弱之人 在数十年惨烈无望的 梁州战场上 早就死绝了 区区郊州 合足倒栽 至于战马 倒是需要好好伺候 可在马代眼中 当今天下最擅长养马的 不正是梁州人吗 原先在雷远徽下负责养马的 是邓童的副将 匈奴人刘七 马代来了荆州以后 狠狠贬低了刘七的水平 把这权力夺了过来 他敢这么做 自然有他的信心 所以 马代除了那几日运船以外 真正是无忧无虑 他就只干脆利落地想着杀敌剑弓 在千万里 外扬一扬扶风马式的威名 雷远果然如马代所愿 将第一场战斗的机会给了他 可马代一场厮杀下来 却有些失望 好几千人 连像样的武器也没有 拿削尖的竹子做长枪 铁制的枪尖还没巴掌长 他们也没有像样的甲咒防备 多半都光着膀子 拿胸口的刺青吓唬人 还有些大概是蛮中精锐 穿着藤甲 那东西能勉强挡一挡刀 却全然抵不住长寿的刺激 马代指领三百骑兵 沿着利水一路奔行 以连环持突之法不断击破蛮兵的阵线 每一次接战 胜利都如信手拈来 蛮兵根本没有与突击骑兵对抗的经验和胆量 他们的阵线比纸糊的还要脆弱 有时铁骑距离敌阵还有树杖 蛮兵们就以惊恐逃窜 轰堂而散 梁州骑士们就骑着马从后面追上 然后从侧面施压 把他们往河里赶 就像是把切成小块的锁柄下到锅里那样 而蛮兵们在水里疯狂扑腾 使得大片水面翻腾如沸 不少人扑腾着扑腾着就沉了下去 带到绝大部分蛮人都下到水里 马代便不去理会他们 镜子纵旗向前 他行进的速度是如此之快 以至于抵达下一处蛮兵的防守时 前一处的溃兵都被甩在后头 若非蛮兵依靠口哨声接力传训 只怕蛮兵连基本的准备都来不及做 而做不做准备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至少马代没感觉出 敌人的抵抗给他造成什么压力 太过无聊的他亲自上阵 腰战数名蛮人中的将校 但也不过如此 甚至没能让马代出一点汗 当马代到达利浦城下的时候 距离他领命出发 只经过了两个时辰 日头还高高地挂在天穷正中 洒下来温暖的阳光 利浦城里的军民百姓 原本已经抱着必死的想法 然而不久前 蛮兵忽然如潮水般退去 只留下那些被迫甜色沟壑的 村民百姓在原地 这使得所有人忽然见到了 生还的机会 初时还有怀疑 会否是蛮兵用机转程 后来他们见到 陆续有数以百计的蛮兵溃逃 绕过利浦城州的栅栏 有严厉的发现 不少蛮兵都受了伤 一些人杜夫受创 乃至戈北都被砍断 随着他们没命也四狂奔 伤口一路溅着血 最后导致他们倒闭在田笼间 那便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满兵逃了 他们打了败仗 百姓们交口相传 许多人都说 一定是吴府军击败了敌人 派人来救援我们了 因为这个可能 城中到处都充满了欢呼的喊叫声 又过片刻 一支骑队从利浦城东面的原野尽头 如云涌来 那是骑兵 这么多骑兵 县长何县卫有些见识 立即道 这不是吴府军的兵 是朝廷派来的大军 快开门迎接 两人又喜又忧 等不及围炸打开 带了能动弹的立员 县兵数十人 直接翻过栅栏 踏着被填平的壕沟出来 还没靠近 县长看清了骑士们的马鞍 两旁挂着的东西 吓得双脚一软 连忙扶住同僚的肩膀 才勉强站立 那是手机 几乎每一名骑士的战马左右 都挂着好几枚血淋淋的手机 手机都很新鲜 枪子里稀稀利益往下淌险 情状恐怖害人 稍稍仔细分辨 可见 有些手机像忌文面 也有些耳朵上穿着五色石子 耳垂被拉扯到四五寸长 还有些鼻子上穿着硕大的铁环 那些都是蛮人中的首领 都是带领数百名蛮兵厮杀抢掠 凶恶如鬼的蛮兵驱帅 这帮人都死了 县长觉得有些晕眩 而身边传来咕咚一声 原来县位 确认了这些手机中 有此番来袭的蛮部一毫多人 当下浑身放松 坐倒在地 第651章 金官 自中平以后 朝廷中书的官员选调派遣 就已形同虚设 前任焦州刺使张经被害后 刘豫焦州低市人纷纷散去 在当地任职的地方官也陆续亡散 所以近年来 焦州各地的地方官 大都出于郡守的直接任命 便如历普县的县长 县位都是无惧的护从出身 书少汉官威夷 所以 马带见了他们 竟不能确定身份 以为 他们只是历普县中的寻常大姓 当下马带提边一指 赫问道 这里便是历普县吗 县长小心翼翼回到 正是 不知将军 我乃奋威将军麾下校尉 扶封马伯瞻誓言 奉将令来此救援 马带在马背上挺直身体 看看历普县周围那圈栅栏和壕沟 只看到尸体和血迹 却没有敌人的踪影 原来是雷将军的部下 多谢雷将军 那县长深深作一 接着遍布言语 竟不跟几句对马校尉的仰慕之词 焦州本来就消息闭塞 这县长又只跟从无惧 所以对北方证据人物从不感兴趣 他知道雷远 还是因为 卢江雷士 下属的商队 常常前来苍武 至于雷远下属的浮风 马伯瞻士 何等人物 他真一点都不晓得 可怜以他的见闻 甚至都不知道浮风在哪里 马带此前还特意整理了一甲装束 想要给焦州人留下深刻印象 这一来未免有些失望 他在往远处眺望 茂盛的陵墓间 有些人影闪动 看那种仿佛猿猴的奔跑姿态 就知道是方才逃窜的蛮兵 看来 攻城的蛮兵 全军都在沥水沿线阻击 已经全都被击溃了 蛮人不可能再组织起来攻城 自家这一仗 就算打完了 本部三百铁骑 战死不过零星数人 算上受轻重伤的 也不过数十 真如摧枯拉朽 战斗顺利自然是好的 然泽 将军让我以此战力威 线下看来 威风似有不足啊 马带顿觉信未索然 他想了半晌 拨马回来 对部下们说 这些脑袋留着没用了 全都拿下来 就在 就在 他四面看看 选了个接近道路的缓坡 就在这里堆个金罐出来 部署们纷纷拨马过来 把马安下绑着的手机 抛制到马带所选之处 方才一味突阵 其实停下来 割脑袋的时候并不多 而两三百颗脑袋聚在一起 不过五六尺方圆 两尺来高 远看就是个寻常坟头 也并不如马带期待的那么威风 马带端向片刻 大昼齐眉 他勒马回来问道 利浦周边 还有蛮夷的踪迹吗 县长正在与县位商议 是不是该请 这支旗队入城歇息 按道理说 这是必须的 然泽两人在来到交州前 都知道中原乱世是什么样子 更都知道 乱世中 贼过如书 兵过如毙 朝廷兵马万一发了性子 对百姓的残虐 恐怕比蛮夷还狠 焦州的汉人数量少 而且大都聚足而居 这利浦城里 万一出什么事 可就有好几只传承多年的家族 要断代了 当下两人巨兜犹豫 谁也不愿这支骑兵进城 又谁也不敢开口 对眼前这一看 就凶悍异常的年轻校尉说 这时候马带忽然发问 吓得两人巨兜一惊 县尾脚软 顿时又坐倒在地 县长连忙陪笑 这位将军 说我耳背 没听清您要问什么 马带扎了扎嘴 不远处有名骑士 拎着几颗手机走过 因为蛮夷不结发便 头发沾了血 就捏不牢 一颗脑袋 咕噜噜滚到马带脚边 马带飞起一脚 将这脑袋 正正踢到金罐上 于是许多部下们 意气喝彩 好脚法 马带朝他们呸了一声 知道这些部下 怕是看自己心情不快 特意凑取来着 转回来他继续道 我在荆州时 都知道 这趟各部蛮夷洞兵 规模甚大 围攻力谱的 就值这些吗 周边还有没有更多的 县长慌忙道 焦州境内 蛮夷数以十万计 要问有没有 哪里都有 然则起兵作乱的 毕竟是少数 想了想 他继续道 此前蛮兵攻城不下 便分散部五道 本县多处聚落 村舍杀戮 他们虽然大不集合 去迎战诸位将军 但蛮兵没有军纪可言 肯定还有许多 散落在村舍间 将军若要找寻蛮夷 只去周边村舍 必能见到 马带汉手 你手下 有认得道路的吗 县长叫了几名部下小力来 马带随手点了几名部署 你们各带五十旗 去周边村落走一圈 但有蛮兵 尽数拖回来堆积 骑兵们各自领命 当即卷地而出 雷远本人虽是武将 杀伐之心不胜 皆有后世卫生防疫的习惯在 领兵以来 绝少拿敌人的尸身 作为威慑 行事最激烈的一次 莫过于在江淮时 乘着夏侯敦背负的机会 急攻于楼 把于夏侯敦本部 被斩杀将士的人头 抛制进城里 以作威慑 当时抛制的几百个脑袋 次日雷远还令人统一收起 挖了大坑埋掉 但马带却不似雷远这般机会 他在梁州跟着兄长作战 屠戮汉枪各族不服 斩首动辄数以千计 堆积金关威慑敌人 更是尝试 连带着他手下的骑兵 用杀人不眨眼来形容其凶悍 还嫌用词轻了 虚余间 派出的数对骑兵纷纷折返 果然都带了被斩杀 或俘虏的蛮兵回来 数量约有百余 因为骑兵奔袭太快 那些分散在各地 抢掠享乐的蛮兵 竟没有多少漏网的 梁州骑士们 按照自家作战的老习惯 把死者或俘虏 都用粗长绳子捆了 直接拴在战马后头 拖行回来 死者拖了一路 自然骨肉消磨 凄惨得不像样子 俘虏通常也只留下 大半截的身体 白森森的骨头露在外头 而伤口中 血液和内脏 也在往外泄露 偏偏还剩下一口气 身影和喘息之声不绝 这批人连脑袋 带去干地投在金冠上 顿时整座金冠高大许多 马带满意地看看 拍手道 这才像点样子 县长和线位在一旁 已经吓得双骨沾沾 这时候 谁还敢出面说 请他们不要进城 以免自扰百姓 县长咬了咬牙 向前两步 准备邀请马带等人进城 熟料 马带指着金冠 对他们大声道 看到了吗 这便是我扶封马氏 对待敌人的法子 你们回去告诉此地的县长或县尉 就说奋威将军此番南下 会同了荆州关将军所部 回一下金冰猛将无数 我们既然来了 今后再有公结郡县 欺略百姓的贼人 都是这个下场 我们就是县长和县尉啊 县尉刚从地上正挫起身 正要解释 被县长猛拉了一把 遵命 遵命 县长一叠连声地道 但要再讲 马带已纵身上马 领着部下离开 眼看着骑队在笼笼马蹄伴奏声中卷地而去 县长和县尉们常遇一气 又都觉得 回城后不妨说说 适才的见闻 第652章 猛龄 上 在马带成威的同时 荆州军本队沿着骑水继续前进 只不过 原先水路齐头并进 南下数十里后 忽然转成了兵分两路 水军继续操纵舟船 大张旗鼓而行 目标指向偏东南方向的苍吾郡之所广兴现成 骑水在这一段中 滩多水急 号称360滩 如此一来 正好荆州前底 越滩而走 而合计三千名精锐部族 中途在一处河湾登岸 直接向南 这条贯通正南正北的山间道路 最初在新莽石铺设 百数十年前 曾为利浦和蒙林两线的路上通道 后来随着朝廷衰弱 汉家官司在各地的管辖范围渐渐收缩 于是 这条道路逐渐为官方弃之不用 但活跃在此处山间的李辽仍多通行期间 苍吾郡周边的几位李辽大长 都曾与黄轩有过往来 黄轩虽不曾到过胶州 但在执掌乐乡大士的时候 曾见过李辽来时 并出面向大长们制达书信 替举中蛮美式牵线 向他们买了一面极大的铜骨 所谓李辽者 或曰南蛮别种 或曰落月之后 他们与其他蛮部不同之处 在于颇善也同 能铸铜为骨 大者重述百经 面阔账鱼 这种铜骨在金蛮部落中 极受欢迎 用在祭祀 庆祝等场合 传说能引赴神力云云 当下黄轩亲自跟着赖宫遣出的向导 在大军最前引路 当然 向导也特意保证了 这些李辽部落散步群山 尚没有形成有力的集团 所以 殊少参与外界纷争 荆州军主力三千精锐 凭实力足以设服沿途各部 确保进退自如 此时 三千人沿着南北向的深切河谷 和低窝盆地迅速前行 在他们经过的路上 野生的花草在平日少有人走的道旁开放 还有丛竹和灌木 借着初春的生命力 推开坍塌的夯土路面 蛮横地长出来 而当兵马绕入剑谷 眼前忽然间又暗影浓重 黑一森森的 几乎什么都看不清 苍吾郡的地势大都如此 山形小而连绵 诸多溶洞 挖地和溪流河道密布期间 地形很复杂 随着部队前进 队列渐渐被拉成了狭长 但对荆州军来说 这样的地形对他们并不构成妨碍 甚至可以说 不但不妨碍 几乎是助力 其原因 说复杂很复杂 说简单 也很简单 丁凤步履矫健地登上一座道路边的岩石 看看前后队列 想起了一个时辰前 诸步降校在里水上的会议 当时 马带以往利谱去了 雷远和关平催兵继续南下 而就在这片刻之间 连续又撞见了几批球员的使者 原来过去数日里 苍无郡至所广信 先被围攻 各县随即风火处处 县中求援之人脱身以后 既不能从广信求的援兵 又受阻于林渠 所以都聚在里水沿县不知所措 待到荆州军进入胶州 这些人便从各处藏身之地 一个个地撞上来 这一来 反倒使诸将有些犹豫 当时雷远问道 除了广信以外 苍无郡中各县巨都遭受攻打 而我们又不知他们近况如何 是否值得出兵解救 朱军以为 应当如何应对 赖宫想了想 沉声道 是谢 布置善心刀兵 以百姓之命 舔虎狼之口 将军受命难来 非为对抗江东 更为减除巨寇 以救黎树危难 以我之见 这几个地方 不得不去救援 这番话一出 雷远和官平等武将 暗中对视 彼此各打眼色 众人都觉得 这位老先生 会被无惧赶出娇州 并非无忧 他有至平之势的 雍容立官之才 却显然少了 乱世搏杀的见识 须知此刻 兵马距离广信 只有一个多时辰的路 赶得再极限 说不定 就快撞上 视线所部的斥候了 奋出马带一步去利谱 是为了掩护 李水侧翼 不得不耳 至于其他各县 一时哪里顾得上 雷远和官平 合共数千兵力 这个拳头只能捏紧了 往敌人的要害打下去 谁晓得 赖公这一开口 调民罚罪的基调 起得太高 反而让军事应对的讨论 没法展开了 好在黄轩反应快些 历史道 赖公说的极是 视线 布置等被肆意妄为 所以才有我们 南下进兵的举措 依我看来 我们既举正正之旗 兴堂堂之阵 就该古兴而难 在广信城下 一举击破贼人 只要贼军主力失败 其余各地 想来传习可定 赖公到底是聪明人 当下知道自己说了错话 连连道 公寓 你说得对 当下赖公端坐步语 众将自顾商议 顷刻间 得了一个法子 便是水路两军分开 水军继续往广信去 而路上人马 从小路直驱猛龄 此番荆州军南下 是为了救援无惧 结果兵马将到尽处 却转向猛龄 这其中自有缘故 广信是苍吾郡的治所 位于御水 离水交汇之处 为联络东西 空恶一下的咽喉 县城周边又多有平原 利于行军 决战 可广信毕竟距离零零甚远 荆州军数千里长驱奔赴 难免疲惫 而围攻广信 低视谢所部 不治所部 反倒是以意待劳 视谢兄弟的家族 在焦州经营六七代人 根深蒂固 雷远相信 己方虽然行军神速 却很难瞒过视谢的耳目 当己方抵达广信 正正撞上做足准备的 无数焦州蛮兵 和江东武社里 结果会怎么样 雷远并不担心会输 但觉得 却有不能速克的可能 而关平甚至提出 会不会是谢等人 数十日拿不下广信 就是为了以之为耳 引荆州援军数千里复原 然后击破 会不会周边诸县都被攻打 也是视谢等人设谋 意图分散援军的兵势 所以 雷 关两名主将最后拍板 荆州军大步继续南下 他们不份兵 也不直接往广信 而是从里水西面的道路 直插往南 突袭猛林 猛林现在广信的正西面 御水的上游 距离广信约三十余里 既是苍吾 御林两郡间的交通咽喉 也是广信西面的军事堡垒 直取猛林 先在苍吾郡 获得一个可靠的立足之地 便可以反客为主 进而携上游之势 威慑盘踞在广信低视线 布置两军主力 第653章 猛林 中 先取猛林 还有一个原因 那便是焦州本地的局势 视线兄弟在焦州 升任四郡太守 势力雄厚 但无惧能与他抗衡多年 也不是光靠一个苍吾郡 过去多年里 自中原往焦州任周牧 太守的官员 都在荆州招募勇士 随行互从 虽然因为局势险恶 这些官员本身多死于刃上 但这些随行的勇士 却停留在焦州 渐渐自成一股势力 这股势力中 为首庶人便是与无惧友善 而德玄德公封为 中郎江的屈颈 遗料和潜薄 其中 屈颈是长沙人 在焦州十日最长 他是跟随随 焦州刺史诸福南下的 诸福是平皇经的名将 诸郡之子 因其地狱章太守诸浩 为泽荣所杀 诸福遂大举招兵巨粮 意图攻打 豫章为帝报仇 结果 此举被某些在焦州 根深蒂固的有心人利用 掀起了一场大乱 诸福被乱兵所杀 部下都尉刘燕和屈颈率兵 退往御林郡自保 后来 刘燕并故 屈颈转而依附 新任刺史张经 然而 张经与刘表不睦 连年新兵与之敖战 使得焦州上下较苦不迭 而张经本人有威武不足 以至于被武将锁领武 最后禁至沙漠 荆州传闻说 杀死张经的便是屈颈 然而 在张经死后 他部下两名荆州籍的青江遗料 和钱伯进步王散 而是率部 投向御林 与屈颈抱团自保 到刘景生前赖功 吴聚两人南下 接任焦州刺史 和苍吴太守的时候 这三人又依附吴聚 以御林郡 苍吴两郡 对抗世谢兄弟 所领的交职 南海 和谱九贞四郡 如此看来 前后两任 焦州刺史之死 其中大有七敲 至少世谢兄弟 在其中 绝少不了各式煽动和谋划 也正是在这两次使任上 世谢由苍吴明氏 转为雄聚岭南的大豪强 到现在 继而成为孙刘两家 对抗时的重要棋子 此前赖功打听过了 苍吴郡被围攻的时候 驱警 遗料和钱伯三人在御林 也遭蛮兵牵制 故而难以救援 但御林郡的智所不山 和蒙林距离不远 只有两百里不到 如果荆州军拿下蒙林 就可以和驱警等人的军队 互相呼应 壮大声势 再者 世谢兄弟的辖区 大致分布在交州沿海 其主要实力 在交址和九贞郡 也就是交州的西部 而最富庶的地盘 以及此番聚兵之地 则在交州最东部的南海郡 这两处之间 隔着苍吴 玉林两郡 而以海边地势狭长的 河浦郡 作为路上通道 当荆州兵马拿下蒙林 牵制住围攻 苍吴低市谢兄弟 所部主力 则玉林郡的驱警等人 一旦腾出手来 就可以南下切断 河浦通道 继而挥师去往交址 也就是说 蒙林虽之区区小限 却能撬动 玉林 苍吴两郡的局面 甚至可以由此 将苍吴和市谢兄弟的 腹地切割开 当然 驱警等人 有没有这本事 尚在未知 但这样的可能 就足以使得 主动权掌握在 雷员等人的手中了 如果他想从蒙林出发 前往广信决战 那就只三十里路程 哪怕吴聚在广信城里 忽然坚持不下去 也不是没有办法救援 而如果他想再看看局势 再让吴聚辛苦一阵 也可以把广信放着不管 而以偏师震慑御林 解放出驱警等人的兵力 以威慑胶指腹地 但一切谋划的前提是 能不能做到一举攻克猛灵 所以 雷员使水军继续沿着里水南下 大张旗鼓以示声威 试谢 布智等人的探子必然发现 而发现之后 又必然急报广信 准备迎战 那么 荆州军的主力 就可以从容攻打 兵威将寡的猛灵 对于经受过中原残酷 战争考验的军队来说 在攻城 守城方面 远远超过寻常蛮兵 这一点大家的信心都很充沛 官平的步将马玉素有骁勇之名 但他跟着官平行动 又由不得他不谨慎些 当下问道 围困广信的兵马 会不会转而往猛灵来 若他们急速来源 我们岂不腹背受敌 黄轩答道 必然不会 何以知之 蛮夷生性松散 有法组织 训练 虽有血勇 不过失之于西洞 村落间的泄洞 他们若提前准备 或因为是泄 布置之流 才能出众 能勉强捏合成形 若他们奔袭三十里 而来妖姬 这与送死合意 众人都知道 黄轩是雷远麾下 专门与蛮蚁往来交接的众臣 听他这么确认 不少人想到 己方仗着兵甲尖利 沙头松散蛮兵的情形 巨多微小 当下众将既一定了 便依此执行 事不宜迟 雷远向关平 微微汗手示意 便直接安排 行军作战的序列 这时 见到丁凤瞪大了眼睛 一副随时要跳起来 求战的样子 雷远哈哈一笑 知道他立功心切 雷远麾下诸将 或有郭靖刚毅沉稳 或有贺松坚韧赶战 但自从前山战张辽后 所有人隐约都认可 以个人勇武来说 大概丁凤在其中最为出众 只有他能硬抗张辽数何的 其他人尾食做不到 雷远到荆州后的历次战役中 丁凤也长保年轻勇将本色 战阵上从没吃过什么亏 然则天晓得 世上为何出现这样的怪事 有个叫马代的小子 不知吃错了什么药 好端端地不跟着自家兄长 在梁州称王称霸 非要投入雷将军麾下做个校尉 这马代还真有几分本事 至少那一手铁骑连环持突的神迹 丁凤便比不上 可怜丁凤自认为奇数不错 却终究和梁州人没法比 眼看着此番去往江淮的时候 马代纵旗突击下侯敦锁步 立下大功 而丁凤只陪着郭靖 死扛曹军虎抱旗 吃了大亏 这差异实在大的过头 丁凤有强烈的危机感 他觉得自己弱不努力 恐怕雷将军布下头号猛将的地位 就要丢了 所以他才会不顾转战江淮的疲惫 竭力争取来南下娇州的机会 谁知道穿过00后的第一场战功 又被马代拿走了 那些蛮夷再怎么勇猛 怎么抵得过300两州铁骑 丁凤觉得没法承受这情形 军中牌位在他之上的郭靖 贺松等人都是军中前辈 倒也罢了 若被马代这样的外人 抢到更多战功 占据更高的地位 他觉得这简直是羞辱 自己还不如死了的好 眼下雷远带要派江 还没说话 丁凤便虎视眈眈 看他的样子 随时打算扑倒在雷远身前 抱着宗主的腿 恳请出战 李珍等护聪与他熟悉的 知道他怎么想 剧都俯额擦汗 承约 你可愿卫先镇 雷远的话声落在丁凤耳中 简直犹如仙月 丁凤忍不住咧嘴笑了起来 末将遵命 嘿嘿 将军 我拿下猛灵给你看 第654章 猛灵 下 当即荆州军奋兵 丁凤带着立功的渴望 当先南下 一路全部停留 从利浦以东的里水 进入小路 直抵猛灵 沿途地貌多变 道路高下起伏 但这样的道路 恰恰是最适合丁凤所步的 雷远的用兵 常常以远距离奔袭为基础 在公安 在八郡 在淮南 都有部队全服披挂 携带粮末物资 连续行军作战的事迹 这对部队的任性 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要求很高 他在军队日常操练的时候 对此特别重视 而在这方面 丁凤锁部恰是佼佼者 他所领的千余人 半数是炉江雷氏 在前山中的旧部 半数是在荆州 与蛮部交易后 拉拢的山民 这些人在从军之前 就日常行于深山大河 乱世中 求生艰难 许多人都有为了一口干净泉水 一份度日的食物 而翻山越岭数十里的经历 待到从军以后 他们也保持着这种 擅长山地往来的习惯 此前在巴西 在淮南 或为全军先锋 或为一方偏师 都有出色的表现 此刻 丁凤站在路边时上观察 只见一名名将士 在山路奔行数十里后 气息不传 神情自如 而葛之少探自行登高 眺望敌情 各部军校熟练地判断 前方道路情况 选择适合行军的路线 竟没有什么 让丁凤操心的地方 丁凤满意地点点头 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再扭扭脚趾 心道 没想到 已经累了 将士们却还很精神 前年春天的时候 丁凤响应雷远 安排自家部署之间 联姻的举措 娶了一位 卢江雷氏族人的女儿 夫妻间感情甚好 以德义子 名唤丁温 雷氏夫人 对丁凤的照顾也很周到 是以丁凤 从江淮回来后 日常饮食丰盛 虽然丁凤习武不屑 也难免胖了一些 肚子比原先要突出了一点 此前尚不觉得 这会儿数十里行军 可就让他吃苦头了 他这会儿装作观察不武的样子 其实借此机会稍稍歇脚 以免自己在将士们面前丢脸 此时 一名部下姓冲冲 自前方回来 功身禀道 兄长 前头有一批 不知死活的蛮夷拦路 已经被我们击溃了 斩首三十五级 小子 干得不错 丁凤拍了拍 部下的肩膀夸了句 又问 蛮夷什么来路 什么规模 蛮兵两三百人 持竹枪 木弩之类 战斗一直不强 我们冲上去杀了一阵 胜得轻松 愚者仓皇奔逃 因为担心他们用木弩 毒箭 在灵地间袭击 我们没有追击 放他们走了 兄弟们伤了两个 都能继续行军作战 三千精兵穿行深山 虽是急行军 声势也很不小了 沿途所过 必然惊动山间里 蛮 大部分蛮不紧闭门户 躲在自家山寨 西洞间不冒头 但也有自视腿快的 隔着数百步 在行军路线两侧的山间窥探 倒霉曾想 还有人不知死活 出来拦路 大概是穷风了 又或者受了嗜泻等人的蛊惑 这种零散蛮夷 都用不着丁凤手下的精致之师动手 交给前部的清兵 布曲就够了 负责带领这些人的 是丁凤的弟弟丁凤 丁凤比丁凤还小两岁 胆勇酷笑兄长 这趟南下 是丁凤第一次正经地上战场 丁凤让他带领安丰丁氏的私家布曲 会同斥后 少探前出十里 与黄轩等人同行 丁凤的叔父丁丽 出身卢江安丰大姓 曾做过县中的丽元 后来为雷旭麾下有力的取长 算是卢江雷氏 下属的大山头之一 丁凤在叔父战死后 继承齐步 后来栗战激功而为校尉 校尉这个职务 在太平时节甚是贵重 但随着战乱蔓延 天下诸侯滥发绝赏 到如今所谓校尉 已经成了终极军官职位了 在雷远部下 现在有校尉身份的有九人 但去掉通常负责地方驻守 军阀和后勤的王延 沈真 韩纵等 真正担负作战任务的 只有郭靖 贺松 丁凤 马代 任辉五个 他们也都得到雷远的格外赏赐 自家邻友庄园 田地 早就成了具备独立身份的庄园主 不再是最初的家将身份 既如此 他们也如雷远一般 在出征作战的时候 不仅带领左将军 大司马府部级在侧的兵力 也带着自家宗族中的部曲 门客 这些部曲 门客中 有安丰丁氏的旧属 还有丁凤近年来随雷远东征西陶 在益州 在江淮 乃至宜都郡本地 招募的一些青霞 刀客之流 这些人不愿意从军受居俗 而愿为豪门驱使 乃是当代的常识 文武官吏或地方豪族手里 少不得这样的人 雷远也不介意 黄从氏呢 他有什么说法 丁凤问道 黄从氏说 虽说这附近的里人大族 尚属安分 可近世以来 蛮一不知汉家之威 难免出现不知死活的 他带人割了手机 亲往深山中 宣誓我君来意 勒令比被后继不得滋扰 又让我们尽自行军 不必管他 丁凤点了点头 黄轩这位护京蛮校尉 从事虽是文官 但掌管蛮不适一数年 极有手段 他拿了这些脑袋进山 自然有把握不受伤害 或许出来的时候 还能谈成什么生意 意味可知也 只是 丁凤肘眉想了想 丁凤凤凑近一步 问道 兄长 是否担心蛮医们逃散以后 去猛林那边通风报信 却有几分担心 丁凤道 之前说 猛林已经落在蛮兵手里了 我倒不怕攻打城池 就怕敌人有备以后 咱们赢得不够干脆利落 兄长 我们的将士 都是常于山间跋涉的好手 此前训练的时候 每日常驱百里 也是寻常 蛮医们就算报信 不信他们的两条腿 跑得过我们 如果他们跑得够快 我反倒有个想法 讲 丁凤道 正好使我不诱蛮医们出战 丁凤私损片刻 他心里明白 毕竟焦州蛮医遍布 彼此互通生息 几方行军再怎么快速 很难完全断绝消息 做不到封闭消息 那传个假消息过去 倒是个好主意 当下他挥手道 可以 你去办吧 动作快些 别让蛮医们多想 丁风大声应了 一六烟的狂奔到队伍最前方 领着百余名部曲 门客加速前行 果然 当他们冲到猛林城下时 城中负责守狱之将 已经得了消息 关闭了四门 此前 雷远 关平等人在船上商议时 都说 猛林是广性西面的交通咽喉 重要的军事堡垒 结果这会儿亲看到 只见 一座七歪八道的陈旧墓寨 处立在蜿蜒如链的御水旁 御水的水势倒是浩荡 河道两旁有青山如平 也有几分危然 可这墓寨本身 简直破败得不成样子 连卢江雷势 在杭军时修建的临时军营都不如 无惧这太守 对自家属地都不经营的吗 这样的城池 怪不得守不住 早早被蛮兵夺了 丁峰吃笑了一声 又想 所以非得把蛮兵引出来消灭 否则兄长一道 这样的寨子 历时变为积分 我的功劳何来 这兄弟两人 都是渴望建功立业的性子 当下丁峰队左右道 咱们散开了 靠近险 到城池边上休息去 第655章 兵灵 换了经过正规训练的部队 无论何时都已保持对列不武为最重要的事项 下意识就会拒绝这种命令 但此刻 跟在丁峰身边的 都是安峰丁氏的门下剑客 壮勇之类 这些人的身份和作用 大概都类似于当年在前山中 为卢江雷氏干脏活的凡氏家族 负责与人当街斗殴 耍狠斗勇的 所以 当然没什么特别的纪律可言 听得丁峰号令 百数十人嘻嘻哈哈地散开 一直破到城池近处 有几人秉承丁峰的意思 格外做出欺辱姿态 有取出路上抓的野兔 在木栅不远处 收拾柴河试图烧烤的 也有当场掀开独鼻库 向城下沟贺小姐的 这样的举措 放在哪里都极具侮辱性质 当然使得几条木栅后的防御方大为不满 许多蛮兵破口大骂 有人直接捡起身边的土块 投掷过去 可惜 双方毕竟还保持一定距离 土块投掷距离不够 蛮兵们随即取出弓弩 弓弩这东西 在湿热之地不好保养 蛮兵们手里 有的寻常货色 大致功力甚弱 劈劈啪啪啪放了些竹剑 硬是够不着丁峰等人 丁峰在松松垮垮的部下门 最前方站着 蔑视地看看这些蛮夷 低声道 这样的破城 直接冲进去一无不可 有个叫老城的中年部署 曾经跟过丁力多年的 连忙劝道 虽是破城 攻起来不那么容易的 咱们还是先诱敌 丁峰的经验确实还少 焦州各地城池大多粗烈 但其实并不容易攻打 京南各地因为湿热多雨 郡城 县城很多都没办法用夯土 而边木为城的 焦州这地方 论夏季的湿热多雨 和京南各地差相仿佛 但地势更低 而各条河道的水量 常比京南多出数倍 此时还好些 在春夏熏期时 里水 玉水巨浪翻涌澎湃 动辄催破堤坝 席卷千百里 如猛林这样的县城 有时不得不和县上下 往高处逃避 带水退后 再回来收拾 故此 就算加以金银新修 在天地的威力之前 着实无用 猛林的防御 与利普插香仿佛 靠的都是多重木炸 以守军在木炸和木炸间的 互相掩护来持滞 消灭敌人 以壕沟来阻断攻方的调动 力求通过重重阻截 消灭敌人的兵力 而非如中原的金城汤匙 物求聚敌于外 可惜士蟹突然起兵的时候 此地守将猝不及防 直接就把城池丢了 以至于御林 苍武两郡 一开始就被隔断 此时铸扎在猛林城里的 乃士士蟹的部将 贵阳人王金 他士士蟹的部下 素有雄武之名 麾下领友凶悍 蛮兵千人 而且配备有甲骤 和诸多铁制的刀枪 算士士卸索部 叫正规的几支兵力之一 不久前 有几名蛮蟻跑来市井 说有不明身份的军队 沿着山间小路而来 沿途击破蛮兵们的阻截 于是他连忙号令部下们 关闭各处炸门 打起精神戒备 王金这会儿 正在一处木炸后半蹲着 当丁峰望向城池的时候 他也正看着丁峰等人 眼看他们区区百人乱哄哄而来 然后在城外乱哄哄四散落座 这什么情况 百多人 还这么松散 刚才来市井的那几个蛮夷 都是数字超过十就得数脚趾的蠢货吧 这就是他们口中的大军 早知道来者不过百来人 我非那份神作甚 看了两眼 他胸中原本因为听说大军来袭的惊慌情绪 先转为怀疑 他心道 广信那边正对着从岳城桥和陵渠南下的里水 纵有敌兵前来 也是王广信去 哪可能真有大军王猛灵来 这不是舍本竹墨吗 定是那些蛮夷没有见识 把荆州来的小谷滋扰兵力当做什么大军 实在可笑 再看两眼 耳中又传来这些人搭着嗓门的呼吓声 好像有人在吹牛 还有人抱怨路途难走 连声骂娘 也有声音说 一会儿要到城里杀个痛快云云 他心中的怀疑又尽数转为恼怒 百鱼人 就指百鱼人 还是一群皮踏踏 乱七八糟的杂碎货色 我离开荆州到焦州安家 已经十几年了 当日所见 刘锦生麾下的荆州军 可不是大都松垮吗 看来荆州军改不了当年习气 都说左将军继领荆州 有争夺天下的壮志 其实不过如此 到这时 他更忍不住想 当年我在贵阳也是有头有脸的豪杰 如今在焦州 更捅带上千人马 为一方中将 凭什么荆州人如此小觑我 只派百余杂兵来欺辱 想着想着 怒气不可遏制 于是他拔出腰间的长刀 力声对左右道 点五百精兵 随我出城 先杀了这帮人立威 他毕竟还有几分持重 留了大半兵力在城里 领半数出城 当下蛮兵们怪声呼喝 纷纷绕绕地聚拢 然后猫着腰 沿着交错的栅栏 一直向前 最后将最前方的一段栅栏 猛力推倒 冲了出去 丁凤大喜 来了 来了 兄弟们跟我来 烧烤野味的同伴 把半只兔子咬在嘴里 小姐大姐的同伴 套回毒鼻库遮羞 五刀五枪地迎了上去 丁凤本人是猛将 招募门客时 也注意检验勇力 不流烂于充数之人 故而若以身手论 这些剑客 青霞只怕比雷远不下的 正规兵将也不逊色 两方府一接战 青霞们抖擞精神 立刻放倒对面十余人 然则更多数量的蛮兵 披着头发 踏着木鸡 乌泱泱地冲杀过来时 青霞们发一声喊 立即败退 这情形 使得王金愈发确定 他们是荆州军的别步弱兵 当即他挥刀呼喝 号令部下们穷追 就算不能尽数歼灭笔贝 至少抓几个俘虏 好好拷问敌人动向 日后报到是太守那边 也是一桩功劳 抓活口 抓住一个活的 赏一匹卷布 在赏格刺激下 王金的部下们奋勇争先 双方一逃一追 顷客间跑了两里地 王金气喘吁吁 心想 这群荆州人竟如此擅走 和兔子有什么分别 正在这时 侧面不远处的一座丘陵后面 鼓声大作 一些没脑子的蛮夷 还在死盯着前头逃亡之人追击 而王金猛然止步 隐约觉得不妙 眼前情形已容不得他细细分辨 丘陵边的茂盛林木间 转出一对兵将 当现一名年轻将校 手持短刀 奔走如飞 直冲王金而来 王金怒骂一声 知道自己一路上呼喝指挥 全都在他人的观察之下 但他毕竟西年是贵阳郡中勇猛之人 知道这时候已不容后退 只能厮杀求胜 当下从部署手中取过长矛 大步冲上去 这柄长矛是他从贵阳携来的精品 既粗且重 不仅有金铁锋刃 更有金铁危机 他仗着身强力壮 一边奔走 一边挥舞长矛 最后在距离敌将树杖处 嗜喝一声 猛然发力刺取 刺激的瞬间他想 这一下必定能逼得对手闪避 然后我再沉腰横扫 跟一个锤急 然而长矛刺出 对面之将不闪不闭 他以短刀斜坯 就如劈砍豆腐那样 把长矛的锋刃切断 反手再削 耀眼刀光一闪 长矛的铁戟也断 只剩下刘金手里握持的四尺来长 光秃秃一解 王金蛙的大叫一声 松手气毛 转向腰间拔刀 可是 手刚摸到刀柄 便觉胸前一凉 剧烈的疼痛感 冲进了他的脑海 他的意识迅速模糊 眼前一片黑暗 耳畔传来有人不满的大叫 兄长 这丝本该是我的 我的 第656章 消磨 杀了王金的年轻将校肩宽背阔 手脚都很长大 掩藏在窥言下 眼神锐利如电 正是丁凤 这兄弟二人 一者诱敌 一者突袭 配合得着实默契 而丁凤仗着手中短刀之力 杀将只在转瞬之间 其实 丁凤在汝南临碑立敌虎抱骑时 也受了不轻的伤 只不过不至于如郭靖这样危及性命罢了 回到荆州几个月后 还没有彻底痊愈 恐怕也很难真正痊愈了 他的右肩在前山与张辽对抗时受过伤 在汝南又遭曹军夹事的手挤划过 筋骨受创 至今发力不似原先顺畅 左脚则在退入沼泽的乱战过程中受伤 又泡了污水 最后 小指坏死 所以 长途奔袭的时候 长感不适 其他灵星的刀剑枪刺之伤 就不提了 多的美法技术 但丁凤从不在意这些 也从不打算改变自己冲锋陷阵的作战风格 只不过 眼前这猛龄守将 着实很一般 丁凤收刀回撬 不理会丁凤的抱怨 指挥将士们猛烈眼杀 在适才的追击过程中 王金锁部的队列 拉得很长 而丁凤等将士 以意待劳 有侧向横击 不费吹灰之力 就将他们完全击溃 击溃了他们之后 丁凤率部继续追杀 各队兵马直逼城池 猛龄城里 还剩下近千人助手 王金率众出击的时候 他们高声呼喝 为自家首领助威 可没想到 转眼就望见敌军大将 挟刺里杀出 震斩自家主将 蛮兵们向来 是圣则一拥而上 败则一谢千里 是谢派遣汉人军官为骨干 才能保持军队的样子 但这会主将即死 底层蛮兵无不正恐 任凭屈长 督博之类连声鹤令 也心思散乱 甚至有乘着军官不注意 欲往另一面城门潜逃的 与之相对的 丁凤所部从一都出发 五日内赶到零零 在两日翻越零渠 随后长途奔行数十里 直接投入战斗 寻常军队早就坚持不住了 好在关平所部 固然是江陵诸军中的精锐 雷远带来的也都不差 丁凤所部平日训练严格 练兵不错 将士们的待遇又高 都愿意建功立业 斗志昂扬 他们也战继胜 追着败兵一路猛杀 随即攻城 来势如狼似虎 蛮兵们虽有木炸为平 眼看着同伴们 替泪交流的狂奔逃窜回来 气势先就沮丧 再到荆州军 抵近栅栏狠杀 而后排的箭矢 又如雨点般反复横扫 顿时数百人发一声喊 四散弃城而逃 各部追杀树里 斩首二百余 捆了俘虏若干 丁凤遂挥军入城 算上诱敌 埋伏 前后作战的时间 尽不过两刻而已 尚未进入胶州时 雷远 官平两人已经各自小域部下 说 此番南下是为了 争较叛乱的蛮夷 各部务必要严格军纪 不能抢掠百姓 败坏荆州军的名声 这时候 丁凤一边往城里走 一边分遣部下再度重申 勒令部署们 除了占据县寺 粮仓 城墙城门等要地以外 不得擅自离队 然而 走了没多远 他的脸色就渐渐沉重 不是因为 将士们违背军令 而是因为 整个蒙林城里 竟已没什么 值得抢掠的了 城里面的居民并没有多少 有的只是死人 不是丁凤带人杀的 而是数日前 城池一手的结果 丁凤站在南北向的道路尽头 只看到道路两旁的勾壳间 横七竖八地堆着尸体 大部分都是平民打扮 老弱妇如至少居半 有些女尸 连剑衣裳都没有 显然死前的遭遇 极其可怕 岭南天热 这些尸体都已经发青 膨胀 发出阵阵意味 引来大批 银虫 翁翁 盘旋飞舞 甚至还有不知道 什么种类的野兽 就在县城里的街道边 咯吱咯吱地 撕咬着尸体 然后拖拽着一截人臂 呼吱呼吱地 跑向道路另一头去了 丁凤跟在自己兄长身后 想起势材在城下诱敌的时候 也看到尸体枕急而握 只不过 南方草木生长太快 稍稍遮掩了惨状 身在乱世 这种情形见得多了 所以 丁凤全没当回事 可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城里竟是这般模样 这些蛮兵 他们攻破城池以后 肆意掳掠 杀人 然后就在这尸体 狼藉的城里铸扎着 直到荆州军到来 他们 还是不是人 还有没有把自己当人看 丁凤只觉得 鼻腔里透进的空气 越来越难闻 他挖的一声吐了出来 吐了两口 他恨恨地对兄长道 城里人全死了 这里没法待了 我们得去外头扎营 总也不至于全死了 丁凤摇了摇头 召来几名部下 让他们分头去探查城中情形 他自家带人退了出来 择了一处靠近城池的高地利盈 同时遣人向雷远抱劫 又过了一阵 探查城中的部下们回来 带了几名城中百姓 原来数日前 士蟹突然攻打苍吾 蒙林这边首当其冲 遭到士蟹之地事务 带领南海军兵马的围攻 一日遍及陷落 县长和驻军驱长 尽数被杀 蒙林处在御林和苍吾两郡之间 又得御水灌溉 算领南郊附数的县城之一 事务入城之后 打开城中的粮库 武库 净略财货 囤粮和甲账 回往士蟹围攻广兴的本队 而他离开之后 负责留守的蛮兵无人约束 立即开始抢掠本地百姓 他们的手段还很老道 先把城中的人口 搜罗到一处关押 然后再慢慢入室 翻看各家财货 而在搜罗聚集人口时 又难免生出种种 难以言表的暴行 丁凤在街上所看到的 便是在这过程中死难之名 蒙林距离仓无不远 近年来 中原人南下避难 多有就居住在蒙林县中的 以至于县中的户口 十年来增长三成以上 但这增长出来的三成户口 经过一次战乱屠杀 就被消磨殆尽 这几名被带来的百姓 都有亲戚家眷死在其中 而逃过这一劫以后 剩余的百姓 都被拘押在城南的几处宅院里 日常只供给极少的食物 饮水 数日下来 已有老弱饿死 可死 院落中过于拥挤 便腻之泪 更是会不可闻 丁凤长长地叹气 他对一名部将说 赶紧把百姓们释放出来 然后看看 从蛮兵手中缴获的粮食 可有多的 分一些给他们 其余诸位 陪我辛苦一会儿 赶紧设置大军驻扎的营地吧 这蒙林城里 确实不能呆了 第657章 缓慢 几名百姓被部将带走了 走了很远 还听到他们的哀痛乌咽 焦州的百姓 许多都是从中原本戏逃难来的 身逢飘零乱世 人命如草 骨肉如泥 此前数十载天下大乱 依照生命 死于异病 饥荒和刀兵 更有数以百万计的流民 离开世世代代扎根的故土 前往未知的他乡 挣扎求存 可他们走了几千里路 熬过了吃树皮草根的磨难 熬过了路途上的重虫凶险 没有死在血肉横飞的中原战场 最后 却死在一场 焦州人彼此厮杀的战争中 死在本该保护他们的 焦州大员手里 丁凤有些烦躁 再指了指丁风 你去 从百姓中则强壮的 组织他们赶紧挖坑 埋人 总不能将死者暴尸在外 我 我去 丁风指着自己的鼻子 便是你去 只一会儿功夫 天色渐渐昏黄 各部将士打扫战场以弊 除去向东面前出警戒的一个曲 丁凤专门指了一批人埋锅做饭 以攻击军名 更多将士喊着耗子 使动辅精 叮叮咚咚的继续助营 毕竟乱世里头 死人寻常事 何况蛮一致也 本来就无有约束 将士们初始有些惊讶 一会儿就恢复正常 各自忙各自的手上事物 再过片刻 有一只人马 从北面山间来了 远远望去 只见旗帜如灵 对裂严整 约莫两千余众 正是雷远和官平两人所领的本部 丁凤连忙迎上前去 将猛灵的情形说了 雷远有后世的见识 立即道 这些尸身得则易干燥的高处深埋 千万不能草草了事 我立即潜衣观去 督促百姓们挖深坑 另外 百姓们安排专门营地安置 请百姓中年高有得的 连夜祭祀死者 他说的两项 前一项是出于防疫的要求 荆州 胶州土地湿润 地下水位很高 如果随便挖坑埋葬 很可能污染水源 闹出大事来 后一项 则为安抚百姓所用 汉人多信奉神鬼之说 以为战乱后的死者 如果不能入土 不能得到祭祀 则死者的灵魂就会不满 进而散播异病 道环 灵地时 中原屡发瘟疫 某种程度 也导致了太平道 借此大肆传播 雷远虽不信这些 但做些小小安排 就能使百姓安心 惠而不费 至于发生惨剧的猛灵城 雷远看上官平 官平微微汗手 于是他道 带到百姓们兜出来 就把这城烧了吧 如此既能避免意气传播 也让不止 是谢等人都知道 我们就在这里 原本打算攻占猛灵 立足此地 一项东西两面的 结果拿下城池的当天 竟要放火焚烧 这个命令 使得丁凤有些垂头丧气 但他也知道 这是当前最安全 最妥当的办法 当即领命 而各部继续建设银寨 既然县城不能用了 银寨就得用心 丁凤此前则的高地很合适 各部在这片高地 划出干道 辅禄 营区 然后首先建立栅栏 壕沟和望楼等防御设施 工程进行到一半 黄轩带了几名 猛灵境内的礼人首领来到 他们看这情形 于是介绍说 猛灵西面不远处的白藤山里 便生坚韧长藤 正好用来捆扎竹木 当下雷远侧他们几匹眷驳 他们便 换动自己的族人部署 去替荆州军干活去了 带到晚间 丁凤 遣人放火 各部将士们站在高处 看着城池建筑一一被点燃 最终烧成耀木火海 而黑烟腾空而起 在城上形成低垂的浓云 随即被御水上的风吹散了 伴随着火焰轰鸣声的 是撤出城外的百姓 在哭 毕竟时间紧张 兵族们勒令他们退出城外时 态度粗暴得很 看到动作慢了 或者意图留在原地不走的 直接就用刀鞘 枪杆劈头盖脸地乱打 打到他们头破血流 好在有一场稍具规模的祭祀 作为补偿 否则 百姓们极有才出虎口 又显狼窝的感慨 当百姓们开始败祭 却又看着自己的家园化作火海 更难免情绪复杂 与此同时 距离蒙林三十余里的广性城外 世界所部大军的营地 原本很平静 可这场将天边染成鲜红的火焰 就像是一颗小石子 在水面饶起涟漪 使各处营地都躁动不安 一位褒衣搏带的老者 站在银杖外头 凝视着西面红色的云层 久久不语 可能是眼神不大好 他看一会儿 明目歇歇眼睛 然后抬起厚厚的眼瞼继续看 也不知云层反射的 是夕阳还是火光 这光芒跃动着 照射到他的面庞上 愈发显得熔岩苍老 虚发稀疏 这名老者 便是近乎实际掌控 半个胶州的大豪墙 是谢氏威艳 是谢这个名字 直到孙刘两家 把荆州的权益瓜分干净 眼光开始投向更南方时 才渐渐被人所知 其实他曾在洛阳为尚书郎 在乌县做县令 更担任交纸太守26年 屈指细算 他踏入仕途整整40年 今年已经70多岁了 是谢去洛阳的那一年 正是桓帝与宦官武侯携手 朱沙跋护将军梁继的那一年 当时天下百姓谈官相庆 都以为当道的豺狼祭 太平治世又可以延续 然而此后 宦官与世人互相攻击 忠书卖官欲绝 而官吏贪报轻逼 使百姓生活日渐艰难 偏偏各地灾难平仍 边疆战士一度波及三府 是谢担心 这样下去 会有什么灾祸波及自身 于是多番活动 终于在中平四年 被任命为交纸太守 得以回到熟悉的故土 远离越来越危险的中原 此后数十年下来 他一方面以朝廷命官的身份 治理汉家百姓 一方面以世世家族 在焦州的影响力 结好千百蛮夷中落 驱使他们为己所用 数十年里 他一点点地扩充力量 终于使世世家族 化身为盘踞在焦州的 庞然大物 可惜 这数十年的耕耘动作 太缓慢了 中原已经天翻地覆 原有的汉家秩序 彻底被粉碎 摧毁 在汉式政权倒幅的躯体上 占起的是更加凶狠 而不讲规矩的割据政权 世世家族的力量自然很强大 他们具有四个郡 可以影响三个郡 直接指挥的各部蛮族 约有五十万人 通过经济手段 拉拢策动的更被知 世子旗号从南海 可以一直走到极南的湖南 灵异等国 尊贵拟于王者 可这样的力量 并不足以对抗北方强权 利浦那边 居尊败得干脆利落 随即猛灵也丢了 世卸心中猜测 或许猛灵这场火 就是放给自己看的 第六百五十八章 余地 我们谁也没想到 荆州人这么快就来 更没想到 他们会不理会广信 而先攻猛灵 想是王金疏忽了 才被敌人所镇 一名身高八尺的昂藏大汉 按刀立在世卸身侧 这时候道 在广信这里 有我南海军万余人 有兄长领来的汉蛮驻军两万人 还有不智的武舍利 之后 两家认真厮杀一场 盛世依旧在我 这条大汉 便是南海太守 是谢的幼帝侍武 郊州乃边比之地 少有氏人 地方家族扩展势力的最好办法 便是努力多生子嗣 比如氏氏 从鲁国迁来妻氏 如今知凡夜茂 上下五氏同堂百余人 只是谢的父亲是次 便有妻子 幼子侍武 比长子侍谢 足足小了四十岁 氏武人如其名 永瀚胆壮 氏谢自己坐镇交旨 而将户口众多 商业繁茂的南海郡 交给氏武 氏武在南海经营二十年 自是兵强马壮 驻守猛龄的王金 便是氏谢派给氏武的副将 王金如此轻易战败 氏武未免面上无光 虽这般说来 鼓舞自己 也鼓舞兄长 氏谢微微摇头 他凝视着夕阳 溅落于山外 暮色苍茫四起而火光依旧 许久之后才缓缓开言 荆州人特意放弃这把火来 你以为 他们会害怕与我们决战 他们是有备而来 他侧过身 看看氏武 说话的声音混住而压抑 倒是王金这司 他在猛灵干了什么 如此行事 是想让你我兄弟 都被荆州当作十恶不赦之贼吗 氏武恶然伴赏 不知如何回答 于是干脆攻身 此番世事起兵 动用汉蛮各部数万人 焦州这边 郡府的掌控力 毕竟不似中原 所以 起兵的时候 就得额外发放赏赐 李平 作战过程中 也难免对辱略屠杀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氏武想了想 自己就放手大略了一回 后来 王金守城 据说 刑事有些磕暴 无非杀了些人 并无别的不妥 若能驱除无惧 控制苍吾和御林两郡 户口上的收获 至少能有几万 眼前死一些隐民 很麻烦吗 氏蟹看得出来 事武虽然攻势而泄 其实并没有将此当回事 终究焦州人物太少了 当年氏蟹收容的 北方诗人数以百计 可这些年 陆陆续续 都启程北返 留下来的成炳 薛宗等 不过一如生儿 非方面之才 而武人当中 屈井 遗料 钱伯等人有些能力 却不能为世事所用 以至于氏蟹派给右弟的副将 只能是贵阳贼口出身的王金 这样的人 稍稍缺乏管束 就会干出肆无忌惮的事来 而氏蟹自己的兄弟背里 亦无出色人才 氏蟹已经算其中佼佼者了 氏蟹对他曾有厚望 可他终究只是个 缺乏政治眼光的武人 在这乱世中 想要扛着整个家族向前 难啊 氏蟹自顾转身 回帐中落座 氏蟹慌忙跟上 殷勤地为掌兄 放下帐木遮风 再将帐中的铜灯 挑得亮些 氏蟹叹了一声 终究是自家族人 总还得尽量提点几句 你坐下 听我说几句话 是 氏蟹对掌兄十分敬畏 当即攻颈落座 中原板荡至今 已数十年了 我却能控制 焦州朱骏 以少量的汉家 依附百姓为基础 操纵数倍 十数倍的 葛禄蛮夷 维持焦州版图 一如汉世 集圣之时 你有没有想过 这是为什么 自然是因为 兄长的雄才 笑话 视线呼噜呼噜地 冷笑了几声 好像嗓子眼里 带着谈 我是厌威 无德无能 哪来的雄才 当年在洛阳时 亲眼见到 英才圣我者 数以千百计 可那些人 现在十有八九都死了 说到这里 他的脸上露出那种 老人特有的怀念神色 那些离世几十年的前人 我说了你也不认得 说个尽的 韩文曰 你可知道 是五岁在焦州 日常与北方商人 往来甚多 这方面的见识不差 我知道 光合七年的时候 我次人诬陷令 在洛阳四处求告 试图某个焦州的 二千难职务 然而因为身份低微 几次求见大将军 何劲儿不得 当时 韩文曰为梁州名士 也在洛阳 我曾与他往来数回 深觉此军气高之远 剩我十倍 后来 他得大将军召见 据说当场 劝说大将军诛灭宦官 结果羽不投机 遂还梁州 师姐笑了笑 之后 韩文曰投入枪湖叛军 数十年间 灰军十万纵横 闯下了赫赫声威 可最后呢 韩文曰的下场如何 事无小心地道 我听商女们说 就在数年前 韩文曰受曹公引诱 与马超反目 之后 势力很快衰退 与玄德工作战 死在了汉中 没错 是些汉手 那么 你想想韩文曰 再想想 逝世的局面 能想到什么 事无猝眉深思 片刻后道 韩文曰与马超决裂 是自若其事 自取其死 兄长能够控制 焦州数千里沃土 是因为宗族其心 事谢浮然不悦 胡言乱语 请兄长指教 韩文曰操纵枪湖 亦如我操纵焦州 各不满意 枪湖叛军势力强盛时 兵威自西海 而至河东 三千余里 屡败大汉官兵 可是 当他站到了曹公的对面 区区树载间 势力就分崩离析 自己身死 而为天下所孝 这告诉我们 大汉虽以日薄西山 却有强权技之而起 操纵异族的乌合之众 若与之相抗 或会得逞一时 但迟早难逃败北 事谢盯着事武的眼睛 继续道 与韩文曰不同 事事的力量扩张 靠的是仰仗北方朝廷体制 而非对抗 靠的是 与北方往来时 处处留有余地 从不将局面 推进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事武把这段话 听得清清楚楚 却并不以为有理 他心中暗道 兄长怕不是老麦昏溃 竟说出此等丧其言语 这档子 是进行到如今地步 本出于兄长的推动 现在他却怕了 真是奇怪 这么想着 他委婉道 兄长 韩岁是贼寇 是叛军 又反复叛卖主军 同伴 以至于部署人心四散 他在先后与曹公 玄德公两家为敌 实属自不量力 难免落得那样的下场 我世家的情形 与他大不相同 或者 不能一概而论 至于您说的余地 那布子山 为了吴侯的势力扩张 才不得不清理一搏 而我世家 他去了掩饰界的神色 勉力把话说完 我们深耕地方 富南土北 进退自如 怎会缺乏余地呢 誓谢暗雅倾效 第659章 被抗 此前天下大乱 群雄并起的时候 如我这种处在边比之人 只要稍稍自意 不随意向中原伸手 自然就有余地 如枪湖叛军 他们在梁州肆意横行 却不该关中去 因为关中是他们 与中原强权之间的余地 如我等 数十年来向南扩张 唯独留了 警铃荆州的苍吾郡 因为苍吾 买是我们与荆州 强权之间的余地 事武微微汗手 这他能听明白 事实是苍吾的大族 论及在苍吾郡的影响力 着实比吾郡 这个外来户强大太多了 但是谢这么多年来 只在交州 南部沿海地区发展 极少主动与吾郡对抗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留着吾郡 这位玄德公的旧友 是谢和荆州之间 就有个余地 双方力量在此周旋回转 纵有得失 彼此都不失脸面 不伤筋骨 可是 事先耐心地等待事武 想清楚 然后继续开口 事武即到 我明白了 韩岁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他在关中纠合不重 而关中又为曹公 所必得的核心之地 韩岁的势力 遂与曹公碰撞 可他无论兵力还是计谋 都远远不计曹公 那失败就成了必然 事武边说边想 可是我们现在围攻苍吾 不正是重蹈韩文约的覆辙吗 可可 兄长 你既不认同 我们能与荆州会战取胜 又为何出兵 发起苍吾的攻势 一口气打了大半个月的恶仗 这 这不是您 自家召来的灾祸吗 是谢倾校 你也太小看我家的力量了 我们若全力发动 广信城巡悦之前就已一手 无惧的脑袋 已经摆在桌上了 何必等到现在 事武吃了一惊 他是事谢的得力臂膀 从前年开始 就隐约听到风声说 事谢与江东势力往来 意图驱除苍吾无惧 这风声足足吹了两年 到今年 终于付诸行动 为了支持这个行动 包括何普太守是一 九珍太守是 黄友 何事武在内地是家 有利人士巨都动员 一时间声势惊天动地 此前事武清领兵马 攻打苍吾郡中各县 也颇经历了几场硬仗 然则 事谢竟说 他并没有权力发动 事武连声叹气 兄长 您的意图究竟为何 我愚钝 怎么越听 越糊涂了呢 我问你 江东图谋交州许久 你知道吗 那是自然 我在南海郡 久闻江东人 屡次攻打江淮而不克 甚至去年 还被合肥守将张辽 以八百人击破十万大军 可谓奇耻大辱 如今放眼四望 他们除了交州 也没什么可攻扩张的地方了 既然江东人想要图谋交州 荆州的势力 就不可能置身事外 对吗 事武慢慢私存着道 确实如此 皆因荆州的势力 早就在交州了 便是无惧 另外 玄德公还受容了 荆州刺史赖公 他们对荆州也有图谋 布局比江东人还更早些 除非孙刘两家有其他的利益交换 否则 他们在交州的争夺 不可避免 事谢微笑汗手 这番话说来 脑子还算清醒 看来事武当了这么多年太守 终究有点长进 既如此 你觉得我们与无惧的对抗 便是孙刘两家的对抗 对吗 确实如此 错了 事谢拍了拍自家的腿 他毕竟年迈 正做了半赏 腿脚有点麻酸 正好用力锤打几下 活活血 错了 孙刘两家乃是同盟 虽然暗中会有竞争 却不至于明面上 撕破面皮厮杀 所以 江东的意图 不只要让我们与无惧对抗 更要让我们攻下苍吾 竟而抵在与荆州对抗的最前线 到那时候 江东则躲在后头 给予支持 说不定 会要我们让出南海郡给江东 而把苍吾作为交换 事武尴尬地点头 兄长明断 之前布子山曾随口问我 是否愿做苍吾太守 弑谢喝了声 以后有这种事 立即报我 休得隐瞒 是 是 弑谢瞪了事武一眼 继续原来的话题 如果我们果然一鼓作气 拿下苍吾 则与玄德公为敌的姿态 至为明显 日后不免要在苍吾郡 这个荆州必得之地 与玄德公的势力 正面对抗 我们的实力欲消耗 就欲要仰仗江东 而江东的力量 则由此 徐徐渗透到整个焦州 是谢陈生笑了起来 而 我又为何要遂江东人的心愿呢 江东人想要往焦州伸手 就要出兵出力 攻取苍吾 我之所以请他们经过灵渠 形成四面围攻苍吾的势头 就是要他们做给玄德公看 就是要让玄德公知道 图谋苍吾的是江东人 而不是我是燕威 可我们又分不诸军 去攻打苍吾各县 荆州军一路南下 已经击破了利浦和蒙林 两地兵马 这难道不是 与玄德公的势力 正面对抗 笑话 我们分派出去攻打各县的 每路多不过两三千蛮兵 荆州军此来 动用的必是精锐 这些蛮蚁与之对抗 与宋死合意 这样几场玩笑也是的战斗 不会被荆州军放在心上的 倒是我们 可以拿着两场败仗 向布子山说说 向他说 说什么 是谢守扶案几边缘 像是武探过深道 自然是说 荆州军已经来了 彼等兵威即胜 而我们诸军阵孔 不敢再战 告诉布子山 若要拿下广信 就请带着那些武设立 今夜 亲自动手 然后呢 若布子山拿不下广信 或不敢动手 我们便留他在军中 稍稍做客 有他在 我们就对玄德公 有所交代 是谢面不改色地道 若布子山拿下广信 斩了无惧 那就更该由他 去应对荆州军了 事务面色甚重 由他去应对荆州军 孙刘两家毕竟是同盟 万一他们谈了个结果出来 而把我们 是谢微笑道 这样的乱世同盟 哪有靠得住的 你放心 无论他们谈成什么样 都不可能齐心协力 先来谋取我们在 焦州的势力 这两家的势力 存在焦州 只会让我们左右逢源 事务竭力动脑 退一步讲 布子山是个有才的 若他真从荆州手里 拿下了苍吾 是谢府长而笑 若布子山 能从玄德公手里 夺下苍吾 那可太妙了 有这位乌侯的重臣 占据苍吾 我们和荆州之间的余地 岂不就从此稳若泰山 有布子山抵在苍吾 我们便可以高枕无忧了 事无恍然大悟 兄长高明 那么 你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我懂了 懂了 我立即去找布子山教苦 第六百六十章 交代 事务一叠连生硬了 转身出外去办 近年来 士谢一来在焦州的权柄兼重 地位拟于益州之主 二来年纪大了 经历毕竟衰退 不耐琐事 所以 诸多具体事务 都慢慢移交给朱棣出面 哪怕布智代表吾侯前来 士谢也只在双方会师的时候出来 与布智会谈 又因为和谱太守是一 九真太守是 黄友 都是雍容书生 只适合留守 此后巡悦对苍巫的围攻 都由士武全程指挥 焦州地广人稀 上万人的军事行动非常罕见 而老对手 无惧更被自己打得犹如缩头乌龟 遂使士武颇生 挥斥巴急的自满情绪 但士才是些剖析形式的同时 提到 围攻广性巡悦不下 正出于他的授意 提到他对士武放纵 王金在地方肆意抢掠的是 一清二楚 甚至还隐晦地提醒士武 不要上了江东人的当 给予苍巫太守的职务 这一番话下来 听得士武汗流加倍 他再度确认了 自家兄长始终掌握局面 从来就不会把大权旁落 自己这个南海太守 在经营交州数十年的兄长面前 始终都如孩童一般 有些尴尬啊 还是老实点 乖乖听兄长的 这么想着 士武一点都不敢耽搁 带了几名布局 策码去寻布置 布置的营地在广信城的西北角 由四五座并排的银寨构成 距离广信城的城墙只有七八里 东面与士武的营地相望 西面就是里水 两个时辰前 一直打着荆州旗号的船队顺水而下 在河道上往来航行威慑 所以 布置知道荆州军来到的消息 比士武还早些 布置的营地抵达交州以后 将营寨修筑的距离广信县城很近 明摆着他丝毫不怕城中守军骚扰或者劫营 这次布置从荆州带来将近六千人的队伍 除了作为核心骨干的一千余江东武设立以外 其余都是在荆州各地起兵作乱的蛮夷 此前 他们曾参与猛攻广信 出动的兵力不算最多 造成的战果却大 在他们负责的这面墙头 无惧所不战死不下数百 有一次甚至打上广信城头 占据哨塔 并在城头的惨烈搏杀中 杀死了无惧的德力臂膀和兄长吴城 若非士士所属蛮不跟进支援慢了 恐怕广信城已经一手 也没有现在这些麻烦事 为何双方动用的都是蛮兵 战斗力却有高下之分 事武一事不解 后来还是士谢的长史诚秉承德书解释道 郊州蛮兵 大都是士谢兄弟 以太守和豪族的身份邀来的 他们保持着原有的不足体系 此来是因为义豪徐帅们想借机抢掠 分一些好处 到了辛苦熬战的时候 自然没有斗志 而不知带来的这数千人 全都是参与荆州叛乱 被荆州军所击败的凶悍之人 他们先在京南厮杀公节 养出了杀性 然后在亡命南下 渴望靠厮杀手段 在岭南争出一个立身治所 仿佛一群恶狼 所以当时谢提出 自家不防叫苦示弱 游布志在攻广信的时候 事务并没什么意义 因为他知道 以布志掌握的实力 想要打下广信固然不易 可他们的力量明摆着 相信战果一定比过去 数日里的焦州蛮兵要丰厚 这时候布志赢了出来 布志身长面兽 骨架很大 年约三十来岁 虽然身上披着皮甲 看起来却不像武人 昔日孙讨逆被刺客所示 年仅十九岁的吴侯 出任陶鲁将军 会计太守 而吴帝人情汹汹 侍奉孙室的众臣 多怀去救之意 连孙室宗亲中也有叛徒 此时 周郎向吴侯举荐了鲁肃 并说 当广求其比 已成功业 吴侯于是短时间内 拔着了大批心境之臣 以构建自家的羽翼 布置便在这时入室 因他是鲁肃的同乡 又是吴侯不夫人的族人 所以 起家即为陶鲁将军主继 这样的亲信职务 后又转任海岩长 布置自已年少名薄 数年后 已并辞官 与狼携诸隔井 彭承严俊俱由吴忠 并铸生名 博得了当时英俊的美誉 当他再度入室 帝位岳生 为车级将军东曹苑 徐州至终从事 成了主长吴侯麾下 终极武官任命 调遣的大力 在后来担任鄱阳太守 是周郎逝世后的继任者之一 自从吴侯数年前谋划郊州 与世事往来接洽的 始终是布置 事武清楚 如果布置 在郊州站稳脚跟 就会成为江东势力范围中 第一个执掌大洲的高官 且不谈世事 是否乐见此情形 只看吴侯对他的亲近信任 无论如何事武 都不能稍有慢待 于是 事武早早地下马 快步奔过去道 紫山 火事了 布置不说话时 脸色很严肃 双唇抿得很紧 似乎心事很重 但一旦说话 语气很轻松 立刻让人感觉到善意 笑话 在郊州地界 再是是眼前 哪里会有祸事 事武记得 自家兄长吩咐 不理他的公围 拉着他的肩膀道 荆州人不在船队上 他们经过利谱 到了猛灵 你看西面这把火 事武拉着布置的肩膀 让他看清楚天边的红光 那便是荆州军 攻下猛灵后放的火 利谱和猛灵两地 我们驻扎了超过四千人 竟没能顶住 荆州军一丁点时间 全都完了 布置皱眉 既如此 燕威功可有决断 事财兄长 怒则我作战不力 痛骂了我一顿 兄长的意思是 既然荆州军已经来了 我军没有能力 也没有胆量 敢与之争锋 但紫山若要做什么 我们愿意摇旗呐喊 以为声援 布置失效 荆州军来了多少 三千 五千 荆州现在还乱着呢 他们没有多少力量 而燕威功一声号令 在焦州疾兵数万步为难事 怎么 燕威功竟不打算 稍稍掂量一下 他们的分量 事物溃然长叹 不成 不成 来实路上 他已经想好了说辞 当下到 布满子山 蒙灵那边倒也罢了 利谱那边 屈尊战死了 屈尊 便是灵异国主屈魁的亲弟 他在焦州 是数一数二的大豪强 许多焦州蛮夷 都以他马首是瞻的 可他这一死 我这边的诸都蛮部都乱了 事物面露南色 紫山 那些蛮部首领 各自都是有实权的 他们不愿再战 我兄长也无法逼迫呀 好吗 任谁都知道 你事事是焦州的头号豪强 驱使蛮部一如反掌 如今为了B站 把这头衔让给驱使了 驱使若有如此威望 当日我图谋焦州的时候 还有视线老什么事 不知似笑非笑地看着事物 而事物讲着讲着 自家也觉得 说服力大大不足 于是声音越来越低了 我明白 燕威公的意思了 当两人之间陷入平静 不知轻松地道 吴侯从不让朋友为难 更不会让朋友吃亏 燕威公尽可放心 荆州人来了 自由我去应付 以前答应燕威公的种种 绝不会因为荆州插手的声变化 这样可好 如此甚好 事物大写 这样 我也好向兄长交代 第661章 钓鱼 上 事物匆匆离去 不知站在原地 向事物微笑着挥手 直到骑士们的身影 消失在暮色中 他才伸错眉头 叹了口气 在他身后 有夹士问道 府军 不知道 荆州军府的反应太快了 数月的筹划准备 竟不能稍稍拖住他们的脚步 哎 有这样的盟友 真是可畏 然则 我们要按照事事的意思 去和荆州军对抗吗 那贾士问道 听的声音颇显稚嫩 竟是个少年人 不知邪逆他一眼 怎么 不敢 少年见梅易扬 荆州军去年苦战折损 今年又遭逢金蛮叛乱 四处评判 能有多少人来 府军果然有意 我们就在广兴城下击破他们 也无不可 不知摆了摆手 示意他不要多说 少年人有少年人的锐气 这就很好 但这些得失分析 早就再不知脑海中 转过千百遍 攫取交州之势 江东已经筹谋数年了 最初时 江东于赤壁战后 乘胜攻去荆州各地 在京南掌握了大片土地 和几乎全部水稻 那时候布置南下交州 从零零 贵阳两地皆可通行 全无阻碍 可惜后来 孙刘两家重定盟约 吴侯失去了大半个荆州 只保有长沙北部 和小半个江夏 于是 交州一时变成了 渴望不可及的地方 但局势的发展 又逼得吴侯 越来越忠义交州 何也 皆因玄德公的力量 由公安而荆州 由荆州而义州 由义州而汉州 直至以梁州为羽翼 虎市观中 这也发展得太快了 赤壁战前 孙刘定盟 刘备的身份 基如一克江 曾经单个前往拜见周郎 战后刘备的势力 虽有扩张 但官 张在攻打江陵过程中 都受周郎驱使 大体仍然保持为 无侯腐弊的姿态 然而 这样的扩张 竟然一直 就持续了下去 两年前 前双方重定盟约的时候 孙刘已有并驾齐驱之事 带到刘氏跨距禁一两的大洲 狠狠地赢了曹公两场 可怜吴侯征战十载 都没能拿下江淮大地上的一个小城合肥 到去年 局面已经发展到 曹公派遣使者去往江东 意图封吴侯为公 猎土分毛 以分刘备之事 这对吴侯来说 当然是个借以牟利的机会 子虞之前专门去往汉中 就是为了此事 但吴侯会高兴吗 曹公前使这件事本身 就证明在曹公眼中 吴侯的地位已如马超 刘备才是真正的对手 姑且不论当日 周郎和子敬兄 盘算的南北两分 赤壁战时 刘备 孔明之流说好的顶足之事呢 江东这个族 莫非越来越无用了 天下局势欲是明朗 欲破的吴侯必须有所举措 就算不谈大局 吴侯若不能为江东上下 攫取到实际利益 又如何使江东人心服口服呢 于是便有了这场对焦州的攻势 明知吴侣是玄德公的老友 是荆州在焦州的代理人 几方依旧决心斩杀吴侣 控制焦州 为了分散荆州军的注意力 还在京南各地掀起了阵阵叛乱 但有些事做就做了 总不能拿到台面上来 公然陷于人前 依靠一些小伎俩 让刘备势力吃个闷亏则可 真要在战场上与荆州军对决 那是逼着孙刘两家决裂了 我不子山又不是傻子 怎么会去点这把火 当然 不知也明白是泄的难处 随着天下三分的趋势 渐渐明朗 处在刘 曹 孙三家之间的诸多地方势力 面临着越来越艰难的局面 而这种艰难 并非指在军事或政治上的压力 相比于混乱的中原 地方势力所处的边边角角 总是相对稳定的 相对稳定的环境中 无论合作 对抗 得 失 乃至风险 都容易计算 可一旦相对稳定的局势被打破 诸多外界强大势力 立即牵扯入来 变数就大大增加了 更不消说 这些外界强大势力 彼此又关系复杂 或敌或有 于是 变数更增多到了算不清 也摆脱不了的程度 只有具备超群的指挥 和洞彻全局的眼光 才能确定什么样的判断正确 所以 布置清热地拍拍少年夹式的胸膛 敲得他的铁甲 砰砰作响 书五啊 让咱们的武设立做好准备 有你建功立业的时候 少年夹式亢奋的大声道 是 布置本人 则往营中快步走去 随手召来一名亲信护从 那一位 在营中可安分吗 护从道 安分得很 整日里吃 睡 念诵经文 我看他好像 好像还胖了一圈 立刻请他来 嗯 是请他来 客客气气地请 遵命 与此同时 荆州军在蒙林的营地 已经大致营建完毕 本来可以更早些 因为不久前 马带领人赶到 所以 临时扩建了营区 额外消耗了一点时间 除了必要的职守人员 朱军都已经歇着 等着吃晚饭 广信城周边 盘踞着数以万计的蛮兵 还有江东人的身影 除漠其间 明日或许有一场恶战 这会儿 需得好好续养精力才行 这次随同雷远和观平南下的 都是真正的精锐 所以 并没有人特别紧张 也没人特别亢奋 许多人舒舒服服地坐着 竟等着火敷埋锅造饭 看着吹烟鸟鸟升起 在从容不迫的态度下 赫然可见强大的信心 雷远按照惯例 巡视各处营地 与将士们聊几句 吹一些牛 看看他们吃的 住得可好 再者返回中军帐 沿途见夕阳西下 眷鸟归巢 江面上的暖风吹来 温热一人 雷远不禁伸了个懒腰 问左右道 关将军去了哪里 是才竟没见他 留守中军的李真盲答 关将军与赖公事 才曾结伴来 见您不在 又走了 他们说 打算去钓鱼 如您有侠 请一起来 钓鱼 雷远一时哑然无语 说来有趣 雷远身为奋威将军 按照序列而论 是荆州军中 仅次于关羽的重将 但他自从到荆州以后 常常被玄德公指派 单独负责军事行动 极少与荆州军 协同作战 此番南下交州 随行有关平 赖公 竟是他头一回 真正执行荆州军府的命令 与荆州文武配合行动 这一路上 雷远对关平的了解更深了 对这位玄德公员 从部下里当之无愧的二代领袖 他不仅欣赏 简直有些佩服 佩服的地方不在于军物 关平的性格缜密细致 对军中 细物的熟悉程度 不在雷远之下 对治军也有自家的一套手段 那倒也罢了 关键是 关平的性格很好 他是那种天生有人缘 有亲和力的人 关羽性格刚傲 除了玄德公以外 谁都不服 在坐镇将临时 常常言语无礼 使同僚下不来台 比如潘迅 雷远就隐约感觉到 他对关羽近而远之的态度 此前 雷远就听马素说起 这些年来 全靠关平以关羽长子的 身份人前人后的周旋 才维持着场面 雷远与关平 刘峰 霍骏等人 曾经并配出游 当时并没特别的感觉 所以听过也就罢了 此番南下才知 马素说的一点不错 赖公在荆州多年 始终是个 无知无权的冷门人物 雷远此前不认的他 关平明显也和他不熟悉 但是 一行人成州南下 这才几天 关平与赖公言语相对 渐渐亲和 到这时候 已经如多年好友一般 说不定 明日就要作战了 这两位居然结伴出游 去钓鱼 雷远有点吃惊 想了想 又觉得并无不可 于是道 他们在哪里 我去看看 当下雷远又从中军出来 刚走了没几步 黄轩满脸喜色 一溜小跑接近 将军 将军留步 他大声喊道 第662章 钓鱼 中 雷远走过去 扶着黄轩的手臂 公寓 这么急匆匆地作战吗 黄轩看看左右 低声禀道 沙漠科来了 什么 雷远略微吃了一惊 此番江东图谋交州 重要一环便是策动 金蛮叛乱 由此牵制金州军的调动 并堵塞 无惧求援的渠道 而在这场金蛮的叛乱过程中 原本应当轻负于 护金蛮校尉 主动与叛乱蛮部 敌对的各部疏哨及时应对 连个有效通报敌情的都没有 其中几名地位较高的蛮夷取帅 还被当成了行刺雷远的掩护 何以如此 自是因为江东谋划深沉 处心积虑 但也有一点非常重要 那就是作为蛮部中 最坚定不移 站在护金蛮校尉一边的 五系蛮王沙漠科 在叛乱发生之初就失踪了 与他一起失踪的 还有热衷于 往蛮部传教的五斗米道师君 金州至终 从事张鲁 蛮部的组织 毕竟粗糙 沙漠科号称蛮王 其实部下并没有关押 鼠立 他只是以一个 较强盛部落取帅的身份 统领其他零散各部取帅 金夫 债主 洞主罢了 故而沙漠科忽然失踪 他的整个部落 瞬间变成一盘散沙 过去这段时间里 雷远曾下了不少功夫 去探查此君下落 以图对症下药 用较小的动静 解决蛮部叛乱 最好不必 把自己的手伸得太长 同时也有人担心 沙漠科 是不是已经被蛮中的 巫人们杀了 好几名部署 都向雷远建议 若沙漠科真死了 雷远就该赶紧收编 五溪蛮部 以免这些部族 被他人吞并 然而这些探查 全都没有下文 只知道 五溪蛮部曾突发战斗 随后 沙漠科和张鲁就不见了 雷远也最终 等不到下文 当越来越多的迹象 指向江东人 或有图谋 他便与关平一同领兵 直接南下交州 谁能想到 这位老朋友 竟会突然出现 不要升仗 带他来中军仗见我 雷远立即吩咐黄轩 又转向李珍 你去告诉关将军和赖公 就说 我这里 嗯 有条鱼游回来了 两人应命而去 烧清 中军仗门一掀 黄轩带着一人入来 雷远见了 不禁愕然 蛮王 蛮王 你这是从何而来 为何做此等打扮 沙漠科出见雷远时 虽自称蛮王 却身披破衣烂衫 狼狈得很 但他对自己的蛮王身份很看重 随着与汉家的交流 渐渐密切 他常常沉迷于奢弃华丽的遗仗 并努力在部落中 推广汉家的衣冠制度 以至于为外人所孝 可在雷远看来 沙漠科乃是大智若愚 他推行使用种种遗仗 衣冠 归根到底 是为了在组织松散而落后的蛮部中 渐渐明确上下之分 渐渐加强蛮王的权力 并以蛮王的治权压倒士族血缘 和乌袭之流洗脑的影响 为此 沙漠科真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他长头戴高官 身着华服 腰配长剑 摆出一副汉家贵人模样 甚至说话 也特意用上知乎折掩 显得文周周 这一套东西 落在正经汉家世子眼中 其实不堪入目 但雷远素来称赞沙漠科的威仪 人前人后都加以鼓励 不过 这会儿的沙漠科 通身坐着黄色的短打装扮 额头上缠着长长不惊 还把心爱的胡须剔了 整个人形象大意 若非雷远与他熟悉 简直认不出来 而这一身 既不是什么汉家高官贵胄的打扮 也不是金蛮的本来福色 而是五斗米到信众的衣着呀 张鲁的那套东西 用来蛊惑寻常 麻衣道也罢了 难道沙漠科自己真信 听得雷远发问 沙漠科看看自己这身服饰 先露出几分嫌恶表情 随即又转为信心 雷将军 我是从广信北面 江东人的营地来的 过去这阵子 全靠了这身衣服救命 雷远心中一动 请沙漠科落座 亲自为他端来凉汤 蛮王 请细细说来 自从张鲁来到荆州 常常游走于蛮部 试图在蛮中传教 此举雷远是同意的 他希望借助五斗米到的力量 教导蛮部民众 遵奉朝廷政令 此时 沙漠科的蛮王权威健重 与蛮部中 根深蒂固的乌习势力 有所冲突 于是沙漠科也格外优容张鲁 想依靠张鲁的宗教组织 来对抗乌习 于是 沙漠科与张鲁两人 欲走欲静 以至同时同情 今年初时 因为蛮部各地 都有捉鬼 放鬼的乌挪习俗 张鲁遂劝说沙漠科 办一个规模盛大的 五斗米到斋教仪式 依照上仙百鬼赵路的记载 幻影诸多神将 天兵 公曹 借以显示道法高深 他又答应沙漠科 在这斋教仪式中 将沙漠科的身份 粉饰为某位神将下凡 听到这样的好事 沙漠科顿时来了精神 早早换了 身无斗米到的历史服 参加了数次排练 所谓历史 在太平道 无斗米到中皆有 战乱时候 这批人常常被用来 冲作厮杀搏斗的主力 其实 最初的作用 乃是在先师 教主施展神妙法术时 暗中配合 也就是后世魔术表演时的助手 沙漠科出当此任 被张鲁传授了好几样 看似神妙的小手段 顿时沉迷其中 于是兴致勃勃地 陪着张鲁筹备摘教 真把自己当作了一名利士 谁曾想到 某日里忽有一只精兵 借着某步精蛮的掩护 杀入深山 突袭了沙漠科 和张鲁驻足的寨子 正在年节欢乐放动的时候 众人无备 沙漠科的亲近部下们 瞬间就被屠露一空 而张鲁则被抓住了 从这只兵马的嘴里得知 他们是江东来的武社里 此行的目的是要杀死 清静荆州的蛮王沙漠科 然后掀起针对荆州的叛乱 至于张鲁 毕竟有个荆州 至终从事的身份 当年也是雄聚一方的大人物 江东人便打算拘着他 看情形 慢慢决定他的死活 然而江东人 竟没找到沙漠科 突袭时 杀得痛快 沙漠科的亲近部下们死光了 没出问去 他们转去询问张鲁 好在张公旗见多了风浪 镇定得很 当时便一问三不知 他又诚恳表示 自家是丧家之犬 去哪里都是一样的 若有机会为江东效力 也无不可 只求江东的诸位手下留情 饶了自家这几位亲信力士 张诗君如此之趣 江东人倒也不好意思慢胆 于是便允许张鲁 与几名力士同行 当然 其中也包括了一名 年约三十多岁 相貌有些凶恶的蛮人力士 说到这里 沙漠科长生叹气 吕起袍扶给雷远看他的后背 我半路上试过逃跑 结果被抓了 打十几遍 第663章 钓鱼 下 在之后数日 沙漠科便老老实实地 扮演他的历史 跟随布置南下的 有许多蛮兵 其中会有任的五西蛮王的 然而一来布置 甚是看中张鲁 将他勘押在江东 武社里的营地中 布使他与蛮夷交通 所以沙漠科很少与其他蛮兵照脸 二来 沙漠科为了那场摘叫去了虚 换了装 外观变化极大 纵有撞见他的 也难以认出 于是竟被他一路蒙混到此刻 只不过 张公其虽得优待 他的部署们却没捞着好 沙漠科这一路上 着实吃了不少苦头 连饱饭也没吃着几顿 雷远连声抚慰道 蛮王此举 倒让我想起汉家的一位英雄 他将韩信兽胯下之辱的故事说了 又道 可见 凡是要做大事之人 都要经历苦难 忍人所不能忍 蛮王 你能如此 日后必定会有极大的成就 沙漠科两眼转了转 虽知道雷远虚言宽慰 也挺愉快 哈哈笑了几声 然泽 蛮王 你如何脱身呢 又如何能到这里 沙漠科端着凉汤 咕咚咕咚喝了 并没有脱身 我来此 乃是江东人的首领布置 与张公齐谈的安排 怎么讲 今日你兵道 猛林的消息传来 围攻广兴的各部兵马 都很害怕 娇州当地有个汉人大渠帅教士谢的 这人你知道吧 知道 知道 蛮王你继续说 这个是谢派了他的弟弟 给江东人传话 说他不愿意与荆州对抗 请江东人早做决断 于是 布置又找了张公齐来 让他遣人给雷将军你传话 沙漠科拍了拍自家胸膛 得意地道 张公齐就说 我布下这个历史最为机灵 又认得雷远 于是就让我来了 布置请你对我传什么话 布置说 新闻奋威将军来此 想来江州局势很快就能安定 而孙刘两家分属同盟 彼此之间 不值得因区区边比之地闹得不愉快 大可以找到共同的利益所在 请雷将军稍安勿躁 明日他会给出一个 让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沙漠科一板一眼地说了通 大概是专门背过了 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雷远昼梅重复一遍 焦州这边 原本平安无事 孙刘两家的势力都不深入 只靠着与各地商业上的往来 赚些钱财 是江东人难以贪欲 才生出许多的事端 引发现在的军事对峙 结果不知现在说 什么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他疯了 因为金蛮暴动 荆州各地的人丁 物资大量损失 甚至有县令 县长死在任上的 地方治理困难重重 也不知一年半载能否消停 这样的事情 荆州方面怎样才能满意 吴具是玄德公的老朋友 当日玄德公逃离心野的时候 一度想去依附吴具 以保性命 后来 吴具又几次三番 前十往荆州贡献 事已公顺 如今 玄德公左雍精益 自家老友 却遭自家同盟的攻击 左将军大司马的颜面 又何在 如果连成心归父的老朋友都保不住 左将军 又何以轩人得于天下 毕竟 煞摩科辛苦前来传话 本人是个不相干的 雷元忍了忍 没骂出 荒唐两个字 他客气地问道 蛮王 布置的说法 我们知道了 你有什么安排 既然脱身 是打算回荆州去 还是暂且与我们一同 沙漠科摇头道 那都是后话 不急 咱们军营里 可有擅夫 刨人 自事有的 让他们炖个烂羊头 或者烤一头猪来 我要吃点好的 压压惊 雷元笑道 必不会亏待蛮王 放心 当下雷元 请人去准备食物 沙漠科讲到一半的时候 关平 赖公和黄轩 都已折返回来旁听 这时候 雷元的询问告一段落 黄轩便接替着 陪沙漠科闲聊几句 他两人也是老搭档了 嘀嘀咕咕的 言语说不完也死 雷元转看关平 赖公 但要说几句 赖公愧叹一声 任景先生 也觉得 不知所言不妥吗 雷元问道 哎 我是可怜世世几代 人数十年经营 以为可以厚积勃发 然而 今夜之后 就要复亡了 什么 雷元吃了一惊 关平笑道 试谢自以为 能与我军抗衡 其实并无一战之力 如今 江东既已服软 明日会战 我自当取下试谢的首级 今日在利浦 猛林两地 剑公的都是雷元的部下 关平此番带来的 也有精兵猛将 自不愿雷氏所属 专美于钱 关平这么说 是想要预定 明日作战立功 但赖公说的 和关平所想 根本不是一回事 雷元脸眉思蠢半赏 也觉得 布置着说法 看似平和 实则带着腾腾杀气 可是 他迟疑道 且不谈他们 辱何做到 这么做意义何在 他们这就算 对我们有所交代了 关平愕然地问 你们在说什么 赖公摇了摇头 江东人哪会再给我们的交代 对他们来说 出兵 交周所图 只有实力 如果从无惧这里 拿不到想要的 那从事谢手里拿 也是一样 这 当雷元等人 静怡不定的时候 布置揽着 士武的手臂 亲热地低声道 我说过 荆州人来了 自由我去应付 哈哈 今夜我先拿下广信 砍下无惧的脑袋 明日便让荆州人 无法可想 布置所处的位置 在广信城东面 靠近士士本营 所在的一片开阔地 数百名武设立 全副武装 借着月色列队在前 做好了出击的准备 在他们的正前方 正是广信城一处 坍塌的城墙 过去数日里 蛮兵轮番猛攻广信 虽然没能落成 却将作为城墙的 高大木栅 推倒了好几处 这一处 便是城墙损坏 最严重的地方 足足十余丈宽 无惧遣人 在木栅后头 在立木墙 但高度和强度 都有欠缺 士武赞叹道 紫山 你这勇猛镜头 着实叫人佩服 布置微微汗手 他往后看看 发现世事的许多将校 都在迎寨前方 探看局面 毕竟江东武设立 这些日子 还没有全军出动过 对这只江东金锐 世事上下都很好奇 小半个时辰前 布置忽然遣人通报 已经下定决心 也已经找到了 城防的破绽所在 他要连夜攻破广信城 以继承事实 迫使荆州人俯首 又说 打算从广信东面的 城墙缺口 一举突入 世事所部只需做官 江东的应对策略 如此猛烈 倒让世线 吃了一惊 他与无惧是死对头 自然没有阻止的道理 于是 布置便领着签名武设立来了 实实然 再试试大营 正前方李许 做好了进攻准备 第664章 歌草 毕竟无惧是正经的 荆州军将出身 纵非杰出人物 领兵守城很有一套 以致蛮部重军 围攻广兴寻跃不下 现在布置说 能一夜破城 实在让世武 有些难以置信 世武在世家兄弟中 长期负责军事 虽然精力局限于 征伐交州蛮部 但通过旅人的转述 听说过很多 中原敖战的故事 此前布置参与 攻打广信时 他恰好领兵 去攻打广信周边诸县 不曾目睹 于是 这会儿好奇地 跟在布置身边 打算看看 江东精锐的表现 通常来说 哪怕是盟友之间 也不合如此 贴近观察用兵 但布置倒是好脾气 微笑着对视武道 怎么 吴兄想要随我军 一起行动吗 事武摸了摸胡须 客气地道 我自幼喜欢武刀弄枪 所以 兄长常常只派我领兵 可惜多年来 没什么长进 所以 我想跟随紫山 一同入阵 也好见识见识 江东的胜利 学点本领 不知 是否可行 换了数日前 事武断然 说不出这样的话 今日 荆州军 以三千多人难来 沿途击破 囤积重兵的利谱 猛林等地 势如破竹 全无分毫组织 这才使他明白 北方强权的兵风 何等锐利 由此 他更想搞清楚 江东吴侯仗下的 武设立精兵 又当如何 吴侯果然是能以之 与玄德公对抗的力量吗 不知哈哈一笑 这般说来 这一仗若打不赢 我可就羞愧得很了 不至于 不至于 江东有如此精兵 必定马到攻城 不知点了点头 非我自吹自擂 这只武设立 的确是江东精锐 虽知千余人 敢当万军 说着 他向事武 做了个邀请的手势 我们入阵观看 武设立 是个荣誉称号 其实不是李 而是吴侯仗下的 一支精兵 昔日 吴侯随兄长渡江 在曲阿一边读书 一边招募侠士 门客 后来他出任 杨县长 以门客中 骁勇战斗者 编为力源 虽有武设立之名 十多年来 最初的那批武设立 陆续都被提拔为军队的中间 但以武设立为名的这支部队 始终保存着军事的装备 待遇等同于武校 誓谢之所以决心向苍吾进攻 也是因为江东潜出武设立协助 足见必得的决心 此时布置 邀请入阵 事务精神一阵 走到近处观看 他们的衣着装备 虽然名为武设 其实并非只配备箭矢 这些将士们 身着统一规格的炸甲 头戴铁盔 腿前协议着 勾箱或木盾 他们中的半数人 手持缓手刀 背负着长弓 令半数则手持长弓 腰间旋着刀 仔细看看 很多人腰间 还额外带着短刀 手紧 显然 他们都是同时精善 多种武器的好手 按照战事发展 随时可以更换武器 普通士族能 做到这一点 很不容易 何况按他们 数十数百人 持弓刀的姿势 如一 绝对经过 非常严格的训练 只见这些将士 个个都惊勇飘悍 事武是有经验的武人 与他们眼神交错 便觉杀气生腾 异常凶狠 事武心中一领 他顿住脚步 稍稍观望武设立的布阵 只见所有人密集排列 正对着广信城 时已深夜 上千人的队列中 无数松明火把高情 引人注目 何况兵力调动 难免引起营地躁动 这时候 广信城中 已经有所反应 不少守军 吵吵嚷嚷的上城 城头的火光下 有人开始 往这个方向 指指点点 紫山 城中已经发现 我们动向了呀 事武忍不住道 布置只微微点头 却不答话 过了会儿才问 威艳公想必 就在后头观看作战吧 自然 事武以为布置准备行动了 连忙到 兄长就在中军关站 另外 还请人准备了一些薄礼 紫山若能破城 当场就有仇线 布置 向身边落后半步的 少年夹士吩咐道 可以动手了 少年夹士 强然抽刀 武设立队中 几名士族高声 吹动号角 布置翘无声息地 往侧面让开几步 事武漠然发现不对 下意识地伸手按刀 紫山 你要做什么 广信城在前头 不在后头啊 少年夹士纵身向前 双手握持长刀 向上刺激 刀尖从事武的胸口捅进去 一股作气地刺穿皮肉骨骼 从后颈透出 因为气管被切断 事武发不出声 只能疯狂挣扎着 带动弯入体内的长刀 左右横切 瀑布般的鲜血 顺着刀脊向下 流到少年夹士的手上 浸湿了袍袖 再哗哗流淌到地面 少年夹士探出 左手抓住事武的发迹 右手抽刀出来 他在事武的耳边沉声道 杀你者 乃吴郡孙叔武 这少年 正是孙氏宗族中的后起之秀 威寇中郎将孙和之子孙桓 温热的风轻浮 娇周的春天暖意盎然 而孙桓横刀割下事武的首级展示 军中杀气冲天 西北面江东军的迎寨方向 隐约有呼嚎之声传来 孙桓身侧数十人一起动手 数十把还手刀 纷纷劈砍向事武的护从们 护从们几乎瞬间毙命 唯有一人身上中了两刀 眼眶还被插了一刀 却竟然不死 只惨叫痛呼 满地乱滚 孙桓提刀一指 历史有人补刀 取了他的性命 在后方低试试营地中 许多人本在眺望军情 以为可以看到老对头 无惧就此授手 谁知风云突变 杀戮就在眼前发生 怎么回事 杀人了 杀人了 不要慌 不要急 再点火把 让我看清楚 看什么看 是南海被杀了 不好了 营地中的无数将士 屠夫 门客 蛮夷乱作一团 彷徨失措 上千江东武设立 一起转身 密集的阵型不变 突击方向 却成了逝世的大营 他们半数人就地张公 箭与铺天盖地而出 逝世营地 正前方观战的人 一片片 一批批地剑倒地 就如荒草 被镰刀割断那样 少数反应快的 就地趴扶 滚倒 或者用同伴的尸体 作为掩护 或者试图闭合债门 顶过这波箭语 随即厮杀声席卷道 数百把还手刀狂挥乱舞 将他们砍成肉泥 数百名顶盔冠甲的武士 仿佛发狂的兽群 突破了寨门 向大营纵深方向 视线所在的中军位置 江东人叛变了 营地 营地里的人猝不及防 直到一口气死了数百人 才渐渐反应过来 然而深夜中 想要聚兵迎战 哪里是一声令下能做到的 大部分人只能瞠目结舌 破口大骂 有人鼓勇上去迎敌 立时就被斩杀 更多人撒腿就跑 第665章 成败 布置整队的时候 是谢就站在两个时辰前 教训事务的营帐外面 晚间的风 让他觉得有点冷 所以 额外劈了件熊皮的大厂 之前有护从 在帐前的草地上排了座席 请他坐着看 但是谢拒绝了 他说 站着能看得清楚些 其实他年纪高迈 精力虽然绝朔 眼神因为年轻时 屏逐阅读的缘故 已经很不好 隔着数百步的距离 他只看到松明火把的光芒 有时星星点点 有时连成一片 他只是有些激动 不知怎跌 坐不下来 他俯着膝盖 眼神从前方对立掠过 再看看黑沉沉的广性城 心里想到 苦心经营了数十年 虽然慢了些 总算将到收获的时候 其实 无据本人并不足据 此人终究只是个武夫 没有连横合纵的本事 在焦州那么多年 始终局促在苍吾一地 而被世事兄弟牢牢压制 关键是他背后的刘备 但既然江东愿意动手 那刘备也不足为虑 只要江东人占据苍吾 在荆州 焦州之间打下一个蝎子 我是威艳 就可以从容回首去对付灵异 福南等国 和隔海相望的朱亚郡 只要把这些地方都平定了 把那群蠢蠢欲动的 蛮夷首领 朱砂干净 我再以汉家制度立之 修道桥 潜留官 招府荒散 焦州虽然荒僻 盛师户口不下八十万 只要将之妥善运用 足以如汉石未驼 自帝齐国而与汉抗衡 只要江东人拿下苍吾 苍吾是焦州最大的一郡 更是焦州南方各郡 珍奇货品运输 向北的集散中心 控制着到贵阳 到零零的交通要道 谁占据苍吾 谁就能够做地分财 卷取巨额利益 而江东人的贪婪 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放弃这块肥肉 世纪有绝对的信心 他将熊皮大肠拢了拢 轻声问道 布置动了没有 这几年他眼神愈来愈混沌 但为了彰显尊严 他不愿将之表现出来 于是安排了一名机灵的护从 跟随自己 随时提醒周边发生的情况 这护从也世事士族人 连忙答道 布置 再和叔父攀谈 叔父跟着他们往队列中去了 世纪微微皱眉 若非领男缺少人才 他真是一点都不想再给事务机会 你此前去联络布置 名为诉苦 实则逼迫 现在 布置虽然退让 研知他们会不会闹出什么花样 事务你只要领兵在一旁监视就行 与他们走得那么近作甚 正想到这里 护从惨叫一声 怎么回事 世纪立声贺问 布置的手下 把叔父杀了 什么 你说清楚 不要喊 江东人调转方向 往我们的大营杀来 江东人渐如雨下 来得凶恶 哎呀呀呀 那护从完全没注意世纪的贺令 他大声嚷着 紧张的声音都走了掉 与此同时 前方营地处 剧烈的喊杀声响彻夜空 世纪立声道 玄成吗 让他带人去问清楚 究竟怎么回事 他的次子 世辉自玄成 世纪此次来到苍吾 留了长子世心在交职 而以次子世辉 带领清兵本部随行护卫 世辉刚才就在中军 世纪明明见到过他 可现在众人震恐的时候 中军前后一片鼓噪 世纪连声大喊 喊声被许多人的呼嚎遮掩了 他找不到自己的儿子 高粮兵呢 让高粮兵前去顶住 世纪又喊 可是周边一团混乱 就连他的护从也在继续狂呼 哎呀呀 江东人杀来了呀 郑校尉迎上去了 郑校尉死了 田校尉在指挥防御 哎呀 江东人杀死了田校尉 蠢货 住嘴 世纪对他道 可这护从大概是惊慌过度 还在喊 世纪拔出剑 双手握着剑柄 向他的大腿刺过去去 这护从熬了一声 瞬间就安静了 少了一个狂呼乱喊的 周围也安静了一些 世纪弯着腰 剧烈地喘着气 竭力平复呼吸 他喘着道 别慌 我们兵多 巨龙起来 可以打退江东人 说着他试图抬头 看看前方动向 然而刚起身 几只箭矢飞来 显显擦身而过 江东人已经击破了 大半座营地 逼近到中军了 另一名护从担心 世纪重剑 猛地窜到世纪身侧 大喊道 宗主 我们顶不住的 赶紧走 我们逃命吧 世纪正在犹豫 忽然 这护从身体一沉 歪着倒在世纪身上 世纪用力将他推开 只见他额头的侧面 中了一剑 箭头直贯入脑 已经死了 同时中剑的 还有好几名护从 世纪已经看到了 江东人凶恶的脸 除了极少数 忠心护从以外 中军帐周围的人们 如退朝般惊慌的后退 整座大营也崩溃了 大营中的士兵 很多都是焦州蛮 素来缺乏指挥和组织的 世纪能将他们聚拢在一起 已经费了很多功夫 这时候 大批蛮兵从营帐中奔出来 根本就没和江东人接战 就已经失去了 营姬抵抗的信念 在黑沉沉的天色中 他们全无队列 一六烟的往远 离江东人进攻的方向狂奔 像是被猎人追击的 鹿群那样轰然而散 这时候 营地西北面也乱了起来 那是留在江东人营寨中的 荆州蛮兵杀到 荆州蛮兵 砍杀 营州蛮兵杀的血流成河 又一名护从焦急地道 威燕宫 我们走吧 另有数人从帐中取来铠甲 打算为视线披上 他们七嘴八舌地道 夜间昏暗 江东人没办法追击 我们只要往山林中走 必能脱身 然后 往南海去 到了南海就有办法 江东人既然突然发难 就一定还有后手 这场突袭 不会那么简单结束的 视线非常清楚 自己失败了 而且是一场出乎预料的 彻头彻尾的惨败 数十年的经营 看来 今夜就要毁于一旦了 成败之间的转变 何其神速 成者自然为王侯 败者呢 这一场失败之后 世事将再没有纠合 蛮不得威望 无论江州局势如何发展 世事都已经失去了 独立的底气 需要谋求的 就只是保全宗族罢了 这样想着 他反倒冷静了下来 他半蹲在中军的栅栏边上 对护从道 何况 我年近八十 那还有奔驰 亡命的能耐 与其死在沟壑之中 不如就在这里 可是 护从目字剧烈 但要再说 是谢制止了他 江东人杀到此地 总还有一会儿 有些事 须得另做安排 你莫要浪费我的时间 众人听他语气苍凉 无不敢挨 有人顿时哭了起来 是谢随手指了一人 你到后帐 把我床头放置书信的黑色漆霞取来 那护从立即去了 是谢又指令一人 你去南边第三个营帐 营中应该有几个被锁着的人 立即带他们来 第666章 探查 猛林 荆州军赢中军杖 听闻布置竟打算向世事兄弟下手 诸将无不吃惊 这时候 将士们大都歇息 但中军杖反倒有些热闹 除了雷远 关平 赖公等人 他们的部将得到消息后 也陆续聚拢来 丁凤已经睡下了 被部下叫醒 他一边系着衣袍 一边低流着还手刀赶来 劈头散发地大声嚷道 敌军内讧 是好事啊 沙漠科呢 让他给我说说 因为人多 账目低垂 空气不畅 护从们把簪子全都掀开了 丁凤的叫声 在夜空中传出老远 关平向丁凤示意 让他略微放轻些声音 不必着急 前方军报 很快就会回来 还要等什么军报 丁凤愕然 他压低声音对雷远道 将军 如果真让江东人击杀嗜泻 整合了世家的力量 恐怕更加难以应付 要我说 咱们莫辞劳苦 连夜出击 给江东人一个狠的 整个焦州就平定了 雷远还没言语 黄轩叹气道 成渊 你先把自家头脸收拾一下 再动脑子想想 若江东人怕 我们插手 何必要派人来通报 这 丁凤是好勇轻飘之徒 陡然听说敌人自乱 不免热血冲头 但他反应很快 被黄轩提醒 历史觉得有些古怪 公寓的意思是 江东人竟是特意提醒我们的 他们根本不怕我们乘机插手 布置的原话是 请雷将军稍安勿躁 明日会给出一个 让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这话冒四千功 其实强硬 分明是在告诉我们 虽然江东无意与 荆州军正面对抗 却有信心 在一夜之间 抵定焦州的局势 窃取到江东想要的利益 丁凤冷笑一声 而黄轩继续道 按照适才蛮王所说 此刻围龙广性 低势势所部 有南海 焦旨 和普三郡的 军兵五千余 还有赵又来的 焦州蛮兵 大约两万五千人 甚至更多 而不治所以仗的 不过五设立千人 蛮兵三四千 兵力差距如此悬殊 他们敢放这大话 必有非常手段 我们如果贸然插手 万一是有不邪 反而不妥 黄轩直接转向上手三人 雷将军 关将军 任景公 我们终究只有 三千来人在焦州 这三千多人固然精强 却必须用在正确的地方 不能凭着一个 模糊的消息随意行动 关平看看雷远 赖宫微微汗手 丁凤想了想 反驳道 不然 公寓的意思 无非是说 江东人要吃嗜蟹的肉 我们只管做事 不必打扰 可是 你怎知江东人的胃口有多大 你怎知 这帮人不会吞了事事 转过头来 再咬无惧 你也说了 江东人的言语 貌似千功 实则强硬 如果他们真来了一手狠的 我们岂不是白忙一场 依我看 就得主动插手进去 不容江东人从容不止 就算他们有什么不止 我们刀剑上头说话 说到这里 丁凤皱眉看到黄轩 公寓 你在零零的时候 胆子很大 到了娇州 胆子怎么变小了 这话可就让黄轩有些不快 他在零零 是自家一人行事 可以肆意妄为 事关主君 事关数千人马安危 怎能胡乱决定 何况 荆州军行数千里赶来 毕竟疲惫 在急行一晚上 直接闯进数万人乱战的大悬窝里去 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如果江东人果然有些额外的不止 己方又无后手应对 如何是好 这是持重 不是胆怯 黄轩脸色一变 正待回答 官平的副将马玉也道 那苍无太守无惧 之所以在广性死守 不过是因为 事事缺乏攻坚城 打印仗的决心 即使如此 他也旦息不保 或者 我们可以火速提兵赶到广性 不理城外局势 只与无惧交接 待到具有苍无俊城 至少便能维持最初的局面 丁凤转头去问马代 博瞻怎么想 马代简单地道 兵贵神速 丁凤得意洋洋地看看黄轩 向雷远攻身道 将军 咱们营业行动 我愿为先锋 在丁凤来之前 部下们就已经在争执 他来了以后 无非车孤路话 又说一遍 几名武将都想抓住这机会 而黄轩和官平的几名幕僚都觉得 不妨做官局势变化 他们的讨论 雷远却不参与 之前他在巡营 然后沙摩科来 再接着聚集猪将讨论 所以一直没顾着吃饭 适才善夫为沙摩科做了羊头 另外给雷远准备了鱼制 于是雷远就认真地吃鱼 一如全神灌注肯羊头的沙摩科 这会儿众人商议不出结果 都来看上守三人 赖公干笑 军务上的事 雷将军和官将军决定 官平继续去看雷远 雷远自顾冻住 从面前暗机上夹起块鱼制吞了 细细咀嚼下才道 这鱼制很好吃 你们要尝尝吗 众人都不知该怎么回答 雷远继续道 鱼制这东西 我夫人做得最好 好就好在他一边炙烤 一边仔细去看 去闻 这样才能掌握火候 既不至于烤得太焦 也不会太生 最后吃起来 外脆里嫩 香气扑鼻 听雷远开始说 烤鱼的学问 众将越发茫然 赖公毕竟年纪大些 地位也高 于是打岔道 可可 将军 鱼制的做法 咱们不妨慢慢讨论 眼下先谈广兴那边的局势 有什么好谈的 除了沙摩科带来这句话 我们还知道什么 雷远反问 这 坦之你尝尝 这条鱼说 不定还是你钓的呢 雷远把餐盘 往关平的方向推了推 天塌下来 先等军报 雷远既然说了 众人不再吵闹 剧都安静等待 其实 荆州军攻占猛林之后 即已遣出诸多斥后 往广性方向探查 只不过 猛林距离广性三十余里 又在深夜 山路难行 就算有什么消息 也没法及时通报 众人足足等了一个时辰 眼看越过中天 营地以外急速的马蹄声响起 开始有斥后陆续折返 虚余之间 军报连迭 不只有广性方向的报告 还有里水西岸的观察哨 也接连信道 江东兵马夜晚出营 在广性城下列镇 假作攻城之状 随即转向 适时大营 适时猝不及防 本营大溃 数千人奔逃 世事各营俱动 起兵救援本队 遭到城北的江东蛮兵攻击 连连败退 雷远失笑 江东人真下得了手 真不要脸面 丁凤跃跃欲试 将军 请下令吧 大家都去好好休息 先睡个安稳觉 明日劳烦坦之领兵 去往广性 到时具体怎么做 等我号令即可 雷远微微汗手 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 我带着护丛们现在出发 先去探个究竟 第667章 后手 这个命令出口 众人惧都发了 官平问道 续职这安排 莫非有何深意 雷远挥手让李珍去召集护丛 准备马匹 气账 他则微闭双眼 将种种纷繁无杂的信息 在脑海中再度梳理一遍 将这段时间 来影响局势发展的 每个细节拿出来 一件件 一桩桩地揣摩 直到确信无疑 他并不是那种 天赋绝伦的聪明人 这样反复地比对 权衡和猜测 迅速消耗着他的精力 让他渐渐有些头痛 但这种冷静的判断过程 又让他突破重重迷雾 感觉到一切 竟在掌握的愉快 片刻之后 他在帐中往来夺步 徐徐道 这个想法 已经存在了好几天 直到适才赤后们 陆续回报 让我忽然想明白了 是什么想法 叙之 请讲 坦之兄有没有想过 不知 为什么要传来这口信 官平私存着道 或许江东人 被我军的军威所设 不敢再攻打苍吾 所以 决心向同伴下刀子 既如此 江东人唯恐我们 仍然以之为敌 所以 传信解释 但这口信中 又带着几分示威的意思 他们意图在今晚展现 江东的实力和决心 以阻止我们插手 听官平这么说 坐在帐幕一角的沙摩科 停止了咀嚼的动作 茫然看看官平 我就只是被吓了 不知一段话 阿想过有许多意思 他想 这些汉人 成天想 这些有的没的 不嫌累 然则接下去雷远的话 让沙摩科更加茫然了 雷远环顾重人 继续问道 不知 在口信中声称 明日会给出一个 让双方满意的结果 然后便起兵 攻打世界大营 那么 我们所有人都会觉得 他所给出的结果 取决于广信城下的战事 对不对 有人答道 这是自然 既然关键在广信的战事 我们所能做的 要么前往广信 要么坐手猛灵 无论人在何处 我们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广信 对不对 众人继续汉守 诚如公寓所言 江东既敢送来这个口信 就一定有他的后手 以江东谋划之身 若我们不知道其后手的内容 随意行事 恐怕反而堕入算中 所以我们更会竭尽全力地探查 广信的局势 勿求自家有地放使 对不对 燃眼 雷远双手一拍 这就是不制药的结果 此话怎讲 江东人与我荆州军 不是没有打过交道 他们清楚我军的善战程度 知道荆州的力量 足以压制世瀉 和江东两方携手 所以 比备此前才会用尽办法 竭力阻止 我们发现焦州一变 那么 自从我们越过灵渠 他们就该知道 武力夺取仓武的计划 已经失败 但他们 却照常围攻广信 黄轩反应了过来 这根本就是做给世瀉看的 他们需要视线 把兵力集中在广信周边 正是 视线从那时候起 就以再不制算中 雷远重重点头 他大步走到沙漠科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而布置 让蛮王传来的口信 也是同理 这口信中话里话外的意思 全都是在告诉我们 一切的关键在广信城下 我们的眼光 只要盯着广信 赖公不解道 难道关键不在广信 须知 广信是苍无郡的治所 也是浇州治所呀 拿下广信 便扼住了浇州的咽喉 雷远向赖公稍稍躬身 仁锦公说的是 然则 他一边组织语言 一边道 江东人早就知道 我们越过了灵渠 也早该放弃武力 夺取苍无的计划 也就是说 他们有充分的时间 来安排策略 以最小的代价 在最短的时间内 摧毁是泄的力量 但他们不仅没有 反而用口信 用一场声势害人的作战 把我们的注意力 牢牢吸引在广信 这样的动作 难道不可疑吗 我敢断言 他们一定有后手 而这后手 一定不在广信 他眼神炯炯地注视 帐中诸人 这后手 才是他们谋划的关键 是他们想要 攫取利益的关键 众人目瞪口呆地 看着雷远 雷远这番话 简直像是 全无根据的意测 可是与江东人的 形势匹配 又弱何福节 难道是真的 江东人真有后手 还真的在其他某处 自从金蛮叛乱 所有人的关注焦点 前前后后 调整过好几次了 先在金蛮 后到零零 再往娇州的苍吾郡 接着又要往哪里 这背后 还有什么 几方不知道的信息 换了他人这么推测 在场众人 只怕要吃他胡言乱语 但雷远是大将 还是和江东人 打过许多次交道的大将 谁敢断言 他说的没有道理呢 官平谨慎地道 既如此 续知 我们该做什么 雷远拍了拍手 轻松地道 便是方才所说 我带着护从们 现在出发 先去广信 与布置须与为夷 暗中探个究竟 大家都好好休息 睡个安稳觉 天明后 劳烦坦之领兵 去往广信 诸位到时 按我号令行事 或许去往别处 意味可知 这时候 帐外马蹄声响 李珍从外间回来 禀道 将军 护从们 已经准备好了 雷远迈不出外 官平急问 续知 那明日 我们要做什么准备 雷远抬头看看天色 微笑道 已经不是明日 而是今日了 请坦之和诸位 立冰莫马 安心等我的消息 一旦知道 江东人的后手在哪里 还请诸位 他伸手如刀 向下一批 立刻将之斩断 官平沉声应道 续知请放心 诸将一骑攻身 只带雷将军号令 当雷远等人 做出判断的时候 世事所部的崩溃 已经不可遏制 江东的武射力们 如虎狼狂奔 在孙桓的带领下 反复陷阵冲杀 他们一个营地 一个营地的突破 用分飞如雨的箭矢 射死一切 敢于抵抗的人 而试卸身边 最中心的本部兵力 几乎尽数死伤 他们试试 是恩养多年的不取 既然试卸不愿逃亡 将有后事吩咐 他们便竭力聚首营地 为试卸争取时间 尤其在中军正前方 近百名轻卫 先后赴死 最终 江东士族持松明火把 经过他们失衡就地之所 地面映着火光 满目一片片烟红色的血泥 战斗在月上中天时 彻底结束 孙桓昂然提刀 在数十名夹士的簇拥下 直入逝世的中军大营 立即骚 试卸年老衰卖 走不要多远 他大声吩咐道 不必 忽有人低声回应 何人在此 几名夹士向着化身传来的地方 举刀威慑 一名衣服文采 做商人模样的中年人 掀开遮挡身体的簪毯 先把两手伸出来 展示没有武装 不必紧张 我非逝世之人 孙桓昂扬了扬下巴磕 两名夹士立即过去 将这中年人拖了过来 你是什么人 为何在此 是谢老儿现在何处 孙桓一叠连声问道 中年人脸色惨白 显得颇受了一番惊恐 他向孙桓恭声道 这位将军 我乃荆州奋威将军部下 负责与焦州通商买卖的 从事范巡范薄鱼 遭逝威艳所部乱兵劫持 遂在军中 至于逝威艳 中年人只一指中军战后 威艳功已经自尽了 第668章 聪明 孙桓一惊 自尽了 他领数十名亲卫当先突阵 本想着抓住是谢邪破焦州诸军 真没想到是谢居然自尽 久闻着老儿在焦州数十年 靠的是纵横百合的手段 柔软谦和的态度 到不曾想遭逢大便的时候 竟然如此刚硬 身边几名亲卫持着明晃晃的刀 历声逼问范巡 死在哪里了 孙桓倾壳一声 亲卫们立时退开 还请足下领我去看看 孙桓向前一步 对范巡道 此计兵荒马乱 是威艳的尸身也须得保护 否则 范巡汉首 这位将军 请跟我来吧 一行人转到账后 果然见到是谢的尸身 神情平静地端坐着 在他身侧 还有庶民互从一同赴死 毕竟 是谢是朝廷封败的隋南中郎将 读娇州七郡 娇旨太守 更是著名的儒生 人已离世 还是遭到江东人突然袭击而死 总不至于还要选手施众 孙桓虽是五人 却颇曾读书 基本的脸面不能丢 他当即端肃姿态 凝重地行了个礼 又让部署 去安排擦拭血迹 收敛师身 此时娇州诸君溃如山崩 沿途斜果后方营地的焦州将士 形成声势巨大的洪流 一路奔逃 偶尔有些勇猛将士 试图反抗 都被江东武设立所杀 战线越过了中军 很快推向东方 那甚至已经不能叫战线了 只是江东人在单方面追杀屠戮而已 于是中军仗周围 反倒平静下来 部署们忙忙碌碌 孙桓和范巡站在一旁看着 虚余间 布置也道 孙桓向他介绍说 试卸起兵的时候 拘押了正在胶纸勘查贸易线路的 护金蛮校尉 从事范巡 而这位范从事 又目睹了试卸自尽的经过 布置仰头在低头 上上下下地打量范巡一阵 范从事 我听说过你 你是徐州下批人 后来才投入奋为将军麾下 回子山公 我却是徐州下批人 家中世代范炎 因为清许两周战乱不休 族人心散 我意图避难郊州 却被山岳所组 后来辗转流落到荆州 因为有些互通有无 往来贸易的心得 而被我家将军踢拔 听到布置询问 范巡赶紧攻身回答 他与雷远麾下的其他管事不一样 非前山救人 而是在乐乡投靠的后劲 但家族世代都是商贩 熟悉长途运输贩卖的手段 所以被雷远为以重任 他受雷远之命 作为炉江雷师的代表 往来郊州各地 明面上的任务采购物资 实则也联络郊州各地豪强 拓展人脉 只不过此番郊州内乱 几方势力大打出手 范巡猝不及防 成了嗜蟹的阶下球 本以为 只怕会在某个时刻 被嗜蟹用来杀头祭棋 谁料忽然间局势突变 是蟹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败了 究竟谁是敌 谁是友 范巡一时想不明白 而是蟹在临死前 特意对范巡说的那番话 给出的那些东西 更让他心惊肉跳 一时尽致失措 呵呵 伯渝先生无需多礼 你是奋威将军的部下 便是江东的盟友 我们是一家人 不必如此拘束 布置的口气很清热 雷将军从江淮至荆州 不过数年功夫 就打下赫赫威名 我不知很是佩服 此番雷将军也来了郊州 说不定 这几日便有清静的机会 范巡指道 紫山先生的威名 想来我家将军也久养了 他毕竟不是周虎 黄轩这种资历很深 执掌政务的轻信 那个护金蛮校尉从事的身份 纯只是个名头 其实 长期远离如江雷市的军政事务 一门心思 为宗族图谋财获利益 这阵子 忽然牵扯进厮杀场合 他心里十分惊惧 更深怕说错了话 节外生枝惹来麻烦 不知道是很轻松 他在血泊间 与范巡寒暄几句 带到气氛融洽了些 才忽然问道 柏鱼先生看来 不是寻常的俘虏 是 什么 侍卫燕临到离世 却请足下陪在身边 却不知 有什么特别的托付 范巡连连摆手 没有托付 没有托付 不知只看着他 不说话 范巡便一直摇头摆手 笃咒发誓 不知垂手看看 地上渐渐阴干的血迹 半晌在抬头时 脸上没有了笑意 今夜我先发制人 齐惜嗜邪所部 杀戮甚多 可这也是为形势所迫 只因乱世之中 英雄奋起 唯有自强 才不知 成为他人祖上鱼肉 这举措落在世人眼中 只怕会有不屑 不过 吴侯定能理解我的苦衷 不以虚伪相责 范巡愕然 孙桓公身道 自是如此 那就不必留他了 乱军之中 死几个商人算得什么 不知举步就走 不要啊 范巡惨叫贵道 从怀里取出一份密封好的博书 双手高高捧起 动作顺畅无比 世卫燕什么都没说 就给了我此物 不知转回身来 接过博书 查看过硬性无措 一把扯开 细细浏览 这博书由十几份信件叠成 以示谢的语气 分别制达胶脂 九珍 日南 和谱 南海等各地的世事族人 和有利一毫 信上的内容说 自己数十年来保尽安民 熟料受江东蛊惑 攻打林郡 犯下滔天罪行 心中十分悔恨 如今以蒙恩主宽佑 即当改贤更张 显明一举 希望清等相助云云 一份份看完后 不知叹了口气 他的脸上 生出几分无奈 几分钦佩 世卸固然败了 却不影响他本身 看为乱世中的一方人节 就在世卸与江东联合起兵的同时 他就已经抓捕了 荆州人在焦州的重要人物 作为万一的沟通渠道 甚至连书信都已经提前写好 以显诚意 赋以利和者 或穷或换害象企业 江东与世卸的联合 彼此都不存在什么诚意 江东能够胜利 只不过因为下手比世卸更快 决心比世卸更坚定而已 而是谢死前反击也很简单 就是把这些信件 都给到雷旭之的部署 毕竟世卸在焦州耕耘七世 根基深厚无比 雷远以荆州精锐之兵为依托 再以这些书信为号召 在焦州便足以掀起巨大的风浪 而雷远要利用这些书信 又必定要宽佑世卸的罪行 使世卸宗族得以保全 好在这些信件都已到了自己手中 不知将这些信件 探向一旁的松明火把 烧了 范从事 你是个聪明人 我不为难你 且跟着护从去休息吧 他客气地道 如果这几日荆州来人 我就放你离开 是 是 范荀看着书信烧成灰烬 片片落下 他的眼睛咕噜噜转着 有些失落 又有些庆幸 其实按照世卸的希望 范荀应当躲在中军的角落里 带江东人走后 四级逃窜 只是 范荀终究是个伤骨罢了 没有在乱军中 挣出一条生路的胆量 所以 江东人杀入大帐的时候 他完全慌了神 下意识地就出来求活命 没完成是谢的委托 有点可惜 不过 能活命总是好的 第669章 主课 一夜时光 很快过去 布置奋兵搜罗 是是朱军丢下的资重 装备 控制败兵 将王散者远远逐退 他是有手段 金鱼分化拉拢的干力 又早准备了金箔钱财 流水也似赏赐出去 当下连夜劝详了十数名原本归父逝世的一侯 瞿帅 这些一侯 瞿帅们手下有三五千的本部 布置 使他们与荆州蛮兵杂处 另外 首领被诛杀 零散被俘的俊兵 蛮兵倒有七千多人 布置 使他们聚集在一个大营中 当场甄别 是谢朱兄弟为了攻下广信 动员的力度非常强 好些郡县中的壮丁和家都被蒸发 布置当即传令 如果父子或兄弟聚在的 只留一人为士族 而另一人编为民夫 另外看管 这一来 则出精壮千余人 充实到了武舍利的队列里 不得不承认 江东着实人才积极 布置布子山在外界并无领兵之欲 此前常为文职幕僚 却能一夜之中 轻赴逝世数万规模的大军 并收编整顿 此举放在哪里 都足以当的一生大将之才的赞誉 凌晨时分 无惧从广信城中出兵试探 布置前五设立 将之破退 再过一个时辰 天色大亮 被布置所分浅的将校 严守各处大营 兵力虽然较原先少了很多 但指挥如一 再没有一丁点的空隙 布置这时候 才略微放松些 他对孙桓道 舒武 接下去就安心等待荆州人 刀剑已经用过 接着就得用口舌 将他们牵制在此 孙桓点了点头 没有答话 他还在想昨夜这些事 他毕竟还年少 即便身为吴侯的亲族 布置也不会对他随意透露在 郊州的通盘谋划 他此前眼光琐事 指在战阵上的胜负 直到这一夜过去 他才茫然发现 胜利了 这就是胜利 好像是狠狠厮杀了一场 自己也确实按照布置的吩咐 提刀上阵 朔斩敌将之手 其中就包括了江东人的老朋友 一项往来密切的事物 布子山说了 这是昨晚的手工 他一定会向吴侯专门传书程序 然而 这样的胜利 与自己想象中那种课间诚 催强敌 调明罚罪 而荣耀为天下传颂的胜利 好像不太一样 按照布置的说法 这竟是乱世中的常态吗 布子山是吴侯看中的智者 他的话 应当不会有错 那么 乱世的规则 果然便是如此 孙桓有些茫然 布子亲切地拍了拍孙桓的肩膀 微笑道 书五累了吗 累了就去休息会儿吧 布子的仪表堂堂 容貌端正 严肃的时候 极有威严 而笑的时候 又显得非常温和慈善 这时候 一缕阳光透过营帐和旗帜间的缝隙 撒在他神采意义的脸上 可光柱间 又只见无数灰尘翻卷 正如布子的微笑之下 永远藏着说不清的东西 孙桓忽然觉得有些害怕 他掩饰着内心的惶恐 答道 却有些累了 我去歇会儿 就在这时 士族奔来通报 城池西面 荆州船队在数十骑渡过里水 正陆续登岸往广信方向来 荆州军通过林区以后 在史安搜罗了船只 沿着里水直放 此前曾在广信城下大张旗鼓往来 使荆州军主力得以从容攻取了猛龄 但因为江东和世事大军严阵一带 荆州船队无息可乘 早早退去了 这会儿他们又到 而且在人渡河 那必是猛龄方向的荆州军来人 不知倾效 客人来得好快 孙桓提起精神 咱们如何应付 不知稍稍私存 武舍利分浅精锐 扎住广信四角 不容他们突进城里 其余诸军如常 不必惊动 再派一对骑士去 问问他们身份 来意 所谓围城 除非真有数十倍的庞大兵力 否则没法做到水泄不通 比如布置与世泄围攻广性 其实 大军主要驻扎在东 北两面 而在西面和南面的营寨 要稀疏很多 几处 小寨错落不至于避野 间隔多达数里 随着布置的命令 武舍利们顿时狂奔就位 逼近到城池近处 做出随时放箭拦截的姿态 里水东岸 雷远今天凌晨就到了里水西岸 因为岸边地形 崎岖复杂 联络船队花了些时间 所以 这会儿才开始渡河 负责船队的 是关平的另一名副手成响 他已经将周边水域打探清楚了 告诉雷远说 适合船只停泊的码头 都在城南的御水方向 早就落在江东人的控制之下 码头两侧都有建楼 雷远倒是不介意 但部署们都觉得 万一江东人想来各下马威 那就太过危险 所以 最终树时期选择 直接渡过里水 在一处掩藏在高地后面的河滩靠岸 这一段河滩无遮无挡 滩上密布不规则的碎石 船只如果强行冲滩 很容易损坏船底 所以 荆州船队在距离河滩树掌开外停下 雷远牵着战马 在骑西深的水中跋涉一阵 慢慢登岸 马匹出入水时 惊得连续大跳 好在雷远的马术颇有敬意 将之安抚住了 因为担心江东人乱来 几名护从在外围掩护 李珍还特意让赤里宁塔 站在雷远身前 拿他的庞大躯体当盾牌室 河滩高处有个村落 王月带了些人先过去探看 回来报说 村中无人 应该是之前无惧和视界所部 在城池周边 进行过一段拉锯战的关系 村落中的居民 或者被守方掳去当了撞钉 或者被攻方用来填沟壑 还有一些零散的尸体 被抛弃在村口的道路两旁 没人理会 雷远一口气登岸 往后看看 时值春季 河水开始涨起来了 河面有石树丈宽 河面上水气弥漫 空气湿润 他转回身来 眯着眼睛 朝村落方向眺望半上 觉得这地形很合适 于是道 先在这里落脚 然后派几个人去广性通报 就说我雷叙之来了 赤里宁塔应了声 闷头往村里去 被雷远换回来 你别管那些 嗯 去帮我们的客人一把 莫要慢待 快去 赤里宁塔顺着雷远的指向 看到在将士们坚持下 慢慢踏过水面的黄炳 这位江东校尉 林林皇室的当代族长 并没有遭到磕待 但这几日憔悴了很多 走起路来 摇摇晃晃 赤里宁塔应了一声 哗啦啦的糖水过去 一把揪住黄炳夹在夜下 在黄炳的怒骂声中 他又哗啦啦地回到岸边 放在哪里啊 将军 他问道 李珍眼看黄炳双脚乱灯 脸色发灰 连声骂道 就这里 快放下 你用这么大力气做什么 第670章 话题 之所以带着黄炳 自然是为了展现谈判的诚意 此前 黄炳在林林城中抓住这人 按他的意思 不妨大肆张扬地将之送到汉中 请玄德公处置 说不定 还能请车及将军长使诸葛锦当面会见 看诸葛锦有何话说 但雷远和关平商议之后 决定先将他随军带来焦州 当时只为稳妥 现在却成了谈判的保障 毕竟对方手里有荆州至中 从事张鲁这个人志在 己方手中若空空如也 未免被动 半个时辰后 忽然听到广信正北面大营中 红亮的号角声大作 其余各处营地随即号角轰鸣 群起响应 广信城中的守军被这巨大声势惊动 纷纷起身奔上城头 以为又要厮杀 好在这声势并非冲着广信城里 带号角响过一轮 北面营地里数百人排着整齐队列出营 向离水方向缓缓前行 广信处在群山环绕之中 虽说中部城池所在之处 大致低平 也多起伏待荡的缓坡 岩层 再加上诸多灌木横生期间 道路并不好走 但这支数百人的队伍徐徐行来 队列顺着地势有时延展 有时紧缩 却自然离合 一点也不显得松散 反倒透出法度森严的抑郁 在队列中 还有十数骑兵同行 当他们行出树里 马上骑士轻斗缰绳 慢慢地催动战马 放开轻快步伐 率先逼近 王月下意识地握住了刀柄 李珍皱了皱眉 雷远部下的这些护从 都随他东征西逃 恶战无数 尸山血海里蹚过路 眼光远迈寻常将士 他们此前直入胶州 所至皆客 难免有些交经情绪 但这时候 一看这支部队的行径 就晓得绝对是精兵 不可小觑 这些应当便是江东武设立 李珍轻声道 雷远汉首 论与江东军武打交道的次数 雷远很不少了 他曾经在战阵上与周太 城浦 吕蒙 甘宁诸将厮杀搏战 也曾经随同无军行动 目睹了水陆协同功课 晚成的胜利 但如果论装备的完善 论训练有素 眼前这数百人 似乎比此前见识过的诸将所部 都要胜出一筹 这倒也不奇怪 吴侯能够成父兄于猎 坐领江东 押服无数自拥实力的军事首领 靠得既有平衡诸多派系的政治手段 也离不开自身的军事实力 武射利作为吴侯直属的精锐 终究要比江东豪族将帅的子弟兵强些 武射利们在两剑开外逐渐停下 轻骑向两侧横向延展 居中跑出来三五骑 向着雷远所在的位置 举手示意 雷将军可在 布置前来败坏 雷远道 书网留下 韩章和宁塔随我答话 是 雷远催马向前 一直倒步置身前两丈许 布置只见几名骑士从村落里出来 为首一个年轻人 他身着长途跋涉所用的树袖旗幅 外照一件宽大的灰部斗篷 显得有些寒酸 但当他单手乐停战马 眼神扫视诸人 便生出一股冷峻而从容的气势 布置此前从未见过雷远 但他立刻就明白了 眼前这人 便是炉江雷叙之 便是让吴侯屡次大怒的江东大患 他心中有些紧张 面色愈发温和 去年雷将军来江淮驻站的时候 我正在颇阳 是已错过了 后来听孙仲义说起将军的阴风锐气 折十艳线 此季身在娇州 却能与雷将军把闭欢絮 着实有幸 雷远含笑还礼 微笑道 久闻不太守大名 今日有幸相会 只是 我可在荆州扫踏相迎 也愿意去扬州拜见 本来并没打算到娇州走这一趟了 布置应道 这便是素素萧征 素叶在宫了 着实无可奈何 两人聚都大笑 笑了几声 雷远忽然问道 却不知 不太守所说的公物 具体是哪一桩 可以说给我听听吗 雷将军此来 为的是什么公物 我来 便是同样 哦 我来 我来 娇州 是应了娇州刺史赖人锦 苍吴太守吴子清的请托 特为平定娇州乱世 恢复汉家的治理秩序 不太守 难道也是为此而来 也是受了娇州刺史 和苍吴太守的请托吗 昔日 玄德公起兵 是为了救百姓于水火 我家吴侯与玄德公乃是同盟 也愿为汉家除残去会 我此次来到娇州 本是应了隋南中廊将士威艳的邀请 怎料后来士威艳竟然被乱军所害 娇州各郡将有大乱 我这才邀请雷将军来此 商议安抚娇州的大姐 士威艳竟然死了 雷远溃叹一声 士威艳与吴子清的冲突 咱们姑且不提 区区娇州 又有贵窝两家的兵力在 乃来的乱军 竟如此狼心苟心 肆无忌惮 杀死朝廷封败的地方大员 不知面色不变 娇州荒僻 为服王化的蛮夷在所多有 今后 我定会细细查探 找出真凶 卫世威艳报仇血恨 雷远愣了一愣 你能说到这程度 我竟无言以对 既如此 那就换个话题吧 于是他道 不太守 昨夜你遣人来通报 我才知道 荆州至中 从事张鲁陷在贵方的军营里 想来 张公祺也是被 为服王化的蛮夷所情 然后得到贵部的解救 我维护金蛮校尉 却不能压制金蛮 以至于同僚受辱 实在汗言 这件事情 真的要多谢了 不知连连摇头 不敢当雷将军的夸奖 金蛮的事情 我们江东哪里晓得 张公祺为何身在焦州 我更是莫名其妙 此军身份非常 待到焦州乱局平定 我们自然将他奉还荆州 将军只管放心 不太守过谦了 雷远笑道 此前我在零零 正遇见江东校尉黄炳 听他细细说了 江东诸军为治理金蛮所作的努力 黄校尉对荆州有功 我们都以为 当请他去往汉中 建一建玄德公 另外 关将军说不定会亲自来焦州 相部太守表示感谢 布置勒着江绳的手艺紧 以至于战马不明 所以在原地打了个转 黄氏在零零的潜力非常 更有当地极具影响力的名士 邓玄之相助 此前身居零零太守府中 遥控各地叛乱 自信安若磐石 他暴露了 被抓了 可可 不知下意识地清了清嗓子 黄炳是黄公父之子 黄公父死后 他的布取私兵散去许多 其人在江东的身份已不足道 这也是他不顾一切的潜入荆州 试图为吴侯立功的原因 但有些事做起来 无需顾忌 但如果被抓了现行 未免难堪 身在江陵的关云长素来强悍 他要是真的恼了 不管不顾的大举挥军入浇州 谁能敌他 谁能承担这结果 何况 黄炳又是孙氏老臣之子 其人的安危 自有朱志 韩当等人盯着 若他有万一 难免在剑业掀起政坛上的风波 黄炳现在何处 布置问道 雷远达道 不太守勿惊 此军随军来了浇州 我想 张公祺既然无恙 这位黄校尉也必定无恙的 布置连连苦笑 第671章 威压 玄德公有人后的名声 也格外看重自己的名声 所以 降服于他的对手们 如今日子都过得不错 比如刘张 也比如昔日 距金南四郡 与玄德公抗衡的太守们 即至张鲁 他是个传教狂 玄德公便 给他传教的余地 只不过将他安置到金南 远离他的信徒们 但张氏 毕竟三代金银汉中 哪怕远隔千里 他的安危 也难免为信众所关注 若他真有个好歹 天晓得汉中那边 会闹出什么事 所以 不知以张鲁为奇获可居 特意使他随行 谁晓得这 卢江雷远是个狠的 竟抓了黄饼 再拿黄饼来危险 卢江雷是 本是江淮一带的强横寇道 这雷远也是曹芒起家 形势激烈得很了 不过 这样也好 双方都有人质 各自投鼠忌器 正好在广兴城下 好好盘缓数日 消磨些时间 不知盯着雷远看了一会儿 见他面带微笑 甚至愈发从容 于是打起精神 仰天大笑了几声 他感慨地道 之前我就对将军说过 孙刘两家分属同盟 彼此之间 大可以找到共同的利益所在 此刻看来 我们能够彼此救助两家的部署 可不就是交相力吗 好的很 好的很 说到这里 他像是忽然想起似的展颜道 说到此事 昨夜 是谢所不溃散 我军收拾局面的时候 还找到了一位雷将军的下属 哦 不太手找到了谁人 他自称乃是护金蛮校尉从事 范巡范驳鱼 不知笑眯眯地道 还有范从事的部署多人 也都被我们保护着呢 只不过 毕竟他们经历战事 我还没问过 是否有什么伤损 既然是谢所不溃散 决定交周命运的 便只有孙刘两家 如今 两家兵力 都已经做足了翻脸的准备 两人此刻对谈 看似融洽和睦 其实暗藏杀机 而雷远看着布置 温絮微笑的面旁 胸中陡然生出一股怒气 先是张鲁 然后是沙摩科 再是范巡 更不用谈荆州金蛮 叛乱给乐乡的商业 造成何等巨大的损失 不知 你与我卢江雷是有仇吗 盯着一家薅羊毛的 你须是江东重臣 有头有脸 说起劫持人质的是 毫无愧色 还敢层层加码 敢这么做 当我雷须知的 见不够力吗 雷远的脑海中 忽然冒出个念头 既然江东一而在 再而三的挑衅 我便不讲规矩了又如何 荆州军的本部 固然正在立兵抹马 等待斩断江东人的后手 我就在此地发难 先斩掉你不知的狗头又如何 他逆势着不知 抬手握住腰间 青刚剑柄 自从雷远 从江淮熬战折返 声势较之往日更上一层 虽说他本人情状一如往日 可谁不知道他是领兵 打穿了曹氏政权腹地 又生情下侯敦 斩服数以万计的名将 大将 此刻一旦不再掩饰自己的恶意 周身腾腾杀气顿气 刹那间 不知知觉周身一凉 他寒毛耸动 不由自主地起了一片鸡皮疙瘩 失策了 就不该轻易与这雷远之照面 不知心中大喊 这雷远之是个狠人 他打算当面来狠的 他真的敢 他这是要在江东上万人马的眼皮底下心胸 不知额头汗出 他绝对是江东的第一流人物 兼具出众的文武才干 故而艺书生领兵 能得江东精锐轻浮 更敢于操纵翻云覆雨的手段 无视双方兵力上的巨大差距 而向视线索步发起突袭 但书生终究是书生 不知自掌重拳以来 还没有真正上过战场 没有经历过真正复微倒血 悬命于封敌的场合 此时 雷远猝然发怒 不知立刻心生畏惧 他斜眼去看身侧的孙桓 想要提醒孙桓 却见孙桓的脸色也变了 这江东少年猛将紧紧地咬着牙 因为太过用力 以至于发出了格格的牙齿摩擦声 与孙桓相距不远对峙的 是雷远身边一名高大护丛 不知此前全神贯注在雷远身上 竟没有注意到这条巨汉 此人的体格庞大 壮瘦到难以置信 简直像是深山中的猛兽 而非人类 他没有劈开 光着膀子 头发在脑后 扎了个乱蓬蓬的发迹 而那眼神 那动作 孙桓根本不可能是这巨汉的对手 不知听说过 雷远身边有青江鸣 约赤里宁塔 曾与许楚对决 勇立绝伦 赤里宁塔发现 不知在看自己 转过头 撇开血盆大口笑一笑 他同龄般的眼睛 就算在笑的时候 也没有笑意 反而像猛兽 在看猎物那样 垂涎欲滴 不知周身的冷意 又换成了热汗 孙淑吾只要敢动一动 就一定会死 我不子山也是一样 荆州军竟然强悍到这种地步 不知脑海中无数念头转过 立时做出了正确反应 他正色道 范从事安然无恙 雷将军放心 他和他的部署们 我立刻请人提来交换 这态度可言 雷远倒也不苛求 先捞回来 树人就很好 于是他微微汗手 就现在 不知扭头 看向另一面的部署 沉声道 听到没有 快去啊 那部署飞快地策马奔去 范巡等人就被拘押在武社里的本营中 与张鲁作伴 距离雷远 不知等人对谈的地方并不很远 那部署将他们提出 再领他们一溜小跑过来 并没有花多少时间 但不知感觉自己紧张到骨头都快僵硬了 直到范巡等人站到雷远身后 他勉强打起精神道 雷将军 咱们 雷远微微汗手 笑道 多谢不太手的好意 足下有些疲倦 我们不妨晚间再谈 不知注意到 雷远的手已经离开了剑柄 他这才松弛下来 于马上向雷远一拱手 迟回来出 看着布置等人策马扬边退 李珍 哈哈 一笑 他对赤里宁塔道 很好 就该像方才这般 把他们当做吃的 狠狠地瞪他们 赤里宁塔重重点头 吸溜了一口口水 他们都是吃的 狠狠地吃 雷远没顾上两名部署的胡扯 他俯下身 用力拍拍范巡的肩膀 伯渝 你没事就好 顿了顿 他又问 方才你想说什么 雷远来此之前 与猪将说过 要借着与布置谈判的时间 探查江东人的后手 按他的想法 本打算再扣住布置一阵 来个软硬兼施 然而 范巡在身后轻声禀道 另有要事 雷远这才放了布置 此时 范巡高声道 宗主 江东人图谋苍吾是假 这是个幌子 他们的真实目标是南海郡 第672章 南海 听得范巡这么一声嚷 李珍猝然吃惊 他道 宗主 我们立即传信到猛龄 不必着急 雷远翻身下马 与范巡并肩同行 艳然问道 柏鱼何以支支 不瞒宗主 这世事威艳临死前的推测 哦 此话怎讲 你又怎么到了世威艳的军中 不妨细细道来 此事要从去年年末说起 当时有一名 与我往来密切的 胶州豪商登门透露说 南海一带有江东人 向胶州伸手的传闻 因为事发仓促 我连夜带人前往南海郡打探 没想到 这豪商正式逝世的潜藏势力 我一时不查 反而被誓谢所情 说到这里 范巡有些惭愧 躬身道 我愧对宗主的重托 请宗主责罚 雷远放在各地的从事 多半都承担搜集情报的职责 比如偏向宜都郡 和辖江水路道的陶威 针对金蛮的黄轩 范巡也是如此 只不过 他们并非专门的间谍 负责收集 分析的 主要是境内各郡县和蛮部的传闻 流言之类 结果这趟江东人 有心算无心 黄轩被人打到了层屏 范巡被人擒拿 全都吃了大亏 好在雷远并不苛责不下 拍了拍范巡的戈背 笑道 博语很不容易 人没事就好 范巡继续道 我落入世线手中以后 本以为必死无疑 谁知世线尽不可待 只勒令我等随军行动 直到昨夜 世线所部 忽然遭到夜袭 而他则遣人将我叫来 给了我遗落以他的名义 劝割地蛮部 一毫降服的文书 雷远汗手 世线在与江东人合作的同时 也做好了 一看情形不对 立刻抛弃江东 而投入玄德公怀抱的准备 这是当代地方豪强的常态 只不过他没想到布置 翻脸更快 预谋更久罢了 这些文书呢 他饶有兴趣地问 之后 世事的兵马彻底溃败 我被布置所获 这些文书当场就被布置 搜了出来 烧了 世卫燕将文书给我的手说 既然布置转向事事下手 就证明 他们没有与荆州军对抗的胆量 既如此 我作为宗主的部署 只要表明身份 可保幸免 至多被搜出这些文书 那也无足轻重 雷远饶有兴趣地问道 无足轻重 此话何以见得 世卫燕说 其一 焦州出了这样的事 荆州必定会投入力量 以求彻底平定 在这个过程中 必然要铲除豪强 辅助贫弱 这些豪强们 若都轻易降服 只怕荆州不好下手 还不如 让他们凭着 桀要本性行事 求仁得仁 其二呢 其二 范循明维护金 蛮校尉从事 其实 只是个商骨 身份低微 交出这些文书之后 我再不置眼中便无价值 这样 才有机会告诉宗主 江东人真正的目标 乃是南海军 为什么是南海军 自古以来 由北方南下入焦州 能够通行较大规模队伍的通道 一再零零 一再豫章 而经由豫章 金横浦南下的大禹领道 受山岳阻断 以数十年无法贯通 所以 处在零零以南的苍吾 才成为连接南北的唯一要爱 无惧因此获得巨额财富 以宜郡之地 与实际控制焦州的世事抗衡 但 雷员脚步一顿 我明白了 江东在与豫章郡山岳部落的战争中 取得了巨大优势 他们打通大禹领道了 宗主说的是 这些年来 江东每次对外作战之后 都会转而向内征伐扬州山岳部落 以山岳降众中 强壮的收编为士兵 雷弱的化归郡县 补充战争的折损 去年他们在江淮作战 败于合肥 于是回来就大举功伐山岳 在这个过程中打通了大禹领道 也就是说 江东从此得以与焦州接壤 兵力能够从豫章直抵士蟹 所占据的南海郡 正是 江东与士蟹素来交好 凭着这条新辟的道路 他们能够直接与焦州贸易 与士蟹以有力的支持 但江东偏偏隐隐瞒了这个消息 而百出始终执着于苍无的姿态 皆因江东贪婪 他们所需要的不只是贸易 而是实实在在的户口 人丁 土地 雷元苦笑摇头 士卫燕老糊涂了 所以才亲信所谓盟友 士卫燕猜测 士士若能顺利拿下苍无 则江东凭借盟友的功绩 会提出以南海郡为酬劳 但士士无法也不愿正面对抗荆州 于是 江东就选择亲自动手 遂有昨夜的突然袭击 此前大禹领道贯通 士卫燕不是没有听到隐约风声 只不过当时他被江东所获 全副精力都摆在苍无 待到想明白其中曲折 局面已经崩坏了 范荀叹了口气 继续道 宗主 此时此刻 士士之兵或被收编 或已溃散 其宗族力量已不足论 而玉章俊的江东之兵 定已急驱南海 当他们先取南海 再以南海为基础 席卷适适的领地 我们就算控制了苍无 又有何用 若交州物产 能够经大鱼领到直达扬州 苍无郡就失去贸易新盛的条件 只是区区一个郡罢了 这时候 一行人已经回到村落 雷远亲自安排人手 给范荀和他的部署们 准备休息的地方 再取来热水 热食 范荀这些日子身在敌营 着实过得很不容易 直到现在才稍稍放松 能安心吃些东西 待他用了些食物 李珍疑惑地问道 按照范从事的说法 江东与士谢 联手攻打苍无的时候 就已经做好了 悲猛袭击南海的准备 他们前前后后 用尽诡诈手段 费了这么大的事 既惹怒了荆州 还败了名声 终究这只是 郊州罢了 他们何必做到这种程度 范荀摇了摇头 我也没有想明白 或许 这时候村落后方有人叫道 点起来了 点起来了 范荀扭头去看 透过窗帘 他看到靠近里水的平坦处 有好几座柴堆错落布置 此时其中的 三座被点着了 因为柴堆中特异 混入很多 尚未干透的木料 烟尘呈浓黑之色 向着天空滚滚翻涌而起 雷远注意到 范荀莫名的神情 微笑着解释 我们早有计划 柴鱼放心休息 不知想在苍无和我们谈 我们就与他慢慢谈 南海那边且留给关坦之建功 第673章 洞庭 建安十八年 本该是个平静的年份 去年曹 刘 孙三家 分别动用了数以十万计的大军 发起大战 战火波及梁 义 京 玉 扬五周二十一个郡国 最后 败者固然损失惨重 胜者其实也已经竭尽全力 好空了多年积攒的老底子 照理来说 怕不都得用几年时间 才能重整兵力 积攒梁末 去年末的时候 曹公派遣诸多使者奔赴各地 用分毛猎土的诱惑 招引孙权 马超等人 也证明了曹氏短期内 没有在新兵戈的打算 之后 曹公更是在洛阳掀起重重风波 意图押服朝廷公卿百官 强行打通自己更进一步的通道 洛阳城里 固然因此生出腥风血雨 其实 各地有识之士 大多松了口气 已当惊天下的局势 如果曹公终于踏出那一步 想必孙留两家 也会有对应的举措吧 这样一来 三家都要忙着整合内部 至少建安十八年 不会再打仗了 在这个乱世当中 能有一年半载的和平 被鲜血浸润的土壤 就能够多涨出一茬粮食 数万或更多人的生命 就能够多延续个一年半载 然而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 大战后的和平延续了每两个月 作为同盟的孙留两家之间 反倒起了敌伍 起先是种种耸人听闻的留言不断 大说 两家兵马在图谋交州时发生冲突 如今数万人对峙在广兴城下 随时将要破门开战 初始许多人并不相信 多有赤之为谣言污蔑的 之前曹公前使封吴侯围攻 被吴侯拒绝 还特地派了自家长使去益州解释 吴侯的妹子则急受玄德公宠爱 不久前怀了身孕 成都大事庆祝 两家怎么就斗起来了 交州那破地方值得什么 有多大的事 就让两家斗起来了 然而就在二月头上 孙留两方的荆州部分 几乎前后脚进行了动员 先是鲁肃调集江东之兵 与八丘射营 并分浅水师 寻行于里水 远水 香水等荆州动脉的河口 以作威慑 随即关羽清岭 住在江陵的荆州军本部 沿着下水进入汗水 在顺水而下 进入到江东所设的江夏郡境内 耀武扬威地走了一遭 随着金蛮叛乱的影响 逐步被排除 更多消息从焦州传到的荆州 原来在焦州代表孙留双方对峙的 竟是吴侯亲信的立武中郎将布置 和荆州奋威将军雷远 那雷远乃是与江东屡次作战 并且战而胜之的人物 更是荆州方面仅次于关羽的重疆 他既然到了焦州 代表什么 乱世中的盟友先有善事善终 远的不说 近代的元曹同盟 一度激进掌控天下大势 最后还不是翻脸为敌 杀了的你死我活 只是 这孙留两家还没能占到曹公多少上风 自家就已经几次兵戎相见 似乎比当年的元曹同盟更不靠谱些 而到了二月中旬 传闻玄德公以张飞为副将 提兵数万离开了汉中 沿途会和益州诸军将至八郡时 声势震天动地 相应的 身在剑业的吴侯则遣潘彰 徐胜 贺奇 临统四将援助八丘 并派出了使者 隆重的败鲁素为前部大都 昔日 周郎在世的时候 江东起倾国之兵攻打江夏 周郎以脱估重臣的身份 作为吴侯在军事方面的权权代理人 担任前部大都之职 后来 随着吴侯的地位渐稳 威势渐重 这前部大都的职务 便不清授 吴侯这时候任命 等若是授予了鲁素在荆州前线的河 占权权 并宣告江东 随时转入作战状态 一时间 荆州 扬州从暗流涌动转为惊涛阵阵 仿佛武力对决 一触即发 连带着身在襄阳的乐境 也连连点兵派江 准备来个渔翁得利 某日清晨 八丘以西的广阔水域中 清雾在水面上飘荡着 有时候被风吹拂 鸟鸟升起 消散在朦胧的阳光下 更多时候 就只是聚散离合 把视野所及 都填充成白茫茫的一片 周行于水上 人站在船头 只觉雾气 好像正从四周向中心不断聚拢 以至于湿气越来越重 在轻微良意的协助下 在人的头发 眉毛甚至睫毛上 都凝结起细密的小水珠 这样的雾气 大概要到一个时辰以后 才会完全散去 通常来说 就连瑜伽都不愿在这时候 伸入大湖 但这艘船只继续向前 只往大湖深处 到了这里 船只已经明显受到风浪的影响 船上的人能听到湖水 砰砰地拍打着船底 这情形使得鲁肃有些焦虑 他抬头看看 希望阳光会猛然撕裂 眼前的雾气屏障 照亮前路 然而 雾气迟迟不退 他也就只能在雾气中 慢慢前进 从一周折返以后 鲁肃被提拔为横江将军 仍任汉昌太守 管理从长沙郡北部 西出的汉昌郡 以职位来说 算不得极高 但自从他就任前部大都的这一天起 所有人都明白了 吴侯决定 由鲁肃作为江东 在军事方面的负责人 其权力一如当年的周郎 凭借这样的地位 又是在与荆州对峙的前线 鲁肃出行 本该前呼后拥 至少也该带着十几艘蒙冲战舰 上千水兵来彰显威风 可他偏偏就乘着孤舟出行 这船也不是什么大船 就只是普通的快船 船只有些旧了 舱门两边的七面成片的剥落 还有一扇闲窗破损 被风吹着 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鲁肃听得不耐烦 所以从舱里出来 可是站在船头 仍然听到这声音 他问船夫 还有多久能到 船夫攻身道 至多再过一刻 鲁肃点了点头 过了会儿 他才发现 船夫仍在后头攻身 不敢离开 他连忙道 你去吧 专心行船 不必着急 又过了好一会儿 应该不止一刻 船只终于摇摇晃晃地 到达了目的地 船夫手持长长的竹竿 沿着岸边徐徐推拉 带到靠近 便跳下船 把细船的粗大绳索 缠在一座水畔的巨石上 八丘以西 便是云梦大泽的南部 为里水 远水 滋水 香水 这四条荆州大河汇聚之所 近数十年来 云梦大泽的江北部分 渐渐淤积 在大泽中 新生出不少陆地 而大泽的南部 反倒水势渐盛 当地人遂部称之为云梦 而沿用昔日仙秦时的称呼 称之为洞庭 洞庭之中 有几处小岛 其中 靠近八丘的一座 岛上风鸾盘结 沟壑回环 竹木苍翠 风景如画 今日鲁肃便约了 有人在此相会 这位有人身份非凡 权势极重 非得鲁肃亲自接待才行 在当前的局势下 他的身份又很敏感 所以 鲁肃特意武庚 就出发 一方面 避免自己迟到了失礼 另外 也避免自家军中人多演杂 泄露风声 然而 他刚跳下船 岸堤近处 便有个情郎嗓音传来 是紫禁吗 鲁肃在湿漉漉的岸堤上 紧走几步 是我 紫禁果然来了 哈哈 新闻紫禁得吴侯拔拙 大致得以伸展 诸葛亮特来贺喜 鲁肃连连苦笑 第674章 尹慧 这须不是什么好事 孔明 何必说这样的话 鲁肃叹着气道 他在雾气中 往前再走几步 便看到 一座水畔凉亭 而玄德公的左膀右臂 军师将军 诸葛亮 就在凉亭中端坐着 身边连一个铜儿也无 诸葛亮穿着素白的袍子 白羽扇斜插腰间 手上正端着一只木碗 碗里面 半碗九零零闪动 映着清晨的微光 看到鲁肃 哀声叹气的表情 他举起酒碗致意 笑眯眯的抿了一口 鲁肃挥了挥手 令自家下属远远退开 随即快步向前 带到鲁肃踏入凉亭 诸葛亮从身边 又取出一只木碗 伸手握着铜勺 将两只酒碗针满 紫敬 请 这是八郡的举将酒 我记得你很喜欢 鲁肃也不客气 用手分开胡须 将碗对着嘴巴一仰头 咕咚咚的灌了半碗下毒 把木碗往岸挤上一个 他沉声道 孔明 我真没想到你会来 这么做 太荒唐了 这两人是老朋友不假 赤壁之战前后 两人同出同入 为祖建孙刘同盟 奔波于金阳两地 交情匪浅 可现在孙刘两家的局势不同 两人的地位也都不同 正当此微妙关头 诸葛亮就这么莽撞跑来 鲁肃很清楚 自己的威望远远不如周郎 当年周郎驾驭江东五人 还软硬兼施 费了偌大的功夫 自己空顶着一个大度的名头 其实 旨在协调诸将 万一诸葛亮来此的消息 被八丘大营中那些 粗蒙五人知道了 生出些好歹怎么办 正因为此 他这个新鲜出炉的前部大都 才不得不凌晨青州出行 分明是孙刘两家的正式谈判 却闹得像见不得人一般 诸葛亮大笑 紫静的情谊 我懂 劳凡子静大清早地辛苦出来 是我疏忽了 还请紫静宽佑 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鲁肃 黑黑几声把剩下半碗酒也喝了 只是 诸葛亮一边替卤素倒酒 一边慢悠悠地道 不瞒紫静 此番来访 本定了潘成明出面 后来听说紫静升任前部大都 关将军便有意走一遭 以示郑重 关羽若来 哪里还能谈什么事 以他的刚傲性子 不止着鲁肃的鼻子骂才管 鲁肃若敢反驳 说不定两家历史就要开战 鲁肃脸色一变 诸葛亮继续道 是我对关将军说 我与紫静乃是肝胆相照的顾骄 所以才抢了这个任务 若紫静不愿与我谈 那咱们今日只饮酒 只续旧 怎么样 过几日 换官将军来 你两位摆开不舞 阵前谈话 一无不可 鲁肃摇头 孔明 我是担心你的安危 你却在我面前 脉弄口舌之力 关羽虽然永汉 难道我就怕了他 说到这里 他端着酒碗的手 忽然一顿 孔明 你已经去过了江陵 诸葛亮失笑道 玄德公已经提兵到达巴郡 我领大批辽鼠官吏东下 先往江陵 设下左将军大司马府 这是理所应当之事 紫静难道有什么疑问 去年孙刘两家同时发动北伐 鲁肃作为吴侯的代表 前往一州观战 前后数月防回 以鲁肃的眼光 自然能看明白玄德公的政权中枢体制 凭着汉中 将领两战胜利所带来的威望 玄德公已经完全掌控了一州 并且将今一两州的大权 完全集中到左将军大司马府 而两名军师将军诸葛亮和庞统 也从此前一人负责统筹协调 一人偏向军事情报 参谋 逐渐转为包揽一切军国大权 至于其他叠床驾屋的州郡机构 全都要为军师将军让路 仿佛本朝随至三宫 势归台阁的体力 而两名军师将军 通常一人跟随玄德 攻参与前方指挥 而一人留守 当玄德公专注汉中 梁州等方向的时候 庞统跟随 而诸葛亮留守 而如果玄德公转向荆州方向 则诸葛亮跟随 庞统留守 过去的一年多 玄德公常常住在汉中 以诸葛亮为留守成都的政务总管 而诸葛亮对鲁肃的回答 则代表了整个刘备政权 已经在调整战略方向 诸葛亮既已正式进驻江陵 玄德公随后就到 鲁肃吐了口浊气 放下酒碗 沉声道 孔明 何至于此 诸葛亮应声反驳 紫禁怕是在说笑 眼下的局面 难道不是江东引起的吗 我也不明白 紫禁 你们又何至于此 吴侯需要交州 什么 鲁肃凝视着诸葛亮 孔明 此间只有你我两人 我没什么好瞒你的 吴侯必须要拿下交州 诸葛亮赤道 为了交州 不惜扰乱荆州 不惜向玄德公的盟友下手 不惜使孙流联盟出现裂痕 在江东孙氏政权中 鲁肃一向都被认为 与玄德公亲善 自从他一手主导了 建安十五年 那次瓜分荆州的盟约 甚至有不少五人 当面指称他软弱的 但此刻他代表孙氏 与刘氏谈判 段荣不得半点后退 哪怕是在私下相会的场合 也不可以 于是 鲁肃双掌按住按机 向前俯身 孔明 所谓扰乱荆州 实属污蔑 无惧其人 现在还活着 我们并没有动他 另外 玄德公不是交州之主 诸葛亮脸眉不语 凉亭中的气氛 变得沉默压抑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 鲁肃慢慢把身子往后挪险 他放缓语气 坚定地重复道 孔明 吴侯需要交州 吴侯需要亲自拿下交州 吴侯需要亲自拿下交州 诸葛亮愣了愣 才反应过来 这话倒也没错 负责此次行动的布置 乃是吴侯亲信 所领的兵马 也是吴侯仗下亲军 整个行动 想来也是吴侯亲自策划 亲自推动执行 诸葛亮挥了挥羽扇 常常叹气 此番江东忽然向交州伸手 自玄德公以下 出师无不错额 想不通的地方有两个 一来 玄德公确实不是交州之主 如果江东谋划交州 如果潜然与玄德公正式会谈 双方商定行动步骤和利益划分 完全可以共同行动 孙刘两家毕竟是蠢齿相依的同盟 本无必要做得如此激烈 二来 就算要谋划交州 何必非得扰乱荆州 以江东的人才之重 实力之强 诸葛亮毫不怀疑 他们根本无需策动金蛮叛乱 就能有千万种办法来针对交州 但他们偏偏选择了 对荆州造成巨大损害的方式 图的是什么 但现在与鲁肃面会 鲁肃的言辞固然隐晦 但诸葛亮大概已经明白了 第675章 交换 随着左将军大司马府的架构 日趋完整 又有诸多精益英才为玄德公分担军政要务 诸葛亮这个军师将军的职权虽重 但忙碌程度倒未必超过以前 所以他有更多的经历 投注到荆州方面 继而关注江东 他对江东局势的了解 正如鲁肃对金翼政权的了解 所以 鲁肃只说了两句 诸葛亮已然明了其话中深意 由于吴侯继承父兄渔猎 坐领江东 他在政权中的威望和向心力 凝聚力 都不能与玄德公这样白手起家的英雄相比 诸葛亮见过吴侯 他现在还清晰地记得 吴侯急欲展现一方诸侯的威严 可眼睛深处 却又藏着进退两难的犹豫 哪怕在曹操水陆大军压境的时候 这位江东之主 首先要面对的 却只是自家麾下 各说各话的臣子们 赤壁之战的胜利 已经过去好几年了 可吴侯面临的局面 还是同样 大部分时候 他都必须在怀寺旧臣 江东地方势力 和孙氏亲族三者之间平衡周旋 既要满足他们的利益 又要压制他们的扩张本能 然而利益在哪里 吴侯自建安五年执掌江东 到现在十三年了 建安五年的时候 曹公所领不过眼 玉 徐三周 面临着河北元少的巨大压力 刘备更是四方奔走 亡命于汝南 召了一群黄金贼当部下 而现在 曹公领友中原 河北 关中 仿佛随时将取代汉室 开辟新朝 玄德公跨友经 亦 俨然有光武之志 吴侯呢 吴侯所执掌的江东呢 可悲的是 江东还是那个江东 整整十三年了 江东只在荆州方向 获得小半个江夏郡 小半个长沙郡 一共区区七个县 此外别无丝毫进展 非要说的话 只能吹嘘各路 坐拥私兵将领 奋勇向前 把山岳宗帅 征伐了一遍又一遍 这够吗 曾经拥戴孙氏 希望通过拥戴孙氏 获得利益的人 都已经饿得两眼发红 这样的局面延续下去 吴侯何以为江东之主 想到这里 诸葛亮甚至有些同情吴侯 昔日 玄德公曾问庞统 周郎图谋荆州的时候 誓言可曾出谋划策 庞统答道 我曾对周郎说 玄德公只具有京南 而招揽天下阴节 图谋大业 只要江东牢牢占据南郡 将玄德公压制在京南 不消数载 政权内部就会因为利益分配 而自相争夺 至于分崩离析 当时 周郎自知命不久已 故而行事操窃 没有听从庞统的劝告 可谁能想到 数年之后 这情形即将发生在江东 江东的利益 已经完全不够瓜分 而吴侯为了保障自身的权利和地位 又不得不大举提拔新人 在江东境内 以便遍地敲鼓吸髓 以求支撑起 真正与吴侯同进同退的军政集团 非得向外攫取一些东西 然而去年 吴侯新兵攻打江淮 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 绝对主动 却在合肥城下遭逢耻辱性的大败 吴侯掌控的兵力大大削弱了 由此 吴侯对江东的控制 也再度削弱 这种削弱 其是为玄德公 为诸葛亮所喜闻乐见 在乱世中 最好的盟友 莫过于一个足以自保 但虚弱的政权 但吴侯毕竟是非凡人物 他不会坐等着政权内部的矛盾 像火山那样喷发出来 他一定会做些什么 来竭力满足鸡长鹿鹿的部署 那么 除了向焦州下手 还能向哪里 吴侯全都已经算好了 此番下手夺取焦州 既没有让淮寺旧臣插手 也没有让江东士族插手 动用的乃是吴侯麾下 最亲近的核心力量 所以成功之后 吴侯切取利益 也自然占据主动 无需看任何人的眼色 而特意挑起金蛮叛乱 不仅是为了牵制荆州军的力量 更是为了告诉玄德公 吴侯一定要拿到焦州 不惜任何代价 微妙之处在于 吴侯又并不真的不惜任何代价 他要的只是实际利益 除了实际利益以外 他的立场非常柔软 姿态也很特殊 江东方面强硬的动作 自然要做 可当玄德公对此 做出剧烈反应 从汉中提兵 千里迢迢将往荆州的时候 吴侯却身在剑业不动 而委任鲁肃为 钱不打都 鲁肃虽有文武才干 却远非周郎那样的统帅 他何德何能 而成为江东政权 在军事上的负责人 他怎么可能 与玄德公杀场对抗 鲁肃之外 潘章 徐盛 贺奇 灵统之流 也根本不是官 张等将的对手 吴侯的意图 鲁肃非常清楚 他看重的 本来就不是自己 沙场征战的本事 而是自己 一向以来 与刘备政权友善的名声 是自己与玄德公麾下 诸多文武的友善关系 正如三年前 孙刘两家 在八丘重定盟约的时候 吴侯自然英明果断 只不过鲁肃无能 定了个借荆州的可笑约定 时至今日 吴侯依然英明果断 而被林阵提升为 前部大都的鲁肃 就得负起该父的责任 与玄德公方面 好好聊聊 此境 你不容易 诸葛亮端起酒碗 在鲁肃的碗源上 轻轻一碰 一饮而尽 鲁肃并没有跟着诸葛亮同意 吴侯有他的难处 也有他的雄心和气度 在这纷乱世道 不到最后天下一统 谁也不知道 哪一方才是最终的胜利者 半路上的艰难困苦 何足道灾 鲁肃与吴侯之间 自有君臣默契 倒无需诸葛亮操心 他看着摆在面前的酒碗 沉声道 孔明 你不妨直说 玄德公怎样才能认可 吴侯占据交州 诸葛亮默然片刻 连声轻笑 孔明 你笑什么 紫禁 你还说什么 我不该请来巴丘 诸葛亮蔑视着鲁肃 我若不来 你怎么办 鲁肃自嘲道 大概我会找个机会前去江陵 当下两人都笑 笑了数声 诸葛亮把雨扇搁在一边 鲁肃知道 再怎么用尽谋略 想要拿到交州 不可能绕过玄德公 孙刘两家之间 总得达成一些利益交换 他也明白 诸葛亮既然来了 就代表玄德公的架码 即将一桩桩地开出来 当即他端然作证 等着诸葛亮一件件讲述 诸葛亮道 紫禁 你可曾听说 曹操即将敬畏卫公 鲁肃微微点头 去年年末时 曹公以北方先卑入寇的理由 汇集众军于许都较远 随即领兵北上 还没到夜城 又传来消息说 先卑已被击退 于是曹公遂领兵折返 这本来只是一次毫无意义的军事游行 然而 许都 夜城等地闻五百官纷纷上书 以曹丞相有宝义皇家 红继艰难的大公 请侧命为卫公 之后 曹公与朝廷之间的虚情假意 词让做太子不必细数 孙刘两家 在北方都有探子来报 致迟今年三月 曹丞相就会加九息 而敬畏卫公 悍然向天下表明自己的篡汉之志 曹操救人卫公之后 我们将立即做出应对 鲁肃试探问道 玄德公打算 今一两周文武 将共推我家主公为汉中王 诸葛亮直视着鲁肃 沉声道 到那时候 请车级将军长使 代表吴侯 在现场观礼 第676章 分野 汉中王吗 鲁肃深深地吸了口气 自光河七年以来 大汉就在始终不停地滑向深渊 其间 虽然屡有志士人人意图立晚天青 可终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任督谁知道 大汉四分五裂 已经名存实亡 雄心勃勃如鲁肃者 早就推动吴侯剑号帝王以图天下 然而 曹 刘两家在大汉的尸骸之上 另起炉灶 比吴侯更快一步 未免使使鲁肃感到畅往 曹操选择 以魏为号 大概是响应春秋趁中 代汉者当图高之据 而玄德公的汉中王 毫无疑问 承袭着大汉太祖高皇帝的汉王封号 鲁肃在江东时 曾与同僚讨论过玄德公敬畏的称号 同僚或以为巴 蜀 或以为蜀 都被鲁肃嗤之以鼻 鲁肃深袭玄德公与孔明的志向 他们所想的 是在宪高皇帝 以巴蜀汉中为基业 而席卷天下 开创大汉的壮举 怎可能用这些地方诸侯之号 现在看来 自家猜测无措 汉中王 真是好气魄 没想到 玄德公会直接敬畏王爵 曹操尚且由魏公起步 我本以为 玄德公不至于为天下先 诸葛亮摇了摇羽扇 若无其事道 自反而缩 虽千万人 无王矣 只要有益于汉士和大义 为天下先 又有何不可呢 鲁肃端起酒碗 却长久没有饮下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笑道 这一定不是孔明你的主意 想来 出于庞氏员和法孝职的策动吧 诸葛亮用白羽扇指了指鲁肃 威笑不语 这种事情 瞒得过别人 却瞒不过鲁肃 玄德公一举敬畏汉中王 将在政治地位上 凌驾于曹操之上 这是元曹大战之后 从未出现过的情形 既体现了玄德公 帐下文武的强烈信心 也是对曹氏政权的一次重击 但 这做法不同于诸葛亮 谨慎持重的风格 鲁肃相信 如果按照诸葛亮的意思 或许宁愿再等一等 在赤壁之战前后 鲁肃与玄德公帐下 文武往来密切 结下交情 其中与诸葛亮固然默逆 庞统护送周郎的灵鹫 前往金口时 鲁肃还曾经向吴侯 立见庞统大才可用 在鲁肃眼中 诸葛亮和庞统都高材出众 而一个长于战略上的 至存高远 一个长于战术上的 刚健有为 庞统的形式风格 叫诸葛亮更加进取 更加激烈 至于法证 更是极力推动霸业的测试 过去一年里 诸葛亮留守成都 总领诸事 而庞统 法证二人 随玄德公长驻汉中 难免对玄德公的 影响力更大些 当然 鲁肃也就只说说罢了 能将眼光不同 手段不同的诸多阴结之事 汇聚于帐下 将他们捏合成 足以抗衡中原的滔滔洪流 这是玄德公的本事 以诸葛亮的胸怀 绝不会介意 而鲁肃就更不介意了 诸葛亮所说的车骑将军长使 便是诸葛亮的兄长诸葛景 诸葛景 此前代表吴侯 去成都探望孙夫人 并向玄德公重申盟好之意 既然 玄德公将要敬畏汉中王 诸葛景作为盟友的代表 现场官吏理理所应当 当然 前使官吏这件事 也表现了吴侯的立场 诸葛亮的这个要求 其实是在催促吴侯 摒弃前些日子的犹豫姿态 声明江东深再在新汉反曹同盟 依旧坚定不移 就这 这太简单了 鲁肃本已做好付出更多代价的准备 这时却简直要笑出声 他掩饰着自己面颊 微不可查的放松 对诸葛亮道 这是小事 我可以替吴侯答应 玄德公总是摆出忠厚仁德的样子 大概时间太久了 偶尔竟会当真 可吴侯从来都很清醒 乱世当中 世俗理智和规则枷锁 没有任何意义 玄德公和吴侯这样的天下英雄 更不该受空泛之物的约束 他们之间的同盟 建立的唯一基础 就是实际利益 如果有足够实际利益 别说诸葛子鱼 吴侯本人去往汉中去观礼 给玄德公福低作小 捧个场又如何 同样 为了实际利益 吴侯也随时能将盟友的身份 弃弱毕履 鲁肃非常明白吴侯的心意 因为他本人也做如此想 鲁肃不是俘虏 在这上头 他与诸葛亮有着天然的 甚至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的冲突 诸葛亮也明白鲁肃的心意 他将这要求郑重其事的第一个说出 鲁肃却轻飘飘地声称 这是小事 双方立场的差异 简直已经再清楚不过 只不过 两人都不愿深究冲突 不想撕破彼此的温情罢了 可惜庞统和法政的操作 稍稍造进 曹操还只是卫公 玄德公却率先称王 那么 在不知旧里的天下人眼中 国贼究竟是谁 就算玄德公是汉氏宗卿 此举也未免大胆了些 这时候 玄德公确实需要江东的声援 于是他也只能放缓语气 向鲁肃汉手 好 这一桩 便说定了 还有什么要求 孔明只管说来 诸葛亮从秀中取出一副鱼图 往岸脊上真重铺开 鲁肃连忙动手 将两个酒碗 和隔着咬酒铜勺的吊壶 都挪开现 这是娇州的鱼图 此时 雾气渐渐散开 一道日光 从凉亭东侧的陵墓缝隙间投射 正正投射到鱼图上 将鱼图整整齐齐地切割成了两半 诸葛亮五指 黏着扇饼 沿着光影 分界处轻轻划过 姑且以此为界 鲁肃俯身看看扇饼划过的痕迹 这痕迹大体沿着广性北部的贺水直下 在痕迹的东面 是整个南海郡和苍吾郡的端西 高要两线 和普郡的陵域 高粮两线 焦州刺使赖公尚在 苍吾太守无惧尚在 诸葛亮严肃地道 吾侯不可能获得整个焦州 鲁肃注意到 诸葛亮的神情中有些不甘 又带着几分隐忍 这自然是因为 玄德公控制着赖公和吾郡两人 又在焦州商贸中获得巨额利益 若非不得已 他们绝不会退让 诸葛亮用扇饼敲了敲鱼图 以此为界 东西两分 乃是玄德公所能接受的底线 整个南海郡 再加上端西 高耀 凌允 高粮四个县 粗略估计 能够扩出十五万的满汉在吉人丁 大致相当于 吾侯时控丁口的六分之一 更不消说 南海郡为明珠 象牙 西角 珊瑚等针丸所出 是海外奇珍流入的重要节点 只靠着商贸 每年就能坐之万金之力 这样的收获 不可谓不丰厚 有了这样的收获 吾侯就有了重新平衡 江东各方势力的手段 吾侯的直属轻信 和淮四流人 都能够在南海奋一杯羹 进而凭借实力 稳定渐渐失控的江东政权 然而 鲁肃失笑摇头 孔明 你开什么玩笑 诸葛亮眼神一灵 紫禁的意思是 荆州诸军 如今受困于金蛮叛乱 能够出动的兵力极其有限 而此时 我方抵达郊州的 有不治所部和屡带所部 合计超过七千人 鲁肃昂手挺胸 朗声道 孔明 就算玄德攻心叶东进 也来不及 与我们争夺郊州 诸葛亮若有所思 而鲁肃探出手臂 重重按在鱼图上 他用少见的逼人态度道 既然孙刘两家 都有兵马在郊州 不妨就等前线 领兵将领的回复 以两家兵马所战之地 作为两家瓜分郊州的分野 第677章 贝增 鲁肃与诸葛亮是有人不假 但也是实实在在的对手 诸葛亮固然号称卧龙 鲁肃也私度宏远 有过人之名 长期担任吴侯的重要谋事 周郎之后的前部大都职务 并非虚受 他在得到诸葛亮来访的消息后 立刻就想到 此前数次与诸葛亮往来 吃的那些明里暗里的亏 他不能不打起全部的精神 而在与诸葛亮对答的时候 他又有个越来越强烈的疑惑 诸葛亮何以如此殷勤 自从玄德公立淫于公安 孙刘两家的外来就有惯例 如鲁肃 诸葛亮这样的身份 通常只在最后审查决断 没有急于会面的道理 不客气地说 便是身包虚枯情亭 也不至于急切到这种地步 更不消说 此时此刻 玄德公的数万大军 既已到达八郡 他的某主诸葛亮 却青州直放动亭的奇怪举措了 诸葛亮偏偏如此做了 而当鲁肃刻意示弱的时候 诸葛亮提出的解决方案 又是那么的宽松幽容 只削诸葛景去汉中露个脸 就能赚得交州宜郡四线 十五万钉口 这岂非外强中干 色力内人吗 鲁肃瞬间就确认 孔明又在唬我 在他的脑海中 浮现出了被荆州人 刻意掩盖的真实情况 去年 玄德公在汉中的那场大战 虽然时间不长 却惨烈至极 参战的精益 各军都蒙受沉重损失 玄德公已经很难组织起 数万人马东征 而一周府库的钱粮 经过连续两年战事消耗 更已经空空如也 鲁肃亲自去过汉中 亲眼看过那无穷无尽的群山 在那层叠延伸的深山大鹤间 兵力投放和物资运输的损耗 较之江东周师转运 多了何止五倍 十倍 可能玄德公短期内 根本无力干涉焦州局势 很有可能 鲁肃想到 吴侯在书信上恳切地道 要维持顶足之势 刘备不可不蒙 但若不得焦州 我们根本不足与刘备为蒙 两难之间 合以两全 唯有先定焦州 而后再定蒙约 吴侯的心机深沉 超过鲁肃的想象 他能藏锋芒 也能决然出击 该软弱的时候 吴侯能忍辱负重 可在柔软身段之间 他又不另于握着锋利的刀 发起凶狠的进攻 既如此 鲁肃注视着诸葛亮的双眼 沉声道 我以为 焦州如何 不是靠我们谈出来的 要看焦州的实际情况如何 诸葛亮叹了口气 子敬 按你的意思 竟是要动干戈吗 有何不可 诸葛亮抬眼看看鲁肃 这两人都是身材高大伟岸之人 但这时候 鲁肃挺直上身 竟似在气势上 压过了诸葛亮 诸葛亮叹了口气 子敬 子敬 与此同时 吕戴也长叹一声 子敬深沉多志 我不如也 吕戴听说 攫取焦州的计划 是在一个月前 他率军从一州 回返江东的路上 之前 鲁肃与吕戴 共同目睹了 玄德公所部在汉中的大战 身为其军事雄壮所撼动 待到两人回返的时候 鲁肃对吕戴说 想要参与争夺天下 唯有自强 玄德公所以 能与曹军对决 仰赖的是 精益二州之中 与之相比 我江东虽也距地数千里 却终究逊色一筹 依我看来 今后 曹公将全力对付 刘备 与江东缓和 而玄德公要拉拢 江东于联盟之中 也必会幽容江东 那么 我们便可称此良机 夺下娇州 吕戴深以为然 于是答应鲁肃说 如果有这样的计划 他愿意加入 那时候 吕戴以为 从生出想法 到制定计划 到最终落到实处 恐怕没个一年半载不行 谁知道 鲁肃对此早已做足了准备 江东夺取娇州的行动 在吕戴抵达江东后的不久 就开始了 当然 因为在合肥城下的惨痛失败 吴侯的亲密部下们不取 折损很多 而那些实力完整无损的江东士族之将 吴侯又不愿使他们参与其间 于是算来算去 能够从容调度 而又精锐可战的兵力 便只有两只半 一支是立武中郎将布置所领的武社里 千余人 这支部队是吴侯15岁出任杨县长石组建的精兵 是嫡系中的嫡系 无论训练和装备水平 在江东诸军中都在最前列 像不轻易上阵的 布置已经领着他们从香水潜入荆州 然后越过林渠 进入胶州了 另一支则是招姓中郎将 吕戴所领的三千余人 这支部队 是由吕戴在担任于瑶长石招募的 金状编列而成 虽然装备不能与武社里或武校精兵相比 但胜在作战经验比较丰富 吕戴本人虽然年纪不轻了 却是吴侯近年来 加以拔轴的后起之将 用兵之能广受赞誉 还有半支则是权从所部 权势乃是吴郡大族 与其他大族不同的是 权势最早依附孙氏政权 权从之父权柔 在孙讨逆下江东时 就主动降服 后来历任丹阳都尉 贵阳太守的职务 凭此功绩 权势获得讨伐山岳的职权 权从以奋威校尉的身份 领兵作战 数年来 集兵三千余众 过去的一年间 权从与威武中郎将贺琪协同 转战豫章 吴郡等地 击败山岳宗帅 打通扬州与焦州之间的 大禹岭通道 便是权从与贺琪的功劳 随即他们按照吴侯所命 由贺琪稳固通道沿线 而权从会同旅带 沿着山间通道 急速南下 掠过贵阳郡南侧边缘 直向焦州南海郡 此际 吕带站在山间高处 俯然观望兵马行进的路线 再看看南方不远处的潘渝城 他大声道 此番布子山 已经击溃了士士的主力 又将荆州援军 牵制在了广信城下 这是千载南逢的良机 我们留资仲在豫章 只待十日干粮 清兵深入四百余里 先夺取士士精锐进去的潘渝城 然后在沿海一路向西 批抗岛须 直屈和谱 遮断胶脂 九针等地 说到这里 他握着拳从的胳膊 喜悦地道 这一战 便能为吴侯打开局面 使吴侯所领的地盘 钉口几致倍增 关键在于 动作要快 因为巨大收获就在前方的关系 履带有些激动 他的手撕一把铁钳 把拳从的胳膊都握疼了 第678章 引领 当鲁肃离开岛屿的时候 洞庭的沉雾 已经散得差不多了 包括船夫在内的人 都看到了他眉眼间隐约的笑意 鲁肃大概是值得笑一笑的 既然迫使诸葛亮同意了 江东对焦州的瓜分方法 接着两家就可以做 关焦州局势发展 当然 鲁肃很清楚 代表玄德公在焦州形势的是谁 那个卢江雷远人 虽然年轻 却能争善战 极有威名 江东人在他手上吃过许多亏 更有解不开的仇恨 但江东毕竟为此图谋更早 投入的力量多得多 在当地能够发动的力量更是庞大 战上风是必然的事 取得焦州 对江东 对吴侯 对鲁肃为代表的怀思救人 都太重要了 有了焦州 江东也成了地跨两州的强权 实力大增 从此便能直面刘备而不屈居下风 进而在政治 军事等方面 都有了足够的周旋余地 得到焦州以后 吴侯自然主持瓜分利益 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威逼利诱 进一步地分化 压制江东士族 同时增强中枢的力量 由此保持整个江东政权的凝聚力 而凭借夺取焦州的功绩 鲁肃 布置 履带等怀思之人 都会得到提拔 由此 在周郎去世之后 渐渐弃举的北方世人 提振精神 重新成为吴侯麾下最有力的支柱 进而主导进取江淮故地的战士 快了 鲁肃对自己说 当船只轻盈行在水面的时候 雾气散得越来越快 早晨的阳光晒在鲁肃身上 让他感觉生出一股暖意 愈发昂扬 马肃站在低岸上 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鲁肃的坐舟远去 带到翻影 渐渐被岸边的大片尖加阻挡 再也看不见 他轻快地折返回来 站在凉亭外禀道 军师 卢子敬已经走了 诸葛亮恩了一声 开始收拾暗机上的酒壶 酒碗和鱼图之类 马肃连忙上前搭手帮忙 但诸葛亮的动作比他利索 马肃只端了两个碗 跟在诸葛亮身后 走了几步 他试探地问道 军师 卢子敬上钩了 诸葛亮向马肃笑了笑 却不答 马肃便略微放缓脚步 一步一驱地跟在诸葛亮身后 诸葛亮有些感慨 只因为 看到卢子敬面带笑容地离开 又长就觉得 定是被我蒙骗 在又长眼里 我的心机手段竟然这么深 偏偏我还没什么可说的 鲁肃确确实实上钩了 江东人总喜欢用诡诈谋略 来取得利益 却忘了只有实力 才能最终底定局面 若谈到实力 诸葛亮丝毫都没有 把鲁肃所说的那七千人放在眼里 雷远在娇州 而卢江雷士的力量 远远不止表面上的这些 江东的七千人与之相比 什么也不算 诸葛亮经过一都的时候 向娇州另外派遣了使者 这会儿应该已经见到雷旭之了 雷旭之是个聪明的人 见到了信件 应该就能明白自己的意思 从而放手行事 想到这里 他对马肃说道 汉中和江陵的大圣 至今已经半年了 应有的赏赐 把阿卓和任用 还没有完全兑现 很多人以为 主公是要等到 禁卫汉中王的时候 一次任命 其实 然 也不然 马肃跟紧了些 静听他说 近两年来 马肃从荆州从事 到左将军大司马府的从事 看似地位寻常 其实已经成为诸葛亮的助手 得以参与到一些机密要事 诸葛亮也时常对马肃讲述一些 马肃明白 这既是讲述 也是传授 从建安十四年到现在 短短四年 主公的领地 从游江口畔的小小公安城 增长到经义两周 二十二个郡国 主公的兵力 从不足两万 扩充到如今的十八万人 在这个迅速增长的过程中 文武官吏的全责分配 不断调整 不断变动 还有许多急救的任命 临时的处置 这本是常态 对吗 马肃忙道 却是如此 他平日里 自诩才气过人 喜好谈论 但真到诸葛亮说起正事 却不会多嘴 但主公即将敬畏汉中王了 这些任命就得先做调整 至少也得事先做好沟通 以与汉中王的拔着任用相衔接 过去的半年 我都在处理这些千头万绪之事 又常应该知道 这是为什么 这会儿马肃之重重点头 一个字也不说了 玄德公即将成为汉中王 距离光武之红叶 只差一步罢了 在汉中王军政体系中的地位 职权 几乎就将是在大汉新朝中的地位 职权 所以在这半年里 无数人都在暗中争夺 努力 左将军大司马府 也在不断调整用人 为新体系的建立做好准备 比如此前担任杨武将军 蜀郡太守的法政 不久前刚被持去蜀郡太守之职 而法政的挚友孟达 则正式出任了房林太守 又比如 郑威将军 一周目刘章 终于谢去了 让他心惊胆战的一周目职位 就在去年底被表为太长 一周那边 已经差不多了 接下去 对荆州也要有所安排 诸葛亮轻松地道 江东人既然在这时候生事 恰好给了我们机会 让应当在交州立功之人 赶紧建功 对吗 应当在交州立功之人 马素重复了一句 历史恍然大悟 您的意思是 马素素来是 诸葛亮如父兄 这不仅是因为年纪的差异 更是因为 马素对诸葛亮才能的钦佩 无论面对多么复杂的局面 诸葛亮总是蜘蛛在握 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关键点 用最简单的办法 达成最完善的结果 就如此番 鲁肃固然已经堕入孔明的算中 而同样身在孔明谋划之中的 又不止鲁肃一人 玄德公自然是红牙有幸 待人已成的英雄 但随着势力的扩张 跟随他的才能之势 越来越多 很多时候 便不能单纯靠一颗成心 来对视对人 难免要以手段 全数来统一万众 毕竟玄德公麾下文武 多的是当时雄杰 他们在玄德公麾下 固然能够地位显贵 去往曹公麾下 难道就不行 甚而言之 如果天下风云变幻 某些人想获得 割据一方的地位 难道就做不到 这些人如今聚在 玄德公的麾下 玄德公既要用之 信之 又要将他们 一一放在合适的位置 玄德公自是人后之主 那么诸葛亮 就要为主公寓作筹谋 有时候引领 有时候则稍稍限制 在荆州 这个需要被引领 或者限制之人 马素已经猜到了 便是雷远 第679章 用意 在诸葛亮眼中 雷远是个很特殊的年轻人 雷远似乎对公民利禄 没什么追求 也不像是深沉 有大志的枭雄 但他的所作所为 与常人相比 毕竟透着诸多不同 作为武人 他深得将士之心 能征善战 作为地方官 他安抚百姓 智力有能 作为护金蛮校尉 他又能软硬兼施 通过商贸渠道 从中获取巨额的利益 在这过程中 许多治军治政的手段 就连诸葛亮也暗中赞赏 甚至常觉心有七七 但雷远同时是举重数万的地方 豪族首领 他在荆州军政体制之外 另有一套实力班底 公司两变 于是他做的御式出众 其宗族的力量 就天然地御式强盛 而他又不好华府美色 全马真玩 扎扎实实地 把一切都投入到 这个实力班底中去 虽然他不断拆分布取 压制自身宗族实力 然而身在中书之人 看得很清楚 被他拆分出的宗族 依然紧紧围绕在他周围 他的力量愈来愈 不仅现在奋威将军 一督太守 和护金蛮校尉的职位 他来荆州才多久 短短四年 他的地位就几乎赶上了关羽 其宗族毫无疑问 是荆州最大的地方势力 诸葛亮自己也很熟悉荆州士族 所以诸葛亮清楚 随着荆州士人 大批跟从玄德公入属 留在荆州的这些宗族 便是十个二十个加在一起 也无法与卢江雷氏相提并论 更不消说 由于乐乡大士的利益 和雷远的政治影响 甚至有宗族已与雷氏 形成了联盟的姿态 对雷远来说 这是他超群出众的眼光才干所致 但对玄德公的政权来说 这样一个不断增长的地方势力 又处在今一两周之间的关键位置 并非猜忌或不信任 只不过确实到了需要稍稍引领 稍稍限制的时候了 但玄德公是真正的人后之主 他很欣赏雷远 对这年轻人从没有丝毫恶意 当日他招引淮南侯友联盟 南下荆州的时候 就答应善待雷氏 如今雷远立下无数功勋 他更不会减少对他的信任 更不会另于拔足重用 诸葛亮也做如此想 所以在玄德公救人汉中王的时候 将会给雷远一个极好的安排 从而使忠书和卢江雷氏都能安心 这个安排也离不开雷远本人的配合 为此诸葛亮坦诚地将自己的想法写在了书信中 潜人急送交州 诸葛亮相信自己的眼光 也相信雷远的人品 所以雷远一定能够理解自己的用意 不会辜负中书的信任 当雷远接受了这个安排 雷远在军事上 在地方上的后继变动调整 也就顺理成章了 由此 当玄德公敬畏雷中王的时候 他的每一个部下 都会在适合的位置上 此时一夜偏周 从岛屿北侧的港叉中航来 慢慢靠在低岸旁 诸葛亮提着跑脚跃上船板 回头看见 马速有些发愣 连忙换他一声 正如诸葛亮的预料 他的亲笔书简 已经到了雷远手里 这时候是雷远到达广信城下的第三天 第一天的中午 布志与雷远见面后 即交还了扣押在手中的 从事范巡及其部下 到了晚间 两人再次会面 布志又当场传令 使围困广信城的各部兵力稍稍退开 以便于城中居民出来瞧彩 第二天 两人又见了一面 因为前日李布志的退让态度 第二天见面的气氛就和缓了许多 雷远向布志提出 要遣人进广信城 探望苍无太守无拒 布志虽然没有正面同意 却也没有反对 于是会面结束后 雷远前李珍往广信城中去了一趟 他让李珍通报无拒 荆州军已经抵达 必保苍无无余 李珍入城后不久 满城的欢呼声如潮水般响起 李珍在城里停留了半个时辰 出来时 禀报雷远说 广信城中将士被围攻巡月 已经死伤过半 无拒比想象中的药兽 须发也斑白了 手臂受了刀伤 此前布置突袭视线所步的时候 无拒已猜测 是否荆州军南下 才迫使两敌内讧 当晚 他也试图出兵 可惜动作慢了 未能再布置面前占到便宜 无拒又镊子出血 血信向雷远致谢 书信上道 无拒望荆州之源 如赤子望父母 父母既不弃子 拒虽若财 愿粉身一抱 永不敢赴 无拒能对外联络 竟而使得孙留两家之间的气氛宽松 当夜雷远传令 让时时在泥水上巡视的 荆州军船离开了 不必刻意警戒 他就只带了数十名护从 在村落里驻扎着 这一举措堪称大胆 若非却信布置的谈判诚意 不能如此 而布置也很有趣 当晚且人奉了床 席 被褥 梁杖等物来 并传话说 请雷将军安心歇息 不必顾虑 到了今天 也就是第三天 雷远约了晚间与布置会面 白日里无事 事实上 对布置的诚意 雷远没有一丁点的信任 他早有军事上对应的安排 但那得看官平的手段 也飞身在广性所能遥控 于是 此刻他乐得清闲 甚至还领了几名部署 往里水上游的高坡踏青 身在高处眺望 只见里水碧绿 波光零零 玉水浩渺 水流滔滔 里水对岸的白鹤山窈窕多姿 兼有白鹤翔翔于松林 而往玉水方向看 同样也是带青色的山影连绵 在清晰干净的阳光照耀下 山和水都显得名利异常 而在山水之间的碧绿平原 虽不似北方那般广袤 却因为 气候的关系 比一都更多了几分勃勃生机 雷远问过向导 据说 此地颇有一年两熟的稻田 有多干薯 甘蔗 椰子 芭蕉等特产 和种种奇目异果 又因为地广人稀 土地尽可开垦 百姓们想养活自己 其实甚是容易 数百年来 汉家子民南下经营 少不了碧鹿兰旅的辛苦 也多有收获的喜悦 正在雷远难得地沉浸于闲暇时 里水上游数艘行船 急迟而下 送来了诸葛亮的书信 负责送信的 依然是雷远的老熟人宗裕 宗裕还是左将军 既是书左 与雷远的身份差距渐渐大了 但雷远只当他是朋友 见面相待一如往日 一行人回到村落中 兵主落座 雷远从宗裕手中取来书信看过 随即合拢书读 陷入沉思 足足一刻过去 他才微微汗手 宗裕虽不知这书信中说了什么 单知必有要事 见雷远动了 他连忙打起精神 以为雷远将要有所询问 但雷远只打开书读 仔仔细细地再看一遍 诸葛亮入书以后 据说事物越来越繁忙 所以 诸多公务文书 都由幕僚代彼 但这份书信 却是诸葛亮的亲笔 雷远认得出诸葛亮的笔记 看得出 他写得很正重 每个字都工整有力 他也看得出 诸葛亮写得很用心 文字中蕴含的东西 并无丝毫虚假 哈哈 雷远笑了起来 续知 宗裕问道 雷远取剑在手 他左手握着剑翘 右手握住剑柄 缓缓拔出 剑身一点点地露出来 清光灿然四射 雷远道 既如此 就只能对不住 布子山了 第680章 广阔 对不住布置 是迟早的事 早一点 晚一点的区别而已 雷远不太明白 吴侯氏抱着怎样的想法 认为 在对荆州 造成了这么多损害以后 荆州方面会忍气吞声 做事交周一手 或许 江东人的对利益的执着和贪婪 与他们实际的实力 太不匹配了 这就造成他们不断地犯错误 只看交周一地 如果江东能控制自己的贪欲 始终认可无惧和视线 各位孙留双方代理人 满足于经济上的收益 那根本就 无需兴起如此风浪 慢慢协调双方的利益分配即可 如果江东不谋求拿下苍吾 阻断荆州交周的联系 那他们有足够的力量 直接消灭视线 玄德公并没有理由插手期间 江东也可以轻易得利 但江东偏偏选择了利益最大的目标 而在执行过程中 又不断发现自身的力量不足 于是不断调整目标 这种虚火生腾的战略 和体弱气促的实力之间的矛盾 便迫使江东文武 越来越趋向阴谋手段 最终大大的得罪了玄德公 而使荆州的力量名正言顺 涌入郊州 当雷远亲自前往郊州的时候 江东人就完全没有机会了 江东以十万大军 都不能在江淮稍稍得逞于张辽之手 如今带着这么几千精锐 上万蛮兵 想要迫使奋威将军让步 雷远觉得 江东人有些看不起他 所以 让步是不会让步的 他已经决定要让步至 吃个大亏 荆州军船昨日离开广信周边的水域 其实是沿着御水 往蒙林方向去了 御水上游江流湍急 但在接近广信的一段 水面忽然开阔 江中有多处浅滩 可供搭设浮桥所用 荆州军船首尾相连 变成浮桥 而关平所部 则经过浮桥渡过御水 从南岸直取南海郡的高要峡口 如果是谢林死前的推测不错 关平将在那里撞上 通过大鱼岭 急驱攀渔的江东兵马 以关平的用兵之能 再由马代 丁凤 马玉等人协助 江东之兵绝不是对手 按照雷远之前的谋划 关平所部击溃江东援军后 雷远再联合无拘 押服布置 迫他退让 或许看在孙流同盟的份上 可以分给江东人几个县 再多就不用想了 但现在雷远改了主意 既然 玄德公承诺 将会把整个交州 交给自己负责 那为什么要把嘴边的利益 让给江东呢 难道我还会 嫌弃地盘大一点吗 交州的事情 无需再谈了 雷远持剑在手 信心十足 真是好剑 此时宗玉赞到 青钢剑尚未完全出窍 但仿佛已有寒气夺人心魄 又或者 夺人心魄的并非剑 而是人 当雷远拔剑的时候 宗玉便知道 雷远已有决断 而身在交州的江东人 将要遭难了 宗玉等人来时 顺风顺水 非常快捷 回城的时候会慢些 雷远对他道 德燕不妨在广信等我一日 一日之后启程 便能把好消息带给军师 宗玉攻身道 遵命 雷远将诸葛亮的书信 收起 不出厅堂 意气昂扬地准备行动 这种充满斗志的状态 对雷远来说并不常有 他在来到此事之前 本来拥有近四十年的人生 在前世的年轻时候 他看行业内的那些中年人 觉得自己中年时 必不如此 他相信自己应当深沉多志 有远大的志向 然而随着年龄一点点增长 生活将他逼迫成了曾经灭时的样子 每日里忙碌的事 都只在眼前 即至来到此事 面临的情况并无多大区别 他倒是有过翻天覆地的想法 然而当务之急 始终是立足 是活着 作为一个身在乱世的普通人 雷远不免依赖宗族势力 给他带来的安全感 但他也清楚 某种层面上 宗族势力已成了对他的限制 能够推动历史前进的 绝不该是地方豪强 当他把眼前的难题 一桩桩应付过去 下一步该如何 长远的目标在哪里 一时难有答案 这使雷远感到茫然 并深觉自己真是极其失败的穿越者 好在诸葛亮给出的方向不差 至少 今后一段时间里 焦州是个很好的驻足之地 值得雷远投入精力去经营 为什么需要雷远在焦州 诸葛亮也说得很明白 这段时间以来 玄德公占据精益两周 声威赫赫 而诸葛亮坐镇成都 足食足兵 通常来说 能够用来供给财政的 约农耕 约盐铁 但这还不够 诸葛亮碎舍景观 并将效法乐乡大士的格局 在汉中建设市场 诸葛亮亲自参与了市场的建设 由此深切感受到 焦州的奢侈品产出 是足以与赎景相提并论的裁员 但因为金楚世人不同于益州土族 玄德公的政权 不可能像在益州那样 以强硬手段 将这些裁员收归国家所有 那么最好的办法 莫过于控制上游 也就是产出这些奢侈品的焦州 按照推测 焦州的在籍户口 还不到荆州的一半 但产出的商贸利益 较之 荆州丝毫不差 以玄德公的力量 拿下焦州不难 但要长远地控制焦州 并且使焦州 源源不断地产出利益 并不容易 这需要一套有利的班底 更需要才能足以服众之人坐镇 这样的人 可不是随便能有的 如果焦州控制在手 这就是玄德公下属的三州之一 坐镇焦州之人 地位便与关羽相仿佛 谁能有这样的地位 张飞要面对益州北面的压力 赵云为玄德公须于不可离 其他的原从诸将 不仅地位不到 能力和威望 也都差得太远 除了原从以外 荆州和益州的诸将在资历上又显不足 毕竟 玄德公的力量膨胀得太快 荆益诸将陆续投靠 都是最近三四年的事 时间太短了 所以 雷远是最合适的 由实力而论 如将雷氏宗族数万人放在荆州 迟早会遭到州府的压制 但去了娇州 仿佛强大数倍的士士家族 正为朝廷所需 由才能而论 雷远在一都太守 和护金蛮校尉任上的经验 足以使他应付焦州的复杂局面 由清书而论 雷远虽非原从 却是原从的女婿 深受玄德公的信赖 相信雷远也清楚 焦州比一都更加广阔 更适合他伸展拳脚 而玄德公也乐于 见到一个墙上的焦州 焦州愈强 愈能够压制江东的无谋蠢洞 愈能够掩护金州和益州的侧备 一旦天下有变 焦州之君挥师北上 燕之不能成为 玄德公的强大助力呢 诸葛亮的书信写得很长 文字平时细细到来 甚至有些虚头 大概是习惯了处置繁杂公物 忍不住要叮嘱得仔细些 于是书简就格外沉重了 雷远将书简交给李珍 让李珍仔细收好 他又问 是李宁塔呢 还有黄轩和沙摩科呢 让他们过来 准备干活了 第681章 响应 天色渐渐暗淡 一对对的江东锐族手持松明火把 穿行于广信城外诸多营地间 将营地内外的火堆一一点亮 这个动作也代表整支军队 转入夜间宿营的状态 自此时以后 凡是只更换岗 错过时间 违禁夜行背离号令 擅自住宿其他营铺之人 都要处展 这是基本的军法 再怎么松散的军队 也会有相应要求 此刻布置的本部 从荆州携过来的蛮兵 和这几日受想整编的 郊州逝世之兵 都同样遵循 但地位较高的将校 瞿帅自然不在此列 在广信城北的蛮兵营地中 头戴塔皮棺 身着五色华服的范胡达 走着趾高气昂的步伐 从布置所在的中军大营 返回到自己位于大营 最西面的账目里 范胡达是 林林郡西部生蛮部落中 有名的瞿帅 多年来 他一直坚持着 蛮部少与汉人交通的传统 而在深山中 慢慢扩充着自家势力 当汉人的护金蛮校尉 通过乐乡大士 不断向蛮部所盘踞的 群山中渗透时 这种渗透 也被范胡达猛烈抨击 甚至几次往 都梁以西的深山中游说 试图纠合人手 抢掠汉家的商队 虽然并没有谁响应他 可范胡达亲自 令人干了几次脏活 据说获得了不少收益 半个月前 范胡达还响应了同伴的号召 前往乐乡大士 试图在那里发起袭击 然而 住在乐乡的汉人文武 应对的仪 参与的蛮部吃了极大的苦头 被迫溃逃 范胡达初始 也在溃逃的队伍之中 但他随即 就寻击脱离了大队 转回来拜见 护金蛮校尉从事黄轩 并且告诉黄轩 策动金蛮叛乱的 乃是江东人布置和黄炳 然后他又与溃退中的同伴会合 进而被归入了布置所领的蛮兵队伍 通过林渠 杀入郊州 这人 便是黄轩花费了极大的资源 在金蛮部落里埋下的案子 其他蛮部以为 他曾经带人抢掠过汉家商队 其实并没有 那些商队专门前往范胡达的领地 按照事前的约定 丢下货物就跑 而范胡达获得这些财物的代价 只是偶尔向汉人 通报一些蛮部深山里的动向 当然 范胡达本人并不觉得自己是什么案子 奸细之流 在这个年代 蛮夷的社会环境极度落后 对阴谋诡计也没什么认识 在范胡达眼中 他拿了黄轩的好处 通报一些消息 与那些在乐乡大市 做生意的蛮部瞿帅并无不同 只不过贩卖消息的好处很丰厚 不能让同伴晓得 仅此而已 跟随布置到了娇州以后 范胡达参与 攻打了广信周边村寨 进而凭借瞿帅的地位 重新纠合起三五百人 这三五百人 还颇受不知的看重 所以被安排在大营的最西面 正对着里水方向 就在刚才 在布辅军的大仗前 范胡达因为在娇州作战得力 得到了布辅军的赞赏 并且还获得了卷博赏赐 不止如此 布辅军还承诺 日后将会在娇州 划出大块平原区域 专供依附江东的金蛮部落立足 甚至还会派人指导蛮部耕作 并授予范胡达汉人的官位 范胡达觉得 自己找到了应对汉人的最好办法 首先要装傻 然后再装中 只要汉人相信某个蛮人 既傻又忠诚 就会迫不及待地 给予各种各样的好处 那可真不错 当然 范胡达也认真地考虑过 这两家汉人大球 看起来都很慷慨 万一他们两家 在娇州又打起来 该怎么办 毕竟范胡达的部落很小 虽然他总是 装出粗猛凶悍的样子 其实靠抱着汉家大球的大腿活着 如果大腿和大腿之间一再冲突 他可就不知如何是好了 但以范胡达的能力 又想不到什么解决的办法 毕竟他只是个蛮夷取帅 能做到两面讨好 已经用尽了他的每一份聪明才智 他站在自家的账目门口 对跟在身后的几名部下凶恶道 把卷博放进去 放好以后 谁也不许动 谁动我就杀谁 有几名部下顿时露出不愤的神情 这些部下 本身也是荆州某处深山中 西洞村寨的金夫 头人 眼看好处都给范胡达了 都不乐意 范胡达懒得理会他们 挑了个看起来比较忠实的部下 你 你站在这里看好了 不准任何人进去拿东西 安排好自家的财富 范胡达转身出来 布府军说了 今晚他将会设宴招待 另一位汉家的大徐帅 那位徐帅便是范胡达此前暗中紧抱的大腿 还与部府军打过仗 所以 这宴会上 会不会出现什么特殊情况 范胡达有些忧虑 但又不得不去 毕竟汉人的宴席上 总有很多美味食物 不去就吃不着 那可就亏大了 正这么想着 他看见营寨的西南面 靠近里水的方向 有几处狼烟升起 过去这几日里 雷园所驻足的村寨 经常燃起这样的狼烟 初时 广兴周边的江东人很是警惕 后来就慢慢放松了 毕竟没人知道这些狼烟 究竟代表什么 而狼烟升起以后 其实也没发生任何事 不知还特地安抚金蛮渠帅们 让诸多蛮兵不必紧张 但范胡达知道 狼烟自有狼烟的道理 比如这一次 他数了数 一 二 三 四 五 五处 前三处靠近 后两处隔得很远 荆州人常用的几种狼烟讯号 护金蛮校卫部的汉家官员 黄轩 曾经郑重地向范胡达介绍过 大部分范胡达都没记住 除了这一种 据说 如果看到这样的狼烟 就要提起精神 准备配合行动 然则 范胡达简直想笑 黄昏时分 四周一片宁静 中军正在安排宴席 而各处营地星星点点的灯火 正在亮起 天空中有成群的野鸟 飞往水泽深处 哪有什么可配合行动的地方 没有任何事发生啊 与此同时 雷远站在狼烟之盼 看着烟柱高高升起 李珍捧着兜眸 为雷远带上 而雷远又平伸手臂 让王月把竖甲皮韬 从肋下绕过扎紧 当手臂抬起的时候 鱼鳞般的甲片彼此碰撞 发出细碎而清脆的响声 雷远沉声道 似乎江东人已经疲了 并没有特别警戒 在雷远身侧左右 数十名飘汗不下距 都披挂甲昼齐全 正彼此帮着忙 往甲昼外套上长服 摆出照常往江东中军 大营敷衍的样子 这趟雷远来到广兴城外 初时只带了四十多名护从 关平等人 出发前往南海的时候 另外挑选了勇士 来广性协助 再加上沙漠科 黄轩等 陆续增加到了八十人 毕竟双方数量差距太大 他们有些松懈 理所应当 李珍低声道 可惜 始终不知道 敌音中有多少人 能够响应我方 雷远轻笑几声 韩章 你别慌啊 第682章 一闪 李珍连连苦笑 乘着雷远从容调整 腰间长刀位置 将雷远都谋下言的 顿向稍稍收紧 宗主 我可没有慌 只是 李珍顿了顿 又道 毕竟咱们才八十人 而敌军 算上那些蛮夷 怕不上万 武设立一千三百人 荆州蛮兵四千一百 三天前击破失窃所部 招揽祥仲七千 合计一万两千余人 然则 此时此刻 恰是他们最虚弱的时候 雷远达到 因为顿向的关系 雷远的话声 变得有些嗡声嗡气 他用点了点 勒在下河的皮索 示意李珍将之往外侧挪洞 荆州在我们手里 江东能够偷越的人手有限 所以 布置的本部精锐 就只一千三百 为了扩张声势 他们才沿途 邪果荆州蛮兵 纠合其五千余人 以保证与世线的军事 这种邪果降重的手段 咱们在江淮也用过 千余人压制四千人 倒是绰绰有余 好 就到这里 雷远嚷了一声 皮索略微 潜移了半寸停下 雷远的声音恢复正常 如今 我只领数十人在广信 已经使不至 相信我方有意谈判 所以 布置这几日里 都在忙着整顿失线的祥仲 他那些武射里 既要控制金蛮 又要控制世事祥兵 还要保留一支能战的部队 压制广信城中的无惧 千把人分成了多少小队 三十支 还是五十支 如此松散 一旦失去中枢统域 必然不堪一击 雷远转动头颈 试试顿向的松紧 他对左右道 何况 公寓这几日里 也没有闲着 公寓你说是吗 众多护从都转眼去看黄轩 黄轩脸色战红 丹西贵地道 宗主放心 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 话音未落 边上沙摩刻一声冷哼 众人都知道 多半是因为 黄轩对金蛮的号召力 引起了沙摩刻的嫉妒 不过 这位蛮王很容易安抚 一时的暴躁 完全不必介意 雷远向黄轩汉手示意 他在看看四周 确认每个人都已经装束齐备 仅有数人不曾着假备战的 那是宗玉和他的同伴们 宗玉等人站在稍远处 投过来的眼神中 透着几分担忧 当雷远做出决定的时候 宗玉大惊失色地阻止 以为雷远是发了什么疯 但他终究降不过雷远 于是便只能在一旁看着 直到现在 还完全不知所措 雷远提高嗓音 出发 数十骑绕过村庄中的 低矮防射 向江东人的大营 徐徐前进 道路难免起伏坎坷 战马颠簸 雷远控制着手上的缰绳 让整支队伍 保持着悠然姿态 随着战马的奔行动作 他深深的呼气 在深深吸气 数十骑的铁蹄踏地 掀起湿润空气和草木 泥土混合的气味 让他感觉心情变得舒适 放松了一些 一行人都在铁甲外头 罩着大袍 戎服 稍稍遮掩武器 摆出复验的架势 队列中还打着 十数只松明火把 所以没过多久 就被江东的巡哨部队 注意到了 他们当然知道 今日的宴会 却没想到 雷远等人来得早了些 于是 奋出人手 飞报中军 另外有人过来 隔着老远做首饰 请雷远等人乐马等待 雷远并没有直接乐停马匹 而是继续向前摆鱼部 面带微笑地向那些 巡哨兵族靠近过去 还打了几句招呼 直到策马登上一处缓坡 在这缓坡上 他可以把江东的营地 一览无余 原本围龙广兴城的大营 有五座 因为世界所不溃败的关系 现在有两座被放弃了 只沿用了其中的雕斗望谋 另外三座 大致从广兴城的西北到东南 弧县排布 中央的一座 便是布置的本营 本营的原门和中军之间 有往复曲折的道路连通 这时候 中军帐处灯火通明 有号角悠扬座迎兵之用 而道路两旁 是隐隐绰绰的诸多迎寨 迎寨间插立着许多旗帜 傍晚时分 有风从玉水西面吹来 吹得旗帜批批啪啪翻卷作响 寻哨的兵族听到号角声 连忙让开道路 对雷远道 雷将军请 雷远继续向前 直到原门 原门左右 有数百名士族手持刀枪 如燕翅排开两翼 看他们的模样 都是娇州本地的军兵 但各个神色昂然 并不显得 因为战败被俘而沮丧 显然 区区数日内 布置在收拢人心方面 下了极大的功夫 投入了极大的资源 也却有极大的成效 这数百人摆在这里 也显得布置 对收编士 是宗族势力充满信心 某种角度来说 这是向雷远展示 江东有足够的能力 控制焦州 这是示威 只不过 在数百人之后 迎战内部的账目 或者攻方设施之类 都难免松散 规格也乱七八糟 隐约间 还能听到有 士族窃窃私语的声音 如将雷是不取断 不容如此 但这情形对江东人来说 大概算不得什么 在圆门前迎后的 则是布置的副手孙桓 隔着数十步 孙桓甲骤铿锵 迎上前来行礼 叙之将决 请随我来 这少年五人看着雷远 眼神颇有几分不愤 这几日 雷远已经听说了 孙桓是孙氏宗亲中 极受重视的后起之秀 十六岁就出任 武社里的副手 且能得将士拥戴 或许在孙桓眼中 比他年长八岁的雷远 是个特殊的竞争对手吧 雷远只微笑以对 他牵马而行 跟在孙桓身后 沿着曲折步道走向中军帐 走了一里多地 剑道布置 站在中军帐门处等候 雷远大步向前 两人各自叙礼 寒暄几句 入帐落座 李珍 赤里宁塔两人 站在雷远身后 黄轩作为鼠力 陪坐在下手 王岳和装作护从首领的沙摩科两人 带着护从们一起候在帐外 营帐内外 另外也有江东的将校 卫士簇拥 方才坐定 布置清了清嗓子 续之将决 有件事我 也是刚晓得 想了想 不该欺瞒盟友 须得尽快通报足下 何事 布置站起身来 拍了拍主位之后的巨大余途 三天前 我江东的招姓中郎将屡带 奋威校尉全从 已经越过了扬州 郊州之间的大鱼岭通道 他们领兵万人 直取南海 这时候 可能前锋兵马 已经要到达河浦 包抄苍无郡了 雷远身后的李 真道抽了口气 李真跟着雷远数年了 挺能凑聚 虽然这消息 此前范巡已经说过 但毕竟出于视线的猜测 雷远让官平领主力兵马 前去迎敌 其实担着几分风险 直到这时候 布置亲口承认 李真抽这口气 意思大概是 我家将军真乃神人也 是暗中吹捧雷远 然则不知可能误会了 觉得李真的声音出于惊惧 布置半转过身来 凝视着雷远 何须的神情中 多了压抑不住的喜悦 连带着他 妈撒于途的姿态 也带出了 志得意满的 闭腻气势 随着屡带等人到达 江东之兵 在郊州的力量翻了一倍 又因为 世界本部的溃败 他们攻城掠地 全无阻碍 占据了绝对的主动地位 在这样的局势下 雷远能做什么 荆州能做什么 他们的兵力虽然精锐 却终究少了点 布置有信心 将他们继续牵制在广兴周边 他想过 自己可以再等几天 等屡带等人挥军抵达 再起谈判 用实力说话 但他最终决定 直接向雷远摊牌 就在此时此刻 获得着荆州重将退让 眼下雷远的护从如此吃惊 就证明自家的举措无误 接下去正好继续言语施压 以让雷远失措 雷远站起身 立到布置身边 看看鱼途 南海 何谱 他轻声笑了笑 布置布置雷远在笑什么 他看看雷远 两人这时候距离极近 他才感觉到 雷远周身顶盔冠甲的 巨大压迫力 此前双方对座谈话 周围假示护从环视的时候 倒还罢了 布置并不在乎 甚至暗中嘲笑雷旭之 毕竟是江淮匪寇出身 未免太过惜命 缺了点气度 但这时候 双方的距离不过四五尺 而雷远的眼神中 分明带着冰寒刺骨的杀气 布置忽然想起了 三天前的那次会面 他忽然明白了 正如那一次 雷远是真想杀人 这一次也是 布置下意识地狂叫一声 向后猛地养身 想要躲开眼前 这毫无顾忌的凶人 可哪里还来得及 随着雷远手臂挥出 长刀呛然出鞘 中军杖内 寒光一闪 一抹烟红的血 顺着刀锋的轨迹飞出 溅在宽大的鱼图上 布置原本 荣光焕发的面貌 瞬间扭曲 他抬起双手捂着喉咙 喃喃道 为什么 你 你怎么敢 更多的血像瀑布一样 翻卷着泡沫 从他的指缝间溢出来 布置倒地 第683章 动手 划过布置咽喉的 并非雷远时时随身的青钢剑 而是另外携带的一把还手刀 就指军中标准配备 30连 今日难免要大杀特杀 青钢剑这样的利刃 毕竟珍贵 还是留在关键时刻为好 这一刀挥出 雷远顿绝心情舒畅 仿佛接到诸葛亮书信以后的玉器散去很多 大体而言 焦州是个好地方 但雷远也很清楚 既然身在焦州 短期内 怕是没有再度投身中原惊涛骇浪的机会了 这对依附卢江雷势的数万军民来说 或许是好事 而雷远本人 又难免有那么一点点的遗憾 更何况 玄德公要把卢江雷势 从一都挪到焦州 终究带了几分低防的意思 这种低防 只关乎雷势宗族的实力 而无关雷远个人 政治就是如此 难免基于算计 有些冷酷 雷远本人对此早有清楚的认识 但身逢其事 难免生出点会目 有那么几分戾气 这骨子隐约的戾气 本来无处发现 偏偏布置施展欺诈手段 当雷远是傻的 偏偏布置还敢与带威胁 如此奋勇 真是首当其冲 简直找死 雷远垂手看看 在地面抽抽的布置 心中有些快意 怎么算 布置都可算是 江东第一流人物了 在雷远越来越模糊的 前世纪里 此人好像还当过 东吴的丞相 真正是吴侯的左膀右臂 哪怕现在 他也是吴侯身边的亲信 是江东阵营中 怀死人的中坚力量 这样的人物被杀了 吴侯的怒火 必定不可遏制 很有可能会在 孙流联盟之间 生出又一阵冲突 江东人 大概并没把扰动 金蛮叛乱当作大事 在他们眼里 金蛮叛乱导致的死伤 更远不能与 孙流破蒙的后果相比 所以他们在荆州 肆无忌惮 在焦州也肆无忌惮 布置更相信 雷远不敢胡乱行事 所以 乐得摆出姿态 与雷远折冲尊足 哪怕雷远前几日 已然不耐烦了 布置始终都不认为 雷远真敢杀他 布置错了 雷远真敢 雷远一点都不在乎 布置的高贵身份 在这个乱世中 没有谁是不能死的 自从江东人施展阴谋 金蛮叛乱造成了多少死伤 焦州蛮兵北来 又造成了焦州的汉家百姓 多少死伤 不少人就死在雷远的眼前 雷远认为 江东应该有人对此负责 再者 孙流联盟是什么东西 雷远比任何人都清楚 当他来到荆州的第一天 玄德公就亲口说过 要依靠卢江雷氏压制江东 要雷远不必束手束脚 就算孙流之间有什么底屋 那该是诸葛亮操心的事 孔明总是这么置诸在握 深谋远虑 布置的死对他来说 一定不是什么大问题 退一万步来说 哪怕孙流联盟就此不存 结局难道会比雷远熟悉的历史 更惨吗 这许多念头 在脑海中一闪而过 不过瞬息坚持 雷远持刀转过身来 低声喝道 动手 孙环就在布置的下手坐着 当布置被杀的时候 他的身躯被还手刀带了翻了半个圈 正落在孙环身边 这少年人眼睛瞪得同龄般大 看着布置临死前的抽搐 随即大吼道 来人 来人 有刺客 吼声中 他反手拔刀 刚举起刀 便觉眼前一黑 风声猛噩 那是赤里宁塔 提起雷远这边的暗机 将之拼面之来 这暗机用南海奇目所致 十分沉重 砸在孙环的刀身上 瞬间将之绷作空中飞舞的七八剪 刹那之后 又砸中了孙环抬起的手臂 扑得一声闷响 壁鼓碎裂 孙环大声惨叫 向后连连翻滚 一直滚到账目的某个角落里 不动了 孙环是江东孙氏宗亲 深受吴侯喜爱 所以才会被派到武射立中为将 在他身后的两名卫士 都是永利过人的凶悍角色 被吴侯专门指派来卫护孙环的 这时候 两人狂呼起身 抽刀向雷远砍来 雷远横过长刀 当当 两声格挡 心知乃是劲敌 便立即后退 而赤里宁塔 则大步踏前 挥刀乱砍乱杀 赤里宁塔天赋一柄 一个人的力量 足足抵得上十人 所用的武器 甲咒 莫不是格外加重的特殊产品 这样的猛士 在当代仿佛武装到牙齿的恶手 所以 才能与徐楚抗衡 这巨汉猝猝然动手 整个中军杖中方寸之地 便瞬间 化作了血肉末盘 轰隆隆地 绞入了十数条性命 雷远迈不出外 短短数步距离 身上脸上 都被洒了不知来自何人的鲜血 帐外也已经绞杀成一片 负责守卫中军杖的 是武射立之一部约莫两百人 武射立是吴侯起家的精兵 与江东武孝 和帐下虎士并称精锐 每个人都训练有素 装备齐全 尤其擅长攻使射击 若他们与同等数量的雷远锁部 护从们排开阵仗对战 一时难见胜负 而雷远麾下其他各部校尉之兵 除了几名将领的本部 只怕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自进入娇州以来 武射立先把雄具仓武的无惧 打到龟缩广性 不敢露头 又一夜击溃世线所部大军 足见其实力 此时 他们在中军帐外警戒 也并不疏忽 但他们虽不疏忽 却无论如何想不到 雷远敢在帐中爆起杀人 无论如何想不到 数日前 他们对世线做过的事 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自古以来 以阴谋行事者 往往如此 仗着阴谋一次次成事 遇事成功 遇事小缺了他人 以为 谁都会被自家的诈术所致 却忘了天下多的是 不讲规矩的狠人 此刻忽听杖中一片纷扰 又到 有刺客 云云 有些武射立将士 竟以为 是适事的部署作乱 第一反应 居然是叫人 看住军帐以外那些交州人 而雷远的护从们 毫不犹豫地动手 自从前山起兵以来数年 雷远屡经恶战 他所拥有的兵力 实力再不断扩张 而护从队伍则不断经历 惨痛折损 当日 前山中的二十名护从 现在只有四五人尚存 而后继陆续被调到 护从队伍的将士 常常随雷远冲锋陷阵 折损概率极高 但雷是宗族不娶的将士们 依然已被选入宗主 护从队伍为荣 皆因护从们 能得雷远的耳提面命 能在宗主眼前立功 只要几次征战不死 放出去 就是取偿 是督博 故而雷远的护从们 绝非寻常样子祸 他们真正轻生好死 誓战成狂 经雷远以恩义相结 以功名相待 再配以金药铠甲 钢刀利刃 仅仅数十人 却如数十头铁甲猛兽疯狂扑杀 瞬间杀得江东人 一片大乱 更不消说 厮杀的时候 雷远的护从们还在高喊 不知死了 孙桓死了 这吼声在夜空中传得很远 范胡达听见了 许多被布置邪果 来娇州的金蛮氏族 都听见了 正躺在自家帐里瞌睡的张鲁 面色骇然 哗啦一下掀开了被子 第684章 乱局 江东孙氏的领土 其实只包括汉时扬州大部 和荆州的一小部分 合起来约莫一州之地 自赤壁之后 吼侯以这一州之地 而成天下顶足之一 其屡次新兵作战 无论在荆州方向 还是江淮方向 都能轻易动用10万以上的兵员 2000以上规模的水军舰船 足渐兵力强盛 而其之所以强盛 主要得益于江东政权 对山岳的征法 通过大批邪诱 俘获山岳为兵 江东诸将 能够迅速弥补战争损失 并且将新兵作战的经济成本 压到最低 布置此番来到娇州 也是不断地邪果蛮夷冲入军中 它有一整套的 在江东早已检验成熟的手段 来保证蛮夷士族的忠诚度 使他们乐于为将帅作战孝死 所以才能在短短巡月间 整合起上万大军 并且信心十足地面对荆州军 但这种模式 对中枢统御之才 要求极高 非出色的将帅 很难将部队指挥如意 当布置所在的中军大仗一片大乱 熊熊火光升腾而起的时候 分散在各地的武设力 固然不顾一切地迅速回原 可蛮兵们顿时就乱了 忠诚者随着武设力们奋勇拒救 而位切者不顾军纪四散奔走 随着时间推移 始终没有人站出来 发布明确的命令 于是更多蛮兵在自家的营地里 自相拥挤 乱作一团 也有犹豫者原地不动 比如范胡达 中军战最初乱起时 范胡达对身边几个同伴道 这是在部府军面前露脸的机会 咱们赶紧去 说不定还能赚些卷博 这回我与你们军分 绝不独吞 当下树人披上脏兮兮的皮甲 提起乱七八糟的武器 往中军方向奔走 几名徐帅沿途呼喝同伴 带到出了自家营地 已经聚集了两百多人 然而 在营地外头走了没几步 忽然一股声浪扑面来 顿时让范胡达愣在当场 什么 部府军死了 他答应我的卷博 还没给 他答应的土地 也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怎么就死了 他若死了 我岂不是白忙一场 范胡达满腔的怒气冲头 可他带要暴跳 忽然又想到 是谁杀死了部府军 下个瞬间 他回忆起了自己往里水方向 眺望时 看见的五道狼烟 他记得 另一位汉家大渠帅的部下 护金蛮校尉从事黄轩 曾经郑重其事地对他说 看到这样的狼烟 就要提起精神 准备配合行动 范胡达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仿佛被冰水浇头 原本打算在两家之间 周旋取利的念头 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而黄轩的吩咐瞬间清晰 他猛然止步 一边摸刀一边喊道 我是荆州奋威将军的部下 所有人跟我杀敌 这一嗓子吼出来 一把江江受到范胡达胸腹的刀锋 猛地挺住 持刀的蛮族少年 冲着范胡达笑笑 露出满嘴白牙 再看范胡达身边的几名渠帅 以尽数失衡就地 阿渣 你干什么 范胡达怒道 这个少年 前日里带着十几人 从深山间出来 正撞上寻哨的范胡达 他自称名叫阿渣 是在荆州被汉人击败的 金蛮零散逃人 范胡达见他身手不错 口音又是零零的 所以将他们带回自家营里 以充实实力 他全没想到 这少年竟然会抱起杀人 听得范胡达贺问 阿渣笑了笑 问道 你也是荆州奋威将军的部下吗 范胡达怒道 我自然是 我投效奋威将军 已经好几年了 你们呢 阿渣有些紧张地收回刀子 在衣巾上抹一抹 我们 我们也都是 上个月 我们跟着黄从事到林林 黄从事说 看到狼烟 就要准备杀人 范胡达举刀喝道 那你也不能乱杀 你们都听我指挥 不带阿渣提出异议 范胡达向着中军方向跑去 一边跑 一边大声喊道 荆州奋威将军的大军来了 不知已经死了 大家快逃吧 喊了几句 鞋子里出来一名江东士族喝道 谁让你乱喊的 住嘴 所有人不得妄动 范胡达劈头就是一刀 刀锋直直地剖开了这江东士族的胸膛 惨烈哀嚎声中大量鲜血 体液和内脏顺着刀口哗啦啦地倾泻出来 这一刀得手 范胡达才感觉到身后那十数人不再对他戒备 他们紧紧跟在范胡达身后 阿渣落后范胡达半步 问道 那我们干什么 范胡达道 学着我 一起喊 荆州奋威将军的大军来了 不知已经死了 大家快逃吧 当这一小只金蛮 开始大叫大嚷散步恐慌的时候 至少荆州蛮部的营地间 至少有七八处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黄轩在乐乡大势收服的两百名蛮兵 跟着黄轩从乐乡到林林 再从林林到娇州 近日 黄轩又拣选其中金干之人 陆续使之潜入江东营地 雷远一旦动手 这些人便同时抱起 本来江东武设立严密监控金州蛮兵 黄轩想要遣出这么多人 根本就不可能 但因为江东人忽然向嗜邪下手 事务难免混乱 江东武设立又忙着压扶交州兵马 对金蛮不免疏忽 此刻 这些人鬼哭狼嚎般地四处扰乱 顿时时整片大营低士族陷入恐慌 带到中军的伙势越来越烈 原本尚不动摇的蛮兵 也像眉头苍蝇般地奔逃起来 虚域之间 由数百人奔走 到数千人奔走 由一个营地混乱 到多个营地混乱 当所有人都陷入癫狂的时候 局势便彻底无法控制 少量武设立试图挽回局面 这些武设立作为江东精锐 素来得到非常好的待遇 家世 宗族也都居住在建业 受到优待 但如果主将生死 战斗失败 他们和他们的家人 宗族 也必定将要面临严酷的惩罚 事宜哪怕中书已经混乱 武设立们仍在竭力砍杀乱兵 镇压局势 也有人占据营地中的武库 梁库 或以高台 建楼为平 坚持顽抗 彭玉是武设立中 一名颇具威望的取长 当乱世初起的时候 他正在中军北面巡逻 听闻杀声 便立刻带人往中军增援 然而还没到中军 他们就遭到数十名 夹市正面冲击 其中一名巨汉 更是勇猛无品 手持加重加长的大刀 顷刻坚守杀十余人 立时将他们击溃 彭玉本尼古勇再战 又听闻不辅军 和孙孝伟都死了 而中军火势冲天起 将士们一时惊疑 当即奔逃 逃了没多远 整座营地 都如沸腾般乱了起来 无数交州蛮夷 事事残步狂呼乱喊 到处杀人 凡是江东打扮的将士 纷纷遭他们的毒手 彭玉竭力指挥抵挡 且战且退 好不容易奔逃到 营地北面的一处偏僻小寨 在清点人手 已经只剩下了二十多人 彭玉认得 这小寨里带队的都博 知道此地有十余名武社里留守 正好凑在一处行动 但当他闯进小寨里 却见小寨里 横七竖八地倒着尸体 满地都是又黏又滑的血 几乎让人站不稳脚 就连原木拼致的寨墙上 也一道道见了鲜艳的红色 血腥气仿佛凝结不散 异常刺鼻 彭玉吃惊飞小 历时大喊 戒呗 戒呗 此处有敌人 熟料喊了两声 尸体当中忽然有个披头散发 身上只穿着单薄内衣的大胖子起身 连声道 住嘴 住嘴 你想把乱兵都引来吗 第六百八十五章 仙人 这人彭玉也认识 他便是张鲁 之前布置 领着五舍利们装作江东商旅 分成诸多商船深入香水 再借着零零皇室的掩护 潜入五溪区域 他们第一个行动 就是突袭了张鲁设在夫仪的法坛 试图抓捕在蛮部中 声望济龙 影响力又庞大的沙摩科和张鲁两人 可惜 听说后来并没抓住沙摩科 只抓了张鲁和亲信随从庶人 张鲁是五斗米道的教主 身份 地位 与江东有名的树士佐词 鱼吉等人仿佛 又有荆州从事的职务 布置虽压着他随军行动 打算将之作为与荆州讨价还价的筹码 但张鲁这人 却有几分神鬼莫测的本事 这些日子里 他虽被五舍利们牢牢看管 却时不时展现出某些特异之处 动辄虚空生活 隔墙取物 五舍利们最初将信江仪 到后来竟有不少人对他见声尊崇 不敢慢带仙人 这时候听得张鲁喝骂 彭玉顿时一愣 过了半晌 他才反应过来 一挺手中长刀 冷冷地道 区区乱兵 有何可惧 他们数量虽多 在彭某眼中 不过是土鸡瓦犬 待我联络上其他几路同伴 自会将他们尽数杀了 平复这场乱局 然后呢 什么 张鲁问道 老彭啊 你的身手不错 也有胆量 可就算你能平复乱局 接着在做什么 彭玉咒眉道 接着自然是 张鲁打断他的私存 压低嗓音 又快又急地道 不辅君和孙孝卫 已经死了 荆州军已经行动了 接着 你就要面对荆州的奋威将军 你行吗 老彭 你仔细想清楚再说话 彭玉下意识地想想 然后觉得有些眩晕 他明白 不辅君和孙孝卫 恐怕却是死了 但凡他两人还在 中军绝不至于乱成这副样子 更绝不至于到现在 没有人指挥反击 这两位主将一去 剩下的取长 都伯们面临着如此恶劣局势 还能做什么 他们固然都是江东精锐 可毕竟只是取长 都伯而已 至少 彭玉并不觉得 自己能带领手下 二三十名心慌意乱之族 扭转乾坤 此时 小寨以外的喊杀声 从东到西 由从北到南 越来越响 越来越近 武器撞击和战马斯明的声音 此起彼伏 密集轰鸣 更可怕的是 彭玉根本不知道 是谁在和谁厮杀 也根本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厮杀 所有的人 金蛮 焦州人 江东人已经绞成了稀烂一团 彼此狂乱的以命相搏 却根本没有目的可言 彭玉长叹一声 仿佛浑身的精力都在流失 他回头看看部署们 部署们一个个也都面色惨淡 筋疲力竭 张鲁反而笑了 老鹏啊 别胡思乱想了 赶紧跑吧 说到这里 他又忽然住嘴 彭玉问道 张世君 我们该往哪里跑 张鲁侧着脑袋 听了一会儿外肩动向 摇头道 来不及了 我 话音未落 一只流屎不知从那个方向飞来 在空中划出一个弧形 直直下坠 当的一声 流屎打在彭玉的铁兜膜上面 箭头把兜膜的铁质边缘 猛地砸穿 然后继续往下 划破彭玉的面颊 撕扯出一道数寸长的伤口 彭玉只觉得 头上一声闷响 然后便是脸面剧痛 还没反应过来 就听得张鲁继续道 我此刻法力将尽 只能救你这一次 彭玉这时 才明白自己死里逃生 他满头的冷汗狂勇 先将几柳头发 都粘在冰凉的额头上 又顺着面颊的伤口继续流淌 带来阵阵刺痛 原本周边上属寂静的小寨 忽然间就喧嚣起来 不知是哪一路的乱兵 狂呼乱喊 从远处蜂拥而至 张鲁身边的几具死尸 终于按捺不住 连声嚷道 还说什么屁话 快躺好 别动了 张鲁仰天就到 在众人惊讶注视下 他缓缓瘫坐在地 脑袋一片 无力地垂下 还顺手往旁面地面 抹了几巴掌的血 忽在自家脸上 此时天色暗淡 小寨之中又无灯火 瞬间就恢复成了 彭玉刚来时 到处尸体的情形 既然跑不掉 也别想着厮杀 都躺好 别动了 过了经验 我保你们不死就是 张鲁的声音闷闷响起 彭玉与部署们对视了一眼 所有人都知道张鲁的身份 在这时候 没人去怀疑 张鲁的话是真是假 跟在彭玉身后的二十多人 忽然间争先恐后地 往小寨里去 各自奔向几处乌雨 寻找鸡脚嘎啦的地方 躺倒避难 此前 彭玉连番厮杀 已经疲惫不堪 但这时候 决心既定 浑身却忽然有了力气 他并不急着进小寨躲避 反而先往外几步 拖了两具死相甚惨的尸体 随后才找了个最阴暗的角落 把尸体落在前头 自己钻到底下躺好 躺平了他才发现 自己距离张鲁不远 两人呼吸可问 看来英雄所见略童 都觉得这个角落最为安全 大概因为事发仓促 张鲁衣衫不整 肥厚的肚子鼓鼓地露在外头 乱兵如果站在外头向内看 估计看不出什么名堂 但是如果进来走一走 习惯了小寨中的暗淡光线 张鲁的肚子就白得有些惹眼 还随着呼吸起伏不停 彭玉想了想 费力地抬起一具尸体 把尸体的一条大腿 横着推过去 盖在张鲁的肚子上 多谢 张鲁轻声道 是我该多谢师君的救命之恩 彭玉在黑暗中凝视着张鲁平静的面旁 诚心诚意地道 住嘴 住嘴 又有士族低声道 接下去整整一个时辰里 乱兵们来了又去 有人还进到小寨里探看 索性并未发现异常 有惊无险 当厮杀呐喊声渐渐低了 唐岛的人们才又陆续坐起来 很快 他们又听到 远处有鹤令 缴械跪岛的声音 再过片刻 有马蹄声嘚嘚 随即微弱的火光 随着夜风起伏 透过门窗 留下变幻光影 那是收拾战场的人马 从附近经过 听声音 怕不有数十骑 这骑队规模 焦州并无第二家能有 那只能是荆州之兵 荆州军果然赢了 彭玉等武舍利 彼此面面相去 心中又惊又怕 半赏不敢移动 有人不知怎跌 便呜呜哭了起来 张鲁站起身来 走到小寨的门口看看 又折返回来 他伸手往空中一抓 手中莫名其妙地 就多了个盛水的皮囊 随即好整以侠地 洗了洗脸 又洗了洗手 分明脸上的肥肉 都在颤动 可落在满屋子 装死的同伴们眼里 却赫然生出一股 宝箱庄严的风采来 他沉声道 局势已定 诸位 跟我来吧 师君 你抑郁如何 彭玉低声问道 圣人法道 但念畸形 令身长生 张鲁微笑汗手 不必担心 一切由我 第686章 旗帜 雷远取了不知的性命 随即领着护从们 从中军杖冲出来 接着的事情 无非厮杀而已 雷远一向不觉得 自己是擅长冲锋陷阵的猛将 但身为武人 该当白刃见血的时候 他也并不犹豫 当下数十人纵旗踹阵 刀枪并举 鲜血剑射 残枝横飞 初时数十旗往来奔走 以纵火扰乱为主 在一次次的战斗中 他们渐渐聚合起 事先潜在金蛮中 暗中行事的人手 沙摩科终于能够 正大光明地露脸 凭着他武系蛮王的身份 招降纳畔 而范胡达和那个 跟着黄轩奔走的少年阿扎 也都领人跟随作战 此时雷远便将目标 转移到了敌方的降效人物 凭借快马利刃 这支骑队穿行在 烟熏火辽的营地间 一次次的击杀 试图纠合 不重反击的有力人物 使得混乱持续蔓延 而不可收拾 目睹此景 越来越多的金蛮 顺理成章地 站到了强者身边 他们具成数百人的大队 猛烈攻陷 江东人聚守的堡垒或小寨 有时他们又散成许多小队 到处虚张声势 以打断敌人应变的步骤 想要胜利 前提就是确保江东人 焦州蛮夷 和金蛮的鱼部完全混乱 而当他带着骑队 奔走在战场上 制造混乱的时候 自身却又必须 保持绝对的冷静 毕竟雷远能够 动用的人手太少了 他们很难 真正地歼灭敌人 只能一次次地 将敌人打乱 打散 如果有人旁观战场 或许会感觉雷远 和他的部署们 威风八面 所向披靡 但雷远自己很清楚 在最终胜利到来之前 他们稍有疏忽 就会冰败身死 身在战场的人 往往会生出 时间上的错觉 与敌人各举白刃 对砍对杀的时候 体力的剧烈消耗 会使人觉得 时间过得极慢 而稍稍退到后方 指挥部署 倒出四辖底细的时候 又总觉得 脑力不服应用 以至于时间过得极快 机会总在不停溜走 这种情形 简直让雷远头痛欲裂 但这正是比拼任劲和决心的时候 雷远唯有不断厮杀敖战 一次又一次地击溃敌人 一次又一次地摧毁他们 试图凝聚地斗志 好在敌军的混乱情形愈演愈烈 敌人的斗志 也肉眼可见地愈来愈低迷 有时候 甚至无需雷远锁不动手 他们自己就会狂乱地彼此砍杀 还有数以千百计的人 抛弃武器 向营地外的深山逃亡 否则雷远真不知自己能坚持多久 即便如此 他也已经不记得斩杀了多少敌人 只记得换过两把还手刀 还换了一匹战马 原先那匹枣红色战马 是雷远的兄长雷修 从曹军骑将张喜手中缴获得来 极其高大善走 片刻之前 一支江东之兵 背靠广信城东面的某处栅栏阵 试图掩护同伴们 逃往后方山地重整旗鼓 雷远领着骑队侧击 瞬间将之冲垮 而他的战马则在厮杀过程中 被长刀割裂了内脏 战马的损失是小事 几方将士的死伤也在不断累积 虽然他们凭借骑兵之力 从不与敌纠缠 可刀枪无眼 死伤根本无法避免 被黄轩纠合起来 又陆续潜至江东营地中 金蛮战士约莫百人 这时候剩下了不足半数 齐首领范胡达倒是活蹦乱跳 但那个被黄轩看中的 金蛮少年阿扎又必被人砍断 这会儿生死不知 卢江郡博安人袁清 是雷远去年重返江淮时招募的勇士 如今已成了护从首领王月的得力副手 他双手各持大刀挥舞 几次冲散敌人 然而 某次突入郊州蛮布营地的时候 几个蛮人将银杖推倒压住了他 随即将他乱刀刺死 他的上司王月也受了伤 伤在右腿 本来不算很重 但王月强称继续作战 导致伤口被撕裂扩张 血如泉涌 这使王月机遇晕厥 两名部下紧急为他包扎伤口 又用绳子把他捆在马背上 跟着雷远行动 跟着雷远前往赴宴的 共有八十骑 但这会儿雷远回头看看 还在坚持作战的 已经不足五十骑 李珍也伤得严重 他遭到敌人的重武器垂击 左肩的甲皱爆碎 胳膊完全举不起来了 发现雷远注视着自己 李珍咧了咧嘴 宗主 我没问题 我还能再战 说完这句 李珍便大口喘气 显然 一个时辰战斗下来 他的体力已经枯竭 雷远也是同样的感受 他强打精神 掩饰着自己的虚弱 慢慢勒马回来 因为连续不断地呐喊指挥 他的嗓子嘶哑了 这会儿没吐出一个字 喉咙里都疼得 犹如刀割一般 于是他向李珍 又向其他部下们 微笑汗手 猛咽了几口唾沫 猜到 我们已经赢了 赢了 李珍有些茫然地反问 熬战了许久 此刻 他们所在的位置 却回到了不知 本营所在的那个高坡 一行人立马于此 便可俯瞰整片战场 看看四面八方的情形 李珍忽然醒悟过来 真的 我们已经赢了 从半个时辰前开始 那些敌方低士族 就只在漫无目的地逃窜 他们彼此推扫 争执 喊叫 将李珍视线索及的范围 都搅成了翻腾的废水 也似 而现在 废水凉了 整片战场渐渐平静 战斗过程中点起的火头 还在烧 火光映照下 可见远处山林间人影绰绰 那时逃亡低士族们 大概有数千人之多 如果他们不及时返回 或将开启另一个战场 与山间的瘴气 毒虫和猛兽作战 而剩余下来的人 都在狂乱中 耗劫了精力和意志 他们像是行尸走肉那样 沉默地或坐 或站或卧 凌乱分布在战场各处 不知从哪里冒出乌叶之声 缭绕在战场上空 久久不散 如果把军队看作人 这支军队的每一根骨头 每一根筋 都被打断了 雷远抬头望望天色 才发觉夜幕刚降临不久 月光透过薄云洒落 照耀着战场 为活着的和死去的人 都披上了一层银灰 宗主 宗主 原来是王月醒了过来 他伏在马鞍上 气息微弱地道 咱们人太少了 不能久留 既然敌军已被粉碎 我们就走吧 雷远轻笑了几声 对王月道 你带受伤的将士们往后 到那片营地间 稍稍休息 宗主 你呢 雷远翻身下马 找了块干燥的草地坐下 韩章 把我的稻气竖起来 遵命 李珍从马背上 取出叠放的旗帜 另一名 互从急奔到稍远处 取来一根将近两丈的长朔 帮着李珍将旗帜套在硕肩上 就立在这里 雷远指了指身边 李珍和同伴一起用力 将旗帜牢牢扎进地面 夜风把旗帜 扑拉拉地吹开 附近恰有几处营地 火焰未熄 此时跃动的火光透过旗帜 使这面旗帜 仿佛在熊熊燃烧那样 发出红色的光芒 在旗帜上 如将雷远四个字起伏飘动 渐渐被战场上 游荡着的人们看到 过去的一个时辰里 来自江东的武舍利 来自娇州的郡县兵 乃至从金蛮中纠合起的将士 竭力抵抗着敌人的突袭 然后一次又一次地被击溃 在一次次的失败中 他们的将校纷纷战死 建制完全不存 他们每个人能做的 出事还勉强可称为是抵抗 到后来就只是发狂 他们狂乱地跑 狂乱地躲避 狂乱地杀人 狂乱地被杀 在这乱哄哄的战场上 数以千计的人死去 过去这一个时辰的经历 对他们来说 仿佛地狱那般可怕 而李真没有看错 此刻身在战场的活人 都已经筋疲力竭了 他们就这么木然地坐着 站着 承受着失败的痛苦 看着那飘扬的旗帜 旗帜下方就只区区数十旗 簇拥着一名端坐在草坪上的武将 毕竟是在夜里 大部分人又隔得远 他们看不清这些骑士的装束 更看不清那武将的向往 但每个人都记得 己方无数次试图重整 却被一次又一次地冲垮的经过 记得这支骑队纵横来去 恍如霹雳般的凶猛突击 记得己方的主心骨 立武中郎将布智 已经死了 就死在此人手中 而校尉孙桓 至今生死不知 布智是吴侯的亲信 掌握吴侯帐下的精锐部队 此番自离鄱阳 经荆州至焦州 所过之处 算无一策 将吴炬 嗜蟹等一方豪雄 全都操纵于掌中 虚余间聚合起 足以横扫焦州的庞大力量 而眼前旗帜下的人 只带了数十旗 就将这支力量摧毁了 哪怕是得了失心风的人 也不敢做这样的想象 可这居然不是想象 是真的 蛮夷们大都无知无识 而焦州的郡县兵里 有些人识字 于是他们喃喃念叨 卢江雷远 这就是荆州的奋威将军 这人就是奋威将军雷远 不辅君 就是因为担心敌不过他 才转向侍卫宴下手 谁能想到 有人咬牙切齿地 说了两句 只觉胸中一口气憋着 简直要吐血 这人也是武设立中的都博 颇知道歇布置的计划 站在江东人的角度来想 布置原打算以两家会谈的方法 将雷远拖住 进而以另一支援军 决定焦州命运 雷远却直接来了个杀人夺命 可谓凶悍之极 简直毫无信义 可这样的指责有意义吗 此前乱战的时候 倒还罢了 这时候 所有人看得明白 雷远就只带了数十旗 顶多再照有了几百个金蛮 而己方有多少人 足足一万两千 一万两千人 抵不住数十旗的突击 溃败到了这种地步 这情形让许多人近乎绝望 难道江东与金州军的实力差异 就如天壤 如果连基本的力量都不具备 盘算再多的谋略 又有何用 难道对焦州的谋划 再怎么声势浩大 最后只能落得一场空 那旗帜仍在烈烈飘扬 旗帜下的数十旗自顾 下马休憩 他们三三两两的 互相倚靠着 开始打盹 还有些人 甚至把铁甲也解开了 正在包扎伤处 好像没人在关注外围的数千名 残兵败将 仿佛这数千人 根本不存在那样 按照常理 数千人 这时候只要还有那么一丁点的战斗意志 只要聚合在一处 再冲杀一次 就一定能杀死这些敌人 为同伴们报仇 扭转这场羞辱的失败 可是 根本没有人敢往这个方向想 那个人可是奋威将军雷远 谁敢敌他 谁能敌他 张卢也在看那面旗帜 他本以为 雷远当时动用了数千乃至上万的精锐 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击溃江东大军 就如上次击溃马超 救出自己那样 可这时候在他眼里的 竟只是数十骑兵 张卢狠狠地揉了揉肥厚的眼瞼 定神在看 远近视线所及 只有遍地的死者和伤者 只有彷徨而无斗志的散兵游泳 除此无他 难不成 雷远之击溃江东上万人马 只用了这数十人 张卢掩饰住自己的骇然神情 悠然自得地缓步向前 在他的脑海中 无数念头翻来覆去 我记得 上次与雷远之会面 还是一年前 是在乐乡大事的促局场上 当时我只隔空向他汗手 现在想来 显示恭敬啊 这回可不能再犯错误了 我得恭恭敬敬才行 扶地叩首感谢救命之恩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 只恭恭敬敬还不够 我得想个法子 有助于雷远之才行 得显得我有用啊 赶紧的 张卢在月光下 宝像庄严 徐徐而行 他从营地的北面往南走 凑巧的是 恰有阵北风吹过来 使他一昧翻飞 进而使营地间灰烬的气息 随风飘散 彭玉亦步亦驱地 跟在张卢身后 此情此景落在他的眼中 恍若神经 彭玉部下的武舍力们 跟在更后方 近数十年来 种种道教宗派在民间流传 影响力极其深厚 张角利用太平道的道众 掀起黄金起义 之后数年被朝廷捕杀 屠户的道众不下百余万 但至今 中原河北等地 仍有无数太平道的信徒 以至于曹操试图把张卢 请到叶城 亲自来做五斗米道的太平真君 而江东各地 也有左辞等方式 宣扬一时鬼神的能力 招引无数途众 他们所信的道法 与张卢的正义蒙威之道 既有不同 也有许多相合的地方 所以 张卢略施小技 便令他们兴之不疑 这些武舍力们 跟着张卢在小寨中装死 逃过了被雷员所杀的命运 如今出的小寨 眼看着大军惨败 死伤无数 难免心神动摇 这时候 只见张卢风采异常 也不知怎跌 就从心底里 透出一股轻浮的尽头 数十名武舍力 跟着张卢前进 他们的同僚出师只莫名地看着 后来有人以为 或许有什么讲究 跟了上去 人都有从众心理 何况是在这最惶恐 最惊骇的时候 一人跟上去 然后两人 五人 十人 上百人 在他们的带动下 越来越多的人 漠然无声地跟着张卢 以至于张卢所过之处 势如浓云卷积 李珍很快注意到了 这诡异情形 护从们也都吃惊非常 纷纷起身提刀做事防备 有人拼命摇晃赤李宁塔的肩膀 把这条酣睡的巨汗叫醒 又不由分说地 把大刀塞到他手里 雷远知道 不用慌 让他们来 你们看清楚 领头那个是张公琪啊 天晓得 这神棍在做什么 这私能可靠吗 护从们心里骂个不停 却只能按照雷远的要求 秉析以待 而这支越来越庞大的古怪队伍 就这么一直走到 雷远身前数十步外 雷远站起身来 迎上两步 师君别来无恙乎 张鲁先不答话 他侧过身 看看身后黑压压的一片人 然后高举双手示意 身后无数人慌忙高举双手 仿佛平地间冒出一片丛林 下个瞬间 张鲁扑通一声重重败道 行了个五体投地的大理 跟着张鲁的所有人随之败道 许许多多颗脑袋 重重撞在地面 发出了如连绵闷雷般的大响 第688章 大理 雷远其实并不如他 表现出的那么镇定 当他在草坪上 随意落座的时候 身上一直在冒汗 既有战斗虚好所致 也有紧张 未退的原因 他原本以嘶哑的嗓子 愈发口干舌燥 所以也不愿说话 护从们没有注意到 在容服的演示下 他的手掌下意识地握紧了刀柄 再松开 再握紧 他的坐姿看起来很闲适 仿佛一切静在掌中 实则出于左侧大腿 吃了一刀 齐承和端坐着都很痛楚 那一刀来得猛恶 他仗着甲皱精良 未受重伤 可碧昆下方一整排垂圆的甲叶 都破碎变形 在策马驱驰的过程中 铁织叶片反复切割摩擦腿部 以致血肉模糊 雷元感觉得到 温暖的血液 把容服的下摆和避昆都浸透了 因为身上还有许多敌人的血 所以部署们一时都没注意 雷元也没打算 让部署们替他包扎 那样子显得过于狼狈了 既然已经费了这么大的功夫 赢得了如此惊世骇俗的胜利 就该坚持到底 争取最好的结果 所以他靠着马鞍 侧身椅坐着 平静地凝视着战场上的所有人 雷元已经是个经验极其丰富的武人了 在战场上 他的直觉敏锐地可怕 便如此刻 他确定无疑地相信 眼前这些敌人 全都已经失去了斗志 这些人都是出色的战士 江东的武射力勇猛善战 给雷元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几次使他闲死还生 焦州的郡县兵 也并不比荆州地方的兵源逊色 世界是见过世面的 他对地方的精英夜下过功夫 至少练兵并无松懈 至于金蛮本来就桀骜凶狠 他们发起狂来 全不要命 不好惹 但他们不可能再继续作战了 原因无他 就在于这里是焦州 是真正的鞭笔之地 天涯海角之处 汉代人对世界之大 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 但由此产生的 则是对恶劣环境的恐惧 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和无助 世子们能够依托朝廷的 意志游艇体系 倒还罢了 普通军民百姓安土中谦 对远游避之唯恐不及 虽有明之于喜 甚于伏法的说法 武舍利固然精锐 却长期作为吴侯的架下护从之兵 极少有长途远征 在狱外孤军作战的经验 事实上 江东所有的部队都是如此 他们习惯了站在江东熟悉的土地上 离开江东 则难免心慌意乱 少有盛计 不只能带他们数千里前行到焦州 在没有后方的情况下 先后与无惧和世界作战 足见不知的本事 毫无疑问 不知是这支军队的魂魄所在 但他在战斗的一开始就死了 那么剩余的将士们 在热血退去之后 就立刻会想到这个问题 去加数千里 不武溃散 首领战死 在这片充满未知的地方 寻常将士何以生存 这种巨大的彷徨和恐惧感 非后世人所能想象 在此时此刻 足以瞬间动摇 每一名将士的意志 至于金蛮 更加不堪 这些蛮医们陷于眼界和经济条件 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部落所在的山坳 此前 雷远曾使沙摩科带了一支蛮兵 随军前往一周八西郡 结果蛮兵们从头至尾都没有出众表现 何以如此 无非离乡路远 人心不安罢了 至于焦州的郡县兵 从焦旨到苍吾的路好不好走 水土气候变化是否很大 雷远并不清楚 不过 他们的旧主身亡才数日 哪里会有决心和认禁 为新主恶战呢 雷远看得清楚 那些逃亡低士族当中 十有八九都是焦州人 那么 就可以把焦州人排除在外了 只看这些失去首领的江东士族 和不断有人呼应同伴 重归户金蛮校尉部下的金蛮士族 还能作战吗 雷远相信 不会再有大规模的战斗了 但他又不能轻易纵放这些士族 原因很简单 当不至何世线先后生死 此刻在苍吾郡 甚至在整个焦州仅存的地方强壕 就是苍吾太守无惧 但是 焦州将要迎来新主人了 新的主人不希望 无惧篡夺自己的战果 在他对焦州的计划中 也并没有无惧的位置 所以 雷远决心坐在这里 凭借几方战胜之威 用坦然姿态 面对这些士族 用猛烈的手段 压伏可能的零星反抗 他计算过时间 昨日 荆州军船折返上游 协助关平等人渡过浴水 从南岸直插南海郡的治所攀渝 两三千人渡河 用不了多少时间 待天亮以后 军船也该返回 有军船上数百名水军将士协助 手边想足不是问题 就算有什么万一 也进退自如 足以应付 而无惧只需要继续 归缩在他的广性城里 坐视雷远整顿各方的兵力就好 当然 这就代表了雷远和他的护从 要在数千名敌翼上存的将士 环绕之中过一整夜 期间 难免兼威 雷远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也不畏惧来 几次小规模的厮杀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 张鲁的手段 竟然神奇到这种地步 老实说 这么多人同时跪拜扣手的情形 完全让他梦了 雷远初见张鲁的时候 是张鲁的汉中政权 被马超领着小谷溃足打到粉碎 然后又携过张鲁锁部南下攻打巴西 那一次被张鲁山洞倒戈的 是他经营数十年聚拢的汉中 五斗米道信徒 且是在雷远百堂堂之阵 正面击退马超以后 可这回 雷远简直怀疑 如果再给张鲁几天功夫 他自己就能把蛮夷 全都洗脑成狂信徒 然后举兵与布之大战了吧 他究竟怎么做到的 这究竟怎么可能 怪不得此君所受之道 能传后誓 他真有些独到的东西 眼下 张鲁已经带着无数人败道 可没时间熔雷远细细私存 他只能快步向前 搀扶起张鲁 又替张鲁 拍打去身上粘着的泥土 狮君请起 可可 如此大礼 雷远愧不敢当 张鲁顺势起身 在随手抹去额头上 粘着的几根草叶子 他深深吸了口气 然后用浑厚温暖的中阴道 续之将军 我非拜你 而是拜天道啊 呃 何意 天道寻行 自伏皆掩 是以威国之君 忠臣皆知 汉世桑乱 遂生玄德功 受天道之刃 行匡扶之事 天下兵威战凶 遂生叙之将军 这样的忠臣良将 受天道之刃 功行天威 天罚 将军今日的壮举 代非人力 而戏天道所命 故而当得我大礼参拜 雷远历史反应过来 把人的努力 归于神灵或超自然 这是后世常见的话术了 若依从他这套话术 在场这许多人 究竟福音的事 雷远还是身为天师的张鲁 恐怕就很可疑 他立刻便皱眉头 张公祺 你这一套未免 张鲁向着雷远连连几眉弄眼 请他不要着急 转回身 面对无数跟随者 他提高嗓音大喊 玄德公的胜利 雷将军的胜利 都是天道所命 此时 谁敢与雷将军作对 必定获罪于天 天危不饶 话音刚落 无数信众跟着张鲁再度叩手 这就是投降了 真够快的 但雷远依然厌恶 这种假借天一威 自家背书的神棍举措 于是向后退了一步 以示不受辞理 他沉声对张鲁道 师君辛苦了 请去休闲 接下去的事情 该由我们来做 第689章 回书 当年三十六方齐举 图谋天下大吉 那是自古以来 宗教力量极胜之时 但已经过去数十年了 从此以后 他再也没有复兴到这种程度的可能 雷远很清楚 自从苍天已死 皇天当立的口号被摧毁 自从数十万 数百万 试图创建太平的信众 被屠杀 被奴役 无数尸骨被践踏成泥 在雷远所立足的这片土地上 宗教就彻底放弃了 为黎明前手伸张的策略 而转向于统治者合作 成为统治者的工具 张鲁本人也做过 地上神国的美梦 但自从马超索部 和孙刘两家的大军 在汉中激烈熬战过后 他就清醒过来了 所以他才会遵循玄德公的意图 前往荆州另起炉灶 而作为荆州重将的雷远 更完全不被张鲁的小手段所获 毕竟雷远有前世的见识在 张鲁在随军前往荆州时 沿途为雷远表演的隔空曲物 衣袍生火 卷步显字 手入油锅之类 对古人来说 神妙异常 但落在雷远眼中 几乎全都被当场揭破 这对张鲁来说 比马超的金戈铁马 还要来的震撼 所以张鲁在抵达荆州以后 极其卖力地奔走于金蛮之中 一方面重新宣扬 他的正义蒙威之道 一方面竭力拉拢蛮部民众 遵奉朝廷政令 以实现他对雷远的承诺 因为雷远此后前往江淮作战 之前并没有特别关注张鲁的举措 但现在看来 金蛮部落中的大巫骑士 会因为张鲁的传道 而站到护金蛮校尉的对立面 这就证明了张鲁的作用 他引领这些金蛮的法则 无非原来那些可效果之显著 简直像真有神灵在背后指点 想来蛮夷实在无知单纯 只能任凭张鲁拿捏 不过宗教就只是宗教 无论此番形势对雷远有多大帮助 雷远都不会允许张鲁 再插手接下去的事务 军队的事情 只要有五人来办就可以了 能够号令兵马的 只有将军 一点都不劳烦弑士军费心 李珍跟着雷远许久 最能明白雷远的心意 听得雷远请张鲁下去休息 他立即踏前一步 做了个邀请的手势 张鲁微微一愣 雷远随即道 足下的功绩 我定会向主公如实禀报 另外 今后多半焦州瞒步 也需要师军辛苦引领 所以 今日且务必好好休息 焦州 正是焦州 张鲁听明白了 他的圆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甚至还带出了几分憧憬 如此最好 他再度向雷远攻身失礼 蓄之将军 既如此 我先告退 雷远向张鲁汉首致意 既然出现了这样大规模的投降 接着的半个晚上 雷远等人有的好忙了 把篝火都点起来 他吩咐道 明天早上 我要全军恢复如常 我们就在这里接见吴子清 视线和布置巨都失败 想来吴聚会 做个聪明人 随着秩序渐渐恢复 雷远坐在原地眺望 可见点点的火光和夜空的星光 焦香灰映 他忽然想起一事 连忙指一名护从 去请宗德燕来 宗玉带了诸葛亮的书信前来 之前雷远忙于应对布置 一时没有想好 该怎么答复 此刻焦州的局势 底定大半 就在军中营业挥毫回信 不宜快哉 宗玉当夜便飞骑折返荆州 作为使者 宗玉为忠书往来奔走许多次了 经验非常丰富 更坚异行人配有梁居 清州 有得力的向导 沿途又能调动游船中的一马 将近两千里的长途 寻日之内便到 他的目的地是公安 诸葛亮就在公安城中 荆州的治所在江陵城 过去两年间 荡寇将军 董都荆州的关羽 驻扎此处 统领五万荆州军 向北巨址曹操 向东堤防孙权 但相对而言 江陵距离北方襄阳 凡城太近了些 其战略地位主要体现在 面对北方压力 屏蔽京南四郡 是以诸葛亮 以军师将军的身份东下 选择的驻地是公安 公安是玄德公 在荆州除江陵以外 最重要的军事据点 由公安往南 陆陆宇座堂 易阳 林乡诸城呼应 恰可组成南北向的防线 这也是前年孙刘两家 兵戎相见时 玄德公的军事布置 诸葛亮既然来到公安 便意味着 玄德公和左将军 大司马府的文武臣辽 即将进驻 意味着今一两周的重心 将回到公安 回到这个直面 江东的军事要塞 这个举动本身 就是震慑江东的一部分 当然 诸葛亮和鲁肃 是足以代表孙刘两家的重臣 既然他二人当面 敲定了对焦州的解决方案 那就只要安心等待 所以 荆州这边 原本紧张的气氛 近来消退了许多 一度水路 并竟威逼江夏的关羽 也撤军回到了江陵 反倒是江东那边 有些过度紧张了 在确定诸葛亮 住在公安的次日 鲁肃便调动江东兵马 加强巴丘和路口两地的防御 为此 还减少了 巡游香水的军船 马肃知道 依照诸葛亮和鲁肃的约定 也知道 玄德公和诸葛亮 已经决心将 卢江雷氏一阵焦州 在马肃看来 江东水军一旦收缩 荆州对香水水道的控制 就立即恢复 这样卢江雷氏之兵 南下途中 就少了许多障碍 从这个角度想 诸葛亮前来公安 实在是一阵妙手 但焦州毕竟太远 孙刘双方纵有决定 发到焦州 再等到后继局势变化 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故而诸葛亮在这几日里 除了照常处置公务以外 还有余霞 约见了几位 荆州当地的大族首领 地方名士 荆州市人肃 来欣赏诸葛亮的风度 难免在会谈时 拐弯抹角地提到 关将军衙案高峻 很不好打交道 诸葛亮对此并不回应 他一再表示 只续就义 不提公务 但与他谈过之后 几乎每个人都 满面春风而回 哪怕一些想法和意图 被诸葛亮驳斥的人 似乎也不生气 这时已到了二月中旬 早春时分 荆州渐暖 诸葛亮从荆州 左将军府 正堂一侧的厢房往外看 可以见到防射后头 水流重重 河边芦苇绿一盎然 有风吹过 把泥土气息和水草的香气 带到室内 令人心旷神疑 诸葛亮割下笔 微微闭上酸涩的双眼 呼吸了一口清新空气 随即他便听见 急促的马蹄声 越过府底内外的重重门径 具备这样权限的 就只有宗玉一人 诸葛亮睁开眼 拿着白羽扇站起来 军师 宗德燕来了 马肃猛地推开门 大声嚷道 话音未落 诸葛亮已经走了出去 宗玉已等在外堂 他向诸葛亮匆匆见礼 随即将怀中书信递过来 军师 这是雷续之的回书 诸葛亮还没打开书信 先看宗玉的神情 却见 这位堪称见多识广的年轻书左脸上满是不可思议 简直有些恍惚 第690章 贵手 宗德燕何以这副模样 从仓务到公安 1700多里水路路程 就算在那边受了惊吓 到这里 他也该冷静淡然了 何况宗玉是左将军深得信任的济世书佐 当得上见多识广 什么是能让他如此 难道江东竟还有什么翻天的手段 竟是交州局势再生变数 诸葛亮心中一沉 他在建安12年受玄德公的邀请 离开龙中草庐 成为玄德公的骨公之臣 至今也不过6年 6年里 自玄德公以下 人人都服音诸葛亮英才挺出 称他心思缜密 算无一策 能在最复杂的局面中驾驭方向 是玄德公不可或缺的水 似乎每个人都觉得 在他面前没有什么难题可言 但诸葛亮很清楚 面对分凡无杂的军国大事 虚得兢兢业业 如履薄冰 一丁点都不能放松 他当然有轻松自在的场合 有从容出城的闲事时候 但很多时候 那是做给外人看的 便如此刻 他的脑海中 瞬间冒出五六种突发情形 随即又粗略 拟了四五个对策 但态度却依旧安闲 并不受宗玉的古怪表情影响 他接过宗玉奉上的书信 一目十行看完 只是下意识地把白羽扇扬起来 又放下 片刻之后 诸葛亮和尚书信 正中问道 德燕 焦州那边 果如叙之在信中所说 他已经击破 收编了布子山所部 并且 杀了布子山 什么 宗玉尚未答话 一旁的马素发出惊呼 马素少年高才 狠得诸葛亮的喜爱 这些日子 参与机密 知道玄德公对焦州的大致谋划 玄德公的大敌始终是曹操 经义两州的力量 将会长期投放在北面 而焦州辟除南疆 过于偏远了 短时间内 中书无力关注此地 但却希望此地能为中原战士提供财富 兵源 不能坐视此地落入江东之手 故而 雷旭之便成为坐镇焦州的最佳人选 雷旭之是赵子龙的女婿 近年来几番出生入死 为玄德公立下赫赫功勋 他的人品和忠诚都毫无问题 而卢江雷是 作为玄德公之下 首屈一指的强大豪足 实力也足以负押 包括世穴家族在内的所有焦州地方势力 更重要的是 焦州不是玄德公的核心利益所在 玄德公需要有人在焦州与江东争夺 但这个人的身份 最好能让玄德公有周旋进退的余地 不至于动辄引起孙刘两家之间正面冲突 这样看来 雷旭之就更加合适了 昔日雷旭之举数万之众 从江淮来投 其户口数和兵力都超过玄德公直辖的十分之一 当日 玄德公便格外予以幽容 在某种程度上 雷远类似于玄德公的盟友 而非纯粹的下属 而雷氏宗族本身 又和江东有不少纠葛 许多事情一旦提起来 两方随时都会撕破脸面 当卢江雷氏大举进入焦州 他们和江东纵有冲突 玄德公也多的是推脱敷衍的余地 按照忠书的意图 既然雷远已经去往焦州 忠书就不妨给他撑腰 允许他在焦州大展拳脚 雷远在焦州与江东对抗时 势必不断抽掉 卢江雷氏再一度的力量 忠书只消顺水推舟 整个宗族的力量迁徙 便不显得突兀 也正因为此 诸葛亮才会给鲁肃设下 这么一个小小的圈套 皆因江东人需要焦州 是为了充实乌侯本部 和亲信怀思部下的实力 借以压制越来越难压制的 江东本地士族 谋取焦州 对乌侯来说是一桩生意 既要谋取利益 又不能消耗太多的成本 他们的投入是有限的 而卢江雷氏 只要愿意去往焦州 这个毫武宗族权力动员之后 必将爆发出巨大的力量 以过去数年里的事实看来 诸葛亮完全不认为 乌侯往焦州投放的数千人 会是卢江雷氏的对手 可是 包括诸葛亮本人在内 任谁都没法想到 焦州的局面就已经底定了 马肃在文书往来方面 协助诸葛亮 得以阅读各方传回的军情急报 他立即问道 不是说 旭之和关坦之两军 合计才三千人吗 布置联合世界所部的 焦州郡县兵 怕没有一万多人 他们这就败了 诸葛亮瞥了马肃一眼 马肃是出色的人才 叫他的兄长 马良更为敏锐 但人才难免急于 展露锋芒 便如马肃 他虽然担任军师将军的辽蜀 却日常关注着雷远 观平 刘峰乃至像虫等人的仕途 或许 马肃的内心 藏着太强盛的竞争心 他太想证明自己 比同辈的年轻人更优秀 此刻 马肃的言语 不像是关心同辽的战绩 倒像是站在布置的角度上说话了 于是 诸葛亮抬起雨扇 向马肃摇了摇 马肃立刻知道自己失言 惭愧地后退半步 得宴 诸葛亮再度询问宗玉 焦州的战时发展 雷远在书信中已讲述过了 可诸葛亮觉得 不听宗玉亲口说一说 总像是不现实 宗玉攻身禀道 江东在焦州的力量分为两股 一股有履带等人统领 约有数千人 自豫章入焦州 往南海郡去 雷旭之已经让观平 带着兵马主力前去迎敌 他咽了口唾沫 继续道 另一股是布置所领的武设立 和荆州蛮兵数千人 当雷旭之挥军南下的时候 他们畏惧雷旭之的力量 转而向嗜蟹下手 袭杀嗜蟹 又紧急吞并嗜蟹锁步 聚兵万人在广兴城下 试图与雷旭之谈判 然后呢 当时 荆州军的主力已往南海 雷旭之岁与布置须鱼 尾夷两日 第三日夜间 他带着八十名部下 前往布置营中谈判 然后 然后就在中军帐里杀了布置 随即四处冲杀 熬战一夜 击溃了布置全军 八十人 击溃了布置全军 是 我离开广兴的时候 雷旭之已经收编布置所部数千人 将要约请仓吴太守吴聚会面 雷旭之对我说 吴聚是主公的老友 不如去一周陪着主公 以后不必在郊州辛苦维持了 诸葛亮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他注意到 退在一旁的马素 提起袖子擦了擦汗 而宗玉依然满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诸葛亮沉默片刻 哈哈一笑 笑声中既有惊讶 又有感慨 还带着几分赞赏 笑过之后 他又忍不住叹了口气 还得劳烦 得宴你再去一次交周 军师是有话 让我带给续之吗 布置山的身份 非同寻常 周廊去后 他和卢子静 吕定弓三人 俨然并为怀思人物中的杰出俊燕 他就这么死了 吴侯必不善罢甘休 顿了顿 诸葛亮继续道 此事我会处理 德燕可以告诉续之 这是他的功绩 不必担心其他 然而 如果吕定弓再有什么意外 事情就闹得太大了 只怕孙流联盟 都要因此动摇 可可 我立即手术一信 你带给续之 请他捎台贵手吧 第六百九十一章 十一 大汉的疆域如此广阔 便是相邻的经 交两周 治所之间 往来一趟就得三千五百里地 诸葛亮说劳烦宗裕 说得诚心诚意 皆因这种长途奔走往来 着实辛苦之极 看宗裕行走和落走的姿态 腿有些外偏 显然是大腿内侧被麻磨破了 然而没奈何 情况如此紧急 又如此重要 非得宗裕再走一趟不可 去得晚了 只怕屡带的性命也要不保 诸葛亮在成都的时候 曾经接待过领兵 前往汉中支援的屡带 在他看来 屡带是个极具财气 而通达质体之人 日后必为江东住时 绝不仅限于领兵数千的将校 可诸葛亮从没想过 自己居然会有心急活聊写信 只求保住屡带性命的时刻 他一边落笔 一边私存 该怎么措辞 结果一不注意 莫知滴在了卷博上 愣了愣 他决定另起一封 已是正中 吹干墨字的时候 诸葛亮忽然又想到 若卢子静知道我此番惶恐 会不会有些特殊的出动了 又或者 子静一直隐藏着的 那些关于江东地业的想法 会不会有所动摇 这种想法令诸葛亮有些羞愧 好像自己看清了卢子静的决心 却又隐约有些快意 在诸葛亮积极输信的时候 官平 马带 丁凤 马玉等将已经在攀鱼城周边 和屡带多了好几天圈子 这座城池始建于秦石 因今入城东南偏 由水坑林 城以齐上 当地人名之为翻山 而县城则以攀鱼为名 为翻山之鱼也 汉石此地成为南海郡的治所 太史公曰 苍吾以南至丹尔者 与江南大同俗 而杨岳多焰 攀鱼亦齐亦都会也 朱姬 西 戴茂 果 不知凑 可见此城商业繁茂 为海外齐真汇集之地 至少在太史公时 便已得享多汇之名 按照雷远的本意 官平等人顺着御水东下 只取攀鱼 一战便可破敌 但实际情况 并不如他所想的那样简单 汉家朝廷对焦州的掌控 始终以郡县城池为据点 治理汉家百姓 城池以外的无数蛮部 只鸡迷而已 近数十年来 焦州经历过几次 大规模的蛮夷叛乱 汉家势力愈发收缩 以至于从广信到 潘鱼的五百里水路上 竟遍布着不知死活的 蛮部和水扣山贼 官平所部 行至高耀侠一带 沿途已经打了十几仗 虽说都是一些 规模很小的遭遇战 毕竟拖慢了进军的速度 又因为玉水的水文情况 非常复杂 沿岸更多有险峻山地 等到官平赶到潘鱼城周边 已经是离开蒙林的十日以后 这让官平等将十分沮丧 雷远此前特意吩咐 一旦知道江东人的后手在哪里 就要立刻将之斩断 为此 雷远以此番南下的主将之尊 领数十人在广信城下 迷惑不至所部 冒着绝大危险 为官平等人创造战机 结果 他们居然失欺 如果因为 己方行军缓慢 而使江东得逞 官平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就算到时候 他仍爱于官宇的颜面 不追究此事 官平自己也不能接受 好在雷远在广信 在蒙林一带的布置 终究发挥了作用 旅代所部将东兵马认为 荆州军聚在苍吾 所以进入南海郡之后 号征以侠的攻城掠地 动作并没快捷到 争分夺秒的程度 当官平率军 抵达潘鱼境内 旅代所部尚未攻下城池 他们未免彻意受袭 不得不收兵回来 与官平对峙 潘鱼城的周边 有山川绵渺 环拱千里 城池近处 都是密集的水网地带 玉水 凑水 黄水 在这片低洼平原上 分出无数之流 彼此贯通联络 形成密如迷宫般的河道 这些河道的水文情况 极端复杂 又有参天莽林参词其间 不熟悉环境的外来人 很容易在这片区域迷路 官平此来 虽有船队同藏 却毫无把握 能在其中自由往来 兼知天气渐热 水则洼地中文锐纷飞 瘴气滋生 自秦时南下交州作战的军队 常被这温暑气候中 隐藏的杀鸡所困 已至到了死亡者 时有四五的地步 所以 两方彼此进退纠缠数日 便如新有灵溪一般地 渐渐远离潘鱼城 转到了西北面 地势较高的丘陵地带 在此过程中 屡带颇显老练元熟的 用兵手段 官平等人 也始终没能抓住机会 将之击败 直到这一日里 有一名姓使 从苍吾方向 风尘仆婆治 携来广兴战报 官平艳看封印无误 拆开军报看完 脸上猛然生出 吃惊的神色 怎么了 马带问道 官平将军报转手给他 稳住语气说 续之将军 已经将布置所部歼灭了 马带脸色一变 扫拭过军报 又去看送信的使者 这使者便是雷远的护从之一 马带认得 护从注意到 马带询问的眼神 昂然道 各位将军 校尉 我家将军领勇士八十人 斩杀布置 俘虏孙桓 击溃江东兵马 一万两千 收降数千 已经进了广信城 所以 我家将军特意写信问诸位 不知江东的后手情况如何 可曾斩下来了 马带听的这番话 只觉胸闷 气短 肝疼 他正想说什么 手中军报 被丁凤劈手夺了过去 下个瞬间 丁凤瞪着双眼 挥动军报大喊 要我们何用 主将如此英勇 偏偏在座的各位 都是废物吗 若在场的 只有雷元锁部倒还罢了 毕竟还有官平 马玉等江陵将校在 江陵之君是关羽的直属精锐 是玄德公数十年来 已若长城的骨干部队 军中上下人等不知经历过多少险恶 怎能容他这么说话 卢江雷势所不所属 果然是交兵汉将无数 除了他们自家的宗主 谁也不放在眼里 丁凤这话 等于再打所有人的脸 打得啪啪作响 甚至也隔空打了关羽的脸 剑官平脸色微微一沉 马玉连忙出来原场 兵法云 不可胜在己 可胜在敌 这屡定功也是江东名将 用兵输少破绽 我们 结果 他这番话 恰似火上浇油 官平愤然起声喝倒 取我的长朔来 帐中将校漠不失色 而护从清兵慌忙捧来长朔 官平手持长朔 站在中军帐前 立声道 诸位 我持此说 随父征战二十载 足迹便踏幽 记 清 徐 眼 玉 京 叫八周 冲锋陷阵不下百数十回 我的勇武 虽不及加负十一 却也依此 朔斩将杀敌不下数百人 今日 丁校尉说 在座各位都是废物 我官坦之事不认的 丁凤黑黑笑了几声 并不回答 至于马校尉 官平逆视马玉一言 继续道 你说什么 屡带乃江东名将 此人奉吴侯之命 前往汉中驻战 结果半年时间里 魏灵前敌 魏胜一战 他算个屁的名将 马玉连连点头 是 是是是 屡带能被吴侯 挑出来援助一周 自然不是无能之辈 他在汉中运凉半载 没能清零前敌作战 怼怪玄德公不给他机会 与屡带本人合肝 想归这么想着 但马玉是官宇的布曲 官平是他的少主 既然官平怒气腾腾地说话 马玉只能一叠连声赞同 说过了丁凤 又说过了马玉 官平提起长硕 一指马带 马伯瞻 马带挺直腰杆作证 陈生道 我在 马超身为西梁豪帅 素来被认为是天下屈指可数的猛将之一 声明不在官宇之下 虽然此前在巴西郡与雷远交战不利 但雷远本人多次承认 马超勇猛绝伦 自家赢得侥幸 马带是马超的足弟 官平是官宇的长子 这两人的身份 隐约有些相似的地方 雷远不把马带当作寻常下属看 官平在过去几日里 对马带也很客气 可这会儿官平直接以长硕指着马带 让帐中所有人都惊骇起来 我不愿再等了 今日就与驴带决战 官平立声道 若以搏瞻为先锋 催破敌阵的把握有几成 马带笑了笑 若我凶马梦起在此 是之如土鸡娃全尔 我的勇武不及凶掌十一 故而至多只有五成把握 第692章 虚实 此前马超在梁州横行的时候 以庞德 马带为羽翼 庞德勇猛坚韧 马带处世冷静 两人都堪为梁将 只可惜以马超的狂躁性子 并不常听从自家从地的规劝罢了 马带投入雷远麾下以后 几度沙场破敌 从没有吃过什么亏 雷远麾下各部的将士 都经过折损在充实重整 而马带所部始终保持着稳定的人员 很显然 这位梁州骑将看似凶悍 其实对敌我实力的判断 对进退时机的掌握都很有一套 竟只有五成 关平听了马带的话 不怒返笑 旅带谨慎老练 虽乏战胜攻取的锐气 却很耐战 马带起身出外 站在关平身侧 向前方指点 关将军你看 从关平所在的中军位置 向西北眺望 右边树里有一条河 河道后面有近期泛滥出的胡泽 乍一看 仿佛与阴沉天色相连 呈现大片的铁灰色 左边石里有山 山势不算险峻 但高度不低 山水之间 便是两军所处的开阔地带 西书分布着一些林地 一些灌木 偶尔有些丘陵 还有几处破败村舍 村舍里的房屋 大都废弃坍塌了 此地距离攀于三十余里 从昨日起 两军就在这里对峙 荆州军面向东北 无军便向西南 双方偶有进退 大体保持着四五里的间隔 有时候互相派遣小谷部队试探 骚扰 以寻找对方的弱点 这时候 丁凤 马玉和其余将校陆续出来 听两人对话 江东人的派兵布阵 依托地形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他们放在前头的 都是山岳兵族 而精锐都在后方 后方的三个方阵 彼此又有呼应 进退皆无失据之余 若只有我不经其先行 攻破其前阵不难 但现阵之后 必定会遭左中 又三面的方阵 一气围攻 到那时 只怕要麻烦 关将军领兵接应 反生狼狈 说得有理 关平有些惊讶地 看了马代一眼 随即到 那就两路突击 同时打碎 他们的左右两阵 在同时横冲中间 这个方阵 怎么样 两路破敌 博瞻以为有几成把握 马代想了想到 六成 丁凤和马玉一起抢钱 都道 关将军 我愿与马校尉 同为前部 关平哈哈一笑 挥动长硕 不用你们 我清零本部精兵 与博瞻并肩陷阵 马代微微躬身 沉声道 这样的话 便有七成把握了 好 有七成把握 足够了 关平大声道 我帅本部 从右侧突阵 博瞻引其队 自左侧突阵 带到敌军阵脚错动 丁凤 马玉 你们帅部 从中路既之而进 他将长硕用利盾地 硕尾沉重的铁尊 砸的土石 咚咚作响 就在今日 一战破敌 雷旭之只靠八十人 拿下了江东万众 几方领有两千多人的 荆州精锐 若还犹豫不敢决战 那简直不要做人了 当下重将笑气声道 就在今日 一战破敌 此时忽悠闷雷 从头顶的天空中滚过 将士们不禁抬头看看 就在说话间的短短片刻 阴云层变得更厚了 压得也更低了 好像就在众人的头顶 盘根不去 伸手就可触及 丁凤道 快下雨了 关平挥了挥手 与战破敌 也是一样 众将纷纷各归本部 虚余后 随着中军处鼓声隆隆 各面旗帜萨萨召战 荆州军全军 杀气腾腾地向前 直往江东军阵压去 当关平等人 讨论出战的时候 吕戴也召了部将商议局势 我们此番谋划的关键 乃是已有心算无心 已有倍功无倍 所以才能瞒过多方耳目 调动大军 一举进入胶州 按照之前的计划 布子山在苍吾 吸引各方注意力 我们由南海至河浦 一路攻略 最后收兵北向前往苍吾 为布子山 加上一颗沉重筹码 一举底定局面 可是 与出入胶州时相比 屡带已不负那 意气风发的样子 他的两眼带着血丝 颧骨也高突起来 这既是过去数日 与荆州军周旋的疲惫所致 更因为他 连续数日都在私存胶州局势 直到今日 有个疑惑再也按捺不住 他环视重将 沉声道 可是我们刚到胶州 就迎面撞上了荆州军 这代表什么 无非布子山在苍吾行事不利 并未能吸引荆州军的注意力 全从叹了口气 问题是 不利到什么程度 屡带追问 全从一愣 将军的意思是 子皇 我们从五天前起 就再没得到布子山那边传来的音讯了 就算荆州军截断了高耀辖水道 难道就没别的路走 屡带低声道 有没有可能 眼前这些荆州军 是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而他们实则正以全力对付布子山 将军 难道你是说 这不可能 布子山那边 足足有一万多人 而荆州军主力之前 忙着应付金蛮叛乱 前来交州的兵马 总共不过三千 万一呢 万一荆州人有什么 哪会有什么万一 全从强笑道 将军 攀于 广兴两地 距离五百余里 道路又多险阻 信使迷途并不罕见 或许 明日就有军报传来呢 屡带沉思不语 全从看看屡带的神色 说道 将军 我忽然有个想法 你讲 如果将军的猜测是真 那荆州军的主力 必定以往苍无 那么 最近几日 和我们纠缠对峙的这支兵 或许是在虚张声势 屡带一拍暗戟 吐了口啄气 子皇 你继续说 我以为 我们不妨主动挑战荆州军 试试他们的分量 若他们重兵在此 那布子山那边 就当无大碍 将军于我 就安心 与他们继续周旋 若他们虚张声势 实无强兵 我们乘机一股破支 在衬永南下 照此前的计划 攻取南海 和谱诸军 到时在包抄苍无 使荆州军 成为瓮中之鞭 屡带重重点头 子皇的主意甚好 他问副将尹义 小孝松昌等人 你以为如何 尹义皱眉 他跟随屡带 前往义州 亲眼目睹过 荆义诸军的作战 还曾经在峡江间 见过雷远 对这位统领 荆州军南下的将领 有些了解 所以尽管权重的推算 并无破绽 从常理分析 也应该是如此 但不知怎跌 尹义就是觉得 心里没底 他想了又想 一时漠然 反倒是松昌 很干脆地道 那就狠狠打一场 松昌话音未落 前方传来急促的 鼓声示警 吕带等人 急起身去看 远远便见到 荆州军如潮而来 在阴沉的天穷下 两面将其分处左右 当先昭展 在欢呼如飞的千军之前 昭展在卷栋陵墓 越来越强烈的 呼啸大风之中 吕带看得清楚 两面旗帜 一面上写伏封马带四字 还有一面 赫然竟是 关平的偏将军将棋 两面将棋 分有左右两路几池 距离越来越近 来势越来越猛 吕带剑在手 力声赤道 诸将归队 预备接敌 第693章 出击 关平 马带二将 各应本部作为前锋 关平从右侧突击 而马带取左侧 战场右侧及南面有水 左侧及北面有山 地势大致北高南低 所以 关平领兵出击之后不久 就注意到 马带的骑队 并非直线指向敌阵 而是先散开队列 声势骇人的 往东北方向的高坡 绕了个极大的弧形 这是梁州骑兵 常用的战术 通过骑兵 在外围的快速移动 威吓 又使敌方 某步旋转阵型正对的方向 而这一步的旋转 势必会动摇整座阵营的稳定 并可能使某步过于前出或后退 在阵型与阵型间出现缝隙 当敌阵出现破绽的时候 马带所部正好奔驰在平原的高处 他们随即就能居高临下纵棋突击 借着地形 将骑兵的速度和冲击力发挥到极致 这样的套路 关平曾听说过 但听过与见过 大不相同 此刻 亲眼目睹马带轻松自如的指挥姿态 他便知道 或许 这便是长鱼马背之将的天生优势 数百奇鸟急云散 果然冰形似水 这马带马伯瞻 不愧为梁州勇将 关平非杜贤极能之人 他看了两眼 当即赞道 好 这一声赞 却使得身边簇拥的部署们不满 已经有了雷旭之 在广兴城外 八十破一万 如今雷旭之的部下 又在攀于耀武扬威 关平叫的这一声好 简直就如刀剑 划在将士们的身上 让他们怒发如狂 让他们恨不得 将眼前的敌人撕成碎片 以显示他们 不愧为荡寇将军关羽的部曲 始终都是玄德公 帐下一等一的英勇善战之君 就这一瞬间 关平身边数百人 气势澎湃 震撼得天地惨淡 凉风吹来 惊奇烈烈 杀气直冲云霄 稳住 跟紧了 关平沉声喝道 他想 军心可用 关平所部 渐渐破进江东军阵 最前排的将士 举起木盾 后排将士 摇动枪矛等长兵器 开始挥打 越来越密集的箭语 吕戴深在中军的简易望楼 看看左右两翼情形 荆州军的战术并不难猜 无非是以勇将前驱 同时向左右两翼施加压力 几方中军如救援左翼 则荆州军的后继兵力 从右翼杀入 几方中军救援右翼 敌军后继则往左 但这个战术的前提是 他们要能击破几方左右两翼 如果几方两翼军阵 能够抵住 或者逼退敌方的先锋 这种战术 就成了平均分配兵力 而两头不能得逞的失败案例 几方凭着兵力优势 反而能将他们裹入阵中 慢慢消磨 吕戴对自己的部下有信心 能顶住 毕竟眼前的荆州军 合计不过两千出头 而几方所部足有六千 兵力优势 在我 毕竟吕戴自问用兵 绝无疏漏 即便适才重将汇聚的时候 各部军阵也严整依然 丝毫都没有破绽 在这方面 吕戴自信 不逊色于任何当时名将 哪怕他见识过 曹刘两军在汉中的恶战 也不影响他的自信 他有时候甚至觉得 吴侯身边那些所谓精锐 毕竟上战场的机会太少 颇有滑而不实之嫌 真正能打仗的 还得数自家 部下这些有经验的军人 两军堂堂对阵 己方断不会说 两军纠缠数日 彼此都把对方的底细 打探清楚了 吕戴知道 此刻当先突阵的 一个是关羽的长子 领兵主将 一个是马超的从弟 西凉突齐的首领 这两人率军冲在最前 显示出敌方强烈的求胜欲望 但也必定导致敌方后继无力 也就是说 只要稳住阵脚 顶住最初的一波猛攻 胜利的天平 就会慢慢倾向江东 他又想到全从的分析 既然荆州军的主力在攀鱼 那广信那边 必定无事 吕戴于布置 是顾交好友 深知布置的才能 他坚信布置 一定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掌控广信 进而掌控仓无 到那时 整个娇州就在吴侯掌中 卢子敬与我在辖江间的规划 也就实现了 吕戴紧紧握着剑 大声道 传我的话 十余名传令兵再往楼下 攻身听令 告诉左翼全从 右翼隐翼 中军不动 两翼务必坚守 半步不许后撤 校尉以下敢为令者 全从 隐翼斩之 校尉为为令者 我亲自斩之 传令兵各自向两翼奔去传令 江东军的布阵 正如之前马代所说 是把金锐放在后方 形成左中右三个方阵 而将山越兵族铺排在前阵 之所以没有特意遣人向山越兵族传令 皆因江东诸将都把山越士族当作消耗品 并不指望他们能够坚守 死守 敌不过了 他们自然后退 后退以后对付他们的自有督战队 军阀队 在退后 重整 在向前的过程中 也正好可以进一步打散山越人原有的剑制 使他们更加驯服可用 顿了顿 吕戴又道 让松昌带着夹士们做好准备 一旦中军鼓声集起 立即出发救援 松昌是吕戴的亲信 带着吕戴直属的一只精锐夹士 其中不仅有汉人 也有从山越中精选出的勇猛之人 吕戴提前让这只机动兵力做好准备 以防左右两翼万一不敌 松昌立即领兵到中军最前 全神准备 以随时行动 全从所在的方针 便是吕戴的左翼 靠近南面水泽 针对着愈来愈近的官平军旗 为什么荆州军竟然主动出街 全从没想明白 他强烈地感觉到 这其中必定有什么缘故 但既然战事将临 他也顾不得再细想了 十数名胆大的斥候 这时候仍然潜出在阵外 轮流奔回来 汇报敌军距离 动向 而全从连续不断地传令 督促部下做出对应的准备 爆 敌将官平所部 约五百余 前方其队百余人 左右部足 各两百人随行掩护 刀盾手持巨马向前 弓弩手准备 爆 官平所部继续前进 巨我方五百步 弓弩手叫射 刀盾手尽快支盾 负责带领弓弩手的四名都博 各自取弓箭 向前方射击 标识箭矢最大射程 而刀盾手将盾牌尖锐的底角 冲着地面 用刀背敲击 直到把整个底角扎进地面 使盾牌立足稳固 爆 官平所部 巨我方三百步 枪毛手向前 架枪 盾牌一旦立稳 枪毛手记之而上 他们所持的枪毛短得有一丈 长得将近两丈 听到架枪的命令 他们散开队列 站到每一名刀盾手的后头 把枪毛搁在盾牌上方的凹陷处 向外平举 爆 官平所部 巨我方两百步 事后撤回 弓弩手射击一轮 清兵眼上 这时候 已经无需斥候了 权从自己就能看清敌军动向 他在号令弓弩手射击的同时 又令身边小校吹动号角 于是 排列在大阵前方的清兵 也就是山岳士族们 开始冲锋 第六百九十四章 沙透 马带昔日跟随马超 纵横梁拢 策略虽不如其凶 却也堪称梁州肖将 颇具凶名 相比而言 官平倒是低调许多 事实上 在玄德宫政权以外 很少有人注意到 官平这个名字 这也是没可奈何 马超控制的 枪低叛军 急胜时 横行于陆西道 葱岭的数千里土地 号称囊括了小月之 葱瓷枪 白马枪 黄牛枪等枪壶一百余种 四十万落 急兵二十万 因此 马带也曾多次带领 相当规模的部队 攻杀劫掠 而官平所处的环境 可就大不相同了 玄德宫自黎卓郡 数十年颠沛流离 始终都不曾具备强大兵力 而作为玄德宫下属的官宇 至多时所部 不过万人 官宇本人 固然凭借绝伦之勇 赢得了名将声誉 但他的部曲 清江 在外人看来 不过是些寻常的小组小将罢了 而官平更长期 被掩藏在父亲的声威之下 他再怎么出众 也始终只是父亲的儿子 是官宇的名将 光芒中 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早年前倒也罢了 三年前的这时候 官平曾经带了 刘峰 霍骏 马素 相宠 习珍等人 去探望出到荆州的雷远 邀请雷远出行射炼 那时官平 至少还是这些年轻人 当之无愧的首领 可近数年来 玄德宫的力量迅速膨胀 诸多年轻武将 在这过程中 都得到了重用 地位迅速窜生 刘峰已经能在上庸独当一面 霍骏当上了子童太守 马素 相宠 习珍也都陆续 站在相当的地位 更不消说 那些后来投靠之人 许多人的年纪 比官平更小些 才能也未必出众 却动辄将军 太守了 而官平 依然只是官宇的副将 荆州军体系中的将校 见到他 只将他当作 官宇的代言人 荆州军以外 很多人甚至不知道 官平这个名字 这种情形 使官平有些急躁 甚至偶尔会有些抱怨 但他演示得很好 在所有人眼里 他依然如过去那般 从不贪功 从不失误 是父亲的好儿子 是形势谨慎细致的天然副手 这情形 维持到江陵大战 那一日在江陵城下 官平本有机会 突袭曹璋所领的虎豹旗 却在姑娘双方实力对比之后 主动放弃 给了曹璋逃走的机会 如今 曹璋身为萧綦将军 地位在曹氏宗族五人中 屈指可数 似乎被曹璋用来统领中外精兵 坐镇许多 官平常常会想 如果当时 自己不考虑那么多 直接向前与之厮杀 会怎么样 难道曹璋还真的能在 大局颓败之下 力挽狂澜 不可能的 想到这里 官平常常整夜难以安眠 当时只要敢于搏战 十有八九就能斩服曹璋 建立震动天下的威名 可惜 可恨 我竟主动放弃了 同伴们都在建功立业 而自己却输手 拿得出手的东西 这怪不了同伴 只能怪自己 此番荆州军南下 雷元与官平共同领兵 可官平 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了副将 官宇甚至还专门吩咐说 军事上的事情 以续制为主 面对自己的父亲 官平没有丝毫 对抗的能力 只能恭敬奉明 可到了零零以后 他痛则豪谱 未免没有发泄情绪的意思 雷旭之是个难得的聪明人 并没有全程 将兵马扣在身旁 而给了官平单独领兵的机会 官平领这份人情 他想过要在自家军报中提一句 旭之千知不知的注意力 也有功勋 可结果呢 雷旭之竟能做到那种程度 这次以后 雷旭之的地位必定又要提升 再过三年五载 我官平站在他身前 何以自处 这时候 如果让眼前这只江东兵马全身而退 我官坦之 还有何面目自称江门子弟 还有何面目做个持刀剑 斜攻使得五人 想到这时 官平所不摆旗 已经冲过了无军箭矢覆盖区域 出现在他眼前的 是黑压压一片的山岳氏族 他们挥舞着五花八门的武器 披散着头发 狂呼乱喊着 猛冲过来 一路奔跑的速度非常快 却根本没有对裂可言 官平知道 这些人看似蛮夷 其实很多都是被历年来暴政逼迫逃亡深山的汉人 为了活命 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汉家身份 放弃了故乡 放弃了一切 结果呢 却仍然无法避免悲惨死亡的结局 这些山岳人 在江东将领的眼里 就只是用来垫刀头的肉盾罢了 虽然值得怜悯 但在战场上 他们是官平杀戮的对象 官平抱贺一声 挺朔前刺 这一下汇集了战马冲锋的速度 力量大到不可思议 长达一丈六尺的精良大朔 笔直地 灌入一名山岳氏族胸前 朔尖穿出后背 再扎进地面 他右手虚挽着朔赶 来不及抽出 而战马继续向前仗许 撞翻了两三个当面的山岳人 他借着玛丽反手拔出长朔 用力横向挥舞 长达两尺的锐利朔尖 从好几名敌兵身前划过 顿时有血雾 此起彼伏的暴战而出 官平这会儿带着的骑兵整一百人 大部分是他自己的亲信部下 还有数十人 是官宇陆续调拨 给他的金汉布局 这些人紧跟在官平身后 既不斩取首级 也不顾敌人动向 就只护卫着官平的背后和两侧 蓄域间 官平便深入山岳的对联 阴沉的云层下 两边厮杀呼喝 鲜血乱剑 与此同时 有个专门挑出来 眼力很好的部署 在他身边不断禀报 马带从正北面攻入吴军右镇 吴军旗帜扰乱 有个军官模样的退出阵外 被军阀队斩了 马带从西面拖出 不步 他们自北而西 杀透了吴军右镇 其部下数百旗汹涌 旗帜游自高情 队列未散 马带绕过西面失地 再往北行 吴军已建于组织 马带再度突阵 官平连连点头 又连连摇头 对这名部署道 这小子有五百旗 我若有五百铁旗 话说到一半 他右手手腕一阵巨痛 原来对面山岳人的阵中 藏了一名手持铁斧 身披甲咒的勇士 这勇士忽然杀出 双手持斧猛劈 官平稍微疏忽 掌中长硕 竟然被崩飞脱手 小心 周围数名部署一起大叫 官平左手拔刀 用力前刺 这把还手刀是特别加长的 而刺杀的动作 对官平来说 更犹如本能 快如闪电一般 敌方勇士的铁斧 尚在高举 还手刀的刀刃 以扑的一声 透过他肩胛底部的 甲液薄弱处 一直扎进脖梗下方 鲜血顺着伤口 如注喷出 见到官平的脸上 使他两眼血红 意识看不清方向 他一边抹眼 一边大声道 继续冲 继续冲 第695章 雨姬 距离官平 马带两人 熬战之处离许开外 丁凤和马玉 催动部族大队 徐徐前压 此时在重重阴云之下 孙刘两军交错 如龟蛇纠缠 杀声震天动地 官平和马带 都已经抢战主动 但吴军左右两阵 仍在坚持 至少目前 还远没到溃散的程度 而吴军中央方针的鼓声 脚声 驻战的呐喊声 依旧沉稳 显然 吴军的指挥者 也保持着镇定 丁凤觉得 没到部族大队 跟进冲击的时候 他向身侧的 马玉走进几步 想要说说自己的观点 马玉远眺敌阵 好像全没注意到丁凤 丁凤尬尴尬地咳了几声 他知道 这是因为自己 适才只称 在场珠将为废物 大大的得罪了 官将军的部署们 近数十年来 安丰丁氏出过 县中立员或庭长之类 丁凤自家有部曲 有亲族和依附的奴婢 并非那种 纯靠厮杀其余行武的 粗鲁武人 丁凤本人也有分寸 缘不至于胡言乱语 只不过 丁凤娶了 卢江雷氏的族女 平时被雷远当作妹夫看 他的叔父丁丽 又是最早为 雷远战死的重要部署 所以 雷远素日里 对他最是宽容 导致他近来有点恃宠娇 嘴上少了把门的 眼下马玉如此姿态 丁凤倒有些忐忑 担心这言语 使得关平的部曲长久不满 进而传到 荆州那位关将军耳朵里 当下他咳了又咳 墙找了个话题赞道 关将军冲杀至此刻 当面之敌 无不摧折 竟无一合之将 果然将门出疆 真是了德 真是勇猛非凡 马玉瞥了丁凤一眼 心道 义军主将 被你惹得火起 杀到朕前程匹夫之勇 你丁成员的口才才是了德 心里这么想着 毕竟丁凤明摆着服了软 自家嘴上不好相骂 于是马玉道 我自新平年间从军 跟着荡寇将军所力战士甚多 就算重拐悬殊的局面中 荡寇将军和我家邵将军 提兵冲锋 也是势如破竹 故而 一直觉得 天下猛将强兵 能与我们相提并论的很少 却不曾料到 雷将军下属的马校尉 冲锋破阵的胆色如此 我马玉佩服 丁凤甘笑两声 挠了挠河下短然 雷远麾下的校尉之间 难免也有竞争 比如 丁凤就一直想压倒马代 眼下马玉一叠连声的大赞马代 简直让丁凤揪心 他又想到 要不是自己多嘴咆哮 关平原不至于轻任先锋 关平若不做先锋 我丁程愿与马代两路突击 以阵战的战果来比个高下 岂不甚好 怪我 都怪我自己 想着想着 他手上的力量大了点 灯石揪下几斤胡须来 这时 天色愈发阴沉了 风也愈来愈大 身后部族们的旗帜 呼啦啦翻卷 丁凤仰望天空 再度道 快下雨了 也不知 能不能敢在雨水落下前 奋出胜负 风从西南面来 掠过连绵水域 带着湿润水气 使人呼吸起来 清心畅快 但关平冲沙半晌 只觉得 肺腑之中 有一团火在烧 连带和呼吸的气体 散发出高热 能把甲咒上的 血都炙烤得干燥 他侧耳听听 眼前无军方阵中的古典 古典升顿错有致 是催促方阵内外 两圈的将士转换位置 外圈将士 退入内圈休息 整队 而内圈的胜利军 出外迎敌 这古典响起的时候 恰是关平一次进攻 被迫退 而山岳满兵 再度围拢来的时刻 时机掌握得非常准确 可见指挥这一座方阵的江东将领 绝非无能之辈 关平再回顾自家所部 因为数百人纠缠一处 一时看不清几方不足的兵力 只知道左右两队都在高呼憨战 声势并无低落 但骑士的数量明显少了 原本百骑突阵 眼下跟随着的大概六七十人 人人身上都带血污 多半都弃了枪毛 改用刀剑 而无军的方阵依然稳固 关平的两道浓煤 紧紧拧了起来 他真有些看不懂江东的军制 在玄德公帐下 部队战斗力的强盛与否 大致看将领的地位便能明白 关羽和张飞二将地位最高 索部便最是精锐 然后赵云虽只是一军将军 但统领中军又与陈道分领白尔滨 故而仅次于关张二将 再往后就该轮到雷旭之的部曲 黄忠 甘宁 魏延等将次之 一周诸将再次之 但江东这边 将领的地位与索部的战斗力 简直没法关联 关平在赤壁战后 随附与江东兵马并肩作战 见识过周廊和不少江东中将的部队 感觉不过如此 但眼前这屡带索部 却坚韧到这种地步 难不成 我之前在中军上的豪言壮语错了 此人真是江东名将 就只我孤陋寡闻不晓得 关平忍不住骂了一声 此时得他吩咐 随时关注马带锁部战况的部署 拨马靠近道 将军 马带锁部已经第二次 不要说了 关平嗤了一声 那部署吃了一惊 关平放缓与气道 敌军没有乱 不要再管马波瞻了 咱们专心掀破眼前之敌 话音未落 他和身边诸人的甲咒上 忽然发出噼噼啪啪的吉祥 这声音像急了流史砸落 以至于有人下意识地扶身举顿 他们又立刻反应了过来 这不是流史 是下雨了 下得好一场瓢泊大雨 初时大颗雨点密集砸落 打在地上 激起一粗粗的沉烟 落在人的脸上 让人隐约生疼 随即雨点连成雨线 雨线连成雨目 雨目又连成席天卷地般倾泻的洪流 伴随着洪流的 是浓云身处的雷鸣电闪 关平四下远望 只见整片战场 瞬息间都被大雨遮蔽 离他数帐开外 就已经看不清战士 只能听见兵刃撞击交阁的响声 和人马的怒吼 盼于周边的天气 已连着两天阴沉 诸将都觉得 随时会落下雨来 却没人想到 酝酿了两天 雨是竟猛烈到这种程度 将军 又一名部署靠近过来 在仿佛轰鸣的雨声中大喊道 将军 这雨太大了 没法继续作战 今日已杀得敌人胆寒 咱们引兵烧退 天晴再战不迟 官平看看他 再看看四周 这样的大雨 又让他想起在江陵 面对曹军围攻的时候 那一回自己苦战多时 虽然最终破退敌人 却未能获得足以撑到的大功 这一回 雨水倾泻不停 将一切都陷入水中 水顺着盔甲的缝隙 流入甲内 湿透了衣服和竖甲的皮涛 让他举手投足 都开始困难 水流躺在地面 把平坛的草地化作污泥塘 官平站在原地 注意到泥浆慢慢没上了脚踝 然后继续上 伸往小腿渡去 水泼洒在战马身上 让战马发出不安的思鸣 马是情绪很敏感的动物 这种恶劣的环境 很容易让马匹惊恐 而知生病 马带所部的骑兵是梁州人 更不会有雨中 驱策战马作战的经验 所以 无论官平怎样决定 马带是一定要后退的了 官平下定决心 他说 雨真的很大 是啊 是啊 这样的大雨中 江东人的功 奴 很快就会失去作用 他们的军令 没法顺畅传递 他们的阵型 也不可能像此前那样 迅速调整变化 他们想要调动兵力 也会受限于满地的污泥 流水 他们甚至搞不清楚 我们会从何方杀来 官平哈哈一笑 岂非天一呼 将军莫非想要 官平解下都谋 随手往地上移置 这样的大雨中 都谋在头上滑动 很容易遮挡视线 他又指了两名护从 你们 过来替我卸甲 两名护从慌忙上来 手忙脚乱地 将官平的甲咒解下 同样是因为大雨的缘故 竖甲的丝掏 皮掏都已经湿透了 甲咒在这时候 反而成了束缚行动的累赘 官平看着护从们 把他的甲片一一除去 随即提刀在手 指点着周边 与木间的混沌场景 这样的大雨 我们乱了 敌军更要乱 你们说 两军乱战 谁能赢 历时便有部将 耿着脖子达到 敌军只仗着阵型稳固 与我们纠缠 若两军乱战 他们早就被我们 排头杀过三五回 官平反手 把戎服也扯下了 他光着膀子 站在暴雨中 举刀大喊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诸位 随我乱战杀敌 第六百九十六章 泽国 在这样的大争之时 政权若没有强兵来支撑 再怎么坐拥山河之故 迟早都会遭人鱼肉 是以江东诸将的治军之能 较之 曹 刘徽夏 重将 未必不如 孙氏政权在江东立足将近二十年 吴侯揽截英雄的手段 选贤任能的决心 虽能以江东溢鱼之地 支撑起十万大军 千艘战船征衡天下 齐徽夏领兵诸将 也皆有才具 绝非无能切弱的庸人 虽然 周廊 成普 黄盖等重臣 宿将在过去数年陆续病逝或战死 但后继的将才源源不绝 如 吕蒙 朱然 朱桓 徐胜 潘章 董席 蒋青 林统 贺奇等 又如此刻与官平对战的履带 权从 都是极出众的人物 以他们的才能出世于曹刘 也能身登众将之位 见赫赫功勋 但近数年来 江东兵马北征西讨 却先有盛计 原因有三 一者 江东扩军太快 新族众多 江东的主要兵族 来源是山岳 赤壁以前 江东兵马不过五万 在赤壁以后 为了支撑西 北两面的扩张 吴侯鼓励诸将讨伐山岳 以拣选俘虏中的精壮者为兵 故而江东兵力迅速膨胀 两年内就翻了一番 集圣时击达十二万人 这种过于迅速的膨胀 必然会稀释精兵的比例 二者 吴侯继承父兄之业 坐领江东 使得江东的政局 有其独特的复杂之处 吴侯本人为了平衡江东各方势力 又将诸多军政权限下放到将领手中 使之行如军阀 将领养兵欲重 政治地位欲高 经济利益欲丰富 将领的经济欲势宽裕 又能支撑起更多的兵力 带来更高的政治地位 这一来 兵力的多寡 远比兵力的精锐程度更重要 导致许多将领纵有眼光和能力 却不得不首先以扩充数量为要务 而部中的训练反倒草率 军技也差 三者 赤壁之后 江东向北扩张 要面对曹公 向西扩张 则要面对玄德公 这两位 乃是数十年滔滔乱世中脱颖而出的英雄 手段 策略 力量都堪称当代最强 江东要与他们抗衡 想要战上风很难 而一次失败 就使多名大将的数年经营毁于一旦 带到从头再来 无非又一个恶性循环 面对这样的情况 其实最好的办法 是暂时停止对外扩张 花个几年时间 整军金武 整顿内部 就像一个身邪假兵 却体质虚弱之人 当务之急不是厮杀 而是该吃药吃药 该吃饭吃饭 带到脏腑调理见状 四体渐渐有力 再谈与人争斗 然而局势又破得吴侯 没法再等 他至多只能改弦一辙 试图从江州取得突破口 为了保证江州的利益 不被诸多地方势力瓜分 他所调动的军队 都是最忠于孙氏政权 用起来如臂食指的那一部分 为了保证 玄德公不能插手焦州 他还把江东 在荆州的隐藏力量 大鼓动员起来 以阻碍荆州的反应 可惜 荆州的反应只是慢了一些 他们仍然向焦州 投放了力量 而这鼓力量 又是如此强大 使得江东之兵 相行见处 倾盆大雨 风云翻涌 关平踏水向前 杀敌陷阵 数百将士紧随其后 怒吼冲锋 关平此番南下焦州 所领兵马便是关于本部 关于善待祖武 赏伐分明 在他的部下 只要能打仗 肯拼命 就能得到提拔 事已布取数千人里 骨干将校全都是 经历过诸多战斗 从士族中拔着起来的 有些人甚至目不识钉 因为出身低微 缺乏系统学习的缘故 这些将校上线可能低了点 但他们的战斗经验丰富之极 个人的勇力也巨多出众 放在数百人 数千人规模的战斗中 他们远比一般的军队更勇猛 更顽强 他们对关于的忠诚 更是死心塌地 赴汤导火都不在话下 何况 只是贸与搏战呢 这种乱战杀敌的场景 昔日在青州 在徐州 在汝南时 他们见得多了 那时候 他们跟随关于 面对曹军十倍百倍之重 去无反顾 如今跟着少主 对付一些江东鼠辈 有何难栽 这种情形 不仅不会让他们紧张 反而让他们热血沸腾 斗志高亢 于是 当关平持刀举盾 一口气撞破几重敌军的时候 他和他身后的密集队列 就像是一头在暴雨中飞舞的蛟龙 势不可挡 距离关平两里开外 马带牵着战马步行 往高处走了半上 这场雨还没落多久 地势低洼处 已经成了无边无际的泥塘 所以他和他战马的下半身 全都被马蹄带出来的泥水覆盖 而上半身 则有雨水不断倾泻 有时候 风邪雨水扑面打来 让他只能闭着眼睛 竭力安抚 被雷声惊吓的战马 马带的部下们 正慢慢靠拢过来 他们纷纷从马鞍边上 解下沾布 覆盖在马匹身上 对梁州骑兵来说 战马就是他们的伙伴 是他们的亲人 而这种暴雨下的泥泞环境 对战马的损害太大了 他们根本不可能 把战斗继续下去 在队列后方 有一匹战马的马蹄 忽然在泥浆里打滑 灯石侧向栽倒 把马上的骑士甩到水里 骑士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但因为甲骤被泥水浸透 格外沉重 他几次努力 都没能起身 好在身边的同伴 注意到了这场景 七手八脚地 将他和他的马扶起 好在马没有瘸 有几人同时嚷道 小心 小心地滑 更高处的水 正像瀑布一样流淌下来 使得坡地越来越湿滑 马带对左右道 我们还得再往高处走 他指着高坡尽头的一片灵地 在雨水中大声叫喊 到那里去避雨 砍些树枝 把粘布撑起来 天色昏暗 而雨水遮断视线 众人环顾四周 看不出有更好的选择 于是奋力继续向高处跋涉 这时候 马带完全没去考虑战斗 这样的大雨下 之后半个月里 恐怕潘域周边将成一片泽国 也没法作战了 马带觉得有些可惜 看来 江东人的运气不错 这支敌军如果借着雨势而走 至少全身而退 不是问题了 正这么想着 忽有一道闪电劈开雨幕 使得深陷阴沉中的原野 和原野中 熬战的无数身影 一闪而逝 就在这一瞬间 马带看到官平锁部奋勇而前 看到江东军阵的左翼 已经不复存在 看到江东人的本阵 也开始分崩离析 马带亥然失色 第697章 自保 虽然大雨瓢泡而下 吕带依然站在望楼观察敌情 这样于是 使吕带简直没法正常指挥部队 但他至少能看得见 于是 看到了官平锁部 乘着雨势猛攻 打穿了全从所在的左翼 又看到他们鼓勇技战 席卷败兵 向中军方向扑来 他叹了口气 攀着望楼的栏杆 开始沿着梯子往下走 梯子着水湿滑 吕带一不小心 差点失足摔倒 不禁低呼一声 下面有轻微问道 校尉 怎么样 吕带不知道 轻微是问战况怎么样 还是问自己情况如何 他直接道 咱们要输了 吕带原本的打算 是凭借军阵的坚固 顶住左右两翼敌人的突击 然后 是战局的发展 将中军主力投入到 敌军较弱的那一处 将之打垮 最后在凭借战胜之威 会和三路兵马 击退荆州军的后继兵力 这是重规重矩的战法 还有田击赛马的道理 蕴含其中 按照常理 左翼游水 而右翼帝氏 适合骑兵奔行 故而 马带所部的五百铁骑 必然先攻右翼 吕带让自己的副手 尹翼负责那一面 只求纠缠住他们 尹翼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他的军阵几番聚散 马带穿行往来 却始终没能取得 决定性的胜利 而在左翼 权从所部负责抵敌关平 权从之所以参与此战 主要是因为弃腹全柔 曾任贵阳太守 在曲江一带的影响力 恰使大军能安然通过贵阳 豫章边境的曲江 针阳一带 但权从带到娇州来的兵马 包括了吴郡权势宗族的精锐部曲 也十分善战 权从一旦阻握关平的攻势 吕带就领中军掩杀 集合八倍以上的兵力 为一间关平 为此 吕带特意调动了 青江松昌所部夹市 以图随时增强权从所部的力量 正面对汉勇猛突进的关平 只可惜 人算不如天算 他没算到会有这样一场大雨 使得己方的指挥调度陷入混乱 更没算到关平如此凶猛 竟然以一敌石 冒雨冲杀 权从的方阵已经溃了 影翼那边虽然不见了马带所部 可在这样的大雨下 他们也没办法正常调度增援 这会儿关平所部 即将冲杀向中军 而他们后继 至少还有一千多人的兵力 可以投入 吕带不觉得 只靠自家中军 就能压过敌人 这一战 大致是要输了 听得吕带这么说 有轻位咬牙咒骂倒 他们就只一路来 若没有这场大雨 我们三处 坚振互为支撑 一定不会输 吕带摇了摇头 若没有这场大雨 敌军来的也就不止一路 右翼的数百铁骑 也同样难以对付 归根到底 荆州军实在善战 而己方近数年来 兵力扩充虽快 在兵员的训练 不武的组织等方面都落后了 吕带虽然不是经历过许多战斗的速将 但见识很广 处事也非常沉稳 他知道 胜败乃兵家常事 既然不敌 就没必要强行坚持 每一名吴侯麾下的将领都明白 最重要的 是尽一切可能保存本军的实力 好在山岳氏族还有许多 这时候就该他们发挥作用 让山岳各营向前 告诉他们 我军将会与他们齐头并进 一举击退敌人 校尉 我们还要往前 山岳人行动之后 我们立即撤退 遵命 另外 遣人通知 隐翼一起撤退 再让松昌代 精干人手 找一找全子皇的下落 把他带回来 如果带回来了 算他大功一件 我有重赏 雨势愈发大了 亿万水线砸落地面 发出轰隆隆的响声 简直比天上的雷声 还要害人 而水声之中 又有愈来愈响亮的喊杀声 屡带伸手抹去满脸的水 眯眼往阵前看了看 眼前黑压压的一片 什么都看不清 偶尔有些闪光 那应该是武器假咒 反射着天空中的电芒 有个士族从前方狂奔过来 大声道 校尉 敌军已经与我军前阵接战了 这么快 那就是在百数十部外 很近了 但有松昌代人顶着 一会儿 山岳人陆续增援过去 可以坚持得更久些 屡带另外指了一名轻卫 松昌不能动 你带些人去接引全子皇 那轻卫领命就走 另有人对屡带道 校尉 咱们快走吧 屡带按着腰间的长剑 咬了咬牙 可惜了卢子静的谋划 焦州这边 已经是吴侯所能着手的 最后一个方向 可是到临头 吴侯终究迫于 玄德公的压力 和内部的重重危机 不敢轻视而出 只能靠些小伎俩 小手段试图以小博大 现在看来 很难了 可惜了不子山的辛苦 我这一走 不子山在苍吾那边 就维持不了局面 他至多拖延时间 最终迟早会被逼走的 通过此战 玄德公的势力 就已经在焦州 站稳了脚跟 吴侯再也无力撼动了 屡带稍稍沉默 再往四周眺望 天色依旧阴暗 羽目依旧遮掩 而喊沙之声 真的已经愈来愈尽 他从泥泞中 拔足启程 随口对左右 轻微窥探道 这一来 江东就真正成了 一鱼之地 往哪里都打不开局面 下一次再做努力 该往何放 说了这两句 他便自知诗言 连忙闭上嘴 摇了摇头 局势怎么会变成这样 赤壁大战时 虽然危险 面临的终究只有曹公 而孙刘两家的同盟内部 优势完全在江东 可现在 身在江东之人 无论往北 往西还是往南 看到的 全都是实力 远远凌驾于 江东的庞然大雾 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能怎么办 他正有些出神 身边多名轻微 义齐大叫 小心嫡媳 屡带及胎眼看处 只见数十步外 一对荆州军族 在一个年轻武将的 带领下直冲过来 几方的前阵 松昌所领的夹势 预定应当 反攻向前的山岳人 竟已经崩溃了 屡带五十多岁了 一点不觉得自己 能与敌方 勇将白刃厮杀 他毫不拖延 立即转身狂奔 奔了几步 他听到身后 有荆州将士高叫道 校尉你看 有个江东的将军 在逃跑 那年轻将领大喜 这丝 莫非就是屡带 抓住他 抓住他 屡带身边的亲卫们 中军本部的部曲们 乱成一团 有人向前迎敌 有人照旧撤退 有人簇拥着屡带奔跑 此时地面泥泞不堪 许多地方又积水成片 看不清道路 屡带连着踩了几处泥肘 鞋袜都陷在了里面 一不留神 他又披面栽进泥塘 被亲卫们抬起时 已然狼狈不堪 这时追来的敌将 已经来到境前 屡带心中沮丧 只求死个明白 于是贺问 来将何人 杀你者 丁城约是也 原来丁凤和马玉催兵在后 大雨寄来 这两人奋出一部分兵力 互持本营 而自家继续前进 到了此刻 他们恰于关平所不合击 将屡带的中军大队 打得落花流水 也不知怎地 丁凤觉得 这种手持短刀 在敌营乱战的情形 叫人十分舒畅 此际 双方都没有阵型队列可言 竟被他一口气杀透多处防线 直到屡带进前 屡带被追杀一成 后阵赶来增援的吴军 拼死护着主将 疯狂顿走 丁凤只带了十余人 出其不意则可 贤尾追杀了百余部 反倒被吴军杀伤数人 气得他仰天狂叫 挥刀左右乱砍泄愤 但他这一次突袭 却使得江东葛路兵马 彻底失去指挥 原本屡带还希望有序撤退 这时候根本无法实现了 当大雨渐渐停歇的时候 战场也渐渐归于平静 第698章 四子 建安十八年五月 诸葛桥坐在走廊边缘 有屋檐遮挡阳光之处 此时正是南方最燥热的季节 就连眼角的风铃 也只偶尔晃动 院落里感觉不到一丝风 管舍里的婢女们 用铜盆盛水 放在走廊里降温 还有人给诸葛桥 送来了擦汗的布巾和扇子 但诸葛桥并没有用 他就只端正地坐着 哪怕汗水从额头 从胸前背后不断地躺下来 已经湿透了衬里的衣服 眼角的凸起处 本来正好遮挡阳光 但随着时间流逝 阴影眼看就要挪开了 诸葛桥感觉到 直射的阳光慢慢靠近 他垂着眼 看着走廊上木板的纹路 看得出木板是新扑的 我在想什么 木板的新旧 与我何干 诸葛桥抬起头眺望 只见院落的后头 仍然是一重重的院落 门洞左右 有披甲的几世站岗 他又听到厢房后面 有侍女在嘀嘀咕咕 大概是在说 这孩子便是江东来的宾客 有些怪 诸葛桥也觉得自己有些怪 今日原说 叔父会来管设 但直到中午都没见着人 诸葛桥等了又等 百无聊赖 于是在管设中往来散步 因为心里有事 一时没有注意路途 也不知走了什么样的路线 等到反应过来 已在这陌生而寂静的院落里了 他甚至不知道 此地是否依然是管设的范围 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去 但他又不想召来仆比们询问 荆州和扬州有口音差异 说不清楚 何况说清楚了 反而露窃 索性做话 想要摸些时间 接着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刚到荆州就露窃 只怕之后会被人所欺 这里是荆州 距离建业数千里 接下去还要去益州 益州距离荆州又有数千里 益州的北面 靠近关中的地方叫做汉中 到了汉中才能见到父亲 才能稍稍放松些 然后 然后我就不是父亲的孩子 我会成为二叔的四子 今后见到父亲 得叫他大伯才行 诸葛桥有点想哭 于是猛地抓起不惊 站着温水 覆盖在脸上 这件事情发生的突然 以至于诸葛桥 到现在还觉得有些恍惚 半个月前 父亲从益州传来书信 信上对诸葛桥说 你的叔父诸葛亮年过三十 尚无子嗣 兄弟二人早就商议过季 因为双方都公务繁忙 所以一直耽搁了 近来 我代表吴侯出使益州 孩儿你正好前来 我们正是把这件事办了 诸葛桥看了很久 才明白信上的意思 他拿着信去问母亲和兄长 诸葛克 才知道 母亲和兄长 去年就知道这个安排了 只瞒着诸葛桥一人 怕他伤心 母亲抱着诸葛桥哭了很久 说怎么突然就要走 我舍不得 而兄长则气鼓鼓的 诸葛桥问他 为什么生气 兄长说 听说布置 屡带那帮人办不成事 在焦州吃了大亏 孙刘两家不得不再度重定盟约 以划分两家的利益 为了掩盖 焦州战事的不利影响 两家还布置了 大大小小的许多内容 专用来显示盟友间的 亲善和睦 诸葛桥是兄弟二人 分世孙 刘两家 结为骨功重臣 于是兄弟间的过继子寺 也就成了盟友敦目的一个环节 诸葛桥本该在过几年 前往一周的 因此特意提前了 这让诸葛桥觉得有些荒唐 有些愤怒 仿佛自己成了叔父的战利品 而非亲人 可他又无法反抗这个安排 毕竟他只是个十岁的孩子 待到次日 当吴侯也专门遣了立元登门 询问过继一事 亦因所需可有缺少 是否需要吴侯协助备办的时候 诸葛桥更只有微微硬承 他默然成舟离开了建业的家 浑浑噩噩地一路前来降临 来迎接的荆州人 慢慢取代了江东人 他身边熟悉的人越来越少 诸葛桥一路上都听听身边人的摆布 他并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只记得临走时 兄长叮嘱说 无论如何都要恭敬巡礼 千万不要丢了江东人的脸 听兄长的意思 好像一周人都很凶恶 很难相处 诸葛桥忍不住抽噎起来 他用力把不禁按压在脸上 用力了揉 过了许久才取下 取开不禁的瞬间 他看到眼前站了几个人 诸葛桥连忙垂下头 他觉得自己适才的举动 太像一个小孩子 于是脸红得像要烧起来 阿乔 有人询问 不知为何 这声音让诸葛桥很熟悉 还带着令人安心的力量 诸葛桥猛抬头 便看到一个身披白衣 手持羽扇的高大人影 这人 我好像是见过的 他是我的叔父 他便是诸葛亮 诸葛桥呆呆地看看诸葛亮 出发前 母亲和兄长都反复叮嘱自己 见到叔父 以后该怎么称呼 怎么行李 可这时候 他一紧张 全忘了 直到诸葛亮问 阿乔如何到这里来了 诸葛桥慌忙起身 结结巴巴地道 走错了路 这路可不近啊 怪我 本该一早就来接你 但一时繁忙 脱不开身 诸葛亮笑着伸出手 无妨的 来 我带你回去 诸葛桥犹豫了一下 伸手攀住诸葛亮的手掌 他感觉到 诸葛亮的手掌宽大有力 掌心和指腹都有后解 与父亲先长的文人之手 大不相同 都说叔父曾在笼中耕田 看来 竟是真的 诸葛桥想 与诸葛亮同降的 另有两人 这两人正在商议着什么 这时候刚好告一段落 便走近几步 两人兜着戎服 做武将装束 前一人身高九尺鱼 肩宽背后 体魄宏伟之极 更肩枣红色面旁 常然过腹 望之神威凛然 与之相比 后一人就普通许多了 他不过二十来岁 身材虽然高挺 站在前者身旁 却显得瘦弱 眼神也很温和 仿佛是个头笔从容的书生 诸葛亮牵着诸葛桥的手 让他上前 见过关将军 雷将军 这两人便是 荡寇将军 关于 和奋威将军雷远 诸葛桥 想起兄长对自己说的 玄德公布 这在荆州的重将 关于和雷远 都是天下名将 其中 那雷远更是 双手沾满江东人的血 是个极其凶悍 可怕的恶人 诸葛桥忍不住 打了个哆嗦 连忙深深攻身下去 拜见关将军 拜见雷将军 关于甚至都不停步 只哼了一声 继续向前 雷远看着这小孩 紧张强子手里的样子 笑问道 足下何人 我乃狼牙诸葛桥 我父乃车记将军长使 诸葛亮解释道 这是家凶次子 雷远拍了拍额头 对了 昨日 军师便说起过的 就是这孩子吗 正是 诸葛亮摸了摸诸葛桥的脑袋 拉着他的手 与雷远并肩行 本来今早该去管设 接这孩子 结果我们讨论到此刻 才告一段落 我竟没能脱身 须知 你的资珠必较 我算是见识到了 第699章 登楼 诸葛亮自然不是真的抱怨 只是个玩笑罢了 他会这么说 就代表这场谈判 确实已经取得了 三方都能满意的成果 关于也是如此 他的心情很不错 所以他虽然保持着 一贯的高精姿态 没有理会诸葛乔这小玩 但诸葛亮和雷远 都看得明白 关于大步在前行走的方向 正式往管设去 2月下旬的时候 关平在南海郡 与战破敌 击败了江东的吕代 全从所部 吕代的副将 隐翼阵亡 而吕代 全从 两人几乎仅已身免 只带着极少量的部曲 一路逃亡 经真阳 取将一线回到扬州 巫侯对焦州的谋划 至此可谓彻底失败 不知身死 吕代败祭之后 吕侯便从巴丘 调回了潘章和徐胜 而身在巴郡的 玄德公 则以浅海各地的郡县兵 来作为回应 到了3月中旬 诸葛亮与鲁肃再度会晤 就众人关心的 焦州局势 做了正式的谈判 诸葛亮自然拿着黄炳 和他的部署们说事 痛则吕侯无事生非 扰乱荆州 并图谋 玄德公的焦州盟友 而鲁肃则据理力争说 荆州的嗜血不提 我们在焦州攻打的是嗜蟹 嗜蟹与玄德公 哪有一心半点的关系 明明毫无关系 我们向嗜蟹动手的时候 你们却向我军进攻 不知是吴侯亲信 是江东的二千代 你们竟敢杀他 以盟友的身份 造成江东数千兵马的折损 你们竟无顾忌 孙刘两家也是盟友 你们悍然行事的时候 竟没考虑过 彼此唇枪舌剑地 争执了数日 比谁嗓门更大 比谁看起来道理更足 孙刘两家却是盟友 所以才把冲突 限制在数千人 对数千人的规模 此等规模的厮杀敖战 输赢都不至于伤筋动骨 地方上的矛盾 也不至于轻易扩散到 中枢层面 但这种乱世中的扩张 其实没有道理可言 即便是盟友 也只能各讲各的道理 话是讲给自家人听的 道理也专供自家人壮胆 落到实处 无非是靠胜负说话 诸葛亮与鲁肃前一次会谈时 曾主动提出 孙刘两家共分焦州 可以归属孙氏的 是整个南海郡七县 外加苍吾郡东南面的端西 高耀两个县 和谱郡东面的陵域 高梁两个县 焦州版图上有七郡 实际控制在汉家政权手里的 是南海 苍吾 和谱 玉林 焦指这五个郡 日南 九真两郡蛮一众多 鸡迷而已 而诸葛亮画出的一郡四线 更囊括了焦州三分之一的 时空户口 足显诚意 十分优惠了 可当时 鲁肃尚不知晓不知 屡带两人在焦州的情形 他相信几方 能获得更多的利益 故而断然拒绝了诸葛亮的建议 待到第二次再谈 鲁肃特意准备了于途 再度提起这方案 诸葛亮却顾左右而言他 仿佛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划分 鲁肃是个能屈能伸的 他几次扯着诸葛亮的袖子 不放 简直要替泪交流 最终看在孙流联盟的份上 两家再度达成了一个瓜分方案 这个方案只涉及南海郡 南海郡东面的龙川 接阳 增城 波罗四线归属孙氏 而叛与以西的南海郡三线 连带着整个郊州 都落到了玄德宫的掌握之中 对孙氏来说 南海郡东面的四线 与扬州的会激郡接壤 占据此地 便能对会激郡的山岳 形成全面包围 按照江东文武的推测 若能完全控制会激郡的山岳 足以撂取精兵四万 何况这四线本身有一万余口 在此地参与郊州的贸易 也能获得商业利益 在军事手段彻底失败的情况下 通过谈判得到这些 已经不错了 至少 鲁肃没有愧对前部大都的职务 勉强能向吴侯交代 而吴侯如果想点办法 也能够向自己的支持者交代 在确定这个瓜分方案以后 诸葛亮和鲁肃 在共同对外发布了此番会盟的结果 虽然两家曾数千人兵戎相见 数万人对峙 但这时候 谁也没有疑问 会盟就是会盟 孙刘两家的联盟 依旧牢不可破 按照双方的说法 此前数月 隋南中狼将 娇指太守侍蟹 与北方曹贼勾结 善心刀兵 试图向孙刘开战 并引起荆州各地动荡 孙刘两家遂各遣兵马前往平叛 期间经过多次恶战 两家聚都付出伤亡 但终于承接了罪恶低势士宗族势力 恢复娇州的安定 到了四月 孙刘两家各自收兵 不在军事对峙 而雷远从一都紧急争调了相当兵力难下 他本人则回到荆州 开始与诸葛亮 关于两人谈判 毕竟娇州即将成为 卢江雷氏新的立足之处 作为预定都督娇州的重疆 雷远实在有太多条件 要和中枢谈 京郊两州之间 宜都和江陵之间 乃至卢江雷氏 再宜都 再乐乡诸多利益 该如何分配 如何补偿 也需得及早有个确定的条款 当然 这三人都是 玄德公倚重的部下 这谈判 终究为的是玄德公的大业 非指个人门户司机 关于自然懒得操心那些戏物 以雷远现实的身份 也只需要与诸葛亮 关于 两人大致定下方针 具体的细节 三方各自都有无数的下属出面 诸葛亮说 雷远资诸必较 恐怕更多是为了向孩子解释 一个十岁的孩子 孤零零来到江陵 等着将要成为父亲的人接见 结果左等不到 右等不到 他只好自己来寻找 明明完全不识路途 他竟从管舍穿堂过户 在越过太守府的片门 一直找到诸葛亮等人意识的厅堂以外 诸葛亮觉得 这或许是某种特殊的缘分 这使他对诸葛乔生出格外的歉疚 于是 揽着诸葛乔肩膀的手臂 微微紧了紧 诸葛乔下意识地挣扎了一下 随即觉察到自己大势失礼 于是他更加局促不安 脚步都乱了 在跨过一处门槛的时候 险些被绊倒 好在诸葛亮的力气很大 一把扶住了诸葛乔 为了避免诸葛乔尬 他举着白雨扇指点道 阿乔 你看见前头高处那座城楼吗 看见了 那城楼便是王仲萱做登楼傅的地方 登楼傅你听说过吗 王仲萱便是如今担任曹公麾下军谋祭酒的王灿 他是当代名士 以文采著称 号称文多奸善 便是江东 也有传唱他的师父的 诸葛乔应道 我听说过 还会背诵 登字楼已四望熄 辽霞日已逍悠 是吗 对 对 诸葛亮挥着雨扇 阿乔 我下午有霞 带你去那城楼看看可好 雷远在一旁看着有趣 哈哈笑起来 第七百章 希望 诸葛乔的过际 自然是早就谈好的 并非诸葛是兄弟临时起义 可当这个年以十岁的孩儿凭空而来 有些惧切地站在自己面前的时候 诸葛亮还是有那么一点紧张 他自以为将这种紧张感掩饰得很好 但雷远感觉得出来 他与诸葛乔说话的语气带着刻意的温和 说不了几句 便垂手看看诸葛乔的神情 这姿态 与平日里从容不迫的军师将军 简直判若两人 这是人之常情 既然决定以诸葛乔为四子 这两人日后就必定会紧密关联在一起 可他们彼此之前又那么陌生 诸葛乔固然惶惑 诸葛亮也没有对待儿子的经验 他只能试探着 一点点地表现善意 诸葛亮本来就有些虚道 这会儿话更多了 一行人才跨过两道门飞 诸葛亮已经从江陵城楼说到 一周壮美景色 还东拉西扯地讲到了他自己与诸葛锦少时的经历 开一些不相干的小玩笑 诸葛乔时不时答应几句 偶尔笑一笑 他的右手被诸葛亮握着 左手却始终按着自己的腰带 一直没有放松 大概手心捏着点东西 才会觉得踏实吧 这情形 愈发有趣了 雷远不想打扰这对父子 于是笑眯眯地坠后几步 慢慢地跟着 看着诸葛亮小心翼翼地宽慰来自江东的孤独少年 而关羽虽然龙行虎步在前 却时不时停步与职守的将士聊几句 有意无意地等待诸葛亮父子 除非玄德公在场 关羽速来是谁的面子都不给的 更不要说这么一而再 再而三地等候了 但看他的神色倒也并不焦躁 大概是因为关羽的次子关心 也是诸葛桥这般年纪 也是一样的 寻寻手礼而稍贤文质吧 雷远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孩子阿诺 因为计算年龄是十月运满其时 过年变加一岁 所以阿诺已经两岁了 其实才七个月 还是个懵懂婴儿 雷远出兵南下交州 再回返江陵 前后数月忙碌 还没顾上回去探看 雷远在此世立足 靠的是如江雷氏宗族 但他自从意识清醒以后 对宗族中人并没有特别的感情 说的过分点 绝大部分族人对雷远来说 都是工具人 雷远对他们 远不如对他自己招揽的那些护从亲密 有些族人甚至无工具之用 被雷远弃如碧履 但孩子不一样 孩子是血脉的延续 是未来的希望 更是沉重的责任 雷远自认并不具备超市的才能 当初他一人立身于乱世 所谋求的就只是挣扎着活下去 后来围拢在他身边的人 把期望寄托在他身上的人越来越多 于是他开始谋求聚合这股力量 进而推动历史向新的方向前进 或许 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使虚弱不堪的华夏 尽快走出乱世 进而走向一个生机勃勃的 崭新的时代 雷远希望见到这样的未来 但雷远并不认为 穿越者的身份 就能天然带来必定正确的眼光 指向必定正确的道路 较至于古人 他的脑海中确实有更多的东西 可随便一个来自未来的想法 就能无视实际环境 轻而易举地应用于古时吗 没有那样的道理 他只相信一人即短 众人即长 所以 他愿意和许多人一起前进 一代人的努力做到极处 大概就是恢复前汉的富强盛世吧 雷远自信 在这个过程中 自己和同伴们甚至能做得更好些 能够形成更完善的制度 使豪强高门得到压抑 使黎术前手得以喘息 使闻名得以存续 但是 待到有了自己的孩子 雷远开始想得更多 真正的丰功伟业 恐怕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 雷远和他的同伴们 这一代人离开以后 雷远的孩子和同伴的孩子们 又会面临怎样的局面 他们又能做到什么程度 在玄德公敬畏汉中王以后 雷远的职位将会是长长一串 如果算上雷远的部署 另外又有几个太守 几个将军 以这些职务 以卢江雷势的实力 雷远必定能够统合胶州 进而使胶州成为 玄德公不可或缺的重要疆域 孔明另外 也特意转达了玄德公的意思 左将军和胶州 都只是起点 而非终点 在统一天下的漫长路途上 将会长期需要雷远的力量 如果玄德公的政权最终胜利 雷远毫不怀疑 自己能取得极高的政治地位 获得极大的政治力量 那么阿诺作为雷远的孩子 他能继承雷远的事业吗 还是说 他会成为雷远所厌恶的那种高粱子弟 成为无数醉生梦死的世家子弟之一 如果阿诺成了后者 那玄德公的政权又何以于位 何以于尽 雷远的努力 难道就只为了把卢江雷士 从豪强转变为世家 让自己的后人和亲族 成为压榨百姓的人上人 这样的未来对雷远来说 又有什么意义呢 雷远希望阿诺不要辜负父亲的工业 希望他不要辜负这个国家和民族 他更强烈地希望 阿诺的同辈 乃至以后一代代的人 都能够推进事业 而非摧毁事业 能够创造文明 而非摧毁文明 但那又只能是希望 甚至可以说 是奢望 毕竟未来太难把握 而雷远的能力和眼光 又太有限了 这让雷远隐约觉得有些羞愧 心情也忽然有些沉重 此时一行人回到管舍 原本该跟从诸葛桥的仆毙们 慌忙出来迎接 诸葛亮向关羽调侃侃地说了什么 而关羽掀着胡须 仰天大笑以应 雷远稍稍加快脚步赶上 越过门飞 走了没几步 身后有沉重的脚步声 迅速接近 他急停不转头去看 结果险些与人撞在一起 他稍微往后退了两步 看见来的是 负责驻房江陵的都督 关羽的得力臂膀赵磊 赵磊手里抓着一份卷宗 满头大汗 而脸色有些发白 他顾不上与雷远寒暄 略行一礼 便急奔到关羽身边 雷远注视着赵磊 见他在关羽身边 傅耳低于两句 关羽眼中光芒一战 诸葛亮注意到了这个情形 他亲切地拍了拍 诸葛桥的肩膀 将之拖给扑毙 旋即回来 云长 何事 话一出口 他又跟着到 莫非许都那边 关羽把卷宗交给诸葛亮 沉声道 五日之前 天子侧命曹操为卫功了